阴谋大典 神秘神通 前辈 这话 我就无法苟同了 凡间没有人比我更刻苦修炼 韩觉皱眉道 战姑星愣了愣 惊异道 你已经达到大成境 这才多少年 此子不仅是见到天赋绝伦 连修行天赋也这般恐怖 战姑星不由重新审视韩觉 韩觉朝他抱拳行礼 然后越过他 继续前进 这一次 韩觉想看看 自己能走多远 战姑星跟着转身 看向他的背影 不知为何 战姑星觉得 韩觉与以往不同了 他 似乎不再是凡人 阴云天穷之下 断壁残垣 延绵大地之上 九鼎真人带领 欲清圣宗的修士们 警惕的前行 柳不灭 观幽刚 西玄仙子 行红玄也在其中 这里便是魔道皇城 看起来好破败 据说魔修时不时发狂 魔帝就懒得 在修筑城池 奇怪 其他正道大宗的人 怎么不见 我也感觉不对劲 大家小心点 魔道中人 诡计多端 欲清圣宗的修士们 焦头接耳 所有人都握紧自己的法宝 不敢放松 行红玄抬眼望去 阴云尽头的天穷血红 连绵起伏的大地镜头 隐约能见到一座巨大的城池 他皱起秀眉 心里莫名有些不安 柳不灭跟在九鼎真人身旁 低声道 长教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诡异的事 何事 魔修似乎杀不完 嗯 按理来说 魔修的数量不可能比我们正道多 但大战数十年 仍到处都是魔修 另外 我们正道修士的身影 似乎在减少 九鼎真人脸色一变 低声问道 你的意思是 柳不灭脸色凝重 道 死消彼长 我怀疑 魔道有一种力量 在让正道修士堕入魔道 一路上 我们不是 遇到许多走火入魔的魔修 九鼎真人心里一抖 这下子 他彻底无法保持淡定 他紧张地 看向周围的残破城池 随处可见尸体 他忽然觉得 暗中有种在窥探自己 要不然撤退吧 我们没有必要杀到魔道皇城去 观幽刚凑过来说道 玉清圣宗 虽是大燕第一宗门 但放眼天下 勉强算三流 这种大决战 玉清圣宗的影响力 微乎其微 九鼎真人停下脚步 转身道 所有人跟随我撤退 他纵身跃起 朝着来时的方向飞去 轰隆隆 一道身影 从滚滚阴云之上砸下来 直接砸在破旧的街道上 掀起一圈尘土 碎石横扫八方 尘土散去 一尊魁梧的身影出现 赫然是魔道五尊之一的 贪魔罗汉 一看到他 九鼎真人等人脸色大变 他们都能感受到 对方的强大 贪魔罗汉缓缓睁眼 右手立在胸前 开口道 阿弥陀佛 各位相往哪儿走 既然来了 那就一同入魔吧 先天洞府内 韩爵的意识回归体内 灵气疯狂钻入他的体内 他的道痕开始增长 这一次 越过太乙 他前进二十步 天地玄黄破戒剑指得到蜕变 在他的领悟下 此神通将破戒从强度上扩展到轨迹上 剑气射出 破戒射至远方 类似于瞬间移动 空间跳跃 只要神识能捕捉到对方 即可实现远程射杀 韩爵很满意 无论近距离 还是远距离 天地玄黄破戒剑指 都杀伤力无穷 他相信 凡间没有几人能承受 韩爵拿出厄运书 开始诅咒济奈何 朱雀 绝眼道人 无论多强 日常任务不能丢 他一边诅咒 一边查看邮件 你的好友九鼎真人 被魔修俘虏 你的好友西玄仙子 被魔修俘虏 你的道旅行红玄 被魔修俘虏 你的徒弟苏奇 脱离走火入魔状态 神格彻底觉醒 道横大掌 你的徒孙方梁 遭遇魔修袭击 X4679 你的徒孙方梁 身受重伤 幸得神兽所救 被带入一方洞天福地 你的好友莫妇仇 得到你的好友莫主所救 摆脱封印 你的好友黄吉浩 被魔修俘虏 好多俘虏 韩爵皱眉 就连观幽刚 柳不灭等人 也被俘虏 怎么回事 韩爵立即将意识 与行红玄的天之傀儡连通 此刻 行红玄与欲清圣宗的修士们 被关押在一座大殿内 各个状态为民 这座大殿很辽阔 收押数万修士 韩爵还看到了黄吉浩 黄吉浩 打坐在角落 头发凌乱 极其狼狈 这是怎么一回事 韩爵通过天之傀儡 传音给行红玄 发生了什么事 你传音给你的储物件 不要声张 行红玄被突如其来的声音 吓到 但一听是韩爵的声音 当即平静下来 我们被贪魔罗汉抓了 行红玄传音给自己的储物件 开始讲述这段时间的经历 遇到魔道五尊之一的贪魔罗汉 欲清圣宗一行人 自然不是对手 九鼎真人 柳不灭 被贪魔罗汉一拳废了 好在贪魔罗汉 并非要杀他们 他们才得以活下来 魔道四尊 好像在大肆抓拿正道修士 据说与银魔大典有关 哪个营 呸 别乱想 迎接的营 魔帝似乎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据说他是被召唤到凡间来的 他可能要召唤更多的魔 也就是说 你们可能是祭品 嗯 夫君 这一次 我们栽了 来是再做夫妻吧 天仙府呢 不清楚 韩觉陷入思索中 怎么回事 他还以为 正道已经占据优势 现在听行红玄说 似乎魔道占据上风 还有营魔大典 别是召唤上古魔族罢 韩觉越想越紧张 他对行红玄安抚了几句 便不再传音联系 事到如今 不得不出手 等魔族来了 那天下就更不太平 韩觉可不希望自己 被打扰修行 韩觉抬起自己的右手 竖起中指 难难道 到时候就看你了 悟道剑正对着他 模仿他竖起右手中指 对韩觉问道 主人 这是什么意思 神通其手势 嗯 此神通不能轻易用 除非必死之局 那有什么用呢 能让你死前 心里舒坦一些 嗯 韩觉不再理会悟道剑 起身走出先天洞府 第131章 大成讲道 来世若有缘 来到扶桑树下 韩觉注意到慕容起回来了 他打坐在树下 苦思冥想 黑玉姬在树上打盹 阳天东在修炼 寻长安坐在悬崖边 望着天边 不知在想什么 背影忧愁 韩觉抬头望去 天上仍是三个太阳 那两只小金屋进不来 却不肯离去 真是执着 慕容起看到韩觉走来 连忙起身行礼 韩觉微微点头 慕容起凑上来 紧张地问道 师祖 我能向您请教吗 请教什么 天下万道 哪一道最强 剑道 没有最强的道 只有最强的修道者 师祖 我感觉我好像不适合剑道 慕容起脸色忧虑 最近他经常外出执行任务 他发现自己的战斗力 不能像传言中的天骄们 一样可以越界战斗 他甚至觉得自己有些平庸 韩觉不动声色地问道 那你觉得你适合什么道 我也不清楚 那便去学 欲清圣宗内有各道的法术 等你找到适合自己的 再来找我 我亲自指点你 多谢师祖 慕容起惊喜 连忙行礼 直接离去 韩觉将目光看向扶桑树 扶桑树已经很高大 树身上的地仙葫芦藤 长得也不错 只是不知何时 才能开花结果 看了一会儿 韩觉又回到仙天洞府 开始修炼六道轮回宫 第九层心法 一年之后 那座宽敞的巨大球殿内 数万正道修士 还在运工修炼 殿内弥漫着一股魔气 不断蚕食着正道修士们的灵力 修士们只能修炼 顽强抵抗 苦不堪言 行洪玄 西玄仙子也在修炼 大多数时候 修士们都没有交流 如同在闭关 轰隆隆 大殿大门忽然打开 一尊魁梧的身影出现 正是贪魔罗汉 贪魔罗汉扫视着殿内的修士 缓缓开口道 你们还有半年时间 若是愿意加入魔道 可随时禀报殿外的魔修 半年后 迎魔大殿开启 凡是不愿归降者 全都将成为真魔的祭品 丢下这番话 贪魔罗汉转身 等等 我愿意成为魔修 一名中年男子高声喊道 颤颤巍巍地站起来 周围的修士 纷纷向他投来愤怒的目光 其中一人直接拔剑 欲要斩杀中年男子 一道魔器凭空出现 将其剑挡飞出去 然后缠绕在中年男子周身 中年男子面露惊喜之色 见此 其他修士也按捺不住 我也愿加入魔道 我也是 求前辈护我们 我不想死 抱歉 各位 各位道友 我们已经尽力了 是真的不行 越来越多的修士站起身来 欲卿圣宗的弟子们 也眼神闪烁 躁动不安 酒顶真人沉声道 我欲卿圣宗的弟子 只能堂堂正正地死 不得屈服于魔 文言 欲卿圣宗的弟子们 面面相去 没有一人站起来 行红玄朝处物界内呼唤 但韩绝没有回答 他只能叹气 眼下局面 韩绝不可能帮到他们 即便韩绝亲自赶来 短时间内 不可能跨越山川大海 来到此地 要知道他们 可是花了数十年 才赶赴此地 五个月后 慕绒启拜访韩绝 说自己找到了 适合自己的道 韩绝走出先天洞府 带着他来到扶桑树下坐下 悟道剑也跟来凑热闹 树上的黑玉姬睁眼 好奇地看向他们 师祖 我觉得 适合我的兵器之道是枪 或者说长兵 不过修真者很少有人用长兵 长兵更适用于凡间征战 慕绒启苦恼道 韩绝并不意外 不愧是神功战神 战神确实大多 适用长兵 无论是神话 还是凡间 韩绝挥手 斩断扶桑树的一根树枝 用灵力 削成一根木枪 递给慕绒启 道 从今以后 它便是你的枪 慕绒启接住后 愣了愣 他并没有嫌弃 而是很意外 扶桑树可谓是 韩绝最宝贝的天才地宝 甚至还吸引来两个太阳 此树定是神树 韩绝竟然斩下一根树枝给他 其他人可没有这样的待遇 慕绒启对你的好感提升 当前好感度为五星 师祖 慕绒启犹豫道 寻长安也连忙开口道 师父 这可使不得 韩绝瞪了他一眼 道 你现在帮我接上树枝 寻长安尴尬 只能善善作罢 今日 我为你们讲道 讲的是天地真意 看看你们能不能领悟出 属于自己的神通或者道法 韩绝继续说道 杨天东一听 连忙坐过来 大成讲道 这般待遇 即便是天仙府天骄 也未必有 韩绝开始讲道 他的声音高深莫测 令慕绒奇等人 迅速进入一种领悟 深思的状态 他们没有听清楚 韩绝讲的内容 但韩绝的声音 就是有这样一股力量 能让他们快速入定 甚至提升悟性 哄 大殿大门打开 一鸣鸣魔修迅速涌入 他摩罗汉的声音传出 道 押送他们前往银魔祭台 但敢有反抗者 直接诛杀 正道修士们 顿时慌乱起来 黄吉昊率先起身 冷哼道 我倒要看看 你们能否笑到最后 他率先踏步出 不让其他魔修碰自己 其他人跟着起身 九鼎真人 行红旋 西旋仙子 也是如此 九鼎真人一边走 一边大笑 我欲卿圣宗的弟子 都是好样的 他的话 让欲卿圣宗弟子们的惶恐 顿时一扫而光 所有人胸腔里 都涌现出热血 死亦何惧 行红旋注意到 周围的魔修 有不少 是先前投降的正道修士 不由露出鄙夷之色 他轻声叹息 夫君 来世在做夫妻 你夫君是韩长老 西旋仙子问道 行红旋 也住在苦修城仙山 不过两女的交际不多 行红旋应道 嗯 那来世可能没希望 等你转世 他或许已成仙 行红旋抑郁了 西旋仙子嘴角微扬 笑得很隐蔽 观游刚走过来 道 师妹 临死之前 我有一句憋了很久的话想 不想听 我 师兄 来世若有缘 我当师姐 我来护你 还你今生对我的照顾 近两万正道修士 浩浩荡荡地走出大殿 第132章 摩之由来 长生大道 走出大殿后 行红旋看到 附近其他宫殿内 也有浩浩荡荡的正道修士 被押送出来 很难想象摩帝抓获了多少正道修士 难道真的就没希望了吗 天仙府呢 那些圣地呢 旁边一名女弟子的声音传来 语气中充满愤慨 在被抓之前 他们都以为胜利在望 没想到 噩梦才刚开始 九鼎真人东张西望 暗自新经 摩修怎会如此多 那些正道修士 是如何快速转变为摩修的 按理来说 灵力转变为摩器 是需要修炼过程的 其实短时间内能散工重修 大地平坦 分布着数十座巨大宫殿 到处都是篝火 摩修数量难以估量 摩器形成滚滚阴云 遮天蔽日 如处傍晚 从高空望去 宫殿们围绕成一个巨大的圆圈 所有大门对着同一个方向 那是一座长宽千丈的巨大祭台 通体苍白 好似由白骨制成 森然惊悚 迎摩祭台 祭台周边站着一圈摩修 各个身穿黑袍 好似地府的鬼差 轰隆隆 祭台上方的阴云剧烈翻涌 形成一个可怕的漩涡 电闪雷鸣 远方 一座小山上 苏奇 混沌天狗 趴在一块石头后面 探头张望 好多摩修 我们真的要上吗 混沌天狗哆嗦问道 好不容易逃出摩地的掌心 他可不想再涉险 苏奇正色道 我等新属正道 岂能畏惧 今日若是摩地大计得逞 天下有难 届时 我师父 你的主人也别想安心修炼 届时再回望过去 可能就是缺了我们这一份力 混沌天狗一脸苦逼 这小子太正义凛然了吧 他忽然 很想面积仙神 那家伙要是杀来 该多好啊 苦修成仙山上 韩觉讲道结束 众徒子徒孙 还处于悟道状态 久久无法回过神来 这时 李亲子赶来 他来到韩觉身旁 看了慕容起 悟道剑等人一眼 低声道 韩长老 长教他们被抓了 我们该怎么办 距离太远 导致他的消息延后一年多 韩觉回答道 等吧 他想说他们会没事的 但万一出事了呢 这种事不能打包票 那些圣地 也不知是怎么回事 一个个都消失了 可恶 李亲子咬牙切齿道 总觉得这背后有大阴谋 韩觉道 他们可能也有麻烦 这句话是真的 他之前看邮件发现 天仙府的季仙神 季冷禅 季空道人 都在遭遇魔修袭击 次数都远超 玉清圣宗等人 看来 他们应该是被牵制住了 李亲子叹息一声 随后离去 韩觉面不改色 实际上 他正在用天之傀儡 观测磨到皇城的情况 他在等一个人 磨地即奈何 只要杀了即奈何 磨到自然溃散 没过多久 玉清圣宗的修士们 被押送到银魔祭台 他们被关押这么久 在魔气的摧残下 早已失去战斗力 只能面目憎恨地望着周围的魔修 这就是银魔大典 天上是什么 不会真要召唤魔吧 传说中 魔曾试人 妖两族之前最为强大的种族 该死 我无法调动体内的灵力 魔地在哪儿 修士们议论纷纷 恐慌 紧张 不安 在祭台上蔓延 越来越多的修士 被赶上银魔祭台 他摩罗汉 站在祭台旁边 闭着眼睛念经 有修士想要反抗 结果直接被魔修击倒 费了经脉 丢上祭台 哀嚎不停 凄惨无比 黄吉昊来到九鼎真人面前 轻声问道 贵宗的斩神长老来了吗 在他心目中 韩爵是最强大的修士 他若是来了 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九鼎真人摇头 他倒是很庆幸 没有让韩爵来 要是来了 欲清圣宗连香火都断了 黄吉昊露出遗憾之色 轰隆隆 祭台上方出现滚滚血气 血气之上凭空出现一道身影 赫然是雪魔老祖 雪魔老祖俯视着淫魔祭台 微微点头 他直接散发出自己的恐怖威压 笼罩大地 让祭台上所有修士 胸口如遭重锤 十分难受 待所有修士上的祭台 除了祭台周围守卫的魔修 所有魔修纷纷跪下 朝拜祭台 天地陷入寂静中 祭台上正到修士的数量 已经超过十万 全都不敢吭声 紧张地望向天空 接下来要发生什么 宫营魔帝降临 雪魔老祖开口喊道 话音落下 数十万魔修齐声大喊 宫营魔帝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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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魔修们异口同声地喊道 声音汇聚在一起 震耳欲聋 每一位魔修的脸上 都写满黄热之色 天上的魔气漩涡中 出现一道身影 正是魔帝纪奈何 他抬起双臂 开口道 魔道的传承者们 所有魔修文言 纷纷闭嘴 紧紧盯着他 正到修士们更加紧张 不知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天地初开 万物混沌 先有魔 再有神 之后才是人族诞生 出现先人 魔之道 乃是追求不受天道约束 长生不死 长生不灭 随心所欲 快意恩仇 纪奈何的声音充满沧桑感 带领魔修们 回到那个亘古久远的时代 远在苦修城仙山的韩爵 也通过天之傀儡 听到他的话 暗道 这是魔道传销 韩爵没有立即出手 既奈何悬在高空 还不是最佳的出手时机 这时 慕容起 黑玉姬 寻长安 杨天东 悟道剑 都已经醒来 师祖 我们追求的道应该是寿命 还是灵猎 慕容起问道 韩爵回答道 众生有众生志 无知志向便是寿命 当你活到最后 你的力量便是最强 杨天东问道 天道有天归 生死轮回便是天归 成仙后是否 就跳出生死轮回 他现在已经放下野心 一心只想追寻长生大道 仙神只是比凡人强大而已 真正的永生不死还远 否则神话里 就不会有那么多仙神转世下凡 正因为大道尽头遥远 我们才要珍惜当下 今日少修一炷香时间 千年后 浪费了多少时间 万年后呢 百万年后呢 韩爵悠悠说道 他心不在焉 但落在众弟子眼中 那便是高深莫测 看破红尘 第133章 天各一方 一指朱迪 师父 您如今适合境界 何时能到大城 杨天东好奇地问道 别看他们这些师兄弟 天资都很强 但他们心里都清楚 论天资 他们比不上韩爵 李亲子就住在半山腰 偶尔跟他们聊天 都会提及当年的韩爵 他是看着韩爵强大起来的 韩爵平静道 为师已经是大城 此言一出 慕容起 悟道剑 寻长安 黑玉姬皆是瞪大眼睛 大城镜 凡间最高镜剑 当众人震惊时 韩爵眯起眼睛 机会来了 另一边 当魔地基奈何 正在激昂的讲述魔的来历时 一股可怕的气息从天边爆发 万军雷霆轰鸣而来 所有修士齐齐转头看去 只见无数雷电 形成一堵长达天地两端的恐怖电墙 势不可当地袭来 漫天雷电之中 季仙神踏步而来 轻衣肆意鼓动 他面露亢奋笑容 目光死死地盯着季奈何 放肆大笑 魔地 这一次 我非杀你不可 他的出现 令淫魔祭台上的所有修士振奋 这么多年的正魔大战 季仙神凭借着强大的实力 已经名动天下 甚至在他们眼里 是天下第一 季仙神的到来 也代表着天仙府即将来临 既奈何皱眉看去 血魔老祖 贪魔罗汉 同样转身看去 面对季仙神 他们都很忌惮 此人太强了 苏奇 混沌天狗 跟在季仙神身后 混沌天狗兴奋到 这家伙是不是又变强了 苏奇望着季仙神的背影 眼中满是震撼之色 这是何等修为 才能达到的气势 独自面对整个魔道 虽千万人无王矣 与此同时 行洪玄耳边响起一道声音 将天之傀儡拿出来 闻言 行洪玄愣了愣 一听是含绝的声音 他立即拿出天之傀儡 旁边的西玄仙子 瞥见天之傀儡 眼中流露出异色 其他人都望着天边的季仙神 没有人注意到 天之傀儡的出现 在两女的注视下 天之傀儡抬起右手 食指指向天穷上的寄奈何 苦修成仙山 扶桑树下 慕容起兴奋地问道 师祖 您都达到大成了 何时飞升 何为大成 大成到底有多强 韩绝起身 其他人跟着起身 只见韩绝抬起右手 竖起食指 摇指天边 目光辟逆而去 一股恐怖气势爆发 何为大成 大成便是 天各一方 一指诸笛 大成便是 有我无敌 韩绝意气风发地笑道 话音落下 他猛地爆发出六道灵力 天地玄黄破戒剑指 剑光闪耀 天地犹如白昼 在慕容起等人震撼的神情下 一道恐怖剑气 从韩绝的食指中射出 眨眼间消失于天地尽头 掀起的狂风 让群山上的山林剧烈摇曳 这一幕深深地震撼到他们 尤其是慕容起 韩绝现在 展现出的气魄 便是他想追求的 无敌 滚滚阴云之下 纪奈何皱眉盯着天边来袭的 纪仙神 心中恼怒 蘑菇他们怎么回事 竟然将这家伙放出来了 纪奈何眼中闪过杀意 既然如此 那他便杀了这位天仙府 第一天骄 纪仙神同样满腔杀意 除了杀意 更多的是兴奋 惊人若能当着正魔两道的面 诛杀魔地 那他便是天下第一 拯救苍生的天下第一 哄 一道恐怖的轰鸣声 从身后传来 经得几仙神下意识扭头 可他的头还未转动 剑光照耀他的脸 他的余光瞥见一道可怕的剑气 他从未遇到过 如此恐怖的剑气 太快了 快到几仙神 完全来不及反应 纪奈何的感受 比他更加强烈 他只感觉几仙神身后 凭空出现一道剑气 洞穿几仙神的万千雷霆 直接杀向自己 纪奈何来不及多想 下意识想要躲避 可惜 来不及 挡不住 纪奈何瞪大眼睛 剑光照耀在他脸上 这一瞬间 他大脑一片空白 什么都没有想 心里还保持着 对几仙神的杀意 直至 他被剑气淹没 形神俱灭 大地之上 所有魔修 正道修士 同样没有反应过来 他们只看到 一道剑气凭空出现 划破天穷 撕裂无边阴云 直接撞上魔地 没有震耳欲龙的轰鸣声 也没有撼动天地的爆炸 剑气散去时 魔地已经不在 血魔老祖 贪魔罗汉瞪大眼睛 两人都被吓傻了 几仙神也停下来 愣在原地 他下意识扭头看去 身后的天穷上 没有其他人 大地上倒是有人 一人一拳 是谁 纪仙神动容 浑身颤抖 怎么可能 刚才那是仙人出手 凡人不可能 拥有如此力量 太可怕了 几仙神从未感受过 如此恐惧 即便当初在苦修 成仙山面对关羽 也不曾如此 除了关羽 天地间还有人更强 天地寄疗 只剩下几仙神脚下的 雷霆还在轰鸣 所有人陷入沉寂中 不敢相信 眼前发生的事情 梁九 黄吉浩忍不住到 魔帝死了 他的声音不小 直接打破沉寂 哄 银魔祭台上炸锅 所有修饰都在欢呼 行红旋 西旋仙子 则愣愣地望着天之傀儡 九顶真人 观幽刚 柳不灭 刚好瞥见天之傀儡 天之傀儡 还保持着指向魔帝祭 奈何的动作 韩绝能射中进奈何 多亏天之傀儡 负责瞄准 莫非 九顶真人三人 想到了一个大胆的可能 天之傀儡这身形 像急了一人 苦修成仙山上 韩绝收手 扶桑树还在随风摇动 落叶纷飞 悟道剑痴迷地 望着韩绝的背影 寻长安 杨天东同样满脸崇拜 黑玉姬瞪大着鸡眼 显得十分滑稽 慕容起握紧双拳 兴奋问道 师族 这是什么神通 韩绝偏向他 道 天地玄黄破戒剑指 想学吗 想 你不是不喜欢剑 我可以试着改良成枪法 太霸气了 韩绝笑了笑 重新走到扶桑树前坐下 其他人跟随 天地恢复平静 慕容起等人还以为 韩绝只是向他们展现 大成镜的强大 殊不知 韩绝刚才那一指 拯救了天下苍生 韩绝并没有激动 只是心里松了一口气 这下子 正到稳了吧 第134章 凡间有真魔 奈河桥 诛杀纪奈河后 韩绝心头上 算是少了一块玄石 他一边为徒子徒孙解惑 一边关注魔道皇城那边的情况 纪奈河一死 血魔老祖 贪魔罗汉 差点吓死 立即逃顿离去 纪奈河的实力 与他们相差不算太大 他们都没有看清楚 纪奈河是如何死的 说明出手之人实力远超他们 他们哪里敢逗留 被抢人头的几仙神暴墓 开始屠杀魔修发现 银魔大殿 就此被中断 正到修士们得救 行红悬在韩绝的吩咐下 将天之傀儡 重新收回储物界内 欢呼声响彻这片昏乱大地 我的天 到底发生了什么 大能出手 竟然直接诛杀魔帝 是寄仙神杀的 肯定不是 刚才几仙神都被吓到 到底是谁 魔帝不是大成修士吗 莫非出手的是仙人 天佑我正道 苏奇 混沌天狗 愣在原地 他们还处于震惊中 刚才那道剑气 从他们头顶划过 犹如神迹 苏奇亢奋了 握紧双拳 不停地欢呼 肯定是师父 听到苏奇的话 混沌天狗愣住 诧异问道 是主人杀的魔帝 苏奇点头道 一定是他 他一直在暗中庇护我 否则我早死了 混沌天狗一听 不由郁闷 主人怎么不保护我 他心里还是不幸的 赶紧溜吧 我要回大夜 苏奇见季仙神 还在大杀四方 觉得这是好机会 说完这句话 掉头就走 混沌天狗连忙跟上去 他也不想给 季仙神当作棋 另一边 韩觉一直通过 天之傀儡洞察战局 确保欲卿圣宗 一方无视 魔帝之死 对魔修们的士气 造成严重打击 哪里顾得上 祭台上的修士们 魔修们都望风而逃 奈何季仙神 穷追不舍 回到先天洞府内 韩觉打坐在床榻上 为了庆祝这次正道的胜利 韩觉拿出厄运书 开始诅咒朱雀 绝眼道人 一人半个月 加倍 诅咒结束后 韩觉继续修炼 六道轮回宫第九层心法 魔帝死后 天下应该很快就要太平 韩觉又能安心修炼 他已经通过天之傀儡 告诉行洪璇 劝九鼎真人早日回来 不要逗留 不到一年时间 魔帝之死震惊全天下 魔道气势 如同韩觉猜测的那样 直接溃散 人间有仙人的传说开始流传 主要是因为 魔帝死得太离谱 被一道神秘的剑气秒杀 过程充满戏剧性 仙人是谁 来自哪个宗门 成为全天下最大的话题 许多说书人 甚至为此杜撞各种传说 五花八门 一片昏暗的空间 磅礴大雾弥漫 宣秦君半跪在大雾之中 一道冰冷声音响起 既奈何死了 你们还不清楚 是谁所杀 宣秦君深吸一口气 当时在场的两位大臣修士说 对方没有现身 我怀疑是仙神 仙神私自下凡 已经不是第一次 寂静 冰冷声音没有再响起 过了一会儿 宣秦君问道 魔族入凡的计划 还要再施行吗 先前纪奈何 已经启动祭祀仪式 魔族气运靠近凡界 此事 估计已经惊动仙界 再继续下去 恐怕 哼 继续 就让魔主来吧 凡间已经有真魔 本座已让魔主 去寻觅那位真魔 至于你 早日飞升吧 遵命 宣秦君硬道 低着头的他 眼神闪烁 一晃眼 十年过去 韩觉终于练成 六道轮回宫第九层心法 他没有领悟心神通 但他的修行速度 得到提升 从现在起 他能吸收日月精华 能在阴间吸收九幽灵气 与此同时 他距离大城近二层 还有一段距离 韩觉决定 前往阴间去看看 他不敢亲自前去 先创造出 一具天之傀儡 让天之傀儡 去试试水 倘若达到大城近圆满 不得不飞升 他还能先去阴间避避难 半个月后 韩觉成功创造出 一具天之傀儡 他跟着施法 床踏前的地面 浮现一片黑气 一扇镶嵌着 古怪图文的石门 升腾而起 轮回之门 这是六道轮回宫 第八层心法 所附带的神通 可踏入阴间 可吸收魂魄 丢入六道轮回之中 悟道间瞪大美目 一脸好奇 他也不敢吭声 只能安静地看着 韩觉操纵着天之傀儡 进入轮回之门 他跟着闭幕 将注意力 落在天之傀儡身上 进入轮回之门后 天之傀儡 被滚滚黑雾淹没 无法失误 韩觉小心翼翼地前进 这可是他第一次探索阴间 这里没有阳光 无比昏暗 走着走着 韩觉感觉到 脚下出现流水 这让他更加紧张 他将神石散开 发现四周没有任何东西 脚下确实有水 这水很诡异 神石触碰后 直接消散 能消融神石的水 莫非是传说中的黄泉水 过了一会儿 前方终于出现光线 韩觉看到一座桥 位于大雾之中 水面之上 望不到桥的另一头 桥头上有一名老妇人 不断有魂魄 凭空出现在他面前 接过他手中的碗 一隐而静后 便踏上桥 消失于桥上的迷雾之中 奈何桥 孟婆 韩觉心中好奇 警惕着他 转身朝着另一个方向走去 他又不投胎 为何要上奈何桥 孟婆说不定是阴间大能 可不能小觑 生死轮回前 你想回头 一道沧桑的声音 传入韩觉的耳中 韩觉一听 立即加快速度 迅速消失于迷雾之中 还没飞多久 一股可怕的威压忽然降临 压得韩觉倒在水中 韩觉立即让天之傀儡自爆 以免阴间大能顺着天之傀儡 找到他本尊 轰的一声 先天洞府内 韩觉睁开眼睛 立即收回轮回之门 他背脊冒冷汗 刚才的威压太强了 要知道天之傀儡 可是大成静修为 竟然被威压压地趴地 这阴间不能轻易踏入啊 韩觉后怕地想到 轮回之门 是不是随机连接阴间之地 韩觉摇头 反正他是不敢再尝试 不怕一万 就怕万一 若是对方顺着天之傀儡 锁定他的本尊 隔界诛杀他 不是没可能 毕竟他对于阴间而言 是异类 主人 怎么 悟道剑忍不住问道 韩觉摇头 正要回答 忽然感觉气温提升 洞府内好热 等等 莫非是 韩觉想到一个可能 当即消失在床榻上 第135章 收服金屋 魔君到来 来到洞府外 韩觉抬头望去 两只小金屋所画的太阳越来越大 莫非他们要下凡 韩觉皱眉 杨天东 寻长安 慕容起 黑玉姬都紧张极了 尤其是黑玉姬 因为这庄货是他闯的 一想到传说中的神鸟金屋 即将下凡 他就害怕极了 悟到剑跟着走出洞府 抬头望去 差一问道 那两个太阳要掉下来 不仅是他们 欲清圣宗的弟子们 也察觉到不对劲 越来越多的人 腾飞至空中 对着天上的三个太阳 指指点点 韩觉犹豫 要不要朝 两只小金屋射一指 吓跑他们 他感受到气温越来越高 觉得不能再等 立即纵身跃起 迅速来到天顶之下 抬头望去 他能看到两只巨大的火压 正在撞击天壁 身上的太阳真火 越发的强盛 金屋 形似火压 长着三族 一展十里 十分霸气 丝毫看不出 还是幼年状态 天壁已经出现裂缝 两只三族金屋 就要闯进来 就在这时 韩觉眼前出现一行字 检测到先天气运者 是否查看其来历 先天气运者 韩觉立即选择查看 神金屋 大成镜七层 幼年状态 因资质原因 被金屋神族遗弃的小金屋 感受到扶桑树的气息 为了变强 特意赶来凡间 由于魔族干扰天道气运 两只小金屋找到机会 想要强行闯入凡间 两段一模一样的信息 出现在韩觉眼前 嗯 被金屋神族遗弃 韩觉捕捉到重要信息 既然被遗弃 那韩觉诛杀他们 不会得罪金屋神族吧 不一定 像这样的神族 必然很要面子 若是知晓自己的族人 被凡人诛杀 岂能不恼怒 韩觉默默想到 一名道人凭空出现在不远处 他面露惊骇之色 三足金屋 不好 他吓得立即消失在原处 韩觉满脸问好 这人是来搞笑的 轰的一声 天壁犹如玻璃破碎 两只小金屋 立即冲向韩觉 准确地说是冲向大地 韩觉朝天连射两指 剑气冲天起 天地玄黄破戒剑指 两只小金屋的身体被冻穿 发出哀嚎 身上的太阳真火 顿时消散 若非神金屋血脉 他们当场就要暴毙 韩觉挥手 施展神通秀忠乾坤 将他们收入秀忠 连大城近八层的宣秦军 面对他都会被秒杀 何况大城近七层的小金屋 小金屋虽是神族 但他们还小 韩觉正要离去 一道身影 急驰而来 赫然是季仙神 那两个太阳呢 季仙神好奇问道 见到韩觉 他并没有觉得惊奇 韩觉平静道 走了 天壁迅速恢复 仿佛没有被冲破一样 韩觉好奇 这天壁外是什么 小金屋都能闯进来 其他仙神会不会也如此 他突然觉得浑身不自在 这凡间未必安全 几仙神来到韩觉面前 仔细打量他 目光灼灼道 朱砂摩地之人是不是你 刚才的剑气 我可是感受得清清楚楚 倘若真是韩觉 那他心里就舒服了 好不容易接受 有人比他强 他可不希望有两人比他强 韩觉点头 道 此事不得传扬出去 这天下第一 还是由你来当 几仙神皱眉道 为何 你修行不为名 我为长生 听到韩觉的回答 济仙神沉默 韩觉转身离去 济仙神没有阻拦 只是复杂地 妄想他的背影 济仙神对你的好感提升 当前好感度为三星 韩觉看到眼前的提示 摇头失笑 他直接腾摸回扶桑树下 慕容起率先问道 师祖 情况如何 金屋被您除掉了 天上只剩下一个太阳 足以说明结果 其他人纷纷崇拜地 看向韩觉 韩觉沉声道 此事不得伸张 就当不知 众人一听 连忙点头 韩觉走到扶桑树前坐下 然后闭目 其他人不敢打扰 只能在一旁议论 韩觉将神识投入秀中 乾坤的小天地中 黑暗之中 两只小金屋挤在一起 瑟瑟发抖 太阳真火散去后 他们显得楚楚可怜 给你们一个机会 若是任我为主 我可以让你们活下去 甚至变强 韩觉开口道 神识将他的话 传入两只小金屋体内 转变为他们能理解的信息 两只小金屋面面相去 犹豫了一会儿 他们朝着韩觉低头 表示愿意归降 韩觉可不放心 悄悄往他们身上 打入六道印记 他准备观察一段时间后 再放出小金屋 之所以收养小金屋 是因为扶桑树以后 可能吸引其他金屋 倒不如让给这两只 被遗弃的神金屋 日后以金屋为做起 岂不拉风 金屋之事引得天下热议 但随着两个太阳突然消失 天下又很快陷入瓶颈 一个月后 韩觉确定 两只小金屋的灵质很低 跟三四岁的孩童似的 趁着他们年幼 韩觉在他们的灵魂内 加深六道印记 从而控制他们的生死 六道印记很隐蔽 他们很难发现 做完这一切 韩觉将他们放出 两只小金屋 缩小成黑玉姬一样的大小 兴奋地飞上扶桑树 韩觉严令他们收敛太阳真火 可即便如此 黑玉姬面对他们 人很惶恐 主人 他们会不会吃了我 黑玉姬颤声问道 感觉都要哭了 韩觉哼道 不是你把他们招来的吗 从今以后 你们一起作伴 黑玉姬欲哭无泪 阳天东望着两只小金屋 本能地害怕 金屋 对于妖族而言 那是至高血脉 身怀妖圣血脉的 杨天东自然害怕 寻常安 慕容起 悟道剑 则是好奇 将两只小金屋放养后 韩觉回到先天洞府内 继续修炼 期间 李亲子 长月儿来了一趟 他们看到小金屋后 都被吓到 同时对韩觉的修为 更加好奇 他到底有多强 连神兽都能收服 一年后 正在修炼的韩觉 被一道声音惊醒 没想到你金屋藏娇 宣秦军 他的语气似笑非笑 听得韩觉心里莫名一紧 他立即将神石散开 发现宣秦军 已经来到 苦修城仙山的山脚下 你先出去吧 韩觉看向悟道剑 吩咐到 同时用神石 开启护山大阵 放宣秦军进来 悟道剑虽疑惑 但还是老老实实起身 他刚走出洞府 就撞见宣秦军 宣秦军无视他 直接走入洞府内 悟道剑醋眉 望着洞府石门关上 他心里莫名的不快 第136章 大成进二层 天下第一大修士 宣秦军入洞府后 走到桌前坐下 他笑盈盈地望着韩觉 嘖嘖称其道 连金屋都能收服 你已经大成了吧 韩觉一听 忽然觉得自己漏了什么 他连忙开启系统结界 笼罩整座苦修城仙山 随着他越来越强 系统的功能也在增强 结界笼罩一座山并不难 也不知系统的结界 能否瞒过仙神的探查 没错 韩觉回答道 此事也没什么好隐瞒的 若是宣秦军对他有其他的想法 正好敲打一下 能避免矛盾 麻烦 就尽量避免 宣秦军对他还是挺好的 他不希望宣秦军产生错误的想法 走上不正确的路 答 你肯定是打不过我的 宣秦军感慨道 我曾以为 祭仙神才是天下第一天交 没想到竟然是你 当年我确实看走眼 但也能说明 我气韵雄厚 能在你还未强大起来时遇到你 我的小道理 如今你会想甩开我吗 宣秦军笑眯眯地问道 来到苦修城仙山 他心里还是很震惊的 这一山的宝贝 扶桑树让他觉得非同寻常 再加上两只金屋 这是凡人该有的宝贝 韩觉微笑道 自然不会 毕竟你也曾帮过我许多 两人虽是道理 但显得很客气 宣秦军抬起右手 往自己脸上一抹 平凡的相貌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一张妖艳绝美的容颜 眉眼勾人 五官精致 看得韩觉稍微有些失神 果然 堂堂魔君不可能长得那么平凡 凡人都能变好看 何况修仙者 我就要飞升了 你愿与我一同飞升吗 宣秦军直勾勾地盯着韩觉问道 韩觉摇头道 我暂时还不想飞升 为何 你不想与我同行 我算到我在上界有仇敌 有歹人等着我飞升 我还得变强 我跟你一同飞升 只会连累你 宣秦军一听 不由醋眉 他深深地看了韩觉一眼 他忽然觉得 眼前这位男子充满迷雾 仿佛这世间最为神秘的谜 既然如此 飞升之前 可愿与我一同修炼半载 宣秦军凑到韩觉身旁 笑一鸣地问道 韩觉下意识想拒绝 但转念一想 人家交了钱了呀 之前送了那么多资源 况且 这脸蛋也不差 韩觉应了一声 半年时间一晃过 宣秦军离去了 韩觉送他出洞府 悟到剑等人 纷纷侧目看来 宣秦军轻声笑道 他日仙界相见 韩觉点头 宣秦军化为一阵魔气 消散在原地 韩觉心中感慨 还真是一同修炼 韩觉原以为 两人会发生一些 不可描述的事情 没想到只是论道 交流心得 就这 亏我紧张了数百年 韩觉自嘲地想到 心里怎么有些遗憾了 定是天道搞得鬼 我的道心不能被女子牵绊 主人 他是谁 悟到剑走过来问道 黑玉姬在扶桑树上怪笑道 还用问 想吃主人的女妖精 一只金乌挤过来 吓得黑玉姬连忙跳开 韩觉回答道 一位道友 我们先前论道一番 还算不错 你可以入洞府了 说完 韩觉便转身回府 韩觉打坐在床榻上开始修炼 同时疑惑行红玄等人 怎么还未回来 大多数时候 韩觉没有关注天之傀儡 除非他们有危险 韩觉点开人际关系 查看邮件 你的徒孙方良偶遇机缘 顿悟上古大神通 你的好友莫复仇 获得魔族气韵 道横大掌 你的好友西玄仙子 误入上古秘境 你的道旅行红玄 误入上古秘境 你的好友九鼎真人 误入上古秘境 你的好友几仙神 离开人间 你的好友周凡 遭遇正道修饰袭击 X10877 韩觉嘖则称奇 方良这小子又遇到机缘 莫非他不会再回来 再回来 说不定已经是仙人 韩觉注意到 莫复仇获得魔族气韵 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之前的魔道皇朝 似乎就牵扯了魔族 莫非魔族贼心不死 还有 纪仙神离开人间 头像还在 是非生了 韩觉想不通 懒得再想 还是抓紧时间修炼 以免朱雀 绝眼道人下凡追杀他 时间一晃 又是七年过去 韩觉终于突破至 大成晋二层 修行上的精进 让韩觉很高兴 更让他高兴的 是他发现 随着两只金屋的到来 扶桑树催生灵气的 速度更快了 两只小金屋 已经可以口吐人言 灵智也在增长 对于韩觉 他们很敬畏 每次看到韩觉 都不禁哆嗦 导致黑玉姬很好奇 韩觉是不是折磨过他们 众徒子徒孙的修为 也在提升 慕容奇已经成为 玉卿圣宗的第一天骄 自从选择枪盗后 他创造出不少枪法 战斗力大幅度提升 这一日 玉卿圣宗一行人终于回来 九鼎真人 行红悬 西悬仙子 先到先天洞府来拜访韩觉 韩觉 韩长老 诛杀魔地的人是你 九鼎真人 强忍着激动问道 路途遥远 跋山涉水 也要十数年 可回想起当年那道剑气 九鼎真人仍很激动 韩觉道 是我没错 但此事不要传出去 以免不必要的麻烦 如今的玉卿圣宗 还没到天下无敌的地步 九鼎真人 强忍着激动点头 行红悬一脸崇拜 不愧是我夫君 你现在绝对是 天下第一大修士 西悬仙子 也面露感慨之色 回想当初 他怎会想到 这位 让他以前头疼的弟子 竟然在短短几百年间 成为天下第一 韩觉的崛起 也让他意识到一点 天资真的很重要 天资绝伦 便不需要出去闯荡 修为增长速度 依旧独步天下 天资不行 即便经常获得机缘 人无法追上天骄 天下第一不敢当 这世间 说不定还藏着 许多大能之辈 不可小觑天下人 韩觉认真说道 九鼎真人调整情绪 道 最近世间出现一位真魔 名为莫复仇 我怀疑是我们 玉卿圣宗的弟子 你说该怎么办 要不要下追杀令 倘若真是 玉卿圣宗的弟子 那太给玉卿圣宗抹黑 很可能会让世人觉得 玉卿圣宗便是魔到宗门 韩觉问道 他已经展开杀戮 那倒没有 只是传言 他是真魔 那就先别管 对于莫复仇 韩觉还是有好感的 但也只是好感 没有必要为了莫复仇 招来麻烦 弟红叶对你产生好感 当前好感度为三星 韩觉看到眼前出现的一行字 脑海里冒出一个问号 弟红叶是谁 第137章 苏奇回归 魔主分魂 韩觉一边跟九鼎真人闲聊 一边点开人际关系 找寻弟红叶 很快 他就找到弟红叶的头像 从头像上来看 这是一名富贵貌美的妇人 弟红叶 修为未知 来自金屋神族 曾为夫君诞下七位金屋 最小的两只金屋因资质太差 被驱逐出金屋神族 弟红叶一直牵挂着 算到你收留了两只小金屋 对你产生好感 若是你诛杀两只小金屋 将得到弟红叶的仇恨 不死不休 当前好感度为三星 哦 原来是金屋的母亲 韩觉暗自庆幸 幸好没有诛杀两只小金屋 否则就死定了 这还是第一次出现 系统无法识别修为的恐怖存在 话又说回来 生七只金屋 是真的能生啊 聊了好一会儿 九鼎真人方才离去 西玄仙子 行红玄也没有九代 悟道剑忍不住好奇问道 主人 您已经是天下最强的修士 通过九鼎真人先前的讲述 他突然明白 多年前韩觉那一指 并非只是给他们掩饰 和为大成 不可能 那是他们见识短浅 我能感受到 这天下的大成修士 少说有一万之数 不少人比我更强 只是不想被世俗打扰 韩觉摇头道 悟道见醋眉 他再次感受到压力 还是得努力修炼 不能放松 否则哪天主人丢弃他 他都活不下去 九鼎真人等人回归后 欲卿圣宗开始放出大量宗门任务 不再是仅限于大宴 弟子们可自由出现大宴境外 韩觉终于迎来自己理想的修炼时间 纵然 已经算是天下无敌 他也没有放松 大部分时间放在修行上 与以往不同 他会抽出时间 来教导身边人 最受他照顾的是行洪璇 长月 两女 都不是先天气韵者 资质也不算上成 想要修行到渡劫境 说实话 很难 近乎不可能 除非有脱胎换骨的大机缘 韩觉虽是大成 可没有逆天改命的能耐 否则凡间非生的几率 将大幅度提升 倘若行洪璇二女 寿终正寝 在韩觉看来 也是好事 下一世投胎 若是投出一个好天资来 修行也事半功倍 轮回转世 很容易改变一个人的灵魂 主要是经历不同 记忆不同 若是韩觉在 他们刚转世时便帮助他们 开启前世记忆 他们就不会变成另一个人 当然 这只是韩觉的预备方案 行洪璇 长月儿 现在肯定也不想死 韩觉能做的事 尽量帮助他们修行 七年后 行洪璇又忍不住出去寻找机缘 这一次 长月儿也跟随前去 两女一起 也算有个照顾 自从行洪璇回来后 长月儿便经常去拜访她 两女的关系大幅度提升 如今跟闺蜜似的 让韩觉难以理解 或许是悟道见 西玄仙子 刺激到他们 当行洪璇知道 西玄仙子 长月儿都有天之傀儡时 她便明白了 这一日 苏奇和混沌天狗回来了 韩觉差点吓死 她连忙将苏奇 叫入仙天洞府内 至于混沌天狗 懒得搭理 混沌天狗被众人围着 开始嚎啕大哭 她太难了 自从离开苦修城仙山后 磨难不断 杨天东表面安慰 心里幸灾乐祸 臭狗 活该 寻常安对混沌天狗 以及苏奇很好奇 而慕容奇最近外出 不在山上 来吧 这么多年过去 鸡爷来看看你的能耐 黑玉姬恩色道 来了 终于来了 她做梦都想着教训 混沌天狗 混沌天狗不傻 她能感受到 黑玉姬的气息 比她强 她转头看向 扶桑树上的两只火鸭 好奇问道 那是什么 你的仔 小金屋收敛太阳真火后 没有一点气势 再加上境界远高于混沌天狗 混沌天狗 看不穿他们的修为 嗯 那是我为你孵化的弟弟妹妹 黑玉姬淡漠的硬道 提起金屋 她就不自在 两只小金屋也不知怎么的 喜欢缠着她 这可苦了她 面对金屋 她是真的害怕 混沌天狗炸毛 道 那我跟他们打 让你看看本身的修行成果 说完 她静止向扶桑树走去 杨天东 黑玉姬 寻常安都没有阻拦 都露出诡异的笑容 另一边 悟道剑又被赶出洞府 她一脸愤慨 女人也就罢了 怎么主人为了男人赶她出来 先天洞府内 苏奇一个劲地给韩爵磕头 与混沌天狗一样 嚎啕大哭 让韩爵很无语 师父 您交代给我的任务我完成了 多谢您这么多年来 一直在暗中保佑我 苏奇激动得不行 回到这里 她才有种心安的感觉 暗中保护 那是你的霉运 韩爵正色道 从今以后 你就在洞府内 陪为师修炼吧 这番话她说得随意 但却是苏奇长久以来 听过最温暖的一句话 韩爵忽然皱眉 台长隔空拍向苏奇 苏奇被打飞出去 摔在墙壁上 忍不住吐了一口血 她惊恶地抬头看向韩爵 正要询问 却看到一道魔影 这魔影的轮廓 魔主 苏奇大惊 她先前还纳闷 魔主去哪了 没想到 魔主竟然藏在她体内 莫非她与女子们欢愉时 魔主也 苏奇对魔主的仇恨度 瞬间满心 韩爵面无表情地看向魔影 道 道友为何藏在我徒儿体内 魔主戏学道 原来她一直说的 师父就是你 阁下真是好能耐 竟然能察觉到我的存在 想必也是大成竞修士 她是魔主 苏奇今生叫道 魔主对你产生仇恨 当前仇恨度为四星 韩爵眼前跳出一行字 她不由挑眉 她谨慎地查看魔主的信息 魔主 大成竞七层 分魂状态 魔道万年来最强魔修 尊号魔主 因你是苏奇的师父 对你产生仇恨 以后有机会定会杀你 当前仇恨度为四星 嗯 分魂状态 韩爵猛地出手 施展六道吸魂 将魔主的分魂吸入掌心中 快速地打出六道印记 印在魔主分魂上 你想干什么 魔主沉声道 愤怒难耐 韩爵故作犹豫道 你乃魔主 杀你乃是我正道应做的事情 不过我怕麻烦 我若放过你这道分魂 可否放过我徒儿 魔主一听 心中不屑 原来是耸包 自然可以 好 你走吧 告辞 魔主的分魂迅速溜走 魔主对你的仇恨提升 当前仇恨度为五星 韩爵看到眼前的提示 不由无语 你的路真是越走越窄啊 待魔主离去后 苏奇沉声道 师父 他的话不能信 韩爵平静道 为师本就不信 只因刚才只是分魂 等魔主分魂回到本尊体内 韩爵会让他尝尝尽奈何的待遇 第138章 大乘进三层 诛杀魔主 听到韩爵的话 苏奇不由想到 诛杀魔帝的那道剑气 莫非 苏奇面露期待之色 跟为师讲讲这些年的经历 韩爵微笑道 他的笑容落在苏奇眼中 是那么的和蔼 温暖 苏奇心中莫名地感动 他擦了擦嘴角的血迹 来到韩爵面前坐下 开始讲述自己数百年来的经历 韩爵一边那气修炼 一边听着 他不用插嘴 只听苏奇讲就好 不得不说 苏奇的经历确实传奇 跌宕起伏 精彩绝伦 完全可以写成一本仙侠小说 足足讲了十天十夜 苏奇才大概讲完 即便他修为接近容虚静 仍有些口干舌燥 韩爵感慨道 这些年辛苦你了 苏奇回答道 师父一定牵挂着我 我能一直化险为夷 定是师父的安排 就如同您朱沙摩蒂一般 韩爵听得不好意思 但脸上很平静 先修炼十年 之后为师再传授你神通 韩爵开口道 苏奇点头 他现在也平静下来 随后 师徒俩进入修炼状态 不再说话 正摩大战结束后 伴随着以天仙府为首的 诸多圣地联手 魔道节节后退 犹如过街老鼠 妖族更是不敢乱来 天下恢复太平 正道似乎意识到 表面力量不够强 圣地开始为各自门下的 天骄造势 其中 济仙神名头最大 斩杀魔道五尊之一的 罗球魔 屠露百万魔修 名头一时无两 济仙神甚至有天下 第一大修士的架势 只不过诸沙摩蒂的 神秘修士身份 一直没有显露 导致济仙神 还无法稳坐第一 时间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流逝 又是十年过去 韩爵突破之大成境三层 十七年突破一层小境界 韩爵觉得有些慢 可若是传出去 必定引起轩然大波 韩爵的目标是 早日达到大成境圆满 冲击仙人境 这一日 韩爵带着苏琪来到洞府外 开始传授神通 杨天东被他赶到山脚下 其他人都有仙神的大气韵 应该不会被苏琪没死 毕竟混沌天狗都能承受 苏琪的霉运 对于凡间生灵而言 是灭顶之灾 但放在上界 或许没有那么强 而且 苏琪现在也还是凡人 苏琪很激动 终于能从师父手中学到本领 杨天东 寻常安 悟道剑 对他感到很好奇 混沌天狗感觉不会再爱了 同样是出去数百年 为何苏琪这么受到主人的偏爱 他想过 主人会骂他 会打他 但没想到 主人会无视他 这让他很难受 韩爵花了一个月时间传授神通 在苏琪修炼神通时 他来到扶桑树前坐下 感受扶桑树的磅礴生机 不愧是神朔 如今 扶桑树滋生的灵气 已经超越整座苦修城仙山 不仅如此 灵气太过浓郁 开始散开 负责整个玉卿圣宗 离得近的山岳最先享福 九鼎真人 将周围的山岳设为福地 只有对宗门有杰出贡献的人 才能将洞府迁过去 这些都不关韩爵的事情 韩爵拿出厄运书 开始诅咒朱雀 绝眼道人 他调出人际关系 查看邮件 这么多年不看 也不知好友们的情况如何 你的徒孙方良 遭遇妖兽袭击 X43211 你的徒孙方良 遭遇妖圣袭击 身受重伤 信誉大能路过 死里逃生 你的好友莫复仇 传承魔道神通 道横大掌 你的好友寄仙神重返人间 感悟天地真意 踏入大成之境 你的好友黄吉浩 遭遇你的好友莫复仇袭击 身受重伤 你的道理宣秦军飞升 得到成仙 气云暴涨 你的徒孙目 容其偶遇妓元 肉身蜕变 你的好友周凡 遭遇正道修士袭击 X3892 韩爵看下来 感觉修真戒确实太平了 他忽然想起魔主 也不知魔主的分魂 是否已经回归本尊肉身 他开始感应 魔主分魂上的六道印记 很快 韩爵捕捉到魔主的气息 他查看人际关系 发现魔主的分魂状态 已经消失 想必分魂已经回归本尊 既然如此 那就该杀了 韩爵抬起右手 食指指向天边 他闭着眼睛 仔细感受 那道六道印记所在的方向 另一边 天地另一头 一片寂寥的荒漠上 风沙卷天 魔主悬浮在悬崖之上 在他面前有三人 赫然是莫复仇 莫主 以及一名黑袍女子 莫复仇三人 面露难以置信之色 如遭雷击 这便是你们莫家的来历 魔族选择了你们 若是你们完成魔族 交给你们的使命 莫家将退凡 成为上界仙家 魔主笑道 他即便再笑 也显得惊悚森然 莫复仇咬牙 道 我们管不了我们的出生 但我们不想成为 霍乱苍生的魔 魔主激笑道 哦 你杀过的人还少吗 并非我故意而为 很多时候 我都是逼不得已 那你的兄弟周凡呢 你可还记得 你是如何杀害他的 莫复仇的脸色 瞬间阴沉下来 周凡之死 是他心中最大的一块心病 每每想起周凡 莫复仇都难受至极 内心深受煎熬 可谓是生不如死 黑袍女子插嘴道 魔族想掌控凡间 仙神如何看待 我们毕竟是人 而非魔 助魔族取代人族 那我等又该如何自立 况且 连魔地都无法成功 我们得花多少年 才能成功 魔族有没有派遣 强大的帮手 魔主撇向他 哼道 纵然没有你们 魔族也会成功 当我们修炼魔道时 我们便不再是人族 魔族本就不是一脉单传 万千凡间 皆有魔族身影 至于魔族派遣来的 强大帮手 本座便是 他语气充满自信 魔主忍不住问道 你比魔地强 那是自然 魔地岂能与本座比 之前 本座之所以不出手 只是为了拿魔地 检测正道的实力罢了 魔主的言语中 充满对魔地的不屑 就在这时 一股恐怖的威压袭来 惊得魔主 莫副仇三人 下意识想要扭头看去 剑光照耀在他们的脸上 魔主来不及反应 余光瞥见一道剑气射来 那是 轰 天地玄黄破戒 剑指横扫而过 淹没魔主的身形 携来的恐怖强风 将莫副仇三人先飞出去 剑气来得快 消散得也快 莫副仇三人稳在空中 惊恶地看去 已经看不到魔主的身影 也感受不到他的魔气 魔主 形神俱灭 第139章 天庭 神功 佛门 韩爵追寻到魔主身上的 六道印记时 发现旁边还有一道六道印记 仔细感受 原来是莫竹 他立即连接 莫竹储物界里的天之傀儡 听到了魔主的话 魔族果然贼心不死 听到魔主装逼 韩爵便听不下去了 你死不死啊 不用说 直接一指射杀 正好敲打莫副仇三人 告诉他们 魔族是不可能成功的 莫竹率先回过神来 咽了咽口水 道 他就这么死了 黑袍女子 面露惊恐之色 他便是莫家二代家主 莫幽灵 杜杰近五层修为 他修为在三人中最高 所以 他的感受更深 魔主让他感觉强大至极 甚至让他有种窒息感 如此强大的存在 被神秘剑修 直接秒杀 出手之人得多强 幸好我们没有直接答应 否则我们可能 也得死 莫副仇苦笑道 邪不胜账 莫副仇坚定了道心 纵然他已经是真魔 他也要当一位心怀正义的真魔 莫竹连忙朝着各个方向行礼 道 多谢前辈饶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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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生怕对方再出手 寒决听到他的话 不由发笑 三人没有逗留 迅速离去 莫副仇看向莫幽灵 问道 接下来 我们去哪儿 莫幽灵深吸一口气 道 找寻分散在天地各处的族人 然后回莫家族地 莫家很大 遗留在你们大烟的 只是一只小分族 随着本家遭遇屠戮 各地分族也步入后尘 但跟你们一样 总有人活下来 莫复仇点头 莫竹欲言又止 他想说 既然莫家不复仇了 那他是不是可以回御清圣宗 但转念一想 莫家族人还需拯救 他这时候 也不能撂挑子 这么多年过去 行红旋 长月儿与韩爵的关系 必定更亲近了 我会与韩爵渐行渐远吗 这样一想 莫竹患得患失 神情也写满失落 诛杀魔主后 韩爵觉得轻松不少 早点杀了也好 免得这次又搞幺蛾子 影响天下大事 继而影响他修炼 不过话又说回来 魔族有多强 先生为何不出手 倘若韩爵是天庭之主 看到魔族攻打凡间 便能明白 魔族是在发展下限 定要阻止 韩爵觉得这其中可能有问题 要不然询问一下杖姑星 韩爵觉得可行 于是开始顿悟三清诸事 提高此神通的本质 一个月后 天生异象 令天下人议论纷纷 结合天下风气 大多数修士认为 是某圣地 又诞生一位绝代天骄 韩爵来到见到长河 越过一道道剑客身影 韩爵见到了杖姑星 老哥 前辈 好久不见 韩爵微笑道 任凭凡间红尘涌动 沧海桑田 在这剑道长河里 韩爵总能碰见 这位守护剑道的剑仙 杖姑星已经不再惊奇 他的到来 而是漫不经心地问道 大城进三层 还不飞升 韩爵笑道 上界有仇敌 不敢飞升 哦 杖姑星没有追问 显然不想掺和 韩爵也没有奢望他帮自己 韩爵道 我们凡界遭遇魔族入侵 仙神为何不出手 杖姑星平静道 上界大乱 天庭自顾不暇 哪里管得了凡界 不过要不了多久 天庭就会恢复秩序 上界大乱 韩爵好奇地问道 上界还能乱 发生了什么 妖族出了一位大妖圣 不服天庭管教 大闹天庭 此大妖圣背后 可能有大势力 使得天庭短时间内无法镇压 但以天庭的底蕴 很快就能解决 耐心等待吧 至于魔族 魔族的时代早已结束 魔宫在上界 也只能算二流势力 我们凡人飞升后 是直接加入天庭 想得美 上界有诸多飞升台 连接诸天万千凡剑 大多数凡人飞升后 只能加入上界的修仙宗门 极少数天资绝伦者 会被天庭 佛门 神功这样的大势力看重 你倒是可以考虑一下 到时候如何选择 以你的资质 势必会遇到这样的抉择 这将是战队 一旦选择 很难再改变 战孤星说的意味深长 他眼中流露出期待之色 他很期待 韩绝飞升后引起的动静 像这样的天骄 上界千年难遇 韩绝问道 前辈 您觉得 我该选择何方势力 战孤星翻了翻白眼 道 别动小心思 无独行诸天 没有势力背景 你是人族 最好选择天庭 神功 从目前的上界全世 分布来看 神功 天庭 佛门 为三大霸主 分庭抗礼 不过上界很大 还有万千种族 例如龙族 凤族 金屋神族 麒麟族 修罗族等等 还有神秘的道门 亘古仙宗 水很深 既然你我有缘 那无就给你一句忠告 不达太乙天仙 最好不要出事 韩绝笑道 前辈果然与我是同道中人 实不相瞒 我这一生 就没有离开过我的宗门 苦修对我而言是家常便饭 即便太乙天仙 我也不出事 当真 当真 战孤星掐指一算 感慨道 你可真是无趣啊 韩绝差点吐血 什么鬼 韩绝转移话题 问道 前辈 您听说过妙真神帝吗 咦 你怎会知晓 妙真神帝 那是神宫的盖世战神 陨落已久 曾也是先帝级别中 纵横无敌的存在 您比他如何 远不及也 妙真神帝与神宫的关系如何 不清楚 据说妙真神帝之所以陨落 与神宫内部的争斗有关 妙真神帝被妖族众多先帝围攻 神宫没有支援 妙真神帝陨落后 神宫也没有为他立神像 韩绝一听 暗道不妙 慕绒起 这是天大的血海深仇啊 神宫 不能去 早点飞升吧 别耽误时间 以你的资质 只要加入大势力 那些仇敌便不会找你麻烦 战孤星白手道 韩绝道 我的仇敌是朱雀 朱雀 那你别飞升了 早日做话吧 战孤星语气古怪道 你怎会惹到朱雀 朱雀族乃气韵神兽 即便是天庭 神宫 佛门都会巴结 朱雀要是找你麻烦 三大势力 估计会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你的天资再强 你也是 从凡界飞升上去的 不可能比得上朱雀 听吴一句劝 散功重修吧 跳入轮回 换一个身份 绝也欲下凡 陆地仙神 妈的 转世重修 韩绝彻底不淡定 他又不是行红玄 长月儿等婆娘 轮回了 有人帮他们恢复前世记忆 他只能靠自己 既然如此 那必须超越朱雀 再考虑飞升 反正扶桑朱一直在成长 这可是神术 能吸引上界神兽下凡 韩绝相信 靠着扶桑朱 他也能一直修炼下去 前辈 有没有办法不飞升 一直在凡间修炼 韩绝迷眼问道 战孤星回答道 要说没有 必然是假的 天大地大 森罗万象 据无所知 有一种与天道相关的灵石 可避开天道限制 可不渡劫 纵然修为远超凡界 也能待在凡界 这样的灵石 再上界也不算携手 经常有仙神 靠着这类灵石下凡 不过天庭严令 仙界生灵不得下凡 一旦被发现 就会按天规处理 韩绝一听 确定避天时 便是那种石头 他彻底放心 接下来可以安心地狗拉 呸 安心地苦休 多谢前辈指点 下次再来看您 韩绝行礼 然后越过战孤星 继续前进 战孤星微微摇头 也不再多说 提升三清诸事后 韩绝因此感悟到天地真意 巩固数月 方才停止修炼 他让苏奇在旁边开辟一座洞府 没有他的命令 不得出府 为了不让苏奇起疑心 韩绝严令其他弟子 不得打扰苏奇 苏奇顿时骄傲了 师父是要重点栽培我啊 希望我好好修炼 至此 一直心怀不满的悟道剑 终于可以入韩绝的洞府 韩绝让他入洞府 并非是照顾他的心情 主要是 他能提升洞府灵气 天地草成精了 也是天才地宝 韩绝再次投入漫长的修行中 最近上界混乱 说不定绝眼道人 朱雀什么时候就下凡来 韩绝必须尽可能地变强 一座幽暗的山洞 血魔老祖 白发蘑菇 贪魔罗汉 相对打坐 三人的脸色极其阴沉 在他们之间 悬浮着一颗水晶球 水晶球内磨气翻涌 罗球魔死了 一道阴冷的声音传出 血魔老祖深吸一口气 道 被天仙府的天骄所诛杀 不仅是他 此次我等为魔族效力 皆是身受重伤 魔地也陨落了 阴冷声音跟着响起 为何要为魔族效力 你们是要出卖此件 闻言 三位魔道之尊沉默 他们哪里是真想为魔族效力 还不是因魔族 为他们提供了不可抗拒的条件 他摩罗汉叹气道 阿弥陀佛 反正我不玩了 我打算跟魔菌一样飞升 白发蘑菇点头 他也累了 血魔老祖叹息 他们虽是凡间顶尖存在 但以他们目前的修为飞升 在度过飞升之劫后 也不会到脱胎换骨的地步 自古以来便流传着一个说法 飞升成功后 修为会暴涨 飞升之前的修为越高 飞升后 修为暴涨的也越多 这也是他们一直不肯飞升的原因 在凡间 他们是掌控天下 苍生生死的大能 飞升后 他们又会变成云云众生之一 大献不到 谁会飞升 哼 先别飞升 最多五百年 我就下凡 到时候灭了天仙府 而等待飞升 我会为你们介绍上界宗门 让你们有依靠 至于魔族 不要再搭理 天庭很快就会对魔族下手了 阴冷声音再次响起 听得血魔老祖三人眼睛一亮 若能灭了天仙府 那再好不过 说实话 他们心里也憋着一股气 无处发现 血魔老祖立即抱拳行李 道 等您下凡 嗯 二十年匆匆过去 韩爵成功突破至大成镜四层 突破之后 他习惯性地拿出厄运书 诅咒绝眼道人 朱雀 这般突破速度 韩爵还挺满意的 最多百年 他就能冲击大成镜之上的境界 他一边诅咒 一边调出邮件查看 你的好友莫复仇 遭遇正道修士袭击 X4897 你的徒孙方良 误入上古境地 获得绝世神剑认主 你的徒孙方良 使用天地神果 修为暴涨 你的好友黄吉浩 遭遇妖兽袭击 X78834 你的好友寄空道人 得到飞升 气运暴涨 你的道旅行红悬 误入陆地仙神的道观 你的好友长院 误入陆地仙神的道观 你的徒孙方良 进入天仙府 气运增长 韩爵仔细数了数 二十年里 方良获得的机缘达到九个 离谱 天地之子真的不讲道理 最关键的是 这一丝竟然还入了天仙府 感觉等着小子回来 他真的可能已经是大成修为 天地之子 还是适合放养 韩爵还注意到 行红悬 长院的机缘 他对陆地仙神产生兴趣 何为陆地仙神 一个月后 韩爵诅咒结束 收好厄运书 再将注意力 转移到行红悬的 天之傀儡身上 事情得一件件做 日常任务绝对不能跳过 通过天之傀儡 韩爵看到了一座 极为壮观的道观 这座道观金碧辉煌 观内空间达到数百丈高 那些支撑道观的石柱 直径达到数丈 仿佛这里是巨人的道观 行红悬 长院打坐在一幅壁画前 似乎在领悟什么 时而醋眉 时而大笑 韩爵将神石散开 仔细查看这座道观 很快 韩爵发现了一道残魂 位于道观的一座石像内 这道残魂是一名老道姑 穿着道袍 蜷缩在石像内 似乎正现于沉睡中 韩爵不知其修为 不敢打搅 莫非真有陆地仙神 观道友 我已突破之大城 出来切磋一番吧 一道声音传入韩爵的本体耳中 韩爵不由将意识 回到肉身中 纪仙神 这丝突破大城了 之前好像注意过 不过他没放在心上 韩爵谨慎地用模拟试炼 先打一场 好险 依旧秒杀 韩爵当即消失在洞府内 纪仙神在数十里外的山林里 等待韩爵 他也很谨慎 虽然突破之大城 可万一打不赢呢 要是兴师动众 他战败的消息 岂不是要传扬出去 韩爵出现在纪仙神背后 纪仙神转身 意气风发道 关于 我已成就大城 领悟新神通 天仙府长老被我禁数击败 只要战胜你 我便是名副其实的天下第一 第141章 强大的徒孙 天地巨响 纪仙神说完 便发现 韩爵脸上露出紧张的神情 他心中得意 看来自己的天赋 还是能震慑到对方 只听韩爵小心翼翼地问道 这一次我若是赢了 是不是以后 还会来找我切磋 纪仙神一听 顿时不爽了 什么意思啊 你这未免太自负了 断不可能 我纪仙神天下无敌 之前只是境界弱于你 如今我必然胜你 纪仙神挥秀道 你就用诛杀摩地的那一招 我接着 韩爵无语 年轻人为何非要作死 他犹豫道 没必要吧 几仙神哼道 怎么 你怕输给我 今日你必须应战 韩爵叹气 然后抬起右手 这一次 他竖起中指对几仙神 几仙神双臂一震 周身迸发出金色雷电 缠绕身躯 形成坚固的金塔 韩爵催动六道灵力 开始叙事 准备施展天地玄黄 破戒剑指 他很犹豫 该用几成灵力 韩爵将中指内的灵力 提升到三成时 可怕的气息 让几仙神皱眉 这就是诛杀摩地的剑气 竟然以纸为剑 确实了不得 几仙神暗自心惊地想到 当韩爵中指内的灵力 提升到五成时 季仙神毛骨悚然 不妙啊 会不会挡不住 会不会死 几仙神脑海里 冒出这样的想法 怎么可能 我可是天仙府 有史以来最强天骄 岂会死 韩爵继续提升 天地玄黄破戒剑指的灵力 八成 等等 几仙神忽然叫停 他额头一出冷汗 韩爵收手 诧意问道 怎么了 几仙神不由松了一口气 他脸颊微红 道 算了 既然你不想我打搅你 那我等你有空再来 告辞 说完 季仙神转身离去 化为一道道残影 迅速消失于山林间 韩爵摇头失笑 这家伙有点可爱吗 这就是天下第一 韩爵重新回到先天洞府内 悟道剑好奇问道 您刚才去哪了 去会一位朋友 男的女的 嗯 关你何事 看到韩爵皱眉 悟道剑慌了 连忙摆手道 我只是担心你 韩爵懒得理他 直接闭目 将意识重新转移到 行红旋的天之傀儡内 他继续检查道观 发现道观里 就那一道残魂 至于静止 危险程度也很低 韩爵不再继续探查 等行红旋醒来 他得提醒一下 让梁女不要惊扰到那道残魂 万一很强呢 根据韩爵前世 看修仙小说的经历来看 天地间隐藏大能必不可少 凡间说不定也藏着 能轻浮六界的恐怖存在 说不定散仙多如狗 大成遍地走的时代 随时可能降临 韩爵的意识到 回到洞府内 继续修炼 他必须保持住这个修行速度 只能更快 不能慢 否则心里不踏实 五年后 玉清圣宗的克清长老 杜库前来拜访韩爵 他是来道别的 他准备飞升了 临走之前 他还想拜访一下苏琪 再怎么说 苏琪也是御妖魔宗的 最后一位弟子 飞升之前 他必须道个别 算是斩断凡尘 韩爵皱眉道 我觉得 你还是不要去拜访他 直接飞升吧 杜库跟着皱眉道 为何 莫非道友怕我挖墙脚 不是 只是为你考虑 我只是道别而已 若是道友阻止 以后我念起此事 恐成心魔 好吧 那你搞快点 嗯 杜库离去 前去找苏琪 韩爵暗骂 老子为你考虑 你还生气 令韩爵更无语的是 这次找到苏琪后 并没有直接道别 而是开始讲述 御妖魔宗与自己的过去 苏琪也很无语 因为在他看来 覆灭御妖魔宗的 便是他师父 他必须隐瞒此事 以免给师父添麻烦 足足五天五夜 杜库才离去 不知为何 韩爵用神识观察他时 总觉得他印堂发黑 大凶之兆 八年后 正在修炼的韩爵睁开眼睛 他想起杜库 于是开始查看邮件 你的好友周凡偶遇机缘 获得太义领宝 你的好友黄吉浩 遭遇妖圣袭击 身受重伤 你的好友杜库杜杰飞生 遭遇天杰突变 险些身死盗销 虽非生成功 但道横大损 修为部长反退 你的徒孙方良 获得天仙府先被魂念的认可 喜得大神通 你的徒孙慕容启 遭遇妖兽袭击 X75321 你的徒孙慕容启 在杀戮中领悟枪盗 道横大掌 觉醒神格 你的好友默副仇 遭遇鬼怪袭击 X1762 韩爵不由为度苦默哀 道友啊 你这是活该啊 不过这老小子 也算气韵雄厚 竟然撑过去了 韩爵注意到周凡竟然获得太乙灵宝 这时又要崛起 太乙灵宝在凡间 绝对算无敌的神病 至于方良 机操物精 让韩爵惊喜的是慕容启 竟然觉醒了神格 好徒孙 韩爵之前没想到 最让他期待的不是徒弟一辈 而是徒孙 方良 慕容启已经超越寻常安 杨天东 将天赋与气韵展现得淋漓尽致 尤其是慕容启 可以重点培养 或许斩杀朱雀的重任 会由他来完成 韩爵默默想到 他正要继续修炼 主人 您睁眼了 正好 扶桑树又动了 悟道剑开口道 韩爵一听 不由皱眉道 为何 悟道剑摇头道 我也不清楚 但最近一段时间 一到晚上 扶桑树就摇动 您的弟子们也很担心 韩爵起身走出洞府 一看到韩爵寻常安 混沌天狗 黑玉姬连忙跪下 韩爵抬眼看去 两只金屋 还在树上打盹 他们并没有离开扶桑树 扶桑树为何会摇动 别又招来麻烦 主人 我绝对没有离开扶桑树 就算离开 也不会超过一炷香时间 黑玉姬连忙保证到 语气充满惶恐 韩爵没有理会他 而是将神识探入扶桑树内 想看看 是不是内部出现异常 扶桑树很健康 生机勃勃 不像是出了问题 韩爵百思不得其解 轰的一声 天地轰鸣 一道晴天霹雳般的爆炸声 突然响起 将悟到剑等人吓一跳 就连玉姬圣宗的所有弟子 也被吓到 扶桑树上的两只金屋 立即竖起脖子 望向同一个方向 他们的眼神充满敌意 第142章 大城进五层 真龙后翼 什么声音 怎么回事 莫非有人肚结炸了 不知道 好像是从宗门外传来的 娘的 我差点被整出心魔来 哎呀呀 我在炼气啊 我的宝贝材料全毁了 莫非是嫡媳 玉姬圣宗的弟子们 惊异连连 长老们也纷纷出关 勘察四面八方的情况 韩爵注意到 两只小金屋的异常 不由顺着他们的目光望去 却看不到任何神兽 或者妖精 玉姬圣宗周围的山川 也都安好 并没有遭遇破坏 很显然 先前的巨像 来自很远的地方 韩爵用模拟试炼 检测方圆百里内 并没有发现妖兽 神兽 他没有放松警惕 耐心等待 很快 九鼎真人 李清子到来 询问情况 韩爵摇头道 我也不清楚发生了什么 黑玉姬 寻长安 悟道剑等 都很识趣的 没有提及扶桑术的异常 他们只属于韩爵 并非属于玉姻圣宗 希望不要又出现大祸 李清子忧心重重道 他最近一直忙于修炼 突破化神之后 修为无法再增长 让他很忧愁 纵然苦修成 仙山的灵气充沛 资质限制了他的修行 放心吧 有我在 玉姻圣宗不会有事 你们回去管管宗内吧 不能自乱阵脚 韩爵开口道 九鼎真人 李清子点头 不再打扰 他们走后 韩爵重新看向天边 到底是什么东西 天地巨像出现后 扶桑术每晚都会摇动 但它吸引的存在 一直没有出现 就这样 一直持续半年 九鼎真人 再次来拜访 半年前的巨像 是妖族传来的动静 一只上古凶兽出世 名为三头骄王 此骄血脉混杂 长着双翼 可遇风换雨 生性凶残 距离我们大雁 不算太远 九鼎真人 开口道 脸色凝重 三头骄王 韩爵问道 此妖有没有统一妖族 那倒没有 据说妖族也很排斥它 它贪吃 以前为妖王时 动辄就吃手下的妖怪 妖怪们都不愿为它效力 九鼎真人回答道 韩爵松了一口气 他还以为妖族也要跟之前的魔道一样 发动天下大战 还好三头骄王不得妖心 那么问题来了 扶桑树在窑洞 说明三头骄王出世 便是为了扶桑树 为何三头骄王迟迟不来 是紧贴 还是在密谋什么 韩爵想不通 既然想不通 那只能拿厄运书来解决 九鼎真人又说了一些 最近玉清圣宗的发展 他有意将慕容起 培养为玉清圣宗大弟子 有号令权宗弟子的权利 除了地位不如长老 实质权利要高于长老 对此 韩爵没有意见 让九鼎真人看着办 慕容起是真的让九鼎真人惊喜 没想到此子的天资如此恐怖 九鼎真人甚至在想 韩爵手下的其他弟子 会不会也如此厉害 不过他不敢多问 韩爵能让慕容起位 欲清圣宗效力就不错了 九鼎真人离去后 韩爵直接拿出厄运书 开始诅咒三头娇王 大烟北境 点宿妖王跪在雪地上瑟瑟发抖 在他前方 漫天飞雪之中 有三双星红的眼睛 眼睛比点宿妖王还要大 其本尊必然无比庞大 您说的方向 可能是来自欲清圣宗 我劝您 还是放弃这个想法 点宿妖王颤生道 眼前此妖带给他的恐惧感 让他想到之前的青蟒大圣 有过之而无不及 三头娇王 一道沙哑的声音跟着响起 欲清圣宗很强 很强 里面可能住着一位仙人 胡扯 仙人怎能住在凡间 反正很强 如今全天下 欲清圣宗绝对是最恐怖的地方 我甚至认为 天仙府都没有欲清圣宗恐怖 文言 三头娇王沉默 三头娇王原本在地底沉睡 吸收着大地灵气 但随着扶桑树不断成长 终于将他从沉睡中唤醒 他冲破地表 想要找寻那冥冥之中 吸引他的宝物 可不知为何 在赶路的过程中 他莫名地胆寒 总觉得此去会死 于是 三头娇王不敢轻易前去 他开始放慢速度 一边赶路 一边询问沿途的妖怪 他得到一个统一的答案 倘若大雁有宝物吸引他 那必然是欲清圣宗内的宝贝 那若是欲清圣宗 千万别去 之前诸斗声势浩大的飞入大雁 飞往欲清圣宗 死了 之前青莽大圣 势不可挡地打上欲清圣宗 死了 这些事情在人族可能已经被淡忘 但在妖族 仍是令妖闻风丧胆的恐怖传说 难道欲清圣宗真不能去 三头娇王默默想到 他可是大城进六层的修为 这天下谁能杀他 可偏偏那古不安感 确实存在 点速妖王忐忑不安 生怕三头娇王恼羞成怒 吃了他 最终 三头娇王走了 点速妖王松了一口气 十三载过去 韩爵突破之大城进五层 扶桑树也摇了十三载 韩爵甚至怀疑扶桑树是故意的 这可能是一种捕食行为 类似十人花 有两只金乌在 凡间的妖物 神兽 估计也不敢来 不过韩爵还是很谨慎 每隔一段时间便会检测 欲清圣宗 以防妖怪潜入 突破之后 韩爵巩固修为 同时检测欲清圣宗内 修为最高的存在 三头娇王 大城进六层 真龙厚翼 果然来了 韩爵眯眼 真龙厚翼 有背景 韩爵先跟三头娇王来了一波模拟试炼 这次太脆了 直接被他秒 韩爵开始检测三头娇王的位置 旋即 他就无语 三头娇王竟然变为一名年轻男弟子 与数名弟子一起跪在苦修城仙山的山脚下 想要拜韩爵为师 自从寻长安 慕容起 方良成功后 苦修城仙山的山脚下 一直有弟子跪拜的身影 他们不敢喧哗 静静地磕头 尤其是随着慕容起崛起 弟子们对斩神长老更加渴望 这是什么路说 韩爵摸着下巴想到 算了 让他继续跪 韩爵闭目 继续修炼 一年后 三头娇王还在磕头 韩爵觉得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于是让寻长安去接三头娇王 为防寻长安出事 他让两只金屋落在寻长安的双肩上 保护寻长安 金屋的修为 乃是大成进七层 两尊大成七 七层会打不过一尊大成进六层 第143章 700岁 太乙至宝 下山途中 寻长安身体僵硬 步伐十分不自然 两只金屋在他肩上 他实在是害怕 万一这两个小家伙 一个不小心点燃太阳真火 他瞬间就无了 路过半山腰 正在修炼的杨天东好奇问道 师弟 你要去哪 师父说 山下有一位可造之才 让我去带上来 寻长安如实回答 杨天东一听 微微皱眉 又要收徒 不行 这次 我也要收徒 慕容奇与方良的资质 让杨天东极为眼馋 他也想要那样的徒弟 我跟你一起去看看吧 嗯 寻长安不傻 猜得明白杨天东的小心思 但他并不在意 老实说 他真不想收徒了 他感觉自己 就是一个空架子 自己的徒弟 也是师父在教 徒弟们明显更尊敬他师父 若是哪一日 韩觉让慕容起 方良杀了他 他相信 这两个臭小子 绝对不会犹豫 师兄弟各怀心思 来到山脚下 寻长安打开法阵 将三头骄王叫进来 其他弟子 纷纷向三头骄王 投去羡慕 极度的神情 三头骄王看到 寻长安肩上的两只火鸭 心头狂跳 两只小金乌 正死死地盯着他 充满敌意 这是什么鸟 竟然让我感到害怕 三头骄王心里掀起 惊涛骇浪 在这凡间 他还是头一次遇到 能在血脉上 让他胆寒的生灵 最关键的是 杨天东 寻长安那么弱小 是如何得到 这两只神秘火鸭 敢问两位前辈 谁是斩神长老 三头骄王 小心翼翼地问道 寻长安面无表情道 斩神长老是我们师父 你还没资格见他 杨天东笑道 你这位晚辈不要着急 师父让我们带你上去 必定是看好你 两人的态度 形成鲜明对比 让三头骄王很疑惑 三头骄王只能 按捺住疑惑 跟着两人上山 两只小金屋 一直盯着他 让他极为不自在 没过多久 他们来到山顶上 三头骄王见到扶桑树 顿时惊为天人 这绝对是他要找的东西 三头骄王强忍着激动 他注意到 扶桑树上 还有一只黑鸡 树下有一条白犬 这些都是斩神长老的妖宠 从今日起 你先在树下修炼 至于能不能拜师 就得看你的表现 寻常安丢下这番话 便走到悬崖边 望向天边发神 背影极其落魄 像急了一条狗 最近数年 他总是会想到气 导致他无法 全神贯注的修炼 神佛施下的劫难 可不是烦心 能抵挡的 三头骄王走到扶桑树前坐下 两只小金屋重新上树 仍死死地盯着他 杨天东坐到他身旁 跟他聊了起来 作为前辈 杨天东开始讲述 自己这些年来的经历 想要让三头骄王崇拜自己 三头骄王虽然很不爽 但也得忍着 他越听越不屑 点速妖王 就是大烟北部的耸包 三头骄王蠢蠢欲动 他想霸占扶桑树 但不清楚那位斩神长老的修为 所以他很犹豫 理智告诉他 能养那两只神秘的火鸭 这位斩神长老肯定很强 再等等 三头骄王心中叹气 数年后 先天洞府内 韩爵眼前出现三行字 检测到你已经七百岁 人生又前进一步 你有以下选择 一 立即出关 闯下天下第一的威名 可获得一件灵宝 二 继续修炼 早日超越大城镜 可获得一块天道灵石 韩爵没有犹豫 直接选择继续修炼 天道灵石不错 可以加强法宝 韩爵拿出天道灵石 开始提升厄运输 厄运输是他唯一能远程 祸害上界敌人的法宝 值得无限加强 数日之后 天道灵石融合成功 你的厄运输 从极品太义灵宝 提升为太乙至宝 厄运输乃因果法宝 请谨慎使用 太乙至宝 韩爵挑眉 忽然有些后悔 厄运输会不会反伤到他 韩爵小心翼翼地 开始使用厄运输 诅咒绝眼道人 他不敢用太多灵力 先尝试一下效果 七日后 韩爵放下厄运输 因为他注意到自己的寿命 竟然减少了数十岁 看来一次性不能超过七日 否则他就要减受 他点开人际关系 开始查看邮件 你的徒孙方良 遭遇妖兽袭击 X97884 你的好友几仙神 遭遇魔修袭击 X170210 你的徒孙慕容奇闯入魔冤 生死未卜 你的好友莫富仇 吸收鬼神魂魄 气韵蜕变 你的好友周凡 遭遇十只宗门追杀 凝炼杀气 你的道理心红旋 领悟到上古呼吸法 你的好友长悦 领悟到上古呼吸法 你的仇敌绝眼道人 因你的诅咒 减受万年 诞生心魔 你的徒孙方良 误入天仙府境地 服用万年圣果 资质飞跃 韩绝看到绝眼道人的下场 顿时乐了 他感觉自己 可以咒死绝眼道人 他损失几十年寿命 可以让绝眼道人 减受万年 太离谱了 不过韩绝不想冒险 虽然他有超过 十万年的寿命 但若是经常这样搞 迟早会害了自己 下次最多诅咒六日 不能过多 慢慢磨死绝眼道人 朱雀 韩绝得意地想到 他将注意力放到洞府外 三头娇王还在扶桑树下修炼 旁边有杨天东陪着 这些年 三头娇王表现得很老实 韩绝决定跟他摊牌 你出去将新来的小子叫进来 等他出去 你再进来 韩绝开口吩咐道 闻言 悟道剑立即起身离去 三头娇王听到悟道剑的传话后 莫名地忐忑起来 杨天东拍了拍他的肩膀 笑道 机缘来了 师父要传授你神通 三头娇王暗自嫌弃 表面上笑呵呵地点头 他小心翼翼地走入先天洞府内 哄 洞府石门关上 让三头娇王更加紧张 三头娇王来到韩绝面前跪下 见到韩绝的第一眼 他就被惊艳到 好俊的男子 他还是第一次见到如此好看的容颜 呸 我在想什么呢 三头娇王觉得自己被杨天东感染了 心里开始扭曲 这样一想 他更加讨厌杨天东 韩绝面无表情道 三头娇王 大成精六层 我给你两个选择 一 成为苦修成仙山的守山大将 平日里可在神术下修炼 二 死 三头娇王猛地抬头 惊骇地看向他 第144章 天庭计划 方梁归来 他知道我的身份和修为 怎么可能 三头娇王心里掀起惊涛骇浪 他有本命神通 掩藏修为和本尊 为何还是被斩神长老发现 这说明什么 说明对方远强于他 韩绝说话时无比平静 不像是虚张声势 三头娇王有种直觉 若是自己站起来 绝对会被诛杀 连逃的机会都没有 韩绝面无表情地盯着他 等待他给出答案 只要三头娇王敢说一个不字 或者想逃 那就去死 扶桑术已经暴露 这等神术 可不能传扬出去 韩绝也不怕得罪 三头娇王背后的真龙 龙本就荒诞好播种 真龙的后裔鬼知道 有多少 三头娇王咬牙问道 前辈到底是何方神圣 韩绝道 我 六道轮回 身不入五行 魂不躲轮回 三头娇王不明觉厉 他仍有些犹豫 就这样给对方当看门狗 韩绝问道 你觉得我在吓唬你 要不然你接我一指 若能活下来 你应该也会死心 不不不 三头娇王连忙摆手 差点吓死 他当即低头 咬牙道 我三头娇王从今以后 便是前辈手下的守山大将 山在腰在 山灭腰王 韩绝起身 来到他面前 抬手摸他的头 悄悄打入六道印记 跟着我混 你不会吃亏的 这将是你今生最大的机缘 韩绝轻声道 三头娇王连忙感激韩绝 但是 没有产生好感度 很好 后面还是得观察一下你 要是不对劲 直接诛杀 韩绝默默想道 随后 他让三头娇王离开洞府 他传言给两只小金乌 让他们一直盯着三头娇王 小金乌极度渴望吃掉三头娇王 但目前三头娇王并没有做坏事 也没有对韩绝产生仇恨 韩绝觉得 可以培养一下 等他超越朱雀在飞升时 肯定得带着苦修成仙山 一同飞升 到那时 他的徒子徒孙们 可能也达到飞升的门槛 苦修成仙山的势力 越强越好 三头娇王回到扶桑树下 杨天东诧意问道 这么快 一看到他 三头娇王就心烦 哼道 嗯 从现在起 我便是苦修成仙山的守山大将 守山大将 没错 我乃大成精六层的三头娇王 我不装了 你滚远点吧 什么 杨天东震惊 黑玉姬 悟道剑 寻长安 混沌天狗 纷纷惊讶地看向他 三头娇王的人头 猛地变成三个娇龙头 吓得杨天东翻滚出去 连滚带爬 远离他 看到他这反应 三头娇王快乐了 你说的点速妖王面对本王时 也跟你一样软弱 三头娇王傲然说道 听得杨天东羞愧不已 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韩爵在洞府内目睹这一切 倒也没有说什么 三头娇王自爆身份 倒是让他很满意 至少说明 三头娇王不在意名声 而且 也能让其他人对他产生警惕 韩爵再次进入修炼状态 一座道观内 檀香弥漫 犹如仙物鸟鸟 一名正在打坐修炼的老道人 忽然吐血 状态跟着萎靡 他睁开双目 擦了擦嘴边的血迹 面容争鸣 咬牙道 该死 到底是谁在诅咒我 多少年了 那股神秘的诅咒之力 越来越强 他都记不清楚 到底被诅咒了多少次 没错 他便是绝眼道人 青莽大圣的主人 罗求魔的师父 韩某人的仇敌 绝眼道人虽然在骂 但心里更多的是惶恐 对方定是大能之辈 最近的诅咒之力 甚至开始撼动他的道鸡 这还了得 再这样下去 他会不会被咒死 绝眼道人咬牙 从袖中拿出一只玉剑 灵力灌入其中 过了一会儿 一道人影 从玉剑中生腾而起 浑身散发着青光 看不清真容与衣着 何事 前辈 我被人诅咒了 嗯 吴算算 绝眼道人 忐忑不安地等待 青光人影惊一道 吴竟然算不透 你是不是得罪过谁 绝眼道人委屈 自飞身后 我一直在闭关 哪里能得罪人 怪灾怪灾 青光人影 自言自语 绝眼道人更加惶恐 连这位前辈都算不透 那他岂不是死定了 最近天庭被妖圣袭击 魔族趁此机会 扰乱诸多凡界 你刚飞身数千年 可能与凡界气运有关 最多千年 等天庭缓过来 天庭便会清理魔族 在凡间的势力 有一些凡间被魔族腐蚀过身 到时候得整戒清理掉 无会借此机会 让你成为天兵 好好把握 青光人影开口道 他的话 让绝眼道人惊喜 绝眼道人立即道 我所在的凡间 就被魔族入侵 我正打算数百年后 下凡去看看 嗯 提前下凡了解一下情况也好 到时候 可以为天庭提供情报 青光人影消失不见 绝眼道人 小心翼翼地收回遇见 该死的魔族 竟敢诅咒我 绝眼道人恨恨地想到 等他下凡 一定要击破魔族的阴谋 春去秋来 十一年匆匆过去 韩爵顺利突破至 大成经六层 这一日 方良回来了 黑玉姬 混沌天狗 寻长安 慕容起 悟道剑 杨天东 皆围住他 方良竟然达到了容须境 众人很是震惊 慕容起卡在化神境九层 原以为自己的进展 已经很离谱 没想到 方良更夸张 黑玉姬抑郁了 他之前担心的事情 终于发生了 他现在很可能 打不过方良 慕容起联手 寻长安也抑郁了 终是被徒弟甩远了 杨天东的羡慕 变成嫉妒 他也想要这样的徒弟 混沌天狗傻了 丑和尚的徒弟 都比他强 这些年遇到不少机缘 所以才有如今之境界 方良谦虚地笑道 但众人明显感觉到 他变了 变得比以前更加自信 意气风发 三头娇王不屑一顾 区区容须静 就能让他们这么震惊 两只小金屋 忽然落在方良的肩上 亲密地蹭着他的脸 方良好奇问道 这两个小家伙是 黑玉姬坏笑道 姬爷生的 之前主人 给姬爷抓了一只火鸟 他话还没说完 两只小金屋扭头看向他 吓得他不敢再吹牛 第145章 大城镜七层 人间天花板 师弟 好久不见 不如你我联手 占一下黑玉姬 慕容奇几眉弄脸地笑道 他就看不惯黑玉姬装逼 闻言 方良爽快地笑道 好啊 多年不见 黑玉姬 还是这么地见 黑玉姬打了一个哈欠 假装没有听见 众人坐下开始聊天 方良讲述这些年的经历 斗妖斗魔斗鬼 如今他已经成为 天仙府的天骄 在天仙府内 名头极大 三头娇王 假装不在意 实际上也在偷听 这小子的天赋 这么恐怖 三头娇王 暗自心惊 斩神长老手底下 都是天纵之才 似乎除了杨天东 其他人的天资 都了不得 与此同时 韩爵眼前 跳出一行字 三头娇王 对你产生好感 当前好感度为二星 韩爵觉得 三头娇王有问题 脑子有问题 好感来得莫名其妙 韩爵没太在意 他也在偷听 方良的经历 倘若说苏奇是坎坷的仙侠小说男主 那方良就是暴爽玄幻 这些年 他受重伤的次数屈指可数 大多数都是横行八方 机缘接连送上门来 众人听后 皆是感慨 方良真是厉害 就连慕容起都有些佩服 说个时辰后 方良起身 前去拜访韩爵 入洞府后 方良跪在韩爵面前 他十分激动 甚至有种热泪盈眶的冲动 韩爵露出笑容 啊 这番历练 感觉如何 方良兴奋到 徒孙终于明白师祖的好意 历练确实让我蜕变 我在天仙府成为天骄 自觉能得到的机缘都已经得到 无需再有机缘 所以我回来了 徒孙还是想在师祖膝前修炼 苦修大道 达到荣须境后 方良确实不需要机缘 如今的他功法 神通 法术 法宝等 应有尽有 只需要不断积累修为 祖孙俩聊了许久 方良离去 来到扶桑树前找位置打坐 悟道剑回到洞府 看向韩爵 问道 主人 您说 我要不要去历练一番 方良的经历 令众人心援一马 他们也想获得各种机缘 韩爵问道 你为何要历练 历练可以获得机缘呀 机缘有何用 可以变强 变强是为了什么 保护主人啊 我需要你保护 悟道剑仔细想了想 好像是这么个道理 他歪着头问道 那我对于主人而言 是什么存在意 韩爵认真道 陪伴 赏心悦目 你只需要脚踏实地的修炼 能跟上大家的步伐 就好 悟道剑一听 不由心花怒放 笑容更加美丽 在韩爵看来 悟道剑只要安心修炼 迟早成为仙神 没必要去闯荡 更何况 不是所有人历练 都有方良的效果 方良只有一位 最终 所有人都没有向韩爵 提出要历练的想法 尤其是杨天东 混沌天狗 他们真的怕了 不敢再出去 苦修成仙山上 也不算太枯燥 没事的时候 他们还能聊天论道 甚至斗法 韩爵还允许他们 前往内门城池转悠 这已经很不错 同时 徒子徒孙 神宠们 心里都有些担忧 担忧韩爵飞胜 以韩爵表现出来的实力 他距离飞升已经不远 等韩爵飞升 他们又该怎么办 在慕容启的号召下 大家决定刻苦修炼 争取与韩爵一同飞升 韩爵对慕容启更有好感 慕容启不仅天赋高 为人豪气 还具有领导能力 不错不错 不愧是曾经的神功战神 战神嘛 肯定不只是个人修为强 必定还统帅大卷 十九年后 韩爵突破至大城镜七层 他古井无波的心 终于出现一丝激动 大城镜七层 人间天花板 静了 最多二十年一层小境界 说不定五十年后 他就超越大城镜 爽啊 韩爵拿出厄运书 开始诅咒朱雀 他实验过 只要诅咒不超过六日 就不会损耗寿命 他调出人际关系 查看邮件 你的好友莫复仇 遭遇正道修饰袭击 X5427 你的好友周凡 遭遇魔修袭击 X74200 你的好友几仙神 顿悟出太乙神通 惊天动地 你的好友黄机浩 凝炼见心 见义通天 你的好友九鼎真人 遭遇魔修袭击 X743 你的神宠黑玉姬 觉醒前世神通 你的仇敌朱雀 因你的诅咒产生心魔 除了莫复仇 周凡这堆难兄难弟 其他人遭遇袭击的次数 都不夸张 韩爵扫了一眼 大多都是获得机缘的消息 他有些纳闷 最近这些年 这些好友都打鸡血了 不知为何 韩爵莫名 有种强烈的不安感 总觉得不对劲 身为大成静修士 预感能力是真实存在的 这是对天道的感悟 不行 得去问问老哥 韩爵开始领悟建议 他的轮回建议 一直没有得到提升 正好提升 一个月后 天穷再生意向 天下修士倒是很平静 只是凡人们觉得惊奇 数十年对于凡人而言 那是一辈子 一辈子 难见一次这样的天象 韩爵再次来到 见到长河 他快步来到 张姑星面前 张姑星笑问道 这次来 是要问什么 自从韩爵频繁到来 导致张姑星 平时就会忍不住 想那小子何时来 他甚至怀疑自己患病了 前辈 最近我们凡间 出现不少大气运者 而且都在同一段时间内 获得机缘 您觉得这合理吗 韩爵问道 张姑星道 凡间有大气运者正常 即便是上界 大气运者也不少 但大气运者不等于强者 强者也不一定有大气运 你可能多虑了 韩爵皱眉道 但我心里总有些不安 张姑星犹豫片刻 道 确实有一种可能 人有回光返照 天道也有 凡间的天道 可能预感到麻烦要降临 这是天道的自救行动 凡间有麻烦 韩爵更加不安 张姑星继续道 这样算起来 吴倒是明白了一些 或许与魔族入侵凡间有关 天庭可能要清醒魔族 到时候 仙神就会下凡 若是魔族太多 魔道盛行 天庭可能直接 毁了这方凡间 天道虽是规则 但永远不要把它想得太简单 第146章 清理魔道 三尊无奈 毁了凡间 韩爵大惊 这么狠 他连忙问道 天庭这样做 还能算天庭吗 动辄覆灭一方凡间 简直惨无人道 这算如何 万千凡间 灭一凡间 在上界根本掀不起波澜 况且 只是凡间被灭 众生还可投入六道轮回中 转世投胎 况且 凡人灭掉的种族少了吗 凡人思考天庭 就不该 以自己为主 战孤星摆手道 觉得韩爵的想法有些可笑 韩爵一听 觉得有几分道理 说白了 还是弱肉强食 谁制定的规则 谁就说了算 韩爵问道 天庭还有多久清理魔族 战孤星回答道 短则数百载 多则上千载 不会太长 妖圣背后的势力 快要与天庭谈好 可惜了那尊妖圣 还被瞒在鼓里 韩爵神情古怪 问道 那妖圣 是不是齐天大圣 孙悟空 不是 哦 韩爵还以为 自己来到西游世界 两人又寒暄了几句 韩爵继续前进 意识到本尊体内 韩爵巩固 对轮回建议的理解 轮回建议 也成功提升至太乙级 他的实力只能说更加全面 在攻击强度上 并没有得到提升 还是得提升修为 巩固建议后 韩爵拿出厄运书 开始诅咒朱雀 绝眼道人 无论取得怎样的成就 都不能忘记本心 以及敌人们 十二日后 韩爵继续修炼 天庭带来的压力 可谓是巨大的 韩爵已经很久 没有感受到这样的压力 期间 他将方梁照入洞府来 上届天庭准备追杀魔族 我们凡间被魔族入侵 很可能会被天庭 当成魔族的附属势力 落得被清理的下场 整界生灵被屠杀 转入轮回 重新投胎 想要避开此劫 你得通知天仙府 让他们号召修真剑 铲除魔族势力 摆脱嫌疑 此事不得说是我说的 你就说 你是被一位陆地神仙指点的 韩爵严肃道 闻言 方梁瞪大眼睛 正在修炼的悟道剑 也不由睁眼 方梁脸色大变 问道 师祖 此事当真 天庭何时行动 最多千年 记住是最多 最近许多天骄 都获得大机缘 乃是凡间天道的 回光返照 想要靠众生的力量 自保 徒孙立即传信给天仙府 绝不透露 是师祖所说 方梁火急火燎地离去 悟道剑好奇问道 主人 您是如何知晓上界之事 韩爵道 我在上界有关系 什么关系 不可说 韩爵闭目 不再多说 在悟道剑心里 他的形象再次拔高 两年后 方梁得到回信 说天仙府 已经采纳他的意见 开始通知天下各宗 又过去不到三年 九鼎真人前来拜访 韩爵注意到 他的气血有些紊乱 最近这些年外出历练 没少挨打 韩长老 天仙府号召天下宗门 追杀魔道 说因魔族入侵 先神觉得 我们凡间已成魔族的凡间 恐会遭遇天怒 凡人须得自救 我们欲亲圣宗 身为大燕第一圣地 也得到天仙府的信件 你觉得 我们该怎么做 九鼎真人苦恼道 这叫什么事 在他看来 天仙府就是在扯犊子 韩爵严肃道 此事是真的 欲亲圣宗能出力 便出力吧 面对上界霸主天庭 凡人如何抵挡 只能是尽力 与魔族撇清关系 九鼎真人一听 不由动容 连韩爵都这么说 看来是真的 他没有多说 很快便离去 韩爵不由 对天仙府产生好感 天仙府竟然真的信了 这要是在某些小说里 必定不信 从而引来大劫 逼得主角不得不靠自己 就是之后 天下众生震惊 圣帝们懊悔 同时更加尊崇主角 嗨嗨 韩爵转面一想 又觉得自己天真了 或许天仙府 也有上界的关系 毕竟天仙府 历代非生者数不胜数 肯定有人念旧 得知消息后 说不定悄悄将消息 透露给天仙府 身为圣帝 天仙府不可能平白无故地相信 一名神秘人的威言耸听 不管如何 有天仙府等圣帝接管此事 韩爵就能安心修炼了 修行之余 韩爵会关注墨竹三人 同行的墨家族人越来越多 墨父仇等人 确实没有争锋之心 只想找个地方躲起来 但墨父仇的魔气太浓 经常遭遇狭肝一胆的 正道修士袭击 因为个人私情 韩爵也担心 墨竹 墨父仇遭遇不测 不过该劝的 韩爵已经劝过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 韩爵不可能将整个墨家 都收至苦修成仙山 只要开了这个口 以后他的徒子徒孙们 就会求他收留更多的人 红尘之中 谁没有感情 谁没有在意之人 幽暗的山洞里 血魔老祖 白发蘑菇 贪魔罗汉围坐在一起 他们之间 悬浮着一团魔气 天下正道联手 魔道苦不堪言 照这样下去 要不了数百年 别是复兴魔族 恐怕连魔道 都被清理得干干净净 血魔老祖苦笑道 魔气之中 传出一道冰冷声音 哼 不用怕 很快本作 会派遣一批真魔前来 到时候血洗天仙府 震慑正道 话音落下 魔气散去 贪魔罗汉皱眉问道 绝眼前辈不是说 让我们不要插足魔族之事 白发蘑菇摇头道 不是我们想插足 而是在等下去 绝眼前辈还未下凡 我们恐怕就要死在 几仙神手下 如今的几仙神 我们三人联手 都不是其对手 贪魔罗汉沉默 血魔老祖叹气道 我等已经成为棋子 什么野心都不值得一提 能活下来就好 我等就算想飞生 如今也没地可渡劫 天仙府丁我等太紧了 为今之计 便是求魔族帮忙 曾经威风凛凛的魔道三尊 皆是苦笑 叹气 飞生是需要时间的 渡劫期间若是遭遇袭击 很可能身死盗消 血魔老祖 就被打断了一次飞生之劫 贪魔罗汉咬牙道 该死 魔君之所以飞生 莫非是提前得到了什么情报 他飞生时 天仙府就没有干扰 怎么轮到我们 提起魔君 三尊就很愤慨 你飞生可以 怎么不带上我们 第147章 大乘境八层 真魔入侵 十二载后 韩觉突破至大乘境八层 有了压力 就有动力 他的修行速度 比起之前还快了一些 突破之后 韩觉习惯性地拿出厄运书 一边诅咒 一边查看邮件 你的好友周凡 遭遇魔修袭击 X4729 你的好友己仙神 遭遇魔修袭击 X110332 你的徒孙慕容启 遭遇正道修士袭击 X78 你的好友黄吉浩 遭遇魔修袭击 X74110 你的好友九鼎真人 遭遇魔修袭击 X85 你的徒孙方良修行时 感悟天道 道横大掌 你的道旅宣秦君 获得神道气韵 你的好友度苦遭遇散仙袭击 命悬一线 通篇下来 全是魔修袭击 但这一次 不再是魔道席卷天下 而是魔道成为过街老鼠 被追杀 韩觉并没有同情 他可不是圣母 正魔两道 本就势不两立 先前魔道席卷正道时 多少宗门被徒宗 多少人惨遭魔修毒手 或许正道中 也有不少败类 但魔道更不可能是被污蔑成魔 至于正魔联手对抗天庭 太扯淡 根本不可能 天庭本就站在正道这边 相当于正道的顶头上司 如今顶头上司怀疑下属与敌人勾结 下属为了活下来 就真的和敌人勾结 且不说 正魔两道联手 也挡不住天庭 那样做了 正道还是正道吗 韩觉没有将希望完全寄托于正道上 还是得自己变强 到时候 若是天庭执意要灭凡间 他也得有实力自保 大不了 到时候带着苦修成仙山 躲到阴间去 韩觉还可以 跳到其他界 毕竟他选择了轮回剑仙之路 不过前往其他界 只能他独自前往 无法带上其他人 而且他对其他界完全不了解 也无法自主选择跳往哪一界 也就是说 一旦施展轮回神通 跳往其他界 是随机落地 不到逼不得已 他不会跳到其他界 要是跳到魔族的世界去 那不就炸了 韩觉默默想到 自己活下去的办法 还是很多的 他暗自祈祷 那位妖圣能多闹一会儿 不要让天庭在短时间内回过神来 诅咒结束后 韩觉继续修炼 他现在只有一个目标 那便是早日达到大城 近九层大圆满 一年后 一道熟悉的声音 传入韩觉耳中 观道友 出来一句 这一次我不挑战你 季仙神 韩觉皱眉 这丝怎么又来了 韩觉想了想 还是出去见见他 以免这丝闹事 还是那片树林 数十年不见 几仙神的气息 强了一倍不止 这丝到处屠露魔修 还能变强 简直没天理 韩觉甚至怀疑他与黄极号有系统 可以刷怪升级 为何我的系统 就没有这项功能 小说里 人家那些牵到系统 走到哪儿 牵到哪儿 直接变强 我还得自己修炼 韩觉在心中叹气 季仙神看向韩觉 目光灼灼道 官道友 我代表天仙府邀请你加入 担任天仙府长老之位 你可愿意 多谢天仙府好意 不必了 为何 金窝银窝 不如自己家的狗窝 嗯 季仙神被韩觉的话整了一愣 这叫什么话 他继续道 天仙府发现了魔道设立的结界 已经连接未知的天地 恐怕与魔族有关 之前我们便遇到过魔族开辟的天地 我还杀进去过 你可有兴趣 与我去占魔族 一般那样的天地 都藏有魔族给魔道的修行资源 说不定有你需要的宝贝 韩觉诧异问道 魔族这么弱 几仙神一听 恼羞成怒 你什么意思 嘿嘿 我不是贬爹 你们天仙府 魔族再怎么 也应该比凡人强吧 不然魔道为何尊重他们 真正的魔族被困在阴间 只能派遣一些真魔前来传道 我们遇到过最强的真魔 差不多是大成近九层 我就不去了 祝你们一切顺利 韩觉摇头道 说完他便转身准备离去 几仙神拉住他 问道 对了 方良跟你有关系 我看到苦修成仙山上有他在 韩觉道 没关系 只是做客罢了 那就好 此子天资强大 甚至被人认为天资比我还强 我准备收拾他 哦 我想起来了 他是我徒孙 几仙神想骂人 怪不得方良那么变态 有一说一 活了上千年 除了韩觉 几仙神头一次感受到压力 不是实力上的压力 而是天资 方良崛起的速度太快了 就连他师父也提醒过他 希望他多提携一下方良 哼 告辞 几仙神挥秀离去 韩觉摇了摇头 重新回到先天洞府内 扶桑树下 三头交亡皱眉 其他人感受不到几仙神的气息 他却是感受到了 很强 如此强大的存在 面对韩觉 竟然如同孩童一般 他更加好奇韩觉的修为 七年后 正在修炼的韩觉 忽然心绪不宁 他睁开眼睛 怎么回事 为何突然这么不安 韩觉紧皱眉头 对面正在修炼的悟道剑 也睁开眼睛 主人 你有没有一种不安的感觉 悟道剑开口问道 韩觉问道 你也有 你感受到了什么 我也说不上来 就是很压抑 悟道剑的回答 让韩觉更加不安 莫非天庭来袭 这么快 就在这时 韩觉眼前浮现出三行字 检测到真魔入侵凡间 凡间迎来大劫 你有以下选择 一 立即出关 诛杀所有真魔 名震天下 可获得一件灵宝 一块天道灵石 二 继续修炼 远离是非 可获得一次神通传承 真魔入侵 韩觉眉头一跳 原来是魔族发力了 她的第一反应 就是联系天之傀儡 让行红旋 西旋仙子 长月赶紧回宗 三女第一次听到 韩觉如此迫切地 让他们回归 当即放下眼前之事 全都返回玉清圣宗 韩觉默默选择 第二个选项 能引起大劫 这批真魔必然很强 她可不能冒险 出手可以 最好是在有把握的情况 玄机 韩觉检测 玉清圣宗百里内 有没有真魔 楼玉写 大乘近九层 真魔统领 第148章 人间气运之罪 魔族过往 你选择继续修炼 远离是非 获得一次神通传承 恭喜你获得神通 请神术 请神术 传承神通 可传给他人 他人施展请神术 可远程召唤你 一个时辰内 可以利用请神术 重新返回来处 韩觉无视眼前 突然弹出这三行字 而是看着上面那一行 关于楼玉雪的信息 真魔统领 怎么会来得这么快 是冲着我来的 还是恰好出现在 玉清圣宗周围 韩觉皱眉 更加紧张 他立即使用模拟试炼 与楼玉雪对战 好险 秒杀 不过楼玉雪 在战斗中 散发出来的气息 可比季仙神 宣秦军 要强得多 韩觉开始检测 楼玉雪的位置 这次距离 玉清圣宗不到30里 站在一座山巅上 没有行动 这是一个好机会 正好可以震慑一下 三头交亡 韩觉默默想到 然后传音给三头交亡 山巅之上 一名黑袍人 远远地望着天边 他一头白发 面容妖异 长着一双虫童 嘴唇红地在滴血 在阳光的照耀下 他仍显得颇为惊悚 楼玉雪 魔族真魔 此次 他带着数十位真魔来到人间 其他真魔先去收集 天仙府的情报 他则被魔族 送到凡间气韵最雄厚之地 魔族 让他先摧毁此地 这样 凡间人族的气韵就会大降 他们之后形势就会更加顺利 楼玉雪用神石扫了一下 这座宗门并不强 应该不是天仙府 为何是凡间气韵最雄厚之地 他想不通 觉得这其中可能有诈 不敢贸然行动 就在这时 一道身影 急驰而来 赫然是三头交亡 大成经六层 楼玉雪皱眉 苦修成仙山 被寒决的系统结界笼罩 之前他神石扫过时 并没有发现三头交亡 果然有诈 此地只是看似弱小 实际上可能是整个凡间最为恐怖的地方 三头交亡拿出一把大吉 争鸣笑道 你就是真魔 他二话不说 灰己杀向楼玉雪 楼玉雪动容 对方怎么知道 他是真魔 难道魔族的计划早已泄露 楼玉雪来不及多想 很快就与三头交亡大战起来 两尊大成 气势何等可怕 不到五夕时间 周遭的山川被夷为平地 战斗的轰响 惊动欲青圣宗 长老们纷纷飞出宗门 紧张地看向远方 楼玉雪不愧为真魔统领 确实远强于三头交亡 魔气滔天 遮天蔽日 覆盖方圆十里之地 镇压的三头交亡不断坠落而下 霸道的魔气 化为一道道常驻 从天而降 逼得三头交亡在废墟中不断躲避 才交战一会儿 三头交亡已然浑身是血 该死 三头交亡心中又惊又怒 没想到对方这么强 这可是 他败入韩绝手下后的第一战 难道就要失利 三头交亡仰天长笑 直接变为本尊 一条长着三头的黑灵蛟龙 出现在天地间 身长数百丈 威武霸气 四爪之下踩着龙燕 背后长着一对肉翅 一展千丈 楼玉雪挑眉 按道 真龙血脉 他抬起右手 往下一压 天上的滚滚魔器 化为一只山岳般巨大的黑掌杂下 在这只黑掌前 庞大的三头交亡 竟如同一只小蛇 被按在地上 动弹不得 主人 我顶不住了呀 三头交亡连忙开口喊道 灵力差距太大 导致他连很多神通 法术都来不及施展 楼玉雪的魔器极为诡异 导致三头交亡在魔器覆盖范围 无法施展腾挪神通 就连速度也慢很多 身上仿佛背负万丈巨山 三头交亡还从未遇到过 如此可怕的对手 他明明很强 但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 他毫无抵抗之力 仿佛笨拙地巨兽 而非大成妖王 果然还有其他人 楼玉雪眼神闪烁 暗自想到 哄 一阵强风忽然袭来 冲散漫天的魔器 楼玉雪睁大双目 转头看去 只见一道身影 急迟而来 赫然是寒绝 楼玉雪灵魂站立 感受到极为可怕的危机 他下意识拿出一把黑木剑 朝着寒绝挥去 木剑刚提起 寒绝率先抬指 射出一道剑气 天地玄黄破戒剑指 楼玉雪来不及抵挡 肉身直接被剑气湮灭 电光火时间 寒绝台长一息 将楼玉雪的魂魄射走 这就是他亲自出来的原因 否则他可站在 苦修城仙山上 射杀楼玉雪 楼玉雪陨落 天地间的魔器溃散 压制着三头焦王的黑掌 跟着消散 他惊恶地看向寒绝 高高在上的寒绝 瞥了他一眼 消失在空中 三头焦王羞愧不已 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 再沉睡数万年 回到仙天洞府内 寒绝眼前跳出一行字 三头焦王对你的好感提升 当前好感度为四点五星 寒绝没有在意 坐在床榻上 右手翻开 楼玉雪的魂魄浮现出 在六道灵力的束缚下 楼玉雪无法逃开 他惊恐地看向寒绝 道 你是仙人 凡人怎会如此强大 寒绝面无表情地问道 你为何出现在附近 楼玉雪咬牙道 我路过而已 并没有要害你们 话音刚落 恐怖的神识冲击 撞上他的魂魄 疼得他差点尖叫 我是被送过来的 只因此地的气韵 是凡奸之罪 我也怕死 求求前辈 饶我一命 楼玉雪咬牙道 魂体颤抖不停 寒绝面无表情地问道 谁送你来的 魔 魔族有何企图 血洗人间 他就派你们来 魔族有这么弱 楼玉雪感受到 莫大的侮辱 但他不得不低头 他可不想死 他咬牙道 真正的魔族 在很多个纪元前的 天道大劫中落败 被封印于六道轮回之中 我等真魔 乃是魔族费尽千辛万苦 在外找到的 魔族蛊惑 奈何桥上的鬼魂 让不想投胎的鬼魂 成为魔修 直至修炼成真魔 凡间有天规限制 超过大成境的存在 若是善入 会惊动天规 天庭 神功 乃至佛门必定震怒 魔族只能派遣我们 这等大成境九层的真魔 潜入人间 寒绝挑眉 他脑子里冒出一个问号 难道魔族 阴间没有避天时 第149章 共赴大道 有点东西 前辈 只要您放过我 我绝对不再来 楼玉雪咬牙道 寒绝的强大 让他望尘莫及 他只能一个劲地求饶 该死 果然这个任务不靠谱 楼玉雪在得到魔族的吩咐时 他第一反应 就是觉得有坑 魔族对凡间所安排的计划 由来可不是千年百年 那得以万年为单位来计算 一直没有成功 果不其然 他刚来凡间就翻车了 楼玉雪恨极了魔族 在阴间待着不舒心吗 非要来凡间惹事 楼玉雪对你产生仇恨 当前仇恨度为一星 寒绝眯眼 一星仇恨度 其实也还好 远不及不死不休的局面 寒绝犹豫 要不要放过他 就算放过 也得囚禁其魂魄 其他真魔 可有比你更强的 寒绝问道 楼玉雪苦笑道 哪有 最强的便是我 结果初次出手 就遭遇到您 寒绝收手 将楼玉雪的魂魄 囚禁于自己的灵魂深处 或许以后能用得上这家伙 一直憋着的悟道剑 忍不住问道 主人 魔族来袭 我们该怎么办 寒绝平静道 再看看吧 真要是敌不过 我们再跑路 洞府外 三头娇王灰溜溜地 回到扶桑树下 他低着头 不敢面对其他人 黑玉姬细血笑道 这就是娇王 我们需要主人出手 你也需要主人相助 你告诉我 我们的差距在哪 三头娇王一听 差点气炸 方良感慨道 刚才那位真魔 确实强得离谱 看似娇王被押得 毫无招架之力 实际上是 双方实力差距太大 文言 三头娇王更加郁闷 寻常安趁此机会 教育方良 道 你可得好好修炼 你与你师兄 将是我们的希望 以后为师父排忧解难 还是得靠你们 杨天东 三头娇王 黑玉姬 混沌天狗 都感觉被内涵了 尤其是混沌天狗 他的实力已经垫底 平时谁都呛不过 心里憋屈极了 不行 我要超越他们 两只小金屋 趴在扶桑树的树枝上 摇头晃脑地看着这些人 他们互相交流 声音娇滴滴地 跟六七岁的孩童似的 刚才那家伙很强吗 没感觉有多强 可能是他们太弱了吧 估计是的 一年后 韩爵成功掌握寝神术 寝神术有主神通 分神通 学会分神通 便可召唤掌握主神通的人 学会分神通 便只是掌握召唤而已 韩爵决定 将分神通 传授给自己的徒子徒孙 此神通只能给自己人 不可能传授给整个玉卿圣宗 即便传授给自己人 也得换个说法 韩爵叫上悟道剑 一同走出先天洞府 来到扶桑树下 他将苏琪也叫出来 慕爵启已经回来 之前还想再出去 结果被韩爵叫住 就是为了传承请神术 众人之中 除了黑玉姬 混沌天狗 其他人还是第一次 见到苏琪 方良 慕爵启对这位神秘的二师伯 很感兴趣 魔羞 方良轻声嘀咕道 苏琪淡然一笑 他心里很激动 这些师兄弟和后辈的天资 都很不错呀 尤其是方良 慕爵启 三代弟子的修为 都快追上他 这位二代弟子 韩爵开口道 之前苏琪 被我派往前去潜伏魔宗 不得已转为魔羞 当初正魔大战 死在他手里的魔羞可不少 闻言 众人对苏琪肃然起敬 韩爵手下的徒子徒孙中 可没有第二人 被韩爵交代任务 再次看向苏琪 饱经沧桑的脸 他们心中愧疚 韩爵如此庇护他们 他们还经常想着要出去 韩爵将众人的神色捕捉到 没有多说 此次叫上苏琪 他是想试探一下 看看苦修成仙山的气韵 能否镇压苏琪的霉韵 之前楼玉雪都说 这里的气韵是人间之罪 至于杜苦 他与韩爵非亲非故 又不是大气韵者 敢跟苏琪独处五日 遭殃也很正常 我传授你们一招神通 此神通只能在性命攸关时使用 一旦使用此神通 你们将获得极其强大的力量 但代价也是难以想象的 你们将面对你们最害怕的噩梦 韩爵郑重说道 听得众人面面相去 方良好奇问道 噩梦是幻想 还是害怕的事情 具象成真 韩爵高深莫测道 只有你们自己清楚 你们害怕成真 还是害怕 一切都是虚幻 总而言之 不到万不得已 绝不要施展此神通 但若是生死关头 该用还是用 我希望你们都能活着 陪着我一同共赴大道 享受永生 这番话听得众人热血澎湃 共赴大道 享受永生 慕容起握紧双拳 道 图孙一定好好修炼 他日为师祖斩进大道之上 所有拦路者 其他人也纷纷保证 一向咸鱼的寻常安眼中 也流露出期待之色 金屋 三头 你们也过来 一起学 韩爵看向旁边微笑道 一直在偷听的三头交往一听 连忙爬过来 两只小金屋也飞过来 落在方良的肩上 不知为何 他们特别喜欢方良 经常蹭方良 三头交往对你的好感提升 当前好感度为五点五星 韩爵开始传授请神术的分神通 足足交了两个月 请神术的分神通 还是很复杂的 不过方良 慕容起 苏琪 只用了数日便掌握 学得最慢的是杨天东 黑玉姬 他们差点抑郁 混沌天狗 终于找到自信 饿坏了 韩爵带着悟道剑 回到先天洞府 苏琪也没有多呆 迅速回到自己的洞府 安心修炼 韩爵用天之傀儡 查看行洪玄三女的情况 他们还在归途中 暂时没有遭遇真魔 按照楼玉姬所说 真魔们的目标是天仙府 也不知天仙府能否挡得住 八年后 韩爵距离大城境九层已经近了 他正想一口气继续修炼下去 检测到先天气韵者 是否查看其来历 韩爵挑眉 好久没有遇到新的大气韵者 上一个还是季仙神 妄想天下第一的自负狂 韩爵立即选择查看 他眼前跳出该气韵者的介绍 看得他瞪大眼睛 这 有点东西啊 远古大巫 天仙府之节 图铃儿 容虚境九层 远古大巫转世 蛮荒纪元 巫族与妖族争夺天道霸权 双双陨落 失去种族大气韵 巫族被灭 少数大巫躲入六道轮回中 图铃儿历经万事轮回 终喜去巫族业力 但其魂魄 依旧是大巫之魂魄 成就先帝 可蜕变为大巫 通天彻地 图铃儿乃天仙府直视 奉师父之命 前来找寻方梁 远古大巫 达到先帝 才能蜕变为大巫 那得多强 韩绝暗自心惊 此女不简单啊 不过他注意到 图铃儿是奉天仙府之命前来 估计是来者不善 他处于谨慎 跟图铃儿来了一场模拟失恋 一秒后 他自嘲一笑 图铃儿只是有大巫的背景 并非真正的大巫 实力也就能匹敌一些合体镜修饰 远不及他 韩绝检测到 图铃儿已经来到 苦修成仙山的山脚下 方梁感受到他的气息 亲自下山去见他 前辈 您怎么来了 方梁抱拳问道 神情有些尴尬 他差点忘了自己也是天仙府弟子 图铃儿身穿一袭黄衫青衣 头发盘于玉簪之下 面容娇好 虽不是角色 带配上气质 依旧令人惊艳 图铃儿看向苦修成仙山 问道 方梁 此山适何来历 为何灵气如此浓郁 这已经赶上天仙府的修行圣地 大雁这样的弹丸之地 竟然藏着宝地 方梁尴尬道 这是我的第一个师门 您来找我 所为何事 我不是跟天仙府说了吗 以后不再回去 除非天仙府有难 天仙府不是单纯的宗门 除了自己亲自培养的弟子 还会教导来自其他宗门的弟子 广结善缘 你这样的天资 可比纪仙神 你认为天仙府舍得放弃你 此次找你 是因天仙府遇到大难 数十尊真魔袭击天仙府 天仙府陷入敖战中 我师父让我来找你 希望能请动你信中所说的 那位陆地仙神出手 他可就在山上 图灵漫不经心地问道 他的目光盯着山顶上的扶桑树 那棵树不简单 适合来历 方梁摇头道 我遇到的那位陆地仙神 只是萍水相逢 早已离去 玉卿圣宗内 可没有能住天仙府的大能 图灵笑应地问道 你们玉卿圣宗还缺长老吗 我想在此山修炼 你帮我问问 啊 怎么 天仙府不是有难吗 前辈 您不着急 正是有难 才不能回去 你不也说天仙府若有难 你会回去 那你回去吗 方梁无言以对 他想了想 啊 你在这里等候 我去问问我师祖 图灵点头 跟着打坐在山门石碑前 方梁迅速上山 拜访韩绝 韩绝让他入府一聊 方梁将图灵的来意说了一遍 然后道 师祖 图灵的资质 在天仙府可排前时 不过此女是出了名的狡诈 如今借着任务为由 远离天仙府 说明他也不是什么善类 很明显 他不喜欢图灵 只是碍于天仙府的辈分 不得不给面子 韩绝问道 他有没有背负血海深仇 方梁想了想 道 倒是没有 他从小在天仙府长大 不过他常年苦修 很少与人结交 拒绝他吧 好 方梁高兴地离去 虽然图灵儿灵魂背景牛批 但他目前已经成长起来 不方便洗脑 而且 他是天仙府的弟子 韩绝不想惹麻烦 玄机 韩绝开始查看邮件 这么多年过去 真魔也没有闹出太大的动静 没有楼玉雪的领导 他们连天仙府都无法攻占 倒是让韩绝感到意外 天仙府有点东西 你的好友几仙神 遭遇真魔袭击 X145 你的好友几仙神 身受重伤 命悬一线 你的好友寄冷禅 遭遇真魔袭击 X4 你的好友周凡 获得机缘 肉身蜕变 你的好友黄机浩 遭遇真魔袭击 身受重伤 你的道理宣情君 领悟大道真意 道横大掌 你的好友莫复仇 遭遇魔族蛊惑 产生心魔 你的好友几仙神 顿悟圣法 元神蜕变 韩绝挑眉 连继仙神都身受重伤 看来天仙府 确实危在旦夕 韩绝犹豫 要不要去帮忙 玄机 他摇了摇头 他已经解决真魔统领 倘若天仙府 连其他真魔都解决不了 那以后怎么面对魔族 韩绝可不想他离开之后 欲侵圣宗被偷驾 另外 继仙神顿悟圣法 明显是主角母版 或许此战会成为 寄仙神一飞冲天之战 就在韩绝思索之时 方良又回来了 师祖 他不肯走 他说 他可以拜您为师 方良苦笑道 他不是图灵的对手 所以也不能强行驱逐 韩绝面无表情道 想拜我为师也可以 磕十年头 方良一听 有些迟疑 但还是下山传话 悟道间好奇问道 您真的要收他 韩绝笑道 先看他愿不愿意低头 山脚下 听完方良的话 图灵直接跪拜在石碑前 开始磕头 方良皱眉问道 这又是何必呢 就算你是想躲开天仙府之节 未必要如此 图灵一边磕头 一边笑道 能让你舍弃天仙府的后代 能培养出这般宝山 此山的主人 必然就是你信中的陆地仙神 方良沉默 图灵还有一件事没有说 其实并非天仙府要求方良回去 对于天仙府如今的劫难 方良能起到多大作用 是他主动提起 要找方良 美其名曰 聚集天仙府在外的力量 十数年前 图灵修行时 总是容易入梦 梦中 他经常看到一座山 山上有一道神秘身影 起初梦境模糊 到后来越发地清晰 直到他梦见 曾与他有过交际的方良 跪拜在那道神秘身影前 他便明白 对方必然与方良有关 图灵很相信自己的梦 从小到大 他在梦中还领悟过神通 这也是他成为天仙府天娇的最大原因 当听到韩爵让他磕十年头时 他的第一反应不是愤怒 而是心里松了一口气 对方口气如此之大 定然是大能 果然 梦境又指引他走向机缘 方良见他执意如此 也不再劝说 转身离去 准备回府继续修炼 第151章 人间巅峰 图灵的到来 并没有让韩爵过多的关注 他继续修炼 争取早日达到大乘境九层 时光荏苒 天下风云变幻 而对于苦修之事而言 时间仿佛是停滞的 行红悬 长院 西悬仙子 已经回归 不过听闻韩爵在闭关 他们都没有打扰 七年迅速过去 韩爵终于突破至大乘境九层 人间巅峰 突破之后 韩爵体内的灵力暴涨 他没有停下来 而是继续修炼 将灵力提升到无法再增长的状态 三年后 韩爵让悟道剑去领图灵上山 先到扶桑树下修炼 拜师之事日后再说 图灵儿进入苦修成仙山后 发现里面的灵气 比他在山下感受到的还要浓郁 此山莫非有强大而无形的结界 图灵儿暗自心惊 对韩爵更加好奇 来到扶桑树下 杨天东 寻长安 慕容起 混沌天狗 黑玉姬 两只小金乌 三头骄王 纷纷看向他 图灵儿的目光落在扶桑树上 这是 图灵儿整个人恍惚了 一看到扶桑树 他莫名地走神 悟道剑开口道 你先在这里修炼吧 平日里不得大声喧哗 图灵儿回过神来 连忙点头 其他人也没有跟他交流 继续修炼 图灵儿虽然心怀诸多疑惑 但还是憋在心里 老老实实地开始打坐修炼 不知为何 他总觉得这些人都不简单 让他不由想到 天仙府里的那些天骄 半年后 韩爵终于将修为提升至 大城近九层大圆满 你的修为已经达到人间巅峰 你有以下选择 一 立即飞升 蜕变为仙人 可获得一次神通传承 一剑灵宝 二 暂步飞升 继续待在人间 可获得一剑至宝 韩爵毫不犹豫 直接选择第二个选项 你选择暂步飞升 获得一剑至宝 恭喜你获得太乙至宝 九五至尊气韵袍 九五至尊气韵袍 太乙防御至宝 帝皇气韵炼制而成的至宝 防御力极强 穿上后将获得帝皇气势 太乙防御至宝 防御 韩爵惊喜 这也太爽了吧 系统深得我心 韩爵拿出九五至尊气韵袍 这是一剑龙纹金袍 威武霸气 金光闪耀在洞府内 悟到剑睁眼一瞧 面露惊讶之色 这也太高调了吧 韩爵皱眉 可转念一想 他天天躲在洞府内 也不怕高调 他立即开始让九五至尊气韵袍 认主于自己 两日后 这件太乙至宝 才认主于他 不愧是至宝 韩爵穿上九五至尊气韵袍 安全感暴涨 他本想将九五至尊气韵袍 套在金蝉玄神衣上 但穿上后极其别扭 他便只能脱下金蝉玄神衣 主人 这件衣服能给我吗 悟到剑指着桌上的金蝉玄神衣问道 十分眼热 韩爵道 你又不出去 不需要穿灵宝衣 可主人你也不出去啊 我若死了 你也难逃一死 所以我可以穿 悟到剑撇嘴 有些委屈 韩爵本想将金蝉玄神衣 送给行红旋 可转念一想 金蝉玄神衣同样也高调 若是行红旋穿着出去历练 可能会引来更大的麻烦 罢了 给你吧 穿上后你就出去 我要突破 怕震死你 韩爵白手道 悟到剑惊喜过望 连忙败谢韩爵 然后穿上金蝉玄神衣 韩爵无语 这丫头竟然当着她的面脱衣服 虽然她已经瞧见过 但这也太冒舍吧 韩爵皱眉道 你以后 可不能当着其他人的面脱衣 悟到剑美滋滋地打量着 自己身上的金蝉玄神衣 回答道 男女有别 我自然明白 我只会当着主人的面换衣 说完 她便迅速溜出去 找杨天东 寻长安等人炫耀 韩爵摇头失笑 然后抖擞精神 准备突破 她抬手将墙角的避天石 吸至掌心 她将避天石放在腿边 男男道 就看你了 倘若韩爵能超越凡间修为 并且留在凡间 那就完美了 韩爵开始修炼六道轮回宫 将凡间修行篇融会贯通 便可领悟到 更高境界的修行心法 扶桑树下 悟到剑一出来 树下的气氛就变得热闹 打坐修行的方梁 睁眼瞥向图灵 问道 你以后还回天仙府吗 图灵眼也不睁 回答道 回去坐肾 这里挺好的 与世隔绝 可以安心修炼 我可不想回去遭罪 方梁无语 天仙府养了一条白眼狼 她还好说 毕竟她本身 不是天仙府的弟子 也曾为天仙府执行过任务 可图灵儿 乃是天仙府重点培养的天骄 从小到大 只需要修炼 不用外出 也就是说 她还未为天仙府建功 她认你修为大成 不会继续背叛我师祖吧 方梁警惕地问道 其他人也纷纷看向图灵 图灵儿终于睁开眼睛 没好气道 什么叫背叛 我虽离开天仙府 但我又不与天仙府为敌 算什么背叛 况且 这里不是苦修城仙山吗 认真苦修 不就是对师父老人家 最大的安慰 现在 就算天仙府的长老 亲自前来逼她回去 她也不会回去 扶桑树下的灵气 实在是太浓郁 图灵儿已经舍不得离开 轰隆隆 天边传来雷鸣声 众人扭头看去 滚滚阴云席卷而来 没有妖气 也没有魔气 似乎是暴雨即将来临 图灵儿簇眉 难难道 那家伙终于成功了 方梁好奇问道 谁成功了 纪仙神 天仙府第一天骄 此人你先前没有见过 但他的天资 绝对是当时第一 图灵儿的眼中 流露出复杂之色 与己仙神同辈 是他们这些天骄的悲哀 方梁一听 眼中流露出战意 他也听说过纪仙神 终有一日 他会向天下人证明 谁才是当时第一天骄 他要为师祖争光 慕容起 寻长安等人 也听说过纪仙神 听到方梁二人的对话 不由对纪仙神更加好奇 不必为天仙府担忧了 天仙府此劫必定能化解 图灵儿闭目笑道 方梁诧意问道 就因为纪仙神 他一人就能化解 天仙府的劫难 嗯 这人间恐怕没有人是他的对手 他就不可能是我师祖的对手 你师祖不是陆地仙神吗 自然不能算凡人 第152章 轮回散仙 原神出鞘 先天洞府内 韩诀将六道轮回宫的凡间修行篇 融会贯通后 终于误得更高层次的修行功法 轮回六境 散仙 地仙 天仙 真仙 玄仙 金仙 韩诀新潮澎湃 开始冲击散仙境 绝眼道人也是散仙 等他达到散仙之境 岂能不秒杀绝眼道人 还有朱雀 也才地仙 韩诀忽然觉得 这两个敌人并不强 至少超越他们的希望 已经能看到 韩诀不再多想 专心突破 以他的资质 突破并不会花费太长时间 幽暗的洞府内 雪魔老祖 白发蘑菇 贪魔罗汉再次聚集在一起 贪魔罗汉握紧双拳 沉声骂道 绝眼道人何时才啃下来 魔族真魔 攻打天仙府 十年都没攻下来 据说几仙神学会了 天仙府最强圣法 此圣法 已经万年没有人习得 他 已经天下无敌 等待着我们的是 一条死路 雪魔老祖脸色阴沉 白发蘑菇咬牙道 我不管了 我要飞圣 贪魔罗汉跟着点头 他也不想等了 可是现在飞圣 会不会遭遇正道袭击 雪魔老祖犹豫到 贪魔罗汉骂道 雪魔老祖 你是不是糊涂 真魔袭击天仙府 他们哪有空管我们 你不费生算了 小心以后后悔 说完 他与白发蘑菇起身离去 雪魔老祖的脸色 阴晴变幻 待贪魔罗汉 白发蘑菇的气息远去后 雪魔老祖方才拿出一块水晶球 他轻声问道 前辈 您还有多久 他没有得到回复 继续等待 许久 一道虚弱的声音从水晶球内传出 别急 嗨嗨 快乐 雪魔老祖心里咯噔一下 问道 您受伤了 没有 修行出了一些岔子 我在等一位天庭的前辈 你就放心吧 只要你听话 飞圣之后有我照顾你 不会让你颠沛流连 雪魔老祖强忍着惊喜 道 魔族派遣真魔来袭 却敌不过天仙府 我是怕天仙府废物 你继续怂恿魔族派遣 更多真魔前来 记住 你不要参与 你只需要劝说 若是你也身陷其中 到时候 我可保不了你 晚辈明白 晚辈明白 嗯 那前辈能不能透露一个时间 我怕我顶不住 最多百年 行了吧 百年 我尽量快点 哼 多谢前辈 两年后 先天洞府剧烈摇颤 导致整座苦修成仙山 都跟着摇动 扶桑树下 方梁 寻长安等人 纷纷扭头看去 正在修炼的李清子 西玄仙子 行红玄 长玉儿也被惊动 纷纷走出洞府 他们跟着来到山顶之上 与众人聚集在一起 怎么回事 是师父的洞府 师父在突破 以前都不会这样 这还是第一次吧 师祖如今是什么境界 若是突破境界 那得渡劫呀 怎么一直在洞府内 众人意润纷纷 李清子开口道 韩长老也会渡劫 之前我还领过他去渡劫 此次想必是 顿悟了某种神通吧 行红玄得意笑道 我夫君就是这般厉害 夫君 图林儿不由看向他 这位就是师母 悟道剑 长月儿瞥向行红玄 眼神意味深长 与此同时 洞府内 韩爵突破成功 体内的六道灵力 转变为法力 源源不断 不断催生 恭喜你成就轮回散仙 你有以下选择 一 立即飞升 享受天道洗礼 可获得一件质宝 一块天道灵石 二 暂不飞升 留在凡间 可获得一件质宝 韩爵眼前跳出三行字 他直接选择第二个选项 既然没有天节 也没有被天道驱逐 那他飞升什么 除非天庭真的要蔑视 否则我就待在这苦修城仙山了 韩爵给自己定下一个目标 要么不飞升 要么飞升了 就不怕猪犬 你选择暂不飞升 获得一件质宝 恭喜你获得太乙质宝 太息凤翅官 太息凤翅官 太乙防御质宝 以太息之气 凤凰与翅淬炼而成的头冠 防御力极强 防御质宝 可以的 韩爵心情更加愉悦 他继续巩固修为 体内的法力顺着六道轮回 攻心法运转 快速增长 冥冥之中 韩爵感觉少了很多束缚 这天地仿佛再也挡不住他 他纵身一跃 便能跳出凡间 这种感觉太美妙了 肉身巩固修为 韩爵元神出鞘 迅速跳出洞府 来到苦修城仙山之上 他低头看去 看到徒子徒孙们 头顶上都有虚影 方梁头顶上是一团气 寻长安头顶是一株人参 慕容起头顶上 悬浮着一尊神影 身披铠甲 威武霸气 黑玉姬头顶上 悬浮着一只黑凤凰 与他的姬身形象截然不同 甚至可以说天差地别 韩爵的目光落在图灵身上 大巫 图灵长得娇好 算得上美人 但大巫显得极为猙獰 人身瘦手 形象凶恶 这么可怕 当韩爵盯着图灵 头顶上的大巫之魂时 大巫之魂忽然抬头 那双犹如蛇目般的眼睛 看向韩爵 四目相对 韩爵感觉很不舒服 不行 这次有点危险啊 得送走 大巫之魂对着韩爵张口 没有声音 但韩爵却能看清楚 他在说什么 救我 韩爵心中疑惑 为何要救他 他没有多想 先抓住当前突破的感觉 韩爵继续升空 大地山川在他眼中急速缩小 眨眼间 他就来到天顶 在网上便是无尽星海 这一次 韩爵感觉自己 可以轻松跳过璀璨星河 飞至上街 但他没有 他怕朱雀再蹲自己 于是乎 韩爵的元神朝着大地冲去 他眼神一凝 直接跳出凡间 来到阴间 熟悉的昏暗 熟悉的轮回之气 好在附近没有黄泉 没有奈何桥 韩爵将神石散开 方圆万里内都没有生灵 他的元神开始享受轮回之气的洗礼 在这个过程中 他的元神强度迅速提升 你 又来了 一道沙哑声音传来 韩爵大惊 这不是先前天之傀儡遇到的那道声音 他下意识就想跑 等等 我不会害你 韩爵一听 不由冷静下来 仔细想想 先前好像是他反应过激 对方确实没有要杀他的意思 凡间竟有你这等天纵之才 不到八百岁 便超越凡间众生 不渡劫 入散仙 可自由来往阴阳两界 或许 你便是我要等的那个人 第153章 孟婆 百万年寿命 韩爵听着对方的话 心里琢磨 什么意思 想招揽他 想收他为徒 想夺舍他 夺赦 韩爵心里慌得一批 他长得这么帅 资质又如此高 换作仙神 估计多眼馋 这一片已经被我的法力隔绝 没有谁能探查到你我的存在 我们可放心交谈 沙哑声音再次响起 韩爵谨慎问道 不知前辈身份 沙哑声音回答道 我来自奈何桥 奈何桥 那不是一座桥吗 奈何桥话行 等等 孟婆 韩爵心中震惊 孟婆想干什么 招他当打下手的 你新收的徒弟 你知晓他的跟脚 对吧 韩爵疑惑问道 他有什么跟脚 天仙府天娇 莫非天仙府有您的支持 散仙就能看透大巫的跟脚 这要是传出去 必定惹人忌惮 真不知晓 你的那些徒子徒孙 可都不是泛泛之辈 沙哑声音戏谑笑道 韩爵沉默 沙哑声音继续道 我就开门直说吧 图灵儿乃是我巫族大巫转世 他能找到你 必定是你能让他变强 每一位大巫 都有与生俱来的特殊能力 图灵儿的特殊能力 便是通过梦境预感 对自己最有利的机缘 这也是 他能从巫妖大劫中 活下来的原因 之前你来过阴间 我记得你的气息 所以当图灵儿找到你时 我特意查过你 你没有业力 也没有大背景 可你却走到这一步 你或许会成为巫族的希望 巫族的希望 孟婆是巫族 韩爵心中快速思索 只要你带领图灵儿 成就先帝 你便是巫族的贵人 韩爵好奇问道 先帝是什么境界 金仙 金仙之上 便是先帝 实不相瞒 天庭可能要清理 我所在的凡间 你能帮忙说话吗 不行 天庭掌管地府 我无权插手 那我帮巫族 我能得到什么 倘若你生死 我可以收留你 韩爵无语 她觉得自己被戏耍了 她转问道 那你能帮我在阴间 画一块我可以居住的地方 不受打扰 这没问题 韩爵松了一口气 这还差不多 所以 你算是答应了 沙哑声音问道 韩爵回答道 我对图灵儿 也挺有演员的 更何况 她已经拜我为师 对方都摊牌了 韩爵要是拒绝 恐怕就走不了 孟婆对你产生好感 当前好感度为三星 韩爵立即以原神为中心 开启模拟试炼 她找到孟婆 直接开战 一秒后 她被秒败 韩爵并不惊奇 她只是想拷贝数据 以后拿孟婆当模板 在孟婆眼中 韩爵只是闭目一秒 仿佛在思考什么 韩爵抱拳道 晚辈还得继续突破 就不跟前辈多说了 嗯 孟婆的声音传来 韩爵不再多想 专心吸收轮回之气 增强原神 苦修成仙山恢复平静 行洪玄 李清子等人也相继离去 继续修炼 徒子徒孙们也没有议论太久 三年后 先天洞府内 韩爵的原神回归肉身 他整个人的状态蜕变 一身的灵宝 至宝 闪耀着光芒 犹如仙神 他彻底成为轮回散现 一身实力 与突破之前相比 强大百倍不止 韩爵调出自己的属性列表 庆明 韩爵 寿命 七十七万九千一百二十九 四千 种族 仙人 修为 轮回散先进初期 功法 六道轮回功 可传承 法术 爵指神剑 七重幻步 三清爵影剑 爵士 九龙除魔印 大千雷暴 风神术 环相术 神通 六道西魂 天诛鬼神剑 法天相帝 金斗云 万剑神宗 如来咒 六道绝印 玄黄剑气 太乙 天地玄黄破戒剑指 太乙 袖中乾坤 轮回之门 请神术 法器 小乾坤腰带 麒麟剑 副腰绳 焚煞中 六品领宝 韩君琉璃关 四品领宝 厄运书 太乙至宝 土黄玉灵精 三品领宝 护星天仙恋 三品领宝 静星蒲团 太乙六品领宝 真天灵灼 绝品领宝 紫金软内甲 太乙八品领宝 九重灯天靴 太乙六品领宝 聚灵护腕 太乙五品领宝 黄龙气韵教 太乙二品领宝 九五至尊气韵袍 太乙至宝 自创神通 三清诸事 太乙吉 剑道 轮回剑意 太乙吉 半生法宝 鸿蒙判定剑 灵根资质 六道灵体 蕴含顶级风 火 水 土 木 雷灵根 增加一定气韵 先天气韵如下 绝世无双 仙姿 魅力顶级 天命剑痴 剑道资质顶级 剑道悟性顶级 身法绝尘 身法资质顶级 先帝后裔 获得一部绝世修仙功法 129万年寿命 还有谁 韩绝顿时膨胀 寿命上限的暴涨 是韩绝最喜欢看到的 韩绝强忍着激动 调出人际关系 查看孟婆的修为 孟婆 太乙真仙初期 阴间鬼神 祖屋所创造 潜伏在地府之中 担任生死轮回之重责 一心想要壮大巫族 当前好感度为三星 太乙真仙 怪不得打不过 韩绝暗自庆幸 幸好自己没有脑瘫 拒绝孟婆 否则就得死在阴间 这样也好 以后他在意的人作话后 他可以跟孟婆打招呼 让孟婆 不要给他们喂孟婆汤 不过话又说回来 魔族 巫族 都躲在阴间 莫非阴间是战败种族的收容所 韩绝拿出太息凤赤官 开始让其认主 数个时辰后 他带上太息凤赤官 他决定将韩君流离官 送给行红旋 韩绝拿出厄运书 开始诅咒朱雀 至于绝眼道人 已经不足为惧 韩绝决定 等着他上门送快递 他一边诅咒 一边查看邮件 从邮件上来看 修真戒似乎很太平 也就季仙神遭遇 真魔袭击数十次 之后便没有真魔的消息 莫非季仙神将 真魔们团灭了 乖乖 这次有点猛啊 没有显赫的前世背景 却从众多大气运者之中 杀出重围 成就天下第一天骄之名 韩绝查看季仙神的头像 发现这次的修为 已经达到大成镜四层 这突破速度很凶 请赐予我 第154章 地镜 神镜 大罗金仙 韩绝传音给悟道剑 表示他可以进来 悟道剑一听 立即欢喜起身 冲向先天洞府 其他人见此便明白 韩绝已经闭关结束 慕绝起嘖嘖称其道 师祖如今得多强 他还是第一次闭关这么久 韩绝虽然一直在苦修 但平日里随时可以拜访他 不像这一次 数年不得打扰 就连悟道剑也被赶出来 不清楚 恐怕已经是大成镜五层以上的修为 方梁摇头道 大成镜五层 三头交往暗自不屑 你们师祖 恐怕已经达到大成镜九层 三头交往很好奇 韩绝明明是苦修之事 修为达到人间顶点 为何不飞升 莫非想体验天下无敌 可韩绝也不出门啊 图灵儿也很好奇 韩绝的修为到底有多高 另一边 先天洞府内 悟道剑坐在自己的蒲团上 好奇地看向韩绝 问道 主人 您突破的是境界 还是神通 韩绝闭目修炼 回答道 境界 他惊喜地发现 扶桑术散发出来的 不只是天地灵气 还有一种更为高级的灵气 这种灵气比寻常的灵气 要强大得多 莫非这是仙界的仙切 很有可能 扶桑术能吸引上界金屋下凡 说明扶桑术具有能帮助上界 生灵修行的灵气 韩绝彻底放心 纵然已经踏入轮回散仙境 他也能在凡间修炼 他有一点很困惑 轮回散仙境 是否等于散仙境 轮回六境分为散仙 地仙 天仙 真仙 玄仙 金仙 轮回地仙是否等于太乙地仙 还得询问老哥 好好修炼吧 我得继续领悟神通 韩绝打断滔滔不绝的悟道剑 然后开始参悟天地玄黄破戒剑指 悟道剑按纳住兴奋 也开始修炼 数日后 韩绝进入剑道长河 这一次 他没有引起天地意想 因为他已经超越众生 天道管不了他 他快不来到战孤星身前 战孤星笑道 你这小子又来了 你 散仙境 你飞升了 他前面还很淡定 后半句话音调猛地把高 韩绝笑问道 前辈 我想请问你 散仙之上是地仙 还是太乙地仙 战孤星平静下来 回答道 自然是太乙地仙 网上是太乙天仙 太乙真仙 太乙玄仙 以及太乙精仙 太乙是道果 由道门所创造 道门鼎盛时 开辟修行体系 太乙道果 深入天道规则之中 韩绝恍然大悟 原来如此 他还以为 轮回六境之上 才是太乙境 那样的话太吓人了 也对 他是轮回剑仙 走的不是常规体系 韩绝继续问道 太乙之上是大罗 神话小说里 都是这样的体系 在道教文献里 也提过太乙 大罗是并列的 只是不同的体系 战孤星回答道 蛮荒纪元时 太乙之上确实是大罗 可在漫长的岁月里 涌现出无数强者 他们以自身道横 生生拔刀境界之实力 代代传承 改变了修行等级 如今 太乙与大罗之间 还隔着地境 神境 成就先帝 可跳出六界 自由穿梭诸天万界 不受天道规则限制 不再有寿命大限 先帝乃是上界顶尖存在 先帝纵然生死 其魂魄一息尚存 便可从轮回之中 重新杀回来 不被轮回湮灭到心 提起先帝 战孤星语气中充满羡慕 韩觉不由想到慕容起 这思前世 是被一群先帝围攻而死 莫非他达到更高的神境 韩觉问道 神境呢 何为神境 战孤星回答道 神境是享受气韵 人间相互而成 气韵不灭 纵使魂飞魄散 依旧能复生 比先帝更加难缠 在法力强度上 也比地境强横 往往达到神境的大能 都创造了一方 属于自己的天地 至于大罗金仙 那便是至高无上的存在 传说大罗金仙 凌驾于三千规则之上 可纵横历史长河 时空因果 韩觉听得不明觉厉 定的小目标 大罗金仙 战孤星语风一转 好奇道 你还不到千岁 便成就散仙 以你的资质 若是度过飞升之劫 说不定能直接达到太乙地仙 你没有飞升 韩觉点头 啊 之前不是说了吗 朱雀在上界蹲我 我不想去送死 更不想三号重来 三号重来 就是投胎重来 哦 两人陷入沉默中 过了一会儿 韩觉再次问道 天庭清理人间 是如何清理的 直接毁灭凡间 还是屠戮众生 战孤星回答道 屠戮众生 一方凡间天地的形成 需要无数年 摧毁的代价太高 一般只是派遣天兵天将 杀尽众生 再从其他凡间带来生灵 重新繁衍 对于凡间天道而言 众生便是天道 众生灭 天道灭 那天庭派来的天兵天将 有多强 大部分是太乙地仙带队 一些极端的情况下 会派出太乙天仙 韩觉感觉到压力 他又问了一些问题 战孤星知无不言 韩觉告辞 继续前进 成就轮回散仙后 他倒要看看自己 能走多远 战孤星看向韩觉的背影 暗自期待 这小子能走多远 韩觉眼前跟着跳出一行字 战孤星对你的好感提升 当前好感度为3.5星 韩觉悄悄一笑 果然 实力才是最好的交际手段 回到仙天洞府内 韩觉的天地玄黄 破戒剑指蜕变 远超从前 巩固感悟后 韩觉立即进行模拟失恋 与孟婆一战 刮杀 再被孟婆秒杀 韩觉又跟宣秦俊来了一场 秒杀 不带劲 韩觉迫切地 想要遇到一位散仙 试试自己的实力 糟糕 道心不稳啊 我不应该远离危险吗 韩觉暗自警惕 觉得自己的思想很危险 天道又蛊惑我 韩觉平复心情 什么也不想 什么也不做 待他心如止水后 他方才起身离去 走出仙天洞府 扶桑树下的众人纷纷起身 师父 师祖 图灵儿一听 跟着睁眼看向韩觉 这还是他第一次见到韩觉 好俊的男子 图灵儿被惊艳到 即便天仙府 也没有这般英俊的男子 图灵儿对你产生好感 当前好感度为四星 第155章 天下第一的挑战 这就四星好感 韩觉暗自叹气 没有理会徒子徒孙们 朝着行红旋的洞府走去 来到行红旋的洞府内 韩觉得到行红旋热情的招待 韩觉本想先跟他聊聊 没想到他很急切 他不得不用法力笼罩这座洞府 避免有动静传出去 一个月后 两人衣衫整洁 相断坐 韩觉将韩君流离关拿出来 赠予行红旋 行红旋美滋滋地收下 也不再讲客套话 他拿出自己偶然获得的丹药 想要送给韩觉 但被韩觉拒绝 凡间的东西 我已经不需要 以后你就顾好自己吧 韩觉笑道 虽然他有不少红颜知己 但他最喜欢的 还是行红旋 喜欢很廉价 付出很难 喜欢上一个人 可能是因他长得好看 可能是他说了一句 你很赞同的话 也可能是他 在你低谷之时 对你展露笑容 但只有付出 才能证明 这个人在你心目中的地位 以往 行红旋每次出去历练 回来之后 都会给韩觉赠宝 韩觉虽然没有感谢 但一直记在心里 韩觉让行红旋 拿出天之傀儡 一边跟他聊天 一边替他更换 天之傀儡的灵力 散先尽实力的天之傀儡 以后行红旋再出去 想死都难 行红旋一直面带笑容 他发现 韩觉对自己更好了 话也比以前多了 他现在已经不奢求 独占韩觉 只希望自己能成为 他心目中最重要的那个人 韩觉能感觉到 他的一些心机 但这并不重要 他能想尽一切办法 讨他欢心 他还计较什么 通过行红旋 韩觉也了解到 修真界的境况 天仙府遭遇魔族袭击 差点被覆灭 好在其他圣地出手相助 最终 己仙神以一己之力 震杀所有真魔 名震天下 如今的己仙神 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天下第一 什么天下第一 我看我夫君才是天下第一 不过我夫君低调 这才是真正的修行者 行红旋哼道 韩觉美好气道 等你成为天下第一 那我才真正满足 好吗 我会努力的 平日里 我也是刻苦修炼 可没有浪费时间 保持下去 数日后 天之傀儡更换成散仙法力 韩觉让行红旋 收入储物界内 之后 他带着行红旋走出洞府 将西旋仙子 长院 李清子 苏琪全都叫到扶桑树下 韩觉故意让混沌天狗 方良 慕容起包围苏琪 镇压苏琪的霉运 开始为众人讲道 成为轮回散仙后 韩觉对大道的理解更深 他的一言一语 便能让众人感悟颇深 他的声音 更是能短暂地提升众人的悟性 之所以如此 是韩觉将自己的道融入声音中 令他们共悟 这场讲道持续一年 韩觉停止讲道 众人醒悟过来 图灵儿对你的好感度提升 当前好感度为五星 不只是图灵儿 其他人也的好感度 也或多或少地提升 韩觉起身 笑道 到此为止 我也该继续修炼 他转身走回仙天洞府 悟到剑连忙跟上 李清子感慨道 韩长老真是越发地厉害 感觉已经成仙 西璇仙子疑惑问道 若是成仙 怎能留在凡间 其他人也在好奇韩觉的境界 苏琪率先离去 马不停蹄地赶回自己的洞府 继续参悟大道 成就轮回散仙后 韩觉仍没有松懈 继续刻苦修炼 只要欲清圣宗无哉无恙 他可不管修真戒 洪水滔天 五载光景过去 季仙神又来了 关羽何在 出来斗法 这一次 季仙神不再是传音给韩觉 而是高声喊道 响彻整个欲清圣宗 令所有人听得清清楚楚 扶桑树下 徒铃睁眼 面露诧异之色 季仙神怎么来了 慕容起疑或问道 关羽是谁 杨天东笑道 是你们师祖 他老人家还有其他名字 曹操 赵云 洞府内 韩觉皱眉 这次这一次 有点嚣张啊 看来成为天下第一后 让他有些膨胀 韩觉立即进行模拟试炼 秒杀 就这 韩觉摇头失笑 觉得季仙神太膨胀了 他消失在洞府内 数十里外 还是那片树林 韩觉出现在季仙神面前 如今的季仙神 换上一身金袍 不过比起韩觉身上的 九五至尊气韵袍 还是差了档次 季仙神瞥见韩觉 暗自妒忌 竟然穿得比我还化 季仙神傲然道 关于 我已经诛杀数十位大成镜的魔头 实力今非昔比 你可敢与我一战 韩觉面无表情道 你之前不是说过 不会再来打扰我 我 只是想跟你切磋 没完没了 干脆你我生死对决吧 这么嚣张 季仙神听到韩觉语气这么冲 心里也窝火 可转念一想 万一打不过韩觉怎么办 他犹豫了 他咬牙道 这一次 我要是再输了 我直接飞胜 绝不再来打扰你 你说的 嗯 直斗法 不认生死 韩觉忽然往前一步 两人相距不到半米 韩觉抬手 按住季仙神的肩膀 法力爆发 镇压季仙神 哄 季仙神扛不住 双腿发软 单膝跪下 震得树林剧烈摇曳 他脸色瞬间苍白 怎么可能 这股灵力 季仙神想要挣脱 根本做不到 他体内的灵力 无法冲出体表 韩觉的法力形成枷锁 禁锢住他 良久 季仙神低下头颅 咬牙道 我败了 他岂止是败了 简直是败得一塌土地 韩觉收手 好好修炼 以你的天赋 迟早超越我 至于飞升 再等等吧 凡间需要你庇护 这丝可不能飞升 马上天庭就要来了 季仙神深吸一口气 他也是有尊严的 以后绝不再来 季仙神起身离去 韩觉闪身回到洞府内 继续修炼 扶桑树下 图林儿 方良还处于震惊中 其他人不识季仙神 他们认识 虽隔着数十里 但以他们的修为 看得清清楚楚 季仙神被韩觉按在地上 动弹不得 这修为差距得多大 果然来对了地方 图林儿暗自想到 不过韩觉到目前为止 也没有正式开口说 要收他为徒 莫非还不放心他 是因为他之前的身份 图林儿陷入苦恼中 他该如何讨好韩觉 一想到韩觉那张绝世无双的容颜 他的脸颊不由微红 呸 我等修真者 岂能想那些苟且之事 要不然送宝贝 第156章 黑白无常 韩觉的极限 击败季仙神 并没有让韩觉太高兴 季仙神能抽空来挑战他 说明真魔之劫已经结束 韩觉明白了一个道理 天下离开谁 照样能继续转 照这样看 魔族溃败 魔道被压制 天庭应该用不着清理人间吧 韩觉默默想到 不行 必须有万全之策 韩觉立即元神出窍 跳入阴间 从阳间跳入阴间 比他赶往天涯海角还快 成就轮回散仙后 韩觉能清楚地感应到 阴间与仙界的存在 往上是仙界 往下是阴间 至于其他天地 他暂时捕捉不到 孟婆前辈 韩觉开口喊道 四面八方都是鬼物 天地昏暗 没有日月 犹如深渊最深处 何事 孟婆的声音传来 韩觉问道 若是我想将一些人 带往阴间来 可否允许 活人不得入阴间 你可以杀了他们 到时候 我把他们的魂魄 送到你面前 韩觉微笑问道 前辈 您是认真的吗 孟婆无奈道 我也只是鬼差 做不了地府的主 他日若巫族崛起 倒是能帮你这些忙 那前辈现在能帮我什么 您让我收徒铃 我便收 但您却无法为我做事 明想白 空手套白狼 文言 孟婆沉默 韩觉也沉默 孟婆不会恼羞成怒 要杀他吧 倘若如此 那此人不能深究 韩觉有点慌 过了一会儿 孟婆叹气道 我给你两个鬼差名额如何 韩觉无奈道 那还不是得让人死 我再送你一株彼岸花 可增长灵气 能结出起死回生的果子 彼岸花还能结果 韩觉长见识了 行吧 我如何得彼岸花 韩觉问道 夜深人静时 我会让黑白无常 送到你的洞府来 好 图铃就交给你照顾了 没问题 韩觉朝着虚空抱拳行礼 然后离去 深夜 韩觉耐心等待 黑白无常到来 说起来 他还未见过鬼差 欲清圣宗也很少有鬼魂存在 毕竟是正道宗门 气韵庇护 弟子死后 灵魂直接被轮回吸入地府 不会沦落为孤魂野鬼 午夜 一阵寒风吹入仙天洞府内 只见两道鬼魂穿过石门 一黑一白 他们长得就像黑白无常 穿着长长的鬼袍 面容争鸣 舌头落在嘴外 长级胸口 争鸣可怕 两鬼的长相也一模一样 唯一的区别是 一黑一白 吊死鬼 韩觉暗自吐槽 悟道剑还在修炼 明显感受不到 黑白无常的到来 黑无常来到韩觉面前 恭敬地说道 孟婆让吴二人将此宝带给您 他右手一挥 一株花草出现在桌面上 彼岸花 花叶呈红色 花瓣窄细 好似万千红线炸开 诡异而凄美 韩觉立即用模拟试炼检测 黑白无常 散先进五层 阴间鬼差 才散先进五层 韩觉还以为 黑白无常很强 他好奇问道 地府只有您二位黑白无常 白无常笑道 那倒不止 我们二人只负责这片凡间的阴阳鬼市 一方凡间 一对黑白无常 告辞 黑无常拱手笑道 与白无常一同转身离去 还未走到石门 他们便凭空消失 韩觉起身拿起彼岸花 悟到剑好奇问道 您刚才在跟谁说话 闻言 韩觉随口回答道 两位鬼差 鬼差 悟到剑毛骨悚然 他怎么没有看见 韩觉仔细打量彼岸花 能感受到此花蕴含庞大的灵气 还有轮回之气 不愧是阴间的花 韩觉也不好评判彼岸花的价值 他将彼岸花种在洞府的角落 以后此花你来看管 韩觉朝悟到剑吩咐道 悟到剑连忙点头 然后盯着韩觉将彼岸花种在角落 韩觉重新回到床榻上 开始修炼 轮回散仙境不按九层小境界划分 而是分为初期 中期 后期 圆满 分为四层后 韩觉每突破一层小境界 所需的时间势必比以往更久 越是如此 韩觉越要花更多精力修炼 不能懈怠 层层云海之上 蔚蓝的天穷出现一丝黑凤 雷电不断一出 犹如雷蛇摇动 黑凤之中 缓缓踏出一道身影 正是绝眼道人 绝眼道人张开双臂 呼吸着凡间的灵气 他感慨道 还是凡间好 他身后的黑凤之中 又踏出一道人影 这是一名黑衣女子 黑衣女子容颜冷俊 秀发盘成发迹 姿态端庄 只是眉眼透着一股阴冷 凡间之事 我不会插手 除非遇到超越凡间的存在 黑衣女子开口道 缓眼道人连忙转身看向他 弯腰行礼 道 多谢前辈此次跟随 黑衣女子冷哼道 也不知 你跟他是何关系 既然他亲自开口 那我便前来助你 你去吧 我顺便在人间逛逛 缓眼道人一脸陪笑 点头哈腰 黑衣女子消失在原处 缓眼道人长出一口气 他面露笑容 天仙佛 还有诛杀我妖宠的家伙 你们一个 也别想套 种下彼岸花后 时间飞逝 十年过去 正在修炼的韩觉睁开眼 微微皱起眉头 不知为何 他最近心绪不宁 这种感觉越发的强烈 上一次还是真魔来袭 莫非魔族又要搞事 韩觉拿出厄运书 开始诅咒朱雀发现 他一边诅咒 一边查看人际关系 这么多年过去 他的好友们 都有所进步 最慢的 还是玉清圣宗 原来的那些长老 包括李清子 资质太过平庸 如今的玉清圣宗 已经算是圣地 希腊的弟子 不仅是来自大烟 还来自周边各州 资质都远超以前的弟子 随着玉清圣宗越来越强 长老们也在不断更替 大多数人都是自己辞退的 他们也顶不住压力 当核心弟子的平均修为 达到圆英时 圆英镜的长老 确实显得很尴尬 不行 修为短时间无法提升 我得增强神通 毕竟天庭随时可能杀来 韩觉默默想到 六日后 他开始参悟三清诛事 一个月后 他继续参悟金斗云 不能只想着秒杀 还得全面发展 一年后 韩觉将自身的神通 建议全都参悟到极限 他松了一口气 心中的不安终于削减 果然 安全感 还是得靠自身的实力 第157章 神秘诅咒 强敌来袭 经过一年的参悟 韩觉觉得 自身实力飞跃 他开始进行模拟试炼 对战黑白无常 一次对战俩 黑白无常 都是散先进五层的存在 战斗一开始 韩觉直接施展三清诛事 数百万剑影爆发 杀得黑白无常 无处遁形 强势秒杀 韩觉是轮回剑仙 阴阳两界生灵 他都可以直接碾杀 还不错 只要能秒杀就好 就是不知遇到 散先进八层的 绝眼道人 能否秒杀 想起绝眼道人 韩觉突然觉得 自己松懈了 或许不安 并非来自天庭 而是绝眼道人 很有可能 韩觉立即拿出厄运书 开始诅咒绝眼道人 诅咒六日后 他还是不放心 要不然牺牲点寿命 把绝眼道人 咒死算了 反正他有百万年寿命 这个念头一出 韩觉顿时心动 不行 有了第一次 就有第二次 就有无数次 这就跟现代社会的 各种败一样 这是圈套 这是陷阱 韩觉摇头失笑 然后开始查看邮件 也不知最近的修真界如何 你的好友莫复仇 偶遇机缘 神兽眷顾 气运大涨 你的好友几仙神 遭遇你的仇敌 绝眼道人袭击 身受重伤 你的好友记冷禅 遭遇你的仇敌 绝眼道人袭击 身死到削 你的好友黄吉浩 遭遇魔修袭击 X7644 你的徒孙方良 在修行中梦入天道 道行大掌 你的道旅宣秦君 遭遇妖怪袭击 X10223 绝眼道人 这个逼竟然吓烦了 韩觉被吓到 己仙神身受重伤 继冷禅直接被杀 莫非天仙府 被绝眼道人端了 不行 得咒死这家伙 韩觉再次拿出厄运书 继续诅咒绝眼道人 他虽然能秒杀黑白无常 但不代表能秒杀绝眼道人 甚至可能不一定击败 毕竟黑白无常 与绝眼道人 差了三层小境界 群山连绵 万里晴空 天穷是那么的唯美 一座数千丈高的飓风之上 一座座宫殿被摧毁 硝烟鸟鸟 绝眼道人坐在一座 残破的大殿内 他的脸色苍白 仿佛身受重伤 大殿角落 天仙府的一众高层 被困在一个个光圈内 其中包括几仙神 他怎么了 受伤了 你们谁伤到他了 可能是走火入魔吧 他本就是魔修 可能心怀魔物 正在与魔物抗争 哎 他到底要拿我们做善 为何不杀了我等 几仙神脸色阴沉 没有参与其他人的窃窃私欲 他死死地盯着绝眼道人 恨不得将其碎尸万段 面对绝眼道人 他败得一塌糊涂 甚至比面对韩绝还惨 韩绝对他至少是留守了 但绝眼道人可不会 绝眼道人不仅击败了他 还践踏了他的尊严 几仙神一直在等机会 他不知道绝眼道人 为何不将他们诛杀殆尽 但他明白这就是机会 就在这时 扑 绝眼道人喷出一口血 血洒一地 他整个人的气息跟着维米 他捂住胸口 睁开眼睛 面目猙獰 喃喃道 该死 到底是谁 他慌了 他又一次遭受诅咒 而这一次的诅咒 比以往都要强烈 他的法力迅速消融 寿命更是疯狂减少 照这样下去 他很可能会死 绝眼道人连忙施法 呼唤黑衣女子 没过多久 他面前出现一个黑色漩涡 黑衣女子跟着踏出 何事 这么惊慌 黑衣女子不耐烦地问道 他的目光跟着落在绝眼道人身上 脸色微变 绝眼道人开始蹊跷流血 无比凄惨 他咬牙道 我先前说过的诅咒又开始了 比以往更强烈 黑衣女子抬起右手 掐指推算 然而 他根本算不到 那股诅咒之力来自何方 他不得不走到绝眼道人身后 双掌落在他背上 用自身法力帮其疗伤 不到午夕时间 黑衣女子也开始蹊跷流血 他不得不收手 不行 这股诅咒之力太强了 黑衣女子沉声道 绝眼道人绝望 连忙喊道 能不能求助前辈 快点 我快要顶不住了 黑衣女子由于片刻 还是拿出一块令牌 将神识探入其中 天仙府一众人看得一愣 诅咒之力 有人在诅咒绝眼道人 他们心中狂喜 绝眼道人可是非生过的大能修士 能将他诅咒成重伤 必然是仙神出手 黑衣女子盯着绝眼道人 开口道 必须找一个气韵最为雄厚的地方 镇压诅咒之力 否则你等不到他前来 绝眼道人点头 两人立即起身 消失在原地 至于天仙府众人 在绝眼道人看来 根本跑不了 凡间便是最大的囚牢 你的仇敌绝眼道人 在你的诅咒之下 减受五十万年 身受重伤 看到这条邮件 韩绝立即停下 他擦了擦满脸的血迹 满意点头 这一波 他损耗了近百年寿命 虽然相比他一百多万的寿命 无足轻重 但他还是很心疼 只此一次 绝无下力 韩绝默默想到 然后开始疗伤 数日后 他的伤势恢复 他继续修炼 他的伤不算重伤 但绝眼道人 没有数十年 很难恢复 数十年时间 足够韩绝突破至 轮回散先进中期 扶桑树散发出来的仙气 比他的灵气还要充沛 韩绝每日 都能感受到法力的增长 好景不长 一个月后 绝眼道人 黑衣女子到来 他们站在云端上 眺望远处的苦修城仙山 面露惊讶之色 此山竟然蕴含仙气 是何来头 绝眼道人震惊 他飞升之前曾游历天下 未曾看到过这样的宝山 黑衣女子的目光 落在苦修城仙山的山顶上 他看到了扶桑树 扶桑树上的两只火鸭 好像是他瞪大眼睛 心里掀起滔天骇浪 怎么可能 两只小金屋 莫非此山是金屋神族的栖息地 他深吸一口气 带着绝眼道人 小心翼翼的前进 目前只有此地 能帮绝眼道人 镇压诅咒之力 来到苦修城仙山前 黑衣女子不敢强行破阵 而是抱拳行李道 我等二人冒昧打扰 不知前辈大名 扶桑树下的慕容启 方良 寻长安等人 纷纷睁眼看去 他们愕然发现 自己看不透这两人的修为 两只小金屋如灵大敌 纷纷张开双翅 第158章 散仙之战 绝眼道人 散仙进八层 仙界散修 杨彦君 散仙进九层 仙界与龙仙岛弟子 看到眼前这两行字 含绝沉默 他心里很慌 他没有回答名为 杨彦君的黑衣女子 而是开始使用模拟试炼 面对绝眼道人 秒杀 面对杨彦君 无法秒杀 这丝竟然有神秘法宝 能挡下韩绝的攻击 好在数秒后 韩绝还是凭借强横的实力 将其诛杀 韩绝试了一下 以一对二 实习后 他才睁开眼睛 不行啊 不能秒杀 以这两人的能耐 很可能会获及欲侵圣踪 该怎么办 韩绝紧皱眉头 悟到剑开口问道 主人 您为何皱眉 外面来的是敌人 韩绝轻声道 你就待在洞府内 哪儿也别去 韩绝起身走出洞府 对方已经来了 他想躲也不行 苦修成仙山前 绝眼道人 杨彦君还在等待 真是金屋神族 绝眼道人震惊地问道 杨彦君点头道 确实是金屋 不过只有大成静修为 在金屋神族中 算是资质一般 不过能收留资质一般的金屋 此人也绝非凡人 我们还是谨慎面对 绝眼道人点头 眼中流露出奇迹之色 不知两位道友有何事 韩绝的声音飘出来 绝眼道人一听 莫名觉得熟悉 他眯眼看去 看到了从洞府里走出的韩绝 是他 绝眼道人的面容 瞬间争鸣 青莽大圣临死前的记忆 通过特殊神通 传到了绝眼道人眼中 这也是绝眼道人 对韩绝产生仇恨的原因 刹那间 绝眼道人想到了很多种可能 诅咒他的人 很可能就是韩绝 绝眼道人立即传音给杨彦君 将自己邀宠的那段仇恨讲述 闻言 杨彦君并没有动容 他朝着韩绝笑道 能否让我二人在山上待一段时间 我这位道友身受重伤 需要找地方养伤 他看不穿韩绝的修为 料定对方也是来自上界 另外 此人长得真够俊的 绝眼道人努力克制情绪 没有插话 这小子不知我的存在 我可以找机会偷袭 绝眼道人默默想到 韩绝的声音飘来 这样不好吧 山上位置不够 容不下两位道友 杨彦君对你产生仇恨 当前仇恨度为四星 这就四星 韩绝暗骂 这婆娘看起来很有礼貌 没想到这么小气 杨彦君叹气道 道友怎如此狠心 见死不救 我们只是暂住一段时间 绝不打扰 救人一命 盛造七级浮屠 九鼎真人 与一众长老赶来 对方一来 就要助苦修成仙山 明显不是等闲之辈 两位道友来自 和门和派 九鼎真人抱拳笑问道 他很聪明 没有凑上去 与杨彦君 绝眼道人保持距离 杨彦君贴了他一眼 重新看向韩绝 道 道友 当真不行 他虽然 看不透韩绝的修为 但没有从韩绝身上 感到危险 韩绝的态度也不强硬 看来并非有大背景 杨彦君下凡之前 也打听过 此凡间并没有出名的 仙神潜伏 想吧 杨彦君抬起右手 一把飞刀出现在手中 韩绝迷眼道 道友 在威胁我 他当即闪身腾挪 出苦修成仙山 来到护山大镇外 杨彦君迷眼笑道 我们走投无路 必须在你这座山 待一段时间 望道友不要太过 绝情二字还会说出来 韩绝猛地挥秀 手中不知何时出现 鸿蒙判定剑 刹那间 无数剑影 顺着鸿蒙判定剑的剑刃射出 化为黑色红流 席卷向杨彦君 杨彦君脸色大变 没想到韩绝出手如此果断 几乎是瞬间 杨彦君制出飞刀 飞刀化为一道 长达百丈的巨刀 竖在身前 抵挡韩绝的剑影 轰隆隆 散仙之战 威压撼动天地 连天穷都被撕裂 一道道天雷浮现 九鼎真人与长老们 吓得暴退 扶桑树下 众人也紧张地观战 好可怕的气息 他们到底是什么境界 慕容起额头一出冷汗 他原以为自己已经算得上强者 可面对韩绝 杨彦君的威压 他才意识到 自己是多么地渺小 其他人也被震撼到 图灵看向韩绝的目光 都在冒光 绝眼道人心里惊骇 没想到韩绝如此强大 就在这时 韩绝忽然抬起左手 食指指向绝眼道人 天地玄黄破戒剑指 秀 剑气射出 横掠天穹 杨彦君瞪大眉目 喝道 你敢 韩绝跟他大战 竟还敢袭杀绝眼道人 完全不怕得罪死他们 身受重伤的绝眼道人 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 根本来不及反应 直接被剑气诛灭 身死倒消 魂飞魄散 韩绝跟着向杨彦君逼近 他右手收剑 提剑指向天穹 剑一冲天起 魏蓝天穹迅速出现一片剑气汪洋 伪暗壮观 长宽不知有几百里 你死定了 杨彦君大怒 他的任务就是保护绝眼道人 没想到绝眼道人死在他眼前 他如何向自己的师兄交代 必须诛杀此人 顺便占据七宝山 杨彦君双手施法 巨大飞刀直杀向韩绝 他要打断韩绝施展神通 哪只韩绝根本不理会他的飞刀 继续施展三清诸事 无数剑影从剑气汪洋之中凝聚 多达数百万 横尘长空 震撼天地 欲清圣宗所有修士抬头看去 无不是瞠目结舌 从他们的视野看去 整个苍穹都挂满了剑影 这等场景 他们今生还是头一次遇见 哄 巨大飞刀撞上韩绝 韩绝身上迸发出强光 竟将飞刀强行挡下来 太乙至宝 杨彦君失声叫道 这次怎么可能又太乙至宝 韩绝回答他的方式是进攻 数百万剑影猛地俯冲而下 犹如天崩 欲清圣宗所有修士 只感觉一股强风从天而降 压得他们纷纷趴倒在地 群山摇颤 大地崩裂 杨彦君快速施法 法力在周身闪耀强光 好似一颗巨大的光球 轰 轰 轰 无数剑影疯狂落下 轰的巨大光球剧烈颤动 杨彦君的肉身也在颤动 他不是散仙 杨彦君惊恐地想道 不好 挡不住 第159章 八品天降 单亲真人 韩绝死死地盯着杨彦君 看到杨彦君没有逃 他心中狂喜 既然你胆子大 那你就别想走了 韩绝再次挥剑 苍穹上的剑气汪洋 又一次凝聚无数剑影 以天崩之势杀向杨彦君 势不可挡 杨彦君大惊失色 立即腾罗 可在那一刹那 法力一消散 他就被含决的剑气震伤 他腾罗至数十里外 刚现身 气急攻心 一口溺血冲上喉咙 扑 杨彦君抬手一招 飞刀划破长空 再次落在他手中 该死 若非天归 我岂能如此狼狈 杨彦君怒声骂道 他将飞刀丢至头顶 双手快速施法 轰隆隆 天地聚颤 大地灵气向他的飞刀聚集而起 形成肉眼可见的气浪 极为壮观 他没有要逃的意思 他还要战 韩诀将他彻底激怒 秀 一道破空声射来 赫然是天地玄黄破戒剑指 杨彦君早有心理准备 立即躲避 他刚转身 韩诀便出现在他身后 韩诀去年以金斗云为基础 创造出太乙级身法 一个跟斗就能跳到敌人身后 无比精准 杨彦君的余光瞥见韩诀 他的瞳孔不由放大 怎么可能 一道黑色剑气突然爆发 冲天起 好似毛笔往天穷一挥 黑色剑气悬在高空 杨彦君的肉身 直接被韩诀的剑气诛灭 只剩下元神 还留在韩诀面前 我可是羽龙仙岛的弟子 我师兄乃是天庭天降 杨彦君惊声叫道 话音刚落 他立即转身 元神飞顿离去 韩诀提剑一挥 百万剑影从天帝八方杀来 直接绞杀杨彦君元神 终于死了 天将很了不起 老子还是先帝后裔呢 韩诀暗自不屑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 放过杨彦君 也不可能了结这桩因果 韩诀抬起左手 隔空一吸 将一枚储物剑 一把飞刀吸入掌心中 他朝着苦修成仙山飞去 沿途 他没有找到绝眼道人的储物剑 估计被天帝玄黄破戒剑指给毁了 回到扶桑树下 众人立即围上来 就连行红玄 西玄仙子 长院 李清子也在 师父 情况怎么样 刚才那两人适合来练 师祖太厉害了 还用温 肯定死了 这天底下 有谁能从我们师父手里活下来 众人很兴奋 以前韩诀几乎都是秒杀敌人 很少像这样大开大合的战斗 他们忘不了刚才的漫天剑影 还有那令他们灵魂战力的威亚 三头交亡最为震惊 大成精六层的他 刚才也被威亚亚地跪在地上 这说明什么 说明韩诀 杨彦军绝对超越大成精 是仙人之精 韩诀微笑道 没事 等继续修炼吧 说完 他便回到仙天洞府内 有些事没必要跟其他人说 说了只会制造恐慌 九鼎真人见战斗结束 连忙让长老们去安抚宗内弟子 今日一战 让斩神长老之名 再次轰动玉卿圣宗 这么多年过去 许多弟子都快遗忘斩神长老 最为兴奋的是新弟子们 没想到玉卿中的斩神长老 如此恐怖 先天洞府内 韩诀开始轻点杨彦军的储物界 悟到剑好奇地凑过来 杨彦军不愧是上界之人 真的是父 法宝 法术秘卷 神通卷轴等等 应有尽有 还有许多能帮助散仙修炼的丹药 这一波转了 杨散对你产生仇恨 当前仇恨度为六星 单亲真人对你产生仇恨 当前仇恨度为三星 韩诀眼前出现两行字 他没有感到意外 快一恩仇总结起来 就是两个字 炮娃 杀完小的 就会来老的 何为人 何为江湖 江湖便是人脉 若是有人杀了韩诀的徒子徒孙 韩诀也一定会出手报复 况且上界之人定然有神通 能推算到 是谁杀了他们在意的人 只有两人对韩诀产生仇恨 韩诀还觉得少了 看来杨彦君辞女人缘不好 韩诀调出人际关系 开始查看这两人的信息 杨散 太乙地先后妻 天庭八品天将 因你诛杀了他心爱的师妹杨彦君 以及准备扶持的手下绝眼道人 对你产生仇恨 不死不休 当前仇恨度为六星 单亲真人 太乙真仙中妻 羽龙先倒七真人之一 因你诛杀了他的爱徒杨彦君 对你产生仇恨 若是相遇定会诛杀你 当前仇恨度为三星 太乙地先后妻 太乙真仙中妻 很好 都很强 韩诀强颜欢笑 心里有些慌 不过他注意到 单亲真人的信息中写的是 若是相遇 也就是说 单亲真人不会下凡 还有杨散 天庭天将 等天庭清理魔族 这丝必定亲自带队 不行 必须诅咒 韩诀没有立即诅咒 过段时间在诅咒 以免被对方发现 一旦杨散 单亲真人发现 是韩诀在诅咒他们 必定会尽早地解决掉 韩诀这个祸害 一座明亮的大殿 殿内的石柱 装饰物 全都在咬颤 一名身形神武的男子 坐在手座上 他穿着宽松的道袍 面容英俊 此刻脸上写满愤怒 眼中的杀意 近乎宁为实质 师妹 杨散咬牙切齿 双拳紧握 他的眼中满是血丝 眼珠子快要变成血珠 都怪我 就不该让师妹去 倘若再等等 等天庭收了天规 他太以地仙出气的修为 怎会被限制在散仙境 又怎会死 杨散痛苦地自语着 他怎料 凡间竟然藏着散仙 都怪绝言道然 这丝一个劲的催 非要下凡 结果连累他师妹一起死 那家伙好狠的心 连女子也舍得杀 他师妹最后都自爆身份了 竟然不给面子 杨散恨极了韩诀 恨不得将其千刀万剐 碎尸万断 等他抓住韩诀 他要让韩诀 尝到最痛苦的天法 不行 此事得上报给先官 杨散立即起身 化为一阵清风 冲出大殿 诛杀杨彦君 绝眼道人后 韩诀将杨彦君的飞刀 除去灵魂印记 再赠予苏琪 苏琪正好缺一件强大法宝 韩诀拿出杨彦君的丹药 继续修炼 争取早日突破 至轮回散仙境中期 以他的实力 很难战胜太乙帝先后期 一年后 韩诀拿出厄运书 开始诅咒杨散 今后 朱雀可以延后诅咒 杨散是首要目标 他刚开始诅咒 眼前忽然出现一行字 赤云仙对你产生好感 当前好感度为四星 轮回散仙境中期 小师妹 赤云仙 谁 韩诀愣住 立马调出人际关系 查看头像 赤云仙长得一看就像是凡人 一头赤红的头发 面容不算英俊 但也不丑 瞳孔呈绿色 很难看出 他是什么种族化形 赤云仙 太乙天仙初七 天庭六品仙观 掌控凡间天道 因杨散将你诛杀 杨彦君之势状 告给天庭天地 对杨散极为不满 同时对你产生好感 当前好感度为三星 太乙天仙初七 有点猛 韩诀暗自惊喜 修行境界分为散仙 太乙地仙 太乙天仙 太乙真仙 太乙玄仙 太乙金仙 也就是说 赤云仙比杨散强 他掌控凡间天道 莫非就是韩诀 所处凡间的天神 倘若如此 那韩诀能理解了 杨散相当于 在搞赤云仙的底盘 赤云仙能忍 不过这也只是 韩诀的猜测 若是天庭真想 清理这片凡间 赤云仙一位六品 仙观感反驳 韩诀不再多想 继续诅诅杨散 六日后 韩诀结束诅咒 开始修炼 不管怎样 他得抓紧时间变强 三年后 检测到你已经八百岁 人生又迈进一步 你有以下选择 一 立即飞升 成为仙神 可获得一箭质宝 二 暂不飞升 留在凡间修炼 可获得一次神通传承 韩诀望着眼前出现的三行字 没有立即做出选择 不知不觉 他已经八百岁 他不由惆怅起来 人生真是过得快 韩诀默默选择第二个选项 你选择暂不飞升 获得一次神通传承 恭喜你获得神通 三头六臂 三头六臂 施展出三头六臂的法身 可同时使用六剑法宝 肉身强度大幅度增强 韩诀立即开始传承三头六臂 数日后 他彻底掌握三头六臂神通 当他变成三头六臂时 把悟道剑吓了一跳 得知这是神通 悟道剑表示他也想学 韩诀打量他 道 你长得这么好看 学他的话会影响形象 悟道剑被拒绝并不难过 反而有些高兴 我很好看 下一秒 他又想到一个问题 他的形象是模仿上一位仙神主人 韩诀是喜欢他 还是喜欢他上一位仙神主人 这样一想 悟道剑又抑郁了 韩诀没有在意他的变脸 继续修炼 随着悟道剑越发的成熟 他也有了人的七情六欲 有自己的情绪变化也正常 长言道 女人心 海底针 韩诀一边修炼 一边点开人际关系查看 他都八百岁了 西玄仙子必然已经上千岁 也不知大县何时到来 目前 西玄仙子已经突破至化神镜五层 进展还算不错 得益于苦修成仙山的灵器 以及自身遇到的机缘 行红玄 长院还在原音 但距离化神已经近了 墨主已然是化神镜存在 墨家有点东西 李清子卡在化神镜二层 迟迟无法进展 资质这玩意是真的硬伤 苏琪已经跨入容须镜 黑玉姬也在容须镜内 距离合体镜还远 杨天东 寻长安 混沌天狗还在化神镜 距离容须镜已经近了 方良 慕容起相继跨入容须镜 三代弟子的天资恐怖如斯 图林儿自从来到苦修成仙山 一直未突破至合体镜 但也快了 两只小金屋达到大城镜八层 三头交往在修为上没有进展 韩爵再看了看邮件 修真界又迎来太平 季仙神 黄吉浩 周凡 莫复仇一直在竞争遭袭击次数排行榜前三 魔族似乎消停了 也对 倘若韩爵是魔族 估计也放弃了 十年后 韩爵终于突破至轮回散先进中期 从初期到中期 他总共用了三十一年 对于散戏而言 这速度绝对算快 但韩爵还是觉得有些慢 苦修成仙山的仙气已经很浓郁 再加上没有人跟他争抢仙气 他独享仙气 除了扶桑术 地仙葫芦藤也开始催生仙气 再加上彼岸花 随着时间的推移 苦修成仙山的仙气还会不断增长 毕竟扶桑术 地仙葫芦藤 彼岸花还远没有达到成熟状态 等悟道见 寻长安突破至散先进 说不定也会助长苦修成仙山的仙气增长 突破之后 韩爵第一件事就是模拟试炼 以一对二 韩爵秒杀绝眼道人杨彦君 他顿时心满意足 他查看了一下好友们的情况 没人死 行红旋四女也没有遇到危险 他便继续修炼 数月后 图灵前来拜访 这十年里 他外出渡劫 成功突破至合体境 韩爵由于片刻 还是放他入洞府 他虽然不喜欢图灵对天仙府的态度 但图灵背后有人 他也不能表现得太过排斥 毕竟孟婆也是送过钱的 图灵来到韩爵面前行礼 道 前辈 我已经突破至合体境 回来的路上 获得一桩机缘 特来献于您老人家 他拿出一块巴掌大小的鳞片 韩爵瞥了一眼 问道 这是什么 他现在对凡间的宝贝 已经看不上 我也不清楚 正因我不清楚 才觉得可能很有价值 还得您老人家长眼瞧瞧 图灵的姿态摆得很低 韩爵接过鳞片 将神识探入其中 他面露惊疑之色 鳞片之中 竟然藏着一条龙魂 而且不是繁魂 散发着法力波动 也就是说 至少是散仙 不过这条龙魂很虚弱 对韩爵而言 不足为惧 韩爵暂且收下 看向图灵道 你有心了 前辈 您喜欢就好 图灵高兴道 韩爵犹豫道 从今以后 你就是我的四弟子 大弟子杨天东 二弟子苏琪 三弟子寻长安 图灵道 我可以不给您当徒弟 当婢女也行 我可以与三头交往一样 守候此山 守护您 韩爵皱眉 这婆娘是 缠她身子 图灵儿对她的好感度 已经达到五星 她只要开口 她就能现身 韩爵却不想跟她牵扯出 更复杂的关系 毕竟这婆娘 乃是大巫转世 以巫族的过往 以及当下处境 以后必然麻烦不断 我意已决 你出去吧 韩爵白手道 图灵儿只能作罢 心有不甘 离开洞府后 她眼神坚定 我不会放弃的 至此 杨天东三人 又多了一位小师妹 一位比他们都强的小师妹 第161章 冤黄龙 杀光天兵天将 图灵儿离去后 韩爵开始观察 灵片中的那条龙魂 他用神识 将龙魂唤醒 你是 谁 龙魂虚弱地问宝 韩爵用神识 与他交流 询问他的身份 为何沦落至此 龙魂也没有隐瞒 他已经走投无路 能有人发现他 已经很不容易 此龙魂来自上界真龙族 数十万年前 此方凡间刚开辟 他下凡游历 结果遭遇争斗 生死盗销 只剩下一缕残魂苟活 龙魂未防被敌人发现 便躲在一块蛇灵里 要依附在妖兽身上 吸取妖兽的灵力 滋养残魂 可惜数十万年过去 这块灵片 大多数时候 都被埋在土里 为了减少魂魄的消耗 它只能陷入沉睡中 你若是救我 我一定会报答你 龙魂继续说道 韩爵一口答应道 好 我会想办法救你的 每日将你的先例 滋养我的灵魂 持之以恒 便可救我 好 多谢 没事 韩爵表面上硬喝着 心里很不满 我都答应要救你 你为何对我 没有产生好感 韩爵试着 用先例滋养龙魂 过了一个时辰 这个逼 还是没有 对他产生好感 韩爵直接切断先例 你怎么停了 龙魂在灵片内 惊叫道 冤煌龙对你产生仇恨 当前仇恨度为二星 狗娘养的 这就二星仇恨度 韩爵很想骂他 但还是谨慎地 查看冤煌龙的信息 冤煌龙 太以帝先中期 来自真龙族 性情奸诈小气 曾得罪赤云仙 被赤云仙诛杀 因不满 你中断滋养他残魂 对你产生仇恨 当前仇恨度为二星 韩爵见此 恍然大悟 原来杀他的是赤云仙 那他就不必担心 得罪真龙族了 韩爵立即将神识探入灵片内 将龙魂的意识抹去 只剩下一缕无意识的残魂 吞噬残魂可增强魂魄 这也是夺射那么流行的原因之一 有的大能之所以能发家 是年少时遭遇大能夺射 结果被其反噬 继承大能的记忆传承 灵魂蜕变 方才一飞冲天 这样的例子不在少数 韩爵没有吞噬龙魂 而是留着 等三头交亡表现好了 赠与三头交亡 他查看人际关系 发现渊魂龙的头像没了 说明真的死绝了 韩爵彻底放心 然后开始修炼 悟到见困惑 在他的视角里 韩爵拿着那片灵片 一直变脸 情绪多变 古怪至极 不过他没有询问 韩爵也不是第一次这样 四年后 方良 慕容起外出历练 其他人仍在扶桑树下修炼 这一日 深夜 正在修炼的韩爵 忽然感觉到 一股强大神石袭来 他下意识睁眼 发现自己的意识 竟然来到一片浩瀚星海之中 宇宙黑暗 被亿万星辰点缀 显得无比唯美 在韩爵前方有一道身影 周身盘旋着赤色云雾 韩爵一眼便认出他来 赤云仙 赤云仙笑盈盈地打量着韩爵 问道 你不害怕 韩爵道 前辈若是想杀我 我害怕也没用 不愧是敢得罪天将的人 你已经成就散仙 为何不飞生 我得罪了朱雀 怕他蹲我 我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悄悄将你送入天庭 当天兵 你得罪的那只朱雀 应该是朱斗的父亲 当年朱雀下凡 就不给我面子 我也不爽他 我可以保你 赤云仙笑盈 他的态度 让韩爵有些意外 在韩爵看来 仙神们说话 应该不会太直白 都充满城府 不轻易撕破脸皮 入天庭当天兵 韩爵有些抗拒 当兵 岂能狗羞 况且 天庭还会遭遇妖圣袭击 麻烦太多 韩爵问道 敢问前辈身份 赤云仙抚恤笑道 你所在的凡间 由我赤云仙掌管 我主要是掌管天道 避免天规出现差错 不能干预凡间之事 但提拔你进入天庭 小事一桩 韩爵继续问道 听说天庭要清理凡间 此事可是真的 文言 赤云仙脸色一沉 你听谁说的 实不相瞒 我有一位前辈 在见到长河认识的 见到长河 难道是那位 没想到你还是见到天才 我这片凡间 果然气韵雄厚 怪不得魔族 一直搞阴谋诡计 赤云仙对你的好感提升 当前好感度为三点五星 韩爵暗自得意 老哥还挺有排面的 赤云仙正色道 实不相瞒 天庭确实已经将你所在的凡间 列入重点考核的名单中 此界很可能会被清理 到时候众生烟灭 此界天道不复存在 我也会被调离仙位 担任其他仙官 所以我才特来找你 无论如何 你也算是我手下闯出来的凡人 我愿意扶持你一把 韩爵皱眉道 那我能带上我的弟子们吗 赤云仙摇头道 恐怕不行 他们修为弱小 去了天庭 也承受不住天庭的仙气重压 况且凡人入天庭 本就是违反天规 我只能带你入天庭 离开了天庭 朱雀找你麻烦 我也管不了 韩爵的眉头皱得更深 赤云仙叹气道 魔族入侵的太身 再加上杨散作为天将 一直上书 虽然我先为高于他 但在天庭 天地眼中 文不如武 也怪我 常年闭关修炼 疏忽了对凡间的管辖 韩爵问道 这凡间还有魔族 有 有不少魔族后裔 甚至潜伏在正道宗门 世家内 他们没有魔性 只是流着魔族的血 若是全杀光 天下恐怕会大乱 我身为天道仙官 不得亲自丢我手下的 天道生灵出手 否则会遭到天道反噬 只能由天兵天将来执行 赤云仙的话 让韩爵想到墨家 没想到像墨家这样的家族 还有不少 魔族的后手 真够多的啊 其实也不是没有办法 赤云仙忽然笑道 韩爵问道 何办法 沙光来袭的天兵天将 赤云仙与不惊人死不休 韩爵诧异地看向他 这次该不会是 狼人 赤云仙道 这里是我的神石天地 没有人能洞察到你我的对话 其实天庭 虽是掌握诸天万界的 仙神之地 但敌人也数不胜数 若是你将天兵天将全部诛杀 证明你的潜力 天庭或许会招安你 随着神功 佛门的崛起 天庭太渴望强大的天骄 尤其是从凡间杀上来的天骄 没有强大的背景 却能徒仙是神 这样的资质 足以令天庭疯狂 百万年前 天庭大神将 便是这样杀出来的 还未飞升 途径下凡的所有仙神 令天庭震惊 如今 大神将更是天将之中 最强大的存在 也是整个天庭战功最显赫的仙神 第162章 仙帝气韵 轮回散仙境后期 杀天兵天将 在等着天庭招揽 韩觉神情古怪地看着赤云仙 那眼神仿佛在说你认真的吗 紧接着 他忽然想到 一个故事 孙悟空的故事 孙悟空有大背景 他可没有 此事太过危险 不能干 赤云仙笑道 若是你不敢 又想活命 那就只能跟我入天庭 韩觉问道 真的别无他法 没有 你想救你的徒子徒孙 只能如此 天庭何时清理人间 短则数百年 多则千年 我想想吧 嗯 赤云仙挥秀 周围的宇宙星海 瞬间破碎 韩觉的意识 跟着回到肉身内 韩觉睁开眼 摸着下巴思索 此事还得询问一下老哥 韩觉立即参悟剑道 十数日后 他进入剑道长河 就跟回家一样 轻车熟路 他找到战孤星 询问大神将的事迹 至于赤云仙 他没有将赤云仙卖出来 赤云仙能跟他说那么多 已经人至一尽 他要是把赤云仙说出来 还是人吗 这样 也可能得罪赤云仙 战孤星沉吟道 你想效仿天庭大神将 天帝确实有这样的臭毛病 势强凌弱 天庭有不少天将 都曾是天庭的敌人 天帝见他们资质不错 既往不救 还大赏 你想走这条路也是可以的 若是能进入天帝眼中 那朱雀就不敢奈何你 天庭虽然忌惮朱雀一族 但更在意天骄 天帝曾为大神将得罪过佛门 差点掀起仙界大战 想要走这条路 很难 而且 你的时间没那么多 韩诀叹气道 我尽力试试 实在不行 那我就只能跑路 打不过 他就跳到阴间 若是天庭让地府追杀他 他就跳到其他世界 总有地方可以躲 泽泽 你若是真能成功 那就前途光明 天庭虽然最近麻烦不断 但好歹也是上界底蕴 最为雄厚的势力 代表着天道 战孤星笑道 心里则在好奇 是谁将此事告诉韩诀 此人真是大胆 韩诀感慨道 凡间大多数生灵和错之友 就要面对被屠戮的下场 天兵天将为天庭出死入生 在资质面前 又都变成蝼蚁 这看似神圣的强大 也存在着许多诟病 那些信奉仙神的人 岂会知晓 仙神只不过是强大的人罢了 所谓仙神 本就是一个谎言 战孤星摇头道 韩诀没有多说 得知此法可行后 便离去 待韩诀离开剑道长河 一道紫色身影 出现在战孤星身旁 这便是 你看中的那位凡人 紫色身影问道 战孤星回答道 嗯 此子才八百岁 紫色身影戏学道 他可不是凡人 嗯 他身上有先帝气云 估计是某位先帝的子孙 或者得到过先帝青睐 先帝 原来如此 那他的未来 就更值得期待 你期待什么 想让他代替你 等他撑过此劫再说 不说他了 神公让我来邀请你 是否愿意回去 你的本尊还在神公养着呢 神公从未真正放弃过你 神公水深 我不想再回去 在这里挺好的 无忧无虑 参悟剑道 也不用考虑其他 若是永恒的人生都是如此 那我也心满意足 回到先天洞府内 韩诀巩固钢领屋的剑道 数日后 他才重新开始修炼 轮回散先进中期可不够 当韩诀在闭关修炼时 修真界风起云涌 天仙府遭遇 绝眼道人的屠戮 死伤过半 此事已经过去多年 其他圣地察觉到希望 纷纷趁机发展 魔道更是集结力量 继续围攻天仙府 天仙府虽苦不堪言 但放眼全天下的修真界 大多处于和平中 与以往的修真岁月 没有区别 九鼎真人又开始外出 到处为玉卿圣宗 招揽克卿 临根资质卓越的新弟子 一晃眼 七年后 李清子熬不住了 大献已到 他前来拜访韩诀 韩长老 我可能撑不了几年 宗门内的天才地宝 已经无法为我增寿 我准备出去闯荡几年 很可能与我师父一样 死在外面 李清子笑道 他并没有悲伤 反而有种释怀 韩诀问道 你还有什么未了的心愿吗 李清子的笑容消失 正色道 在你非生前 保护好玉卿圣宗 保护好我师妹 西玄仙子 韩诀点头 李清子开始跟他聊起过去 将自己的人生讲述出来 韩诀认真听着 悟道见也听得入神 李清子的人生 或许不算传奇 从被太上长老内定 到为宗门奔波 他讲述得很平静 娓娓道来 韩诀没有悲伤 只是有些感慨 死了也好 来世投个好胎 再追大道 李清子除了长生 大多数人想要追求的名利 权利 女人 她都得到过 此生无憾 一直到第二天 她才离去 韩诀起身送她出府 李清子之前 已经拜访过西玄仙子 九鼎真人等顾骄 韩诀被她放在最后 这一生 对她影响最大的人 或许不是韩诀 但李清子觉得自己 最该感谢的 便是她 望着李清子飞向天边 韩诀站在悬崖边 静静地看着 神情平静 黑玉姬难得没有开玩笑 而是来到韩诀身旁 问道 主人 从今以后 我们是不是都不用跑路 虽然韩诀一直说跑路 但黑玉姬从有记忆起 便一直待在这里 那可不一定 韩诀应道 李清子的离去 并没有在玉清圣宗掀起波澜 这么多年过去 已经有很多人遗忘她 若来是能相遇 我会赐你机缘 韩诀轻声笑道 说吧 她便低头转身回去 人有生离死别 很正常 况且 李清子也并非韩赫死 四年后 韩诀看到一条邮件 你的好友李清子 寿命迎来大限 生死魂去 堕入轮回 韩诀只是轻轻叹了一口气 便继续修行 经历了李清子的逝去 韩诀的心境得到提升 二十三年后 韩诀便突破至轮回散先进后期 她停止修炼 拿出厄运书 开始诅咒杨散 朱雀 单亲真人 这一日 天穷巨变 一道无法目击多长的黑色裂缝 出现在云海之上 玉清圣宗的修士们 目睹这一幕 全都惊慌起来 这是 天崩 第163章 五大主角 冬天门 那是什么 天裂开了 莫非是魔道来袭 大家小心 不对劲 并没有魔气或者妖气 这条裂缝得多长啊 玉清圣宗的弟子们 仰望着天穷裂缝 惊异连连 正在洞府内修炼的韩诀 也察觉到外面的异常 他将神识探出去 便看到了天上壮观 而惊悚的异象 韩诀立即检测 玉清圣宗内的修士 按修为从高到低排列 并没有发现敌人 他起身走出洞府 悟道剑紧随其后 寻常安 杨天东等人 纷纷凑过来 师父 这天象是何来列 狄习 杨天东问道 韩诀仰头望着天穷 眯一眼看去 他什么也没有看到 没过多久 天上的裂缝又消失了 天穷恢复正常 唯美壮阔 仿佛先前的异象 只是幻想 既然不是嫡邪 那韩诀就放心了 他还真怕天庭这时候杀来 以他现在的修为 哪里能挡得住天兵天将 那位妖圣 你可得再坚持坚持 韩诀默默想到 随即 他走到扶桑树下 开始打量扶桑树 与地仙葫芦藤的发育情况 还不错 如今的扶桑树 已经快有百丈高 地仙葫芦藤 好似一条蛇 盘绕在主树干上 两只金屋也各自住好窝 安静地修炼着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们没有以往那般亲密 总是挤在一起 值得一提的是 或许是因为黑玉姬的影响 两只金屋也变得毒蛇 经常嘲讽其他人 尤其是混沌天狗 三头交亡 师父 我想回天仙府看看 很快就回来 突离儿走到韩诀身旁 小心翼翼地开口道 师父会不会以为他要跑路 韩诀应道 去吧 对于突离儿 他压根不担心 跑了就跑了 突离儿一听 顿时松了一口气 道 师父放心 我一定尽快回来 那倒不用 突离儿以为师父 是不想自己劳累 也没多想 他离去后 韩诀调出人际关系 查看邮件 这么多年过去 也不知修真界是否太平 你的好友莫复仇 遭遇正道修士袭击X2993 你的好友周凡加入五仙山 拜陆帝仙神为师 气运大掌 你的好友黄吉浩 遭遇魔修袭击X84333 你的好友黄吉浩身受重伤 命悬一线 幸得大能相救 你的徒孙方良离开人间 你的徒孙慕容起 觉醒前世神通 道横大掌 你的好友己仙神恋 就苍雷圣体 撕裂苍穹 惊天地气鬼神 周凡 黄吉浩 方良 慕容起 祭仙神各有大造化 堪称五大主角 韩觉查看了一下方良的头像 还在 说明并非去世 只是离开了这片凡间 在韩觉修行的数十年里 他们都有各自的精彩 各自的机遇 韩觉看了一会儿 便回先天洞府 继续修炼 数月后 一名故人前来拜访 西渊州九龙宗宗主魏元 他的真实身份 是缩一圣教教主黄尊天 若非韩觉给黄尊天机会 黄尊天早死了 更不可能夺守魏元 成为比苏一圣 较更强大的九龙宗宗主 黄尊天找到九鼎真人 直接说明来意 他投了 九鼎真人被吓到 玉卿圣宗也没有针对过九龙宗 这位宗主 怎么就投了 莫非是遇到麻烦 之前的血炎天门 便是打不过无相宗 所以才加入玉卿圣宗 一番交流后 九鼎真人终于信了 九龙宗是真的要加入他们 处于谨慎 九鼎真人说 要先与长老商量 让黄尊天做客一段时间 黄尊天没有意见 然后前去拜访韩觉 韩觉让他入府一聚 进入苦修城仙山后 黄尊天震惊了 这里的灵气未免 看到杨天东 寻长安等人 黄尊天心里 涌现出一个强烈的冲动 他想给韩觉当牛做马 再次见到韩觉 黄尊天很激动 如今的他是 容须近二层的修为 比起数百年前 才突破一层 韩觉笑问道 这些年过得如何 当初黄尊天 还救过杨天东 混沌天狗 还因此重伤 此情他一直记得 黄尊天看到他的笑容 顿时不紧张 开始讲述这些年的经历 悟道剑在一旁静静地听着 听了半天 韩觉也算明白 黄尊天的来意 黄尊天扛不住 九龙宗的压力 不想再当宗主 想专心修炼 你若是想搬到我身旁来 就得建功 等九龙宗并入 玉清圣宗 你多为玉清圣宗建功 等你成为玉清圣宗内 令弟子们敬仰的前辈 我就允许你搬进来 韩觉沉吟道 黄尊天一听 喜出望外 立马答应下来 两人又聊了一会儿 黄尊天才离去 韩觉则陷入思索中 随着苦修成 仙山的灵气 越发的浓郁 日后还会吸引 更多的人来 他必须把控好尺度 以免苦修成仙山人满为患 反而削弱了灵气 若是吸引到 更多的大气运者 倒是不错 届时 我就不再亲自教导 让弟子们来 韩觉默默想到 他没有通天的人脉 但他可以创立通天的人脉 强大的孙猴子 踏上西天之路 还不是得靠自己 在天庭的那些人脉 才能一路过关斩将 当然 这一切都得在 不影响韩觉修行的情况下 云海之上 无数天雷披向同一处 那是一个人 季仙神 季仙神打坐在空中 周身缠绕着雷霆 他满头黑发 犹如群蛇肆意扭动 此刻的他 犹如仙神附体 散发着不可一世的气势 远处 石树道身影 站在一片云雾上 他们都是天仙府的高层 难以置信 他真的练就了苍雷圣体 他算是超越了天仙府 历代所有天骄 前无古人 好可怕的气势 恐怕大成修士 也扛不住他一招 天下第一大修士 也不知他会选择何时飞升 当天仙府高层们 还在议论时 几仙神头顶上的雷云中 出现一只巨大的眼睛 俯瞰几仙神 与此同时 在另一片天上 滚滚云海形成地面 两根雄伟的石柱处理 石柱上各缠绕着两条白龙 下方有两排身穿银甲的天兵战笠 威武不凡 两根石柱顶端 衔接着金玉排扁 刻着三个大字 东天门 一道天雷洞穿云海 射向东天门排扁 一名天兵立即挥动手中的长枪 击散那道天雷 第164章 轮回帝仙境 突如其来的天雷 将一众天兵吓到 他们还以为是嫡袭 立即禀报天将 然后开始勘测 天雷来自何处 很快 一名身穿厚重银甲 头戴凤翅香珠冠的天将 提着一把大刀赶来 这位天将面向威严 双目如炬 不怒自威 刚才的天雷来自哪里 天将沉声问道 一名天兵回答道 来自一处凡间 凡间 天将来了兴趣 他向前几步 拿出一面镜子 朝着下方照去 左手在镜子背面施法 镜面迸发出光芒 射入云海之中 没过多久 光芒消失 天将抬起镜子一瞧 镜面内浮现出 祭仙神镀截的场景 咦 凡间又出了这等天骄 能引得天规震动 真是了不得 天将喃喃自语 眼睛都在放光 死子 他定要收下 三十年后 韩诀顺利突破至 轮回散仙境圆满 这般突破速度 比起散仙境之前 也慢不了多少 甚至可以说差不多 以前一百年左右 就能突破一个大境界 如今也差不多 突破至轮回散仙境圆满后 韩诀拿出厄运书 开始刷日常任务 每隔十年 他便会诅咒一遍 以防敌人们过得太熟悉 他一边诅咒 一边查看邮件 你的徒弟图离二 遭遇妖兽袭击 X10489 你的徒弟图离二 遭遇妖王袭击 身受重伤 危急关头触发 大巫魂力 你的徒孙方良 重返人间 气运暴涨 你的好友 几仙神德 仙神托梦 气运暴涨 你的好友周凡 领悟上古神通 道横大涨 你的好友柳不灭 遭遇邪魔袭击 身受重伤 你的徒孙方良 应拯救化形 为余的妖族圣女 得妖族圣女现身 修为大涨 这就是天道的回光返照吗 恐怖如斯 韩诀暗自吐槽 好多人获得机缘 韩诀注意到 柳不灭遭遇妖魔袭击 如今的柳不灭 可是欲清圣宗的执法长老 身份特殊 最好不要死 他查看柳不灭的头像 还在 就说明没事 韩诀继续诅咒 半个月后 他开始修炼六道轮回宫 准备突破至地仙境 他将避天时别在腰间 避天时离他近点 他越有安全感 也不知避天时 能让他在凡间待多久 苦修成仙山的仙气 尽数向他涌来 洞府内形成旋风 使得悟道剑 无法安心修炼 韩诀让悟道剑出去待着 这一次 他定要突破至地仙境 蓝天之下 汪洋辽阔 沙滩上 方良坐在礁石上 望向天边 静静地出神 他不再是当初那位少年 如今变得成熟 肩膀也宽阔不少 一名恶娜多姿的黑衣女子 从他身后的树林里走出 他面容娇好 头上还长着一对兽儿 他走到方良身旁坐下 柔声道 梁 你接下来有何打算 方良回过神来 道 我想回去见我师祖 为何 不是说好 要去找我父王提亲吗 此事得经过我师祖的同意 嗯 你是你师祖带大的 倒不是 但若没有我师祖 就没有今日的我 我陪你去 你先回去吧 等我师祖同意 我立马去提亲 若是你师祖不同意呢 不会的 放心吧 我师祖不爱管我们的私事 我只是觉得 此事要先通知他 这是尊重 好吧 黑衣女子促眉 但还是同意了方良 方良跟着起身 道 就这样吧 下次再见 黑衣女子应了一声 然后目送着方良离去 哼 这便是你看上的小子 资质虽不错 但这么大了 还听师祖的话 莫非他师祖是大成 一道粗犷而威严的声音 在黑衣女子耳边响起 黑衣女子娇称道 这不挺好的吗 重情重义 人与妖的情 世人很难理解 若是他师祖反对 不会的 良不可能放弃我 那就看吧 两年后 韩爵终于突破成功 姓名 韩爵 寿命八十八万零五百七十六 一千二百 种族 仙人 修为 轮回帝先进初期 望着自己的属性面板 韩爵那叫一个机动 五百七十万年寿命 这就是长盛 韩爵的法力继续暴涨 神识也在增强 踏入帝先进后 他的所有感官都得到蜕变 天地在他眼中变得不同 不能骄傲 这个修为根本不够看 韩爵默默想到 突破之后 他还是得抓紧时间修炼 半年后 韩爵彻底巩固帝先进的法力 为了庆祝此事 他拿出厄运书 开始刷日常任务 诅咒完后 他将悟道剑叫进来 然后自己继续修炼 悟道剑好奇问道 主人 您又突破了 他也在变强 但韩爵在他眼中 却是越发的高深莫测 嗯 韩爵随口应了一声 悟道剑继续道 寻常安想找你 但又不敢 闻言 韩爵睁开眼 问道 何事 他想去找切儿姑娘的转世 这段时间 他都没有修炼 坐在扶桑树下 跟丢了活一样 悟道剑提起此事 不由摇头 他无法理解寻常安的状态 用得着这样牵挂一个人 韩爵沉默 神佛的诅咒这么可怕 绝情非剑 也不能让寻常安彻底忘情 罢了 让奇儿陪他师父吧 正好磨练一下他 韩爵开口道 慕容奇已经回来 就在扶桑树下修炼 悟道剑立即起身去传话 原本魂不守舍的寻常安一听 顿时兴奋地爬起来 朝着仙天洞府磕头 慕容奇撇嘴 道 我守护师父 寻常安瞪了他一眼 没好气道 怎么 你不认我这位师父 没有 只是觉得您老人家闲得慌 天下女子多的事 非要追求一个 哼 你不懂 这世间最真挚 最纯粹 最神圣的 便是爱 爱无法击破相貌上的阻碍吗 不远处的杨天东 看得一阵羡慕 这丑和尚的运气真好啊 还有如此强大的徒弟陪伴 他要是有这么厉害的徒弟 何仇不能成为一方妖王 全是滔天 正好 他要是离去 这段时间 若是师父想收心弟子 我可以接下 杨天东美滋滋地想到 他实在是太禅 慕容奇与方良 这两人的天赋 简直离谱 第165章 天交风潮 韩爵的豪情 慕容奇陪伴着寻常安离去后 杨天东找到韩爵 他表明自己的来意 韩爵哭笑不得 竟然还有人抢着收徒 你该不会是想 收徒给自己当打手 争夺妖族地盘吧 韩爵似笑非笑地问道 杨天东被看穿 顿时窘迫 连忙摆手 道 怎么可能 韩爵哼道 日后再看吧 现在也没有好苗子 给你当徒弟 我收门人 必须看资质 你最好别给我到处收一些歪瓜裂藻回来 嘿嘿 那是自然 徒儿也怕麻烦 滚吧 容虚敬都还没达到 你怕是要成为我门下最弱的弟子 好的 杨天东灰溜溜地离去 他的修为确实已经垫底 好在寻常安还在陪着他 悟道剑忽然说道 主人 什么时候也给我安排一位弟子呗 带徒弟似乎很好玩 你要男徒弟 还是女徒弟 韩爵微笑问道 悟道剑嬉笑道 当然是女徒弟 您手下男弟子太多了 我都见惯了 倒是女弟子少 灵儿平时专心修炼 也不爱跟我聊天 好好修炼 聊什么天 不是 我不是说我喜欢 好了 此事等你到大城再说 悟道剑撇嘴 有些委屈 韩爵就喜欢看他委屈的这个小模样 一张高冷女神的脸 却露出小女人的委屈 别说还怪可爱的 下一位女弟子 就让你来带 多谢主人 悟到剑顿时笑叶如花 韩爵有种在逗小孩的感觉 唉 心太老了呀 不知为何 韩爵觉得自己的心肠 没有以前硬了 必须巩固到心 韩爵立马拿出厄运书 开始诅咒 三年后 方良回来 他火急火燎地拜访韩爵 来到韩爵面前跪下 他先是行李 然后开门见山地说出自己 与妖族圣女的故事 一次偶然 他目睹一条鱼在河边翻腾 他走过去 将鱼放入河中 没想到因此 获得妖族圣女的青睐 这位妖族圣女 被敌人中创 只能变成一条鱼躲藏 方良见那条鱼 一直跟着自己 觉得有灵性 就用竹篓装起来 后发现这条鱼不同反响 而且受了伤 方良便用灵力为其治疗 韩爵听得津津有味 方良忐忑不安地问道 师祖 我能娶她吗 韩爵道 若是你真心喜欢 自然没有问题 不过不能因为女人 耽误了你的修行 你的目标是成仙 而非过凡人一样的世俗生活 方良心里松了一口气 道 徒孙明白 其实他也有些迷茫 奈何他第一次遇到爱情 对方扑得太生猛 导致他一直牵着鼻子走 不知为何 他总觉得娶妻生子 不是自己应该有的生活 他的目标是韩爵 他要活成师祖这样 方良离去后 韩爵没有多想 在他看来 这是方良必经的一解 若不能看破红尘 如何能看透大道 韩爵也曾陷入过爱情的苦 不过那是上辈子 男人女人各顶一片天 搅在一起则破天 进入轮回地仙境后 韩爵继续修炼 争取早日突破至天仙境 按照丈姑欣所说 清理凡间的天 将可能会出现天仙 韩爵只是地仙修为 还不够保险 当韩爵陷入丹基时 天下修真界依旧热闹 英雄辈出 天仙府纪仙神 开始四处屠戮魔修 同时挑战圣地的高手 未尝败继 掀起一股无敌之风 某位大能感慨道 天骄当如纪仙神 这句话引得其他天骄纷纷效仿 一时间 天下各宗都开始遭遇天骄们的挑战 就连玉卿圣宗也是如此 好在玉卿圣宗能自己应付 逍遥凭借着强大实力 镇压数位天骄 会与五千年前天仙府第一天骄 时间飞逝 七年后 纪仙神又来了 官道友 出来一句 这次不是斗法 是叙旧 我有机缘赐予你 纪仙神的语气有些欢快 明显心情很不错 韩爵由于片刻 还是起身前去见他 还是那片熟悉的小树林 再次见到韩爵 纪仙神依旧看不穿他 这家伙到底有多强 纪仙神暗骂 他都已经大成进八层 练就苍雷圣体 竟然还无法看透韩爵的修为 幸好这一次没有膨胀 否则又要丢人 何事 韩爵问道 机缘 莫非是要送礼 想拜他为师 韩爵觉得 纪仙神越看越顺眼 只要给他送礼 都是好人 纪仙神假壳一声 啊 我得到仙神托梦 来自上界天庭 是一位天将 愿意收我 届时我若是飞升 便是天庭的一份子 就这 韩爵皱眉 心里有些不满 原来是跟我炫耀 你的实力很不错 我可以带上你 到时候 你我双剑合璧 成为天庭最强大的两位战神 如何 纪仙神目光灼灼地问道 打不过他 就邀请他 韩爵皱眉道 你这是 给天庭当狗吧 纪仙神一听 脸色瞬间阴沉下来 沉声道 你什么意思 他好心好意 结果被骂 若非打不过 他就要抱起出手了 你不知 天庭可能要清理凡间 你身为天仙府天骄 能容忍自己的家乡被屠戮 韩爵直言不讳道 文言 纪仙神皱眉 天仙府也得到过上界前辈的透露 那是之前飞升的天仙府大能 让他们能飞升的赶紧飞升 纪仙神也得知此事 所以在得到天将的邀请后 十分高兴 那我能怎么办 我又改变不了天庭的决定 纪仙神强忍着怒火道 韩爵面无表情道 若天要灭我人族 我被修饰 就当推翻天 你若连这样的骨气都没有 到了天庭 天庭会怎么看你 那些仙神得知你的故乡 被图 而你无动于衷 他们又如何看你 纪仙神的心 被深深地刺痛 他天生有一颗无敌之心 韩爵的话 激起了他的傲气 我可是要当最强的仙神 现在就低头 以后呢 一直低头 纪仙神握紧双拳 咬牙道 你我二人能推翻天庭 韩爵平静道 无法推翻 带来多少 我们杀多少 我们可以展现自己的强大 让天庭为了我们 放弃清理人间 这番话听得激仙神热血澎湃 他之前怎么没想过这一点 莫非这就是韩爵 比他强的原因 诸邪天王对你产生好感 当前好感度为二星 文曲星对你产生仇恨 当前仇恨度为三星 聚灵武神对你产生好感 当前好感度为一星 神眼对你产生仇恨 当前仇恨度为一星 第166章 灵霄宝殿 九天银河水 天风仙人对你产生仇恨 当前仇恨度为二星 大神将对你产生好感 当前好感度为一星 武德神君对你产生好感 当前好感度为一星 地太白对你产生仇恨 当前仇恨度为一星 风雨仙观对你产生仇恨 当前仇恨度为一星 赤雷天君对你产生好感 当前好感度为一星 寒觉脑海里冒出一个巨大的问号 比天还大 比地还大 什么鬼 寒觉差点吓死 身体都僵硬住 眼前一下子跳出数十个提示 这还是头一次 这排面太大了 寒觉已经想象到 漫天仙神盯着他们的场景 太惊悚了吧 仙剑能窥探凡间 转念一想 这也正常 毕竟是仙神 我现在该怎么办 认怂 还是硬撑着 几仙神握紧双拳 兴奋道 好 我就陪关道友角 踏个天翻地覆 此言一出 寒觉眼前又出现一大片提示 寒觉点头道 回去好好修炼吧 嗯 几仙神转身离去 背影比来时 更加意气风发 他的格局变了 不再是争夺天下第一 他要与天斗 寒觉重新回到苦修城仙山 那种被窥探的感觉 终于消失 他忐忑不安 不知天庭会不会立即派兵下来 回到先天洞府内 寒觉在心中询问 系统结界 能不能隔绝仙神的窥探 他眼前跳出一个字 能 寒觉不安的心顿时平静了一些 九天之上 一座巍峨的宫殿 立于云端之上 大门之上挂着牌匾 灵销宝殿 殿内宽敞大气 一根根银白支柱 缠绕着龙凤 两排威武绝伦的仙神站着 全都面向正殿之上的 一座伟岸身影 天帝 天帝坐在龙椅之上 身高近百丈 身后金光闪耀 星辰点点 显得他神圣而伟岸 殿上的仙神们 都远不如天帝高大 面容威严的天帝 头戴连珠地关 目光犀利地扫视着下方 刚才那凡人的话 你们有何敢想 天帝开口道 声音雄厚 伴随着雷鸣 一名鹤发童颜的 道袍老者站出来 拱手行礼 道 凡人如此狂妄 有损天威 天帝可派遣天将 前去诛杀 话音刚落 一名妖蝉蛟龙 身形如铁塔的天将 跟着站出来 道 陛下 如今天帝正是用人之计 倘若此人真有天赋 确实可以收下 天帝虽天规森然 但也得展现出大气 才能吸引诸天天骄加入 其他仙神 纷纷站出来发表意见 那妖圣还不肯扶朱 如今凡人也敢跳起来 咬天庭一口 我等仙神的面子 往哪里更 面子重要 还是天庭的未来重要 佛门 神功 妖庭 道门等等 都在想方设法地拉拢凡剑 就连魔族也是如此 我们天庭若是执意清理人间 岂不是与大势相为 天庭乃仙神之地 岂能用争权夺利的角度 来看待问题 哼 你们这些文仙 怎么不去绞杀妖圣 文仙 天将形成两个阵营 天将大多欣赏韩爵 文仙则看不惯他 灵霄宝殿内 喧哗如极势 天地皱眉 良久 众仙神都停下来 天地面无表情地盯着他们 吓得他们纷纷低头 回到自己的站位 等处理完妖圣之事 派遣天兵天将 下凡清理凡间 若是这两位凡人 能阻拦天兵天将 那朕就如他所愿 若是他们挡不住 那就随同凡间 一同入轮回 天地开口道 语气不容置疑 众仙神齐齐行礼 关于佛门的条件 儿等怎么看 天地问道 灵霄宝殿内的气氛 瞬间变得沉闷 自从知晓仙神们 在窥探自己 韩爵便躲入洞府内 不再出去 他先是专心修炼 六道轮回宫 六道印记 六道吸魂 轮回之门 阴阳穿梭等 神通越发的 娴熟强大 一谎言 又是近十年过去 检测到你已经九百岁 人生又迈进一步 你有以下选择 一 立即飞升 成为仙神 可获得一箭至宝 二 暂不飞升 留在凡间 可获得随机天才地宝 韩爵也不思考 直接选择不飞升 你选择暂不飞升 获得随机天才地宝 恭喜你获得九天银河水 九天银河水 天水之一 能催生仙气 可吸收天地灵气 不断滋生九天银河水 喝一口便可治愈肉身伤势 喝一碗 可治愈原神伤势 嗯 看起来很厉害 能疗伤 还能催生仙气 韩爵立即取出 一团拳头大的银水 悬浮在他掌心之中 就这么点 还不够一碗呢 韩爵看向洞府角落 该放在哪里呢 他起身走到角落 抛了一个小坑 将九天银河水 放入其中 九天银河水 并没有进入泥土中 韩爵放心了 悟道间好奇问道 这是什么水 灵气好浓 韩爵道 我的宝贝饮水 你不准偷喝 我怎么可能偷喝 悟道间鼓起脸颊 哼道 韩爵笑了笑 然后坐回床榻上 拿出厄运书 开始诅咒 他一边诅咒 一边查看邮件 他发现 最近妖族越发地活跃 这可不是好征兆 莫非妖族 想趁着人族内斗 趁虚而入 倒不是不可能 韩爵暗自想到 他并不打算插手 人族有祭仙神在 妖族很难翻天 他之前用过模拟试炼 在试炼中 他没有率先出手 而是等着 季仙神进攻 季仙神的实力 已经堪比赛仙境一层 这等实力在凡间 确定是大boss般的存在 韩爵又想到天庭 这么多年过去 天庭也没有动静 莫非妖圣之事 还未解决 为何天庭不能派出 一只天兵天将来解决他 莫非关闭天规 需要一定的代价 倘若韩爵是仙神 肯定第一时间按死他 不过站在仙神的角度 也能理解 实力差距太过悬殊 若是现在有一位 欲卿圣宗的炼器静天 才扬言要阻拦 韩爵清理外门 韩爵也只是一笑而过 并不会直接出手 捏死对方 不管怎样 韩爵至少还有时间 他得抓紧时间 尽可能地变强 一个月后 韩爵开始参悟 天地玄黄破戒剑指 准备提升自己的剑道神通 再次来到剑道长河 韩爵见到战孤星 战孤星笑道 咦 嗯 帝仙境 怎么可能 他的语气变得惊悚 第167章 妖族集结 大神将与先帝 听到战孤星的话 韩爵暗爽 他故意没有隐藏修为 就是晾给战孤星看 人不能一直低调 总得装逼发泄一下 韩爵就喜欢看战孤星震惊 说不定还能长好感度 战孤星对你的好感提升 当前好感度为四星 四星了 可以发展成道 嗨嗨 道友 韩爵觉得自己的思想歪了 或者说他变得闷骚了 战孤星感慨道 你小子突破得真快 凡间也有仙气 正常情况来说 凡间可没有仙气 这也是仙神们不愿下凡的原因 那些下凡的仙神 大多是因为好奇 或者躲避仇家 韩爵笑道 嗯 我这修行速度如何 能不能吸引天庭 战孤星回答道 岂止是吸引天庭 恐怕佛门 神功都会眼禅 韩爵心中更加得意 这可是九百年的苦修 你真打算对抗天兵天将 战孤星问道 韩爵无奈道 不然的话 还有什么办法 我无依无靠 又想保住身边人 只能咬牙上 即便咬碎牙齿 也得咽进肚子里 战孤星沉默 韩爵也没有多说 绕过战孤星 继续前进 战孤星转身看向韩爵 不知在想什么 往后一年 为了提升三清诸事 轮回剑意 玄黄剑气 韩爵又来了三次 每次韩爵都只是向战孤星点头 也没有客套 先天洞府内 韩爵坐在床榻上 暗想 这老哥真没有大背景 我这天赋 你还不拉拢 韩爵摇了摇头 不再多想 继续修炼 三年后 九鼎真人来访 他已经很久 没有来拜访韩爵 说明这段时间 玉清圣宗过得很太平 好久不见 韩长老最近修行如何 九鼎真人笑问道 韩爵莫名怀念李清子 李清子可不会跟他客套 韩爵笑道 还行吧 最近出什么事了吗 九鼎真人点头道 确实出事了 还是大事 妖族正在集结 为何集结 集结作甚 妖族崛起了一位妖帝 扬言要带领妖族走向强盛 这位妖帝 据说得到了上界妖族先帝的支持 正魔大战后 人族示弱 倘若让妖族集结成功 人族可能真的挡不住 所以呢 玉清圣宗需要做什么 我就是想询问此事 人族圣帝们已经开始商量对策 但两族分布交错纵横 一旦开战 势必会很混乱 甚至比正魔两道大战还要混乱 不用怕 玉清圣宗有我在 不会出事 至于天下 有天仙府的祭仙神在 更不会出事 也就是说 我们什么都不用做 嗯 韩觉宇众心肠道 摆正我们的位置 虽然吞下了九龙宗 但我们还不是十周九朝最强宗们 九鼎真人深吸一口气 他也意识到自己最近有些浮躁 随着玉清圣宗越发的强大 一些长老 弟子的野心也开始膨胀 希望九鼎真人能带领玉清圣宗继续扩张 权力这条路一旦踏上就很难自己放下 九鼎真人离去后 韩觉也没多想 无论玉清圣宗如何闹 有他在 宗门就不会被覆灭 韩觉点开邮件查看 你的图孙方良遭遇妖王袭击X12 你的好友几仙神遭遇魔修袭击X17003 你的道旅行红旋 宝玉机缘 灵魂得到提升 你的图孙方良在战斗中顿悟神通 你的徒弟图灵儿遭遇妖兽袭击X54928 你的徒弟图灵儿血脉开始朝着大巫蜕变 你的徒孙慕容起遭遇妖兽袭击X204211 你的徒弟寻长安遭遇妖兽袭击X9842 你的好友大神将遭遇先帝袭击 修真界又不太平了 韩觉注意到大神将的动态 则则 先帝 韩觉之前的狂言拉拢一大波仇恨以及好感 应听说过大神将的传说 所以他给大神将安排了特别关注 没想到这才几年 大神将就遭遇先帝袭击 看来给天庭当差 尤其是天将 危险至极 也劳累至极 值得一提的是 系统并没有显示出大神将的修为 与帝红叶一样 为之修为 韩觉还注意到 寻长安 慕容起师徒遭受大量妖兽袭击 这遭遇袭击次数太夸张了 也就是说 这些年 有二十万妖兽对慕容起发起进攻 这还不算那些 被慕容起主动诛杀的妖兽 果然 寻长安就是低配版唐僧 对妖的吸引力极大 韩觉也不担心他被吃掉 毕竟有慕容起在 慕容起已经是容须尽 相当于凡间妖圣 寻长妖王想杀他 难若登天 韩觉继续查看那些没有 被设为特别关注的好友 尤其是天庭的仙神 清一色的被妖怪袭击 次数最高突破三十万 离谱 太离谱了 韩觉忽然觉得 加入天庭也不是好事 天庭并非最强势力 但名头上最响亮 肯定被无数强者盯着 这般看来 即便飞升 找一个影视宗门最为妥当 天庭太张扬 不适合我 韩觉默默想到 看了好一会儿 韩觉方才继续修炼 两年后 图灵儿回来 他首先拜访韩觉 图灵儿跪在韩觉面前 神情激动 道 师父 回来的路上我遭遇妖兽袭击 意外觉醒了神秘力量 您帮图儿看看身子 看看我是不是藏着什么强大血脉 看看身子 韩觉皱眉 悟道剑狐疑地看向图灵儿 图灵儿自觉失言 连忙解释道 之前在天仙府 我的资质虽然卓越 但并没有被检测出强大血脉 如今 我的肉身力量正在快速增长 实在是古怪 韩觉平静道 你的前世不简单 此事最好不要传扬出去 否则会引来杀身之祸 到时候 连我都保不住你 文言 图灵儿大惊 小心翼翼地问道 您早就知道了 为师洞悉三界 灵魂天眼可叹轮回 多谢师父提醒 图灵儿一脸后怕 看向韩觉的目光更加敬畏 他右手一翻 一只灵芝出现在手中 师父 这是我在天仙府花掉 所有灵石对话而来的天才地宝 此宝在天仙府的藏宝阁内 价值可拍前三 图灵儿嬉笑道 韩觉皱眉道 你拜师于我 此事已经让天仙府知晓 图灵儿回答道 我已经与天仙府断绝关系 临走之前 我接了大量任务 算是还恩 我前任师父也同意了 现如今的天仙府 都围着几仙神转 各种资源都优先给季仙神 我的离去 他们一点都不排斥 反而好像松了一口气 第168章 黑狐妖地 杨散下凡 能理解 你们这些天娇在几仙神面前 根本算不得什么 韩觉平静地说道 听得图灵儿郁闷 回到天仙府 他听到最多的名字 便是季仙神 季仙神的强势崛起 让天仙府很多天娇 都感到压迫感 天仙府疯了一样 将一切最优的修行资源 送给季仙神 不留余力地培养季仙神 使得其他天娇的待遇 大幅度下降 图灵儿虽是在天仙府长大 但与师父的关系很淡 更没有交心的朋友 所以他的离去 并没有得到天仙府的阻拦 少一个人 少一张嘴 韩觉看图灵儿神情委屈 笑道 好好修炼吧 季仙神如今忙得很 这就是你超越他的机会 你体内的力量 可不是季仙神能比的 图灵儿顿时眉开眼笑 黑狐妖地对你产生仇恨 寒觉眼前冒出一行字 他立即查看黑狐妖地的信息 黑狐妖地 大成近八层 妖族帝皇 北妖族大气韵 以统一凡间大半妖族 应听你图孙方良提起你 称你才是天下第一 对你产生仇恨 御徒击败你 再击溃人族 当前仇恨度为四星 大成近八层也敢挑战我 找死啊 韩觉心中不屑 懒得搭理黑狐妖地 至于方良 他也不担心 天地之子不可能死 就算死 也是死在其他世界 韩觉跟他聊了一会儿 便下逐克令 离开先天洞府后 徒凌儿有些遗憾 是我长得不好看 徒凌儿走到扶桑树下 拿出一面镜子 照个不停 杨天东瞥了他一眼 不感兴趣 毕竟 他修炼过绝情飞剑 三头娇王倒是笑呵呵地问道 徒姑娘莫非是有心上人了 黑玉姬接话笑道 是啊 可能就在山上 有太多女人想吃他的心上人 混沌天狗好奇问道 谁 两只小金屋也睁开眼睛 徒凌儿脸颊一红 瞪了黑玉姬一眼 骂道 这么多年没有切磋 来斗法 黑玉姬哼道 阿大 你跟他斗法 阿大便是两只金屋中较大的那只 另一只被他称为小二 徒凌儿白了黑玉姬一眼 骂道 耸姬 姬爷是凤凰 凤凰会自称姬眼 你 韩觉不理事事 专心修炼 春秋轮回 人间浮沉 有人历经疾苦 有人沉沦幸福 有人飞升 亦有人下酒拳 韩觉的不少徒子徒孙 好友们同样在红尘中历经人士百态 而他 枯作静心蒲团之上 参悟大道 增强修为 时间被他遗忘 三十载过去 韩觉终于突破至轮回地先进中期 随着彼岸花 九天银河水的加入 洞府内的仙气一直在增长 不过韩觉还是觉得自己的修行速度慢了 韩觉拿出厄运书 开始刷日常任务 一人六日 不能过多 他顺便查看邮件 修真界越来越乱 不仅是修真界 天庭也是如此 天庭要是乱 那对韩觉而言就是好事 天庭一日不得安宁 就一日不会下凡 看仙神们被袭击的次数 估计这场混乱 还要持续很多年 韩觉对那位神秘的妖圣 更加感兴趣 能让天庭啃了数百年都啃不动 比西游记里的齐天大圣还要强大 韩觉足足诅咒了半年时间 除了朱雀 杨散 单亲真人 他还将对自己有仇恨的仙神 也诅咒了一遍 把所有敌人都诅咒一遍后 韩觉方才神清气爽 让你们恨我 韩觉继续修炼 大概过去两年多 苏奇忽然拜访他 自从回来后 苏奇一直在闭关修炼 修为已经达到合体境 神格觉醒后 他的资质也得到蜕变 入洞府后 苏奇跪拜在韩觉面前行礼 韩觉也没让悟到剑出去 只要两人不打交道 就不会被染上霉玉 师父 徒儿闭关这么多年 总觉得道行不够 想要外出历练 不知是否可有任务安排 苏奇期待地问道 韩觉没有直接拒绝 苏奇憋这么久 也该出去转悠 他不可能约束苏奇一辈子 韩觉忽然想到 三十年前 对自己产生仇恨的黑狐妖帝 你去找黑狐妖帝吧 争取留在他身边 取得他的信任 不要轻举妄动 韩觉笑道 苏奇一听 顿时眼睛一亮 他立即应下来 他也不问黑狐妖帝是谁 相信自己能打听到 韩觉挥手 示意他可以离去 每一位徒弟 徒孙都掌握了请神术 韩觉也不怕苏奇出事 苏奇可是比方良命格 还要硬的存在 苏奇离去后 悟到剑问道 黑狐妖帝是谁 你也想去 主人让我去 我才去 算了吧 你这么弱 别被黑狐妖帝抓去当妾 哼 那我就待在主人身旁 一直修炼 迟早有一日 我会比黑狐妖帝强 到时候将他扒皮 给主人做一件衣裳 杀心重 难堪大用 啊 韩觉闭目修炼 悟到剑撇嘴 神情虽委屈 但眼中透着笑意 一座宫殿内 身穿银甲的杨散 正在打坐修炼 他的脸色阴晴变幻 他猛地睁眼 咬牙骂道 不行 我忍不住了 他站起身来 目光看向殿外的天穷 将军 您忍不住什么 旁边油灯里冒出一缕青烟 凝聚出一名貌美女子的身形 悬浮在空中 温柔地盯着杨散 杨散握紧双拳 沉声道 天庭与那腰上的争斗 还在持续 没完没了 如今我 每日修炼都能想到师妹惨死 另外 还有一股诅咒之力缠着我 十有八九 与凡间那小子有关 我现在就要下凡杀了他 青烟女子猝眉道 有天规在 你的修为会被压制在散仙境 很危险的 杨散眼神闪烁 道 我可以找仙神 讨要一块天道石 不可 这是违反天规 我动作快点就可以 杀了他 我便回来 可是 放心吧 我可是太乙帝仙境后期的修为 怎么可能不是散仙的对手 这才多少年 难道他也突破之地仙境 你觉得可能 是不可能 但违反天规 总是不好的 天地对此事 可是很敏感的 我意已决 第169章 季仙神战阳散 苏琪离开后 时间又过去十载 韩觉一直潜心修炼 修为稳步提升 这一日 他睁开眼 拿出厄运书开始诅咒 同时点开邮件查看 你的好友周凡 重新练就霸体 前世今生融合 道横大涨 你的好友莫竹 在修行中感悟天地真意 悟性提升 你的好友几仙神 遭遇妖兽袭击 X158907 你的徒孙方梁 遭遇你的仇敌 黑狐妖帝袭击 你的徒孙方梁 置之死地而后生 凝炼杀星 你的好友大神 将被困凶煞大阵 生死不明 你的徒弟苏琪 遭遇妖兽袭击 X24113 还是那么的乱 或许对于有些人而言 并非是乱 而是精彩 韩觉虽已经无敌于凡间 但仍没有想要闯荡天下的兴趣 以后多的是机会 不能因现在耽误时间 导致未来遇到不可立敌的强敌 韩觉真的不想再死了 当韩觉正在感慨时 悟道剑见他睁眼 开口道 主人 地仙葫芦藤 好像开始发芽了 韩觉一听 道 真的 那挺好 过半年我就出去看看 悟道剑疑惑问道 为何要半年 韩觉捧着厄运书 认真道 做事不能乱 修行也得有节奏 我先尽心 悟道剑不明觉厉 花了半年时间 将自己的所有敌人诅咒一遍后 韩觉才起身走出先天洞府 来到扶桑树前 杨天东 图灵 三头娇王 纷纷起身行礼 黑玉姬 混沌天狗 也看向韩觉 韩觉盯着扶桑树上的地仙葫芦藤 若有所思 其中一条葫芦藤上 确实开始发芽 不知是不是某种规律 刚好发了七个芽 洪荒里的先天葫芦 有七个 动漫里的葫芦娃 也有七个 冥冥之中 七或许代表着某种规律 看来扶桑树 地仙葫芦藤 九天银河水 彼岸花 太古铃身能相互影响 加快彼此的成长进程 韩觉默默想到 他很期待地仙葫芦藤 接出葫芦 这些葫芦可以炼制成法宝 也可以化作生灵 韩觉对法宝的渴求并不高 倒是期待葫芦能化形 修行是枯燥孤独的 这么些年 若非有黑玉姬 悟到剑等人的陪伴 韩觉的性格 无路经化形 日后也能成为他的一大战力 或许我该为我这一脉 取个名字 韩觉忽然产生一个想法 迟早有一日 他会飞升至上界 育卿圣宗很难跟他一生 况且在育卿圣宗内 也分为许多脉 十八丰 主丰 各个长老一脉 虽是宗门 传承却是五花八门 韩觉没有多想 目前他还不适合单独承载一脉失城 等他的弟子们 彻底成长起来再说 驻足了一会儿 韩觉方才回到先天洞府内 与此同时 天穷之上 浩瀚星空之中 出现一条裂缝 一道身影缓缓踏出 走向凡间 正是杨散 杨散身穿厚重银甲 身形雄伟 头戴蛟龙凝冠 手中提着一把枪头 燃着烈焰的长枪 他面露争鸣笑容 你的噩梦到了 杨散心中充满激动 他终于要为师妹复仇 他与杨彦君从小一起长大 可谓是青梅竹马 甚至还有夫妻之时 只是怕被师父发现 一直没有公开 杨彦君受他的嘱托下凡 身死到消 此仇就像梦魇 一直缠着杨散的心 他若不复仇 恐怕到心会受损 杨散一边下凡 一边掐指推算 很快 他就算到师妹死在何处 他立即朝着那个方向飞去 他不想耽搁 以免节外生枝 他要以最快的速度 袭杀韩爵 抽其魂魄 带回天庭 天天折磨他 一想到韩爵向自己求饶的场景 杨散便兴奋地不能控制自己 欲卿圣踪 苦修成仙山 韩爵刚回洞府没多久 一道熟悉的声音传来 官道友 快来 我在老地方等你 又是纪仙神 韩爵无语 这丝是缠上自己了 怎么隔三差五就来找他 韩爵叹气 无奈起身 树林里的纪仙神面带微笑地等待着韩爵 他要告诉韩爵一个好消息 就在这时 他忽然心悸 猛地抬头看去 只见一尊闪耀着强光的神俊男子 踏空走向苦修成仙山 手中提着一把极为炫目的烈焰长枪 纪仙神皱眉 这是谁 他立即冲上去 拦在杨散面前 沉声道 你是谁 纪仙神看对方这架势 明显是要找欲卿圣宗的麻烦 如今的他 可是天下第一 有义务庇护凡间正道 正好让韩爵倩自己一个人情 杨散冷冷地盯着他 吐出一个字 滚 纪仙神一听 怒火蹭蹭地上涨 骂道 黄望 他抬起双手 肉身迸发出雷电 杨散二话不说 猛地挥枪 法力爆发 直接将纪仙神轰飞出去 扑 纪仙神吐血 血洒长空 杨散继续前进 看着远方的玉清 圣宗十八风 他单手提枪 猛地挥枪杀出 刹那间 滚滚烈焰化为一条巨大的烈焰长龙 席卷而去 沿途的山川破碎 云雾被热浪搅散 一路摧枯拉朽 势不可挡 你找死 纪仙神怒吼道 劈头散发的他 升至高空 雷云骤疾 天地跟着暗下来 无数天雷交织在纪仙神身上 他的双目迸发出雷光 衣袍被肌肉撑得鼓胀 整个人犹如雷神下凡 不可一世 杨散诧异地看向他 此人竟然能调动天雷 几仙神一掌打出 无数天雷从四面八方杀向杨散 画面震撼眼球 杨散挥动长枪 轻松挡下天雷袭击 他注意到 自己打出的烈焰长龙 竟然消散了 远处的玉清圣宗十八风 仍安然无恙 在苦修成仙山前方的空中 立着一道人影 寒绝 此刻 寒绝正皱着眉头 好强大的法裂 这可比杨散军 绝眼道人 还强大得多 扶桑树下 黑玉姬 两只金乌 混沌天狗 悟道剑 三头骄王 图离儿 杨天东紧张地看向天边 在他们眼中 天边雷霆万军 犹如漠视 战斗威压 已经笼罩整个玉清圣宗 惊得所有修士 纷纷出关 飞至空中 被彻底激怒的季仙神 已经顾不得猜测杨散的身份 他双掌不断拍出 以无穷无尽的 天雷轰击杨散 大卫神剑 曹操 杨散 太乙帝先进后期 天庭八品天降 韩绝看到眼前的信息 不由皱眉 太乙帝先后期 太乙道与轮回道的 境界划分 大抵相同 小境界都是暗初期 中期 后期 以及圆满划分 之前的散先进 之所以划分为九层 是因为 散先并非太乙体系 韩绝的散先境 则是轮回散先 所以不按九层划分 杨散来到凡间 竟然还是太乙帝先后期 这说明什么 这厮手里有碧天使 送快递了 韩绝立即朝着杨散飞去 他没有使用模拟试炼 他在自己闭幕时 遭到杨散的袭击 很明显 己仙神绝非杨散的对手 杨散注意到韩绝的到来 他的眼睛瞬间通红 就是此人 就是此人杀了他最心爱的师妹 杨散怒声长笑 右手握枪一挥 滔天烈焰席卷而出 朱散无数天雷 季仙神再次吐血到飞 怎么可能 季仙神咬牙切齿 拼尽全力稳住身形 但还是被震飞出去 十数里远 他抬眼看去 看到杨散爆发出强大的气势 惊天动地 滔滔烈焰盘绕杨散周身 好似龙卷风 衔接天与地 大地剧烈阵战 天穷撕裂出一条条裂缝 正在前进的韩绝 明显感觉到 周围的空间 被一股神秘力量附着 犹如无形的囚牢 禁锢天地 他现在就算想逃 也很难一瞬间逃脱 这丝是真的想杀他 韩绝不得不拿出鸿蒙判定剑 一身的灵宝诸入法力 迸发出耀眼光芒 杨散也不废话 直接杀向韩绝 他周身的烈焰 凝聚成九条猙獰火龙 高达近千丈 朝着韩绝不断嘶吼 龙音声响彻天地间 玉清圣宗的修士们 远远地望着这一幕 皆是被吓到 我的天 那人是谁 莫非是仙神下凡 人间竟有如此大呢 斩神长老能顶得住吗 那是大成 大成也没有这么强啊 九鼎真人 逍遥 柳不灭等人也在观战 紧张极了 面对杨散的威压 他们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恐惧 何等的修为 才能有如此气势 面对来势汹汹的杨散 韩绝立即挥剑 施展三清诛事 刹那间 以他为中心 周围浮现出一片剑气汪洋 一把把剑影凝聚而出 数不胜数 杨散一枪刺来 气势如虹 九条火龙跟着朝韩绝喷烈焰 韩绝眼神一凝 周围的数百万剑影 立即杀向杨散 轰 几乎是一瞬间 数百万剑影齐齐撞上杨散 与他的九条火龙 恐怖剑气爆炸 挪平地貌 搅散云海 剑气之中 剑光照耀在杨散的脸上 他面露惊恐之色 这剑气 地仙 怎么可能 他不是凡人吗 为何他会有地仙境修为 难道他身上也有天道石 电光火时间 杨散脑海里闪过诸多杂念 他调动全身法力抵挡 但三清诛事太过霸道 压得他不断后退 倘若他能掌握三清诛事这等神通 也不会只是一名八品天将 韩觉再次挥剑 越来越多的剑影杀出 不到两夕时间 杨散的肉身被诛灭 韩觉有些不满 同为帝仙境 竟然无法秒杀 看来他松懈了 远处 祭仙神悬浮在空中 整个人都看傻了 如此强大的杨散 竟然被韩觉碾杀 完全没有抵抗之力 韩觉到底有多强 剑光之中 韩觉迅速来到杨散的元神前 肉身灭掉后 只剩下一枚储物剑和一块石头 悬浮在空中 就连杨散手里的长枪 都已经化为飞灰 杨散的元神惊骇地看向韩觉 颤声问道 你到底是谁 凡人不可能这么强 这丝绝对是上界下罚来的 韩觉平静道 我来自大卫神界 真实身份是曹操 说吧 他抬起鸿蒙判定剑 准备将杨散行神俱灭 就在这时 一道声音传来 小友 得饶人处且饶人 放过我徒儿吧 以后此事就算结果 单亲真人对你的仇恨提升 当前仇恨度为五星 单亲真人 韩觉看向周围 并没有看到其他人影 他用模拟试炼检测 也没有检测到单亲真人 莫非对方还在上界 只是传音罢了 很有可能 以单亲真人的仇恨度来说 若能杀韩觉 岂能留守 杨散听到师父的声音 顿时松了一口气 他没有对韩觉放狠话 当物之急是活下来 韩觉犹豫片刻 直接诛灭杨散的元神 然后将避天时 储物界全都收入袖中 单亲真人对你的仇恨提升 当前仇恨度为六星 很好 曹操 既然如此 你我之仇算是不死不休 我倒要看看 你们大魏神界有何底气 走着瞧 单亲真人的声音跟着响起 韩觉没有回话 朝着寄仙神飞去 单亲真人的声音 只有韩觉能听到 欲清圣宗的修士 感受不到杨散的气息后 皆是松了一口气 斩神长老 亦如既往的强大 无论何等强势的敌人 面对他 都只有死路一条 韩觉和寄仙神 来到一片山林里 寄仙神坐在树下 运功疗伤 他看向韩觉的眼神 无比复杂 他咬牙问道 你到底是关羽 还是曹操 大魏神界来自上界 韩觉没有回答 以防周青真人还在偷听 他问道 今日之事 多谢了 你找我何事 杨散明显是冲着韩觉来的 寄仙神能站出来 让韩觉对他产生了一丝好感 文言 寄仙神尴尬 本想着让韩觉欠自己一个人情 结果差点被诛杀 此人来自天庭 是仙神 你打不过 他也正常 韩觉安慰道 仙神 你如何得罪的仙神 季仙神诧意问道 韩觉也不隐瞒 将青蟒大圣 罗球魔 绝眼道人 杨彦军等人的关系说出来 他知道季仙神与天庭某位仙神有联系 正好将此事传上去 以免惹来误会 几仙神听后不由暴怒 道 也就是说 魔道 魔族圣行的背后 有天将在唆使 如今天庭又要以此理由 清理我们凡间 其人太甚 等我回去 一定要问问那位仙神 凭什么 他对天庭的印象更差了 果然 仙神都是虚伪的 第171章 世尊佛祖 不可能修炼 季仙神愤怒了一会儿 方才开始说正事 我来找你 是想问你想不想一起闯荡妖剑 黑狐妖帝之所以能崛起 得到了妖界的相助 妖界也是凡界 不过妖族为主 你我二人联手 定能血洗妖界 到时候 整个妖界的资源都归你我 这也是 给我托梦的仙神希望的 天庭与妖族 也势不两立 己仙神沉生道 在知晓阳散 绝眼道人之事后 季仙神对天庭产生质疑 韩绝摇头道 你去吧 我太强了 我若是出手 就没你什么事 季仙神 他感觉被侮辱了 不过想到先前的大战 他又不得不承认 两人的实力差距 确实巨大 韩绝提醒道 小心点 上界也有妖族势力 你能得到天庭仙神的指示 妖界未必没有 上界妖族的安排 你当棋子 可不能大意 棋子二字 深深地刺痛了季仙神的心 但冷静下来后 季仙神也开始怀疑 他曾在梦里 向那位仙神求助 让天庭不要清理 他们的凡间 但仙神说天地已经有了决断 他无法干预 现在看来 莫非他被戏耍了 几仙神越想越觉得有可能 除了此事 还有吗 韩绝问道 几仙神道 我们府主邀请你担任副府主 你愿意吗 韩绝摇头 几仙神失望 一炷香时间后 继仙神离去 韩绝也回到苦修成仙山 欲卿圣宗还处于喧华中 刚才的大战太过刺激 令人难以平静 韩绝无视了杨天东等人 回到仙天洞府内 他开始思索 轮回地仙境中期的他 竟然没有秒杀他 以地仙后期的杨散 问题很大 除了见到 他觉得自己有必要提升法力强度 韩绝一边修炼 一边琢磨 七载光景迅速过去 正在修炼的韩绝 眼前跳出一行字 聚灵武神对你产生仇恨 当前仇恨度为四星 韩绝愣住 吃钱不是好感吗 怎么突然变成仇恨 韩绝立即查看 聚灵武神的信息 聚灵武神 太一天先进圆满 四品天降 因你诛杀他的手下杨散 对你产生仇恨 认为你太过狂妄 待天庭清理凡间 一定会好好教训你 当前仇恨度为四星 原来如此 太一天先进圆满 这有点顶啊 韩绝感受到压力 为此 他立即拿出厄运书 开始诅咒聚灵武神 时间继续流逝 一谎言 而是二十年时间过去 韩绝距离轮回地 先进后期 已经很接近 这一日 他眼前跳出一行字 检测到先天气韵者 是否查看其来历 嗯 这么多年过去 终于又遇到一位先天气韵者 韩绝心中好奇 立即选择查看 楚世人 练气境八层 先借世尊佛祖转世 世尊佛祖 为了体验人间疾苦 转世下凡 因佛祖气韵雄厚 楚世人天资绝伦 气韵不亚于天地之子 因从小在道观长大 他心怀慈悲 嫉恶如仇 不追求道行 希望以肉体凡胎 度化世人 受梦中佛陀指引 他来到育清圣宗 他本心 希望在修真宗门内 弘扬大善道法 世尊佛祖转世 韩绝被吓到 他注意到一点 楚世人之所以来育清圣宗 是受到梦中佛陀指引 这是何意 先借佛门注意到韩绝 故意派来卧底 还是说佛门是为太古 凌身转世的寻常二来 韩绝很谨慎 此子不能受 就当没看见 韩绝闭目 继续修炼 欲清圣宗 天雷锋 一座大殿内 天雷锋的执教长老 正皱眉望着殿上的 一名男子 这名男子 正是世尊佛祖转世的楚世人 楚世人穿着道袍 长相年轻英俊 脸上挂着乐观开朗的笑容 执教长老无奈道 你入宗门已经五年了 还未住基 以你的天资不应该如此 你平时都在做什么 如今的欲清圣宗 达到金丹镜 才有资格入内门 他破格招楚世人入宗 已经引起天雷风弟子非议 当初是执教长老 领楚世人踏入修行 七日就从灵修为 修炼到炼气境四层 这等天赋 简直闻所未闻 正因如此 执教长老 才破格收处世人 为清传弟子 他原本想给宗门一个惊喜 没想到 却成为自己的噩梦 这位弟子竟然不喜欢修炼 对 不喜欢 娘的 不喜欢 你当初为何要拜我为师 执教长老很头疼 忘记当年 是他执意要收处世人为徒 楚世人笑道 师父 你知我的志向 我认为 灵力是阻碍世人 走向太平的最大因素 所以 我是不可能修炼的 不可能修炼 执教长老 差点气死 真该把你送到 苦修成仙山 让斩神长老 改改你的性子 执教长老 亨道 楚世人来 御清圣宗 也有一段时间 自然听说过 苦修成仙山的传说 他好奇问道 师父 斩神长老 是怎样一个人 他对斩神长老 充满好奇 作为全宗最强的修士 斩神长老 很少抛头露面 不沾全力 不惹麻烦 不要女人 只有御清圣宗 面临灭顶之灾石 才出手 在他看来 这就是圣人 他觉得 了解斩神长老 有助于巩固他 想要的大道 众生太平 我怎么知道 我入宗这么久 还未见过他老人家 执教长老亨道 这是实话 他才入宗数百年 楚世人问道 为何世人 非要追求长生 长生真的好吗 以世人的劣根性 若是人人长生 那天地如何能承受 听到他的询问 执教长老就头疼 没好气道 可不是所有人 都能长生 长生只是传说 人修行 便是为了与天动 天亏带世人了吗 滚 师父 徒儿奉劝你一句 还是不要修炼了 你我师徒一起红牙 再不滚 我把你逐出宗门 好吧 楚世人叹息一声 失落地起身离去 执教长老 是真羡慕他的天赋 否则也不会 这般惯着他 奈何楚世人的思想 有问题 要不然将他送到 苦修城仙山一段时间 执教长老脑海里 冒出这样一个念头 第172章 千岁 三个选择 韩觉知晓 世尊佛祖 转世来到育青圣宗后 时间又过去十年 他的修为 也已经在数年前 突破至轮回地 先进后期 他全心全意地修炼 目标冲刺轮回地 先进圆满 这一日 九鼎真人找来 韩觉让他入洞府 两人客套了一番 九鼎真人有些不好意思 何事 直说吧 韩觉笑道 九鼎真人 甲壳一声道 是这样的 长老们觉得 此山很大 也很辽阔 是不是可以让十八峰 各挑选一位卓越的弟子 来此山修炼 绝不会打扰你修炼 不知此事 不行 韩觉平静地说道 不等九鼎真人 继续说下去 韩觉意味深长道 虽然宗门经常给 苦修城仙山送资源 但此山的灵气 主要是来自洞外的树 此树的来历 我不方便透露 今日若是开了这个口子 以后就会有更多的人来 对我而言 这可不是好事 九鼎真人皱眉 韩觉救过 玉清圣宗多少次 玉清圣宗能有今日 没有人的功劳比他大 玉清圣宗欠他的更多 倘若韩觉想造反 以皇尊天为首的九龙宗 柳不灭为首的血炎天门 立即就会改投韩觉 谁都清楚 玉清圣宗最大的支柱是谁 九鼎真人心里也很清楚 叹气道 其实我也很清楚 只是那些长老经常来说 我听得烦了 下次他们再提起 我直接严厉拒绝 韩觉点头 道 长教 别把心思全部放在宗门上 你也得花时间修炼 玉清圣宗能走多远 还是得看你的修为 九鼎真人笑着点头 韩觉想了想 右手一挥 一本本功法 法术卷轴出现在桌上 这些都是他之前 从敌人储物界里缴获的 道法资源 并非全部 属于较差的一批道法 拿去给宗门吧 韩觉开口道 九鼎真人愣了愣 连忙开始翻阅 很快 他便震惊了 这些功法 他转身看向韩觉 兴奋道 多谢韩长老 以后我绝不会 让人来打扰你 韩觉笑着点头 九鼎真人离去后 韩觉继续修炼 数日后 玉清圣宗的弟子们 发现 功法楼出现不少 标价恐怖的功法 甚至有成仙之法 全宗轰动 之后 再有长老打苦 修成仙山的主意 都被九鼎真人骂回去 三年后 韩觉停止修炼 拿出厄运书 他一边诅咒 一边查看邮件 你的徒孙方良 被你的仇敌 黑狐妖帝送往妖界 你的好友 几仙神遭遇 妖兽袭击 X18921 你的好友 莫复仇 遭遇 妖兽袭击 X107234 你的好友 周凡偶遇机缘 获得上古大能传承 你的道理 行红旋 遭遇 妖兽袭击 X8653 你的徒孙慕容起 遭遇妖兽袭击 X147880 你的徒孙慕容起 遭遇妖圣袭击 身受重伤 你的徒孙慕容起 觉醒本命神通 道横大涨 血脉开始蜕变 一路看下来 韩觉满目惊险 修真戒可真是危险啊 他不担心自己的徒弟们 至于行红旋 西旋仙子 长院 他更不担心 三女都带着天之傀儡 韩觉很好奇 以祭仙神的实力 找到黑狐妖帝 黑狐妖帝绝对难逃一死 为何黑狐妖帝还活着 韩觉想不通 也懒得再想 这是凡间的磨难 不关他的事 难不成要他亲自出手 将妖族 魔修全都斩尽杀绝 半年后 韩觉正要继续修炼 他忽然想起楚世人 也不知此子最近如何 毕竟是世尊佛祖转世 身份比慕容起还要夸张 韩觉不可能遗忘 他查看楚世人的信息 发现楚世人的修为 还停留在练习近八层 这么多年 修为没有半点增长 就这还天资绝伦 韩觉暗自疑惑 他懒得再想 大概过去五年 苦修成仙山前 楚世人来到石碑前 加入跪拜队伍中 这么多年过去 苦修成仙山的山脚下 仍一直有弟子跪拜 心就交替 总有人奢望 用诚心打动韩觉 楚世人默默跪拜在其他人 开始磕头 希望斩神长老 能赞同我的大善道法 一起放弃修炼 感化全宗弟子 楚世人心中畅想 一座巨大石殿内 黑狐妖帝 坐在白骨制成的宝座上 他化形为人 面容腰衣冷立 满头白发 身后有六条庞大的黑毛狐尾 肆意摇动 掀起阵阵风浪 黑狐妖帝细血地 打量着殿上的一名男子 正是苏琪 苏琪半跪在殿上 低着头 你为何要投靠本地 黑狐妖帝问道 苏琪如今乃是合体性修为 这样一名强大修士的投靠 黑狐妖帝自然要亲自见见 苏琪抬眼回答道 我恨人族 我自小父母双亡 在人族闯荡多年 总是遭遇袭击 我不想惹人 人总要惹我 人族修士的贪心太重 为了夺宝 他们甚至可以抛弃 他们所谓的道义 闻言 黑狐妖帝 一副深得我心的神情 他恨恨道 人族总是宣扬妖怪识人 妖怪罪不可赦 妖怪都是邪恶的 可实际上呢 被人族屠杀的妖怪数量 远超被妖怪吃掉的人 黑狐妖帝看苏琪越发顺眼 但还未完全放下戒备 你投奔本地 想要得到什么 又能为本地做什么 黑狐妖帝眯眼问道 苏琪回答道 我不需要什么 我只需要 一个能安心修炼的场所 我就在妖帝附近修炼 不被打扰就好 若是妖帝遇险 我定当竭尽全力出手相救 黑狐妖帝摇头失笑 他真要是遇到打不过的敌人 区区合体净修饰 能帮上忙 好歹也是合体净修饰 留着也方便统一人族 黑狐妖帝眼神闪烁 默默想到 他的野心很大 不只是要统一妖族 他还要统一人族 成为凡奸之主 数年后 正在修炼的韩爵眼前 突然跳出四行字 检测到你已经满一千岁 人生又迈进一步 以你保持本心 一直低调修炼 你有以下选择 一抽取随机体质 二随机开启系统新功能 三获得一键质宝 韩爵挑眉 一直低调修炼 果然有好处 不过该如何选择呢 韩爵的灵根资质 是六道灵体 在修行速度上 帮助确实大 但他总觉得不够 看忌仙神 周凡 他们的体质听起来就霸道 系统新功能 也值得期待 按照之前的功能来看 系统功能 不能直接让韩爵变强 也不能保命 都是辅助功能 至于第三个选项 韩爵直接忽略 第173章 开启道场 轮回地先进圆满 由于许久 韩爵最终选择第二个选项 系统新功能 你选择开启系统新功能 恭喜你开启道场功能 道场 选择一个地方为道场 道场具有防御 屏蔽神石 灵气增幅等功能 各项能力的上限 借以道场之主的修为为基础 道场之主的修为越高 道场越强 道场 加强版的捷剑 不止 还有灵气增幅效果 有点顶啊 韩爵狂喜 直接选择苦修成仙山 开启道场 他日若是飞升 他肯定是要带着苦修成仙山 一起飞升的 韩爵眼前 跟着浮现出一行行字 你成功开启道场 道场当前可防御 太乙天仙以下的所有攻击 可屏蔽神境之下的神石窥探 可屏蔽天道 灵气增幅五倍 仙气增幅两倍 韩爵瞪大眼睛 这要牛屁 这不要起飞了 屏蔽天道是什么意思 相当于避天时的效果 屏蔽天道 可不受天道规则影响 包括强制飞升 这样的话 韩爵完全将弟子们 全部培养成仙 到时候一起飞升 倘若徒子徒孙们 全都达到前世的巅峰状态 那得多强 韩爵强忍着激动 暗自猜测 莫非坚持到新 持之以恒 就会不断得到系统奖励 与此同时 扶桑树下 屠林睁眼 好奇问道 你们有没有感觉 灵气在增多 黑玉姬哼道 很稀奇吗 葫芦藤都接着了 屠林一听 觉得也对 杨天东不由看向先天洞府 他有种预感 必定是师父所为 接下来一段时间 他们惊喜地发现 灵气增长速度越来越快 不到一个月 灵气浓郁程度 至少是先前的五倍 山上的所有人都很激动 包括韩爵在内 两倍仙气 韩爵的修行速度 也将翻倍增长 一谎言 又是十五年过去 韩爵顺利突破至轮回地 仙境圆满 爽 突破之后 韩爵心情激动 接下来便是轮回天仙境了 到时候 即便是巨林武神 亲自下凡 韩爵也不虚火 韩爵拿出厄运书 开始庆祝 与此同时 苦修城仙山的山脚下 有一名中年男子 颤颤巍巍地磕着头 正是楚世人 跪了二十年 楚世人已经濒临崩溃 但他性子就是这么执拗 韩爵越是不收他 他越要跪下去 他相信一点 心承则灵 这期间 他的师父 天雷锋直教长老 来看过他多次 若非如此 楚世人早就跪死了 楚世人的经历 也在玉清圣宗内 广为流传 从青年跪到中年 这般意志 令人瞠目结舌 为了一直跪下去 楚世人不得不修炼 苦修成仙山的山脚下 灵气也很充沛 导致楚世人的修为 已经达到铸基镜一层 突破至铸基镜后 他便不再修炼 这是他的原则 能不修炼 绝不修炼 他也吸引到杨天东 图黎儿 三头骄王的注意力 这小子真够拼的 三头骄王嘖嘖称其道 图黎儿摇头道 不只是够拼 先前他从炼气镜八层 突破至铸基镜 只用了一个月 这般天赋 简直离谱 他在天仙府 都未曾听闻过这般天赋 有这等天赋 为何师父不收他呢 杨天东眼睛一亮 他终于等到了 比方亮 慕容起 还要厉害的天资 杨天东立即起身 前去拜访韩诀 入洞府后 他跪在韩诀面前 说起楚世人 韩诀表情古怪 练气镜八层道住基镜 只花了一个月时间 有点顶啊 韩诀陷入犹豫中 他忌惮世尊佛祖的身份 可若佛门真是盯上他 他一直这样拒绝 恐怕也会得罪佛门 堂堂佛祖跪拜他二十年 够有诚意 我在怕什么 连神功战神 妖族妖圣 金屋都敢收 还怕多佛门势力 韩诀默默想到 倘若佛门针对他 他应该会收到仇恨度的提示 那你就收下他吧 韩诀漫不经心地说道 杨天东惊喜 连忙败谢韩诀 然后迅速离去 悟道剑撇嘴道 什么时候轮到我了 山下也有女弟子在跪拜 他看到杨天东收徒 他也想了 韩诀平静道 收徒要看资质 好吧 希望我的宝贝徒儿早点出现 悟道剑一脸憧憬 韩诀摇头失笑 他忽然想到一点 神秘笑道 或许你的徒弟早就出现 悟道剑瞪大美目 急忙问道 在哪儿 在扶桑树上 金屋 你配 那是谁 黑玉姬 混沌天狗 他们会同意吗 也是 地仙葫芦藤的子 悟道剑愣了愣 旋即恍然大悟 他本体是天地草 他都能化形 为何跟脚更高的地仙葫芦子不行 山路上 杨天东扶着楚世人上山 跪了二十年 楚世人走路时 双腿都在颤抖 楚世人强颜欢笑 杨天东 则很兴奋 他终于收徒了 他已经开始期待 楚世人独占方梁 慕容起的场景 以后你便是我的第一位徒弟 好好修炼 别让我失望 杨天东笑道 楚世人皱眉道 修炼 不可能 我这辈子都不可能修炼 我想拜斩神长老 想劝斩神长老放弃修炼 一同追求大善道法 杨天东一听 差点摔跟头 什么鬼 不可能修炼 杨天东很想将楚世人丢下山去 不过转念一想 苦修成 仙山的灵气如此充沛 这小子之后 肯定忍不住修炼 他不修炼 在山上能干什么 我何时能见斩神 师祖 楚世人期待地问道 若是斩神长老带头放弃修炼 那欲卿圣宗必定跟随 看你表现吧 杨天东敷衍道 心里很不满 这位徒弟对他一点也不热情 昏暗天地中 大地之上遍布妖兽尸体 血气成雾 弥漫天地间 方梁手持一把剑 跪在一座尸山之上 他大口喘气 满脸血迹 他艰难地抬头望去 空中有一道伟岸身影 赫然是济仙神 济仙神也在看他 四目相对 两人的眼神颇为相似 你叫什么名字 来自河门河派 己仙神居高临下地问道 语气细血 方梁深吸一口气 道 己仙神 我认识你 天仙府第一天骄 文言 己仙神嘴角扬得更高 第174章 轮回天仙境 见神帝 哦 既然你听说过我 那就说明 跟我来自同一剑 拜我为师吧 你的资质很不错 我能让你成为天下第二 己仙神傲然道 刚才就是见方梁 天姿不错 他才出手相助 方梁擦了擦脸上的血迹 艰难笑道 你是天下第一 你认真的吗 己仙神皱眉 心里有些慌 他输给韩觉之事 可没有传开 此人怎会知晓 我来自御清圣宗 你找我师祖数次 你忘了吗 方梁笑问道 己仙神动容 无尽地尴尬 羞怒 占据他的心里 你是官 曹操的徒孙 己仙神惊恶问道 没错 先前你找我师祖 我便在苦修成仙山看到 你 己仙神这一刻 突然有种想要杀人灭口的冲动 可方梁乃是韩觉的徒孙 他可不能下手 举世望去 也就曹操是他的好友 挚友 两人可是约定过要 一同对抗天庭 有这般交情在 方梁也算是他的后辈 哈哈 原来如此 曹道友的徒孙果然不简单 既然我与你师祖是至交 不如你我一起纵横妖界吧 要是你死在这里 曹道友也会难过的 己仙神大笑道 跟着落在方梁身后 用自身灵力为其疗伤 方梁道 其实我也曾是天仙府弟子 名为方梁 你听说过吗 己仙神回答道 没有 我在天仙府 从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 也不关心其他弟子 好他娘的装逼呀 方梁心中吐槽 不过他对己仙神 还是很好奇的 明面上的天下第一 五年后 韩爵强势突破至轮回天仙境初期 法力暴涨 灵魂蜕变 总结一个字 刷 整座苦修城仙山都在摇颤 悟道剑在一年前 就被赶出先天洞府 他正与其他人讨论此事 楚人又突破了 三头交往惊恶地问道 杨天东感慨万分 师父不只是苦修 他的天赋 也是我等望尘莫及的 楚世人听得痛心疾首 竟然又突破了 不行 他一定要奉劝师祖 他猛地起身 朝着先天洞府走去 结果他刚靠近洞府大门 就被一股恐怖力量震得吐血倒飞 杨天东连忙接住他 黑玉姬戏谑笑道 杨天东 你得好好管你的徒弟 要是他的想法被主人知道 会死得很惨的 谁不知道 韩爵平生就一点兴趣 那就是修炼 去劝含绝别修炼 绝对是找死 杨天东苦笑 看向已经晕死过去的楚世人 颇为头疼 五年了 整整五年 这次真的没有修炼 难以想象 世间怎会有如此之人 天赋绝伦 却不想修炼 简直有为天道 若非楚世人资质难得 杨天东都想一掌拍死他 等他大陷将至 他就知道要修炼了 悟道渐言嘴笑道 看到楚世人的态度 他心里平衡了 幸好他没有抢得收此子为徒 金屋阿大忽然开口道 他虽然不修炼 但他的灵魂很强 蕴含着一股 让我们兄妹都心计的气息 小二点头 此言一出 其他人不由好奇地看向楚世人 苦修成仙山上 除了韩爵 没有人比两只金屋更强 楚世人到底是何来练 姓名 韩爵 寿命 1020-1400-4399 种族 仙人 修为 轮回天仙境初七 功法 六道轮回功 可传承 法术 绝指神剑 七重幻步 三清绝影剑 绝世 九龙除魔印 大千雷暴 风神术 环相术 神通 六道西魂 天诛鬼神剑 法天相帝 金斗云 太乙级 万剑神宗 如来昼 六道绝印 玄黄剑气 太乙级 天地玄黄破戒剑指 太乙级 秀中乾坤 轮回之门 请神术 三头六臂 法器 小乾坤腰带 麒麟剑 腹腰绳 焚煞中 六品领宝 厄运书 太乙至宝 土黄玉灵精 三品领宝 护星天仙炼 三品领宝 静星蒲团 太乙六品领宝 真天灵灼 绝品领宝 紫金软内甲 太乙八品领宝 九重灯天靴 太乙六品领宝 聚灵护腕 太乙五品领宝 黄龙气运教 太乙二品领宝 九五至尊气运袍 太乙至宝 太乙凤翅官 太乙至宝 一千四百万年寿命 还有谁 韩觉真的要膨胀了 千年天仙境 举世无双 不过他不能骄傲 两只小金屋刚出生 就有大成静修为 这般天资 在金屋神族垫底 很难想象 金屋神族的第一天 交得多离谱 韩觉强忍着激动 巩固修为 道场防御等级 提升至太乙真仙 可抵御太乙真仙以下的 所有进攻 恭喜你突破至轮回天仙境 你有以下选择 一 立即飞升 成为仙神 可获得一块天道灵石 二 暂步飞升 继续修炼 可获得一瓶道门金丹 韩觉没有犹豫 直接选择第二个选项 他眼前跟着浮现出 道门金丹的信息 道门金丹 道门独创金丹 可增强道横 具有起死回生 重聚肉身 增瘦万年的效果 不错不错 可以留着保命 韩觉虽自信 但也不自大 万一哪一日 肉身被人诛灭怎么办 不过灵魂 也能服用丹药 道门有点东西 韩觉继续巩固修为 一年后 他的修为彻底稳定 在轮回天仙境初期 他将悟道剑叫进来后 他开始参悟三清诛事 不到一炷香时间 他便踏入剑道场合 比起以前 可谓是翻天覆地的蜕变 许久不见战孤星 韩觉还颇为想念 当然 最重要的还是装逼 韩觉走到战孤星面前 二话不说 直接亮出自己的修为 战孤星感受到他的气势 满意点头 笑道 不错嘛 都达到太乙天仙 等等 你怎么做到的 你被先帝夺赦了 战孤星的语气 充斥着惊恐 这小子修炼得太快了吧 不合理啊 韩觉微笑道 没有夺赦 日日苦修 拼尽全力 才有这般修为 战孤星语气古怪道 天庭要吃亏了 战孤星对你的好感提升 当前好感度为五星 韩觉满意一笑 老哥果然好这一口 剑神帝对你产生好感 当前好感度为三星 第175章 神宫邀请 方良的资质 剑神帝 韩觉暗自好奇 连忙点开人际关系查看 很快 他就找到剑神帝的头像 剑神帝看起来颇为沧桑 但眼神很犀利 剑神帝 太已经先进圆满 神宫百万年最强大的剑道天骄 也是战孤星的诗帝 因知晓你的天资 对你产生浓厚兴趣 有意想要将你招入神宫 当前好感度为三星 神宫的人 太已经先进圆满 只差一步 就达到先帝境 韩觉暗自心惊 战孤星竟然有如此厉害的诗帝 那他不该这么弱啊 要不然去神宫吧 我可以帮你引荐一下 神宫虽不是仙神正统 但其势力也在不断壮大 天庭也得给面子 战孤星开口道 韩觉诧异问道 你是神宫的人 他都忍不住给自己的演技点赞 战孤星看到他这般惊讶 心里竟有一丝得意 嗯 以前曾是 现在孤家寡人 只是有一些关系 你若愿意去神宫 定不会亏待你 战孤星轻声道 韩觉犹豫 慕容其宇神宫 可是有仇 他怎么能去 如今道场也开了 仙气得到增幅 他根本不需要依靠神宫 韩觉笑道 我再想想吧 战孤星道 你舍不得你的身边人 修行这条路 很难脱家带口 纵然是神宫大帝 也很难保全身边所有人 不可能所有人都修炼到先帝之境 永生不死 即便是你这样的天骄 想要修炼到先帝 也得靠机缘 韩觉不信邪 但他不敢直接反驳战孤星 毕竟战孤星是好意 他笑道 若真是走投无路 再送我去神宫吧 我现在也不是想保全身边人 我只是不想飞升 上界敌人有点多 真不能飞升 自从有了到场 韩觉的野心就开始膨胀 独自飞升 危险重重 他要带着徒子徒孙一起飞升 两人又聊了一会儿 韩觉绕过战孤星 继续前进 这一次 他要尽全力 看看自己 能将三清诸事 参悟到何种地步 战孤星转身看向他的背影 心中感慨万分 没想到当初在他看来貌似的矛头小子 如今已是天仙 这才多少年 对于战孤星而言 千年如一场梦 过去得很快 这也是为何有天上一日 第上一年的俗话 或许 他会在六界 掀起属于他的风云 战孤星默默想到 竟有些期待 韩觉一步步前进 超越一鸣鸣 在剑道长河中 前行的剑修 前方的剑道长河 逐渐变成紫色 好似一条绚丽的万花筒通道 到了这里 前行的剑修身影 已经大幅度减少 韩觉回头看去 已然看不到战孤星 他深吸一口气 继续前进 虽然他已经感觉到压力 但还未到无法前进的程度 他倒要看看自己的剑道 悟性极限 梁九 韩觉的意识 开始有些眩晕 身上如副剧月 每一步都很艰难 他看到前方有一道黑色身影 一直走在自己前面 步伐很坚定 未曾有丝毫的迟疑 不疾不徐 他是何方神圣 韩觉不由想到 不知为何 韩觉竟生出 我不如他的想法 韩觉甩了甩头 继续前进 大概又前进二十步 他举步为奸 无法再前进 只能望着 那道黑色身影远去 他叹息一声 然后退出剑道长河 回到洞府内 韩觉开始巩固 获得的感悟 之后一年 他将天地玄黄 破戒剑指 玄黄剑气 轮回剑意 全都提升到 自己能达到的极限 不过神通等级仍是太义 韩觉拿出厄运书 开始诅咒自己的敌人们 他一边诅咒 一边查看邮件 你的好友周凡 获得佛门灵珠 血脉蜕变 你的徒孙慕容起在杀戮中突破 踏入合体境 你的徒孙方良 遭遇妖兽袭击X230045 你的好友几仙神 遭遇妖兽袭击X343211 你的好友黄极号偶遇机缘 得见仙传城 你的好友莫复仇魔宫大成 踏入合体境 你的好友大神将诛杀先帝 气运大涨 好多机缘 天道绝必在开后门 韩觉默默想到 他注意到 大神将竟然诛杀先帝 不愧是天庭功勋最大的仙神 按照战孤星所说 先帝那可是不死不灭的存在 也不知大神将是将先帝完全诛杀 还是只是灭了其肉身 毕竟没有生死到消这四个字 真是精彩啊 韩觉感叹一声 然后开始关注天之傀儡 莫竹还在闭关修炼 西玄仙子 行红玄 长玉儿 暂无危险 一切都很顺利 韩觉很满意 一般到这个接骨眼 女人们就该拖后腿了 好在他的备胎道理们都很谨慎 从不给他惹事 都能自己解决 这也是韩觉能一直关心他们的原因 讨喜 诅咒半年后 韩觉继续修炼 轮回天仙还不够 他要继续突破 越强越好 妖剑 己仙神站在山巅之上 望着远处 正在与数位妖王大战的方梁 感慨万分 此子的天赋确实了不得 都快赶上我 己仙神暗自想到 他其实早就听说过方梁之名 当初还特意去找过韩觉 询问方梁 不过面对方梁 他必须表现出满不在乎 毕竟他可是天下第一 怎能与一名小辈计较 然而 一起闯荡这么多年 己仙神发现 方梁的天资远超他的设想 这次的气运太强了 总是能遇到机缘 甚至还能在战斗中突破 违背常理 己仙神感觉到了危机感 觉得自己不能仗着当下的修为放纵 还得花时间修炼 争取早日超越大城 成就先人 只是他担心自己会被强迫飞升 曹操是如何做到 留在凡间的 己仙神暗自疑惑 他决定之后再去找找韩觉 轰隆隆 这时 天穷上的滚滚阴云 爆发出万军雷霆 一股可怕的威压 弥漫天地间 己仙神动容 这股威压 他忽然想到阳散 难道又有上界存在下凡 方梁也察觉到不对劲 连忙退开 妖王们抬头望去 只见雷云之中出现一只星红眼睛 森然惊悚 占据大半天穷 俯视着方梁 让方梁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哼 敢吐我妖族 找死 一道冷哼声跟着响起 第176章 厄来妖圣 己仙神看向雷云之中 那只星红眼睛 心跳加快 他心里有一个声音在叫他快跑 方梁也被吓到 满头冷汗 妖王们一听 如是重负 原来是妖族的前辈 前辈 这两人大肆吐露我妖族 您可得为我们撑妖啊 死在他们手里的妖怪数也数不清 前辈 快杀他们 就是 数位妖王齐声喊道 星红巨眼忽然瞥向他们 紧接着 一股狂风卷地而起 数位妖王直接被卷上天 他们奋力挣扎 但无济于事 很快就被吸入星红巨眼中 方梁和己仙神愣住 这是怎么回事啊 那星红巨眼跟着闭幕 方梁立即转身逃跑 己仙神紧随其后 两人飞得极快 眨眼间就消失于天地尽头 天穹上的阴云覆盖极远 仿佛整个妖界都被阴云覆盖 那股可怕的威压 弥漫在天地间 你不是说 妖界最强也才大成吗 你怎么跑了 方梁气愤道 说好的保我呢 己仙神脸色阴沉 咬牙道 对方来自上界 我只是凡间无敌 天上来敌 我怎么打 方梁沉默 只能埋头往前飞 你们想往哪逃 先前的冰冷声音 从身后传来 方梁 己仙神二人脸色巨变 一阵强风猛地袭来 方梁下意识扭头看去 直接被强风轰得吐血跌飞出去 坠入下方的荒原上 一路掀起滚滚尘土 己仙神转身 双手抬起 雷霆乍起 轰彻天地 他明白自己逃不了 那就一战 哼 曹操能诛上界仙神 我为何不能 己仙神咬牙 定睛看去 只见一尊虎手人身的魁梧妖魔脚踏腰云袭来 这尊妖魔的双爪似猴 尾巴似牛 背声语斥 极其怪异 己仙神皱眉 按道 是刚才那几个妖王的柔和体 他不由觉得恶心 这位妖族的前辈 对自己的同族这般残忍 先前还说的 好像是要为妖族出头 现在看来 对方就是冲着他们二人而来 黑狐妖帝背后 果然有上界的支持 阁下不报上明来 己仙神高声喝道 魁梧妖魔冷哼道 凡人也配知晓本圣之名 他一掌拍向己仙神 恐怖法力化为无数血剑杀剧 己仙神周身缠绕雷电 想要抵挡 结果眨眼间 就被无数血剑洞穿 化为一尊血人 毫无抵抗之力 躺在荒原大坑上的方良 瞪大眼睛 面露难以置信之色 虽然己仙神很装逼 但方良是真的佩服他的强大 几乎没有妖王 能在己仙神手里撑过一招 看到己仙神被秒杀 方良慌了 怎么办 方良用剑撑起身子 抬头望去 魁梧妖魔低头看向方良 眼神闪烁 按道 此子竟有天道气韵 莫非是那方凡界的天地之子 他飞向方良 并没有出手 就在这时 滚滚天雷化为红流席卷而来 魁梧妖魔挥手 将天雷红流震散 只见已经化为血人的己仙神 向魁梧妖魔冲来 魁梧妖魔不屑冷亨 右手一挥 哄 一道血气凝聚而成的巨剑 从天而降 洞穿雷云 直接镇压季仙神 剑刃落在荒原上 掀起数百丈高的尘土 季仙神更是生死不明 方良咬牙 眼睛都红了 他忽然想到 师祖之前传授的神秘神通 不到危机关头 绝不可使用 现在便是危机关头 方良半跪在地上 双手开始施法 魁梧妖魔注意到他的动作 并没有在意 而是开口道 想活命的话 就像本圣磕头 方良一听 感觉到莫大的侮辱 浑身都在颤抖 远处的巨大血剑 跟着化为血气消散 随着方良施法 在方良背后 出现一条黑色裂缝 在半空中开始旋转 形成漩涡 魁梧妖魔眯眼 这是召唤术 他暗自好笑 这凡人能召唤来什么 他继续朝着方良走去 方良仅存的灵力 全都消耗殆尽 他不知背后的情况 还以为此神通失效 怎么回事 为什么没有获得强大神通 方良彻底慌了 难道师祖骗他 不可能 必是他先前没有修炼好 方良想起当初学习此神通时 他练得最快 心中不由充满悔意 原来不是他修炼得最快 而是他压根没有练成 看到魁梧妖魔越来越近 方良绝望 他握紧手中的剑 准备赴死 一道熟悉的声音从背后传来 你不得害怕除我之外的任何人 闻言 方良如遭雷击 他下意识扭头看去 瞪大眼睛 只见韩觉从黑色漩涡中 缓缓踏出 神情淡漠 九五至尊气韵袍随风飘动 一身法宝迸发出光芒 犹如仙神下凡 韩觉瞥了几仙神一眼 还有一丝气息 没有死透 他在看向魁梧妖魔 太乙地仙 怪不得几仙神挡不住 魁梧妖魔看向韩觉 心中诧异 好低的修为 不对 他隐藏了修为 魁梧妖魔开口道 本圣乃是 韩觉猛地抬起右手食指 一道剑气射出 天地玄黄破戒剑指 哄 剑气化为一道长虹 从方良头顶掠过 这一刻 方良的灵魂都停止颤抖 神情呆滞 他还未来得及扭头看去 魁梧妖魔直接被诛杀 剑气一路掠去 在荒原上 划出一条深深的沟壑 犹如峡谷 延绵至天地尽头 你是谁 魁梧妖魔的声音响起 语气充满惊恐 刚才的肉身 并非他的本体 韩觉平静道 天庭 闻取星 不可能 天庭怎么可能管此事 休要冒充闻取星 韩觉懒得接话 抬手一指 剑气破天 阴云被洞穿 笼罩着天地的那股浩瀚威压 跟着消散 厄来妖圣对你产生仇恨 当前仇恨度为五星 韩觉眼前跳出这行子 闻取星 你给本圣等着 真以为 天庭可以肆意妄为 哼 本圣定会让天庭覆灭 对方声嘶力竭地咆哮 韩觉皱眉 好大的口气 莫非有大来头 他连忙查看厄来妖圣的信息 厄来妖圣 太乙天先进中期 先借一方妖圣 依你阻止 他抓拿天地之子 对你产生仇恨 当前仇恨度为五星 韩觉脑子里冒出两个字 就这 第177章 金屋突破 处世人的执念 感受到恶来妖圣的气息 彻底消散后 韩觉方才来到方良面前 为其疗伤 方良既惊喜 又羞愧 他小心翼翼地问道 师祖 您怎么来了 韩觉回答道 交给你们的神通 便是为了召唤我 此事不要告诉其他人 包括你师父 方良恍然大悟 对韩觉的敬佩之情 犹如滔滔不绝的江水 难以言说 韩觉抬手 将远处的季仙神吸过来 在他天仙法力的治疗下 两人的伤势迅速恢复 好在没有伤及元神 恶来妖圣似乎不想杀他们 韩觉懒得去想恶来妖圣的阴谋 回去后用厄运书安排 季仙神神情复杂地看向韩觉 问道 你已经是仙人 为何能留在凡间 韩觉戏谑笑道 拜我为师 我便教你 哼 己仙神扭过头去 他心里不由琢磨 韩觉确实比他师父厉害得多 只是感情上 他不能接受 他一直拿韩觉当兄弟 当竞争对手 早日回去吧 这妖界没那么好欺负 韩觉起身道 然后走入黑色裂缝中 返回先天洞府 此裂缝只能由他踏入 若是季仙神 方良跟上 没有请神术的联系 他们会迷失在虚空之中 韩觉离去后 方良 季仙神陷入沉默中 方良戏谑笑道 谁才是天下第一 哼 回去吧 免得那家伙 又来找我们麻烦 嗯 两人立即起身离去 一路上 他们都在讨论 韩觉到底有多强 回到先天洞府内 韩觉拿出厄运书 开始诅咒恶来妖圣 安排 太乙天仙便可在上界称 妖圣 看来妖圣未必很强 韩觉默默想道 悟道剑好奇问道 主人 您刚才去哪了 为何身上有小良子的气息 韩觉回答道 去救了他一下 这小子与己仙神一起 差点被人打死 看吧 外面很危险 你可别出去 悟道剑醋眉 方良已经很强 己仙神更是天下第一 这两人联手 竟然还差点被打死 看来这外界确实不能去 悟道剑抖擞精神 继续修炼 韩觉一边诅咒 一边观察扶桑树下的处世人 这丝上山后 竟然没有修炼 神经病 不修炼 来拜师作甚 说来也奇怪 佛祖转世 竟然修道 怕是狼人吧 佛门想给道门来一手 釜底抽心 韩觉对处世人 一直处于观察态度 不敢轻易培养 要不然找老哥 打听一下世尊佛祖 韩觉觉得可行 下次再去吧 反正处世人不想修炼 等他快要老死的时候 必然着急 想着处世人 韩觉又想到寻长安这个丑和尚 这么多年了 怎么还不回来 可怜我慕容起徒孙天天遭罪 自从跟着寻长安出去 慕容起遭遇多少次袭击 还重伤过 比起寻长安 韩觉更心疼慕容起 慕容起多好 开朗豪气 还敬爱他 寻长安动不动就自闭 动不动就想窃 韩觉都想将他逐出师门 不过 念在这是神佛的诅咒 他只能隐忍 也不知道多久 寻长安才能摆脱此戒 靠他自己肯定是不行 还得看韩觉 何时达到神佛的境界 再亲手破解诅咒 想到这儿 韩觉摇头失笑 十三年后 扶桑树下 处世人已经老了 他白发苍苍 身形消瘦 靠着树干望向天边 眼神茫然 杨天东睁开眼睛看向他 不由皱眉 这小子 卫卫 楚小子 你还能活几年 你有什么未了的心愿吗 黑玉姬笑问道 他只是开玩笑 处世人好歹也是 助激进修士 活个近两百年不难 只是他没有服用助颜丹 所以才老了 三头交王细血笑道 他的心愿怕是很难实现 想要天下放弃修炼 我都怀疑他是妖族派来的奸细 处世人一听 猛地回头 沉声道 只有世人放弃修炼 轮回秩序才能正常 至于妖族 到时候 天道不会纵容他们 我们能管的只有自己 图灵问道 那你为什么修炼到助激进 我 我是为了大善道法 虚伪 你 楚世人快要气炸了 自从上了苦修城仙山 他的好脾气 都被磨光了 这些人太贱了 不赞同他也就罢了 还总是嘲讽他 就在这时 先天洞府的大门打开 韩绝和悟道剑走出来 一看到韩绝 众人纷纷起身行礼 楚世人愣了愣 他还是第一次见到韩绝 好俊的面相 他还以为斩神长老是老人形象 韩绝走到扶桑树前 抬头看向两只金屋 道 你们是不是可以突破了 阿大点头道 是的 不过我们怕被天道驱逐 所以不敢突破 韩绝丢出两块避天石 其中一块是羊块地缘送的 拿着这两块石头 可以让你们不用杜劫 以后只要不离开此山 就不会被天道驱逐 闻言 两只金屋大喜 连忙咬着避天石开始修炼 其他人一听 顿时明白了一点 韩绝早已超越凡间 他是靠着那两块石头 才留在凡间 韩绝看向三头娇王 右手一挥 将冤黄龙的龙魂递给他 道 此乃真龙魂魄 意识已经被我抹去 你吞噬后 血脉应该能得到蜕变 不用担心被夺射 三头娇王惊喜 连忙扣写韩绝 楚世人看得一愣一愣的 韩绝故意刺激他 你想劝我放弃修炼 我当着你的面 帮其他人变强 杨天东 图林儿 黑玉姬 混沌天狗 期待地看向韩绝 韩绝没好气道 你们修为这么差 看我坐肾 等你们接近凡间顶点时再说吧 悟道剑跟着狐假虎卫道 就是就是 一个个不好好修炼 韩绝转身回洞府 楚世人连忙跑过来 跪在韩绝身后 高声喊道 请师祖带头放弃修炼 杨天东一听 差点吓尿 冲过来将他一脚踹翻在地 胡说什么 杨天东怒吃道 气得浑身颤抖 这小子胆子真大啊 还真敢劝韩绝 韩绝扭头 用余光看向楚世人 道 这世上谁都可以 劝他人放弃修炼 就是你不行 楚世人爬起来 擦了擦嘴边的血迹 问道 为何 他毫无畏惧地盯着韩绝 第178章 神秘红石 变强的韩绝 你没有修行 如何知晓 修为是天下太平最大的阻碍 韩绝转身盯着楚世人问道 楚世人道 强权代表着不公 凡人最大的强权是黄权 天下最大的强权是修真 若天下人都是凡人 不用追逐修行 人人平等 何来强弱之分 韩绝问道 倘若天下人都是凡人 有的人胜来没有手脚 体验不到常人的欢乐 那这天下真的公平吗 你追求的是 没有争斗的麻木事件 还是人人欢声笑语的极乐事件 极乐事件 楚世人被震倒 他下意识回答道 当然是人人欢笑的极乐事件 总有人想长生 若无法长生 就不能欢笑 这类人 你要如何改变 韩绝继续追问道 其他人认真地听着 他们听出了韩绝的道心 楚世人道 我带领他们追寻其他欢乐 凭什么 什么凭什么 凭什么你能改变别人的志向 你有什么资格 倘若你有 那些想要欺压你的人 那些喜欢行恶的人 你凭什么就说 他们就没有这个资格 因为他们是错的 凭什么他们是错的 你认为错就错 还是天道亲口告诉你 他们是错的 说到底 你只是想要让全天下听你的 想要让天地变成你想要的天地 我没有 其实你并没有错 韩绝语风一转 诡异笑道 楚世人愣住 还以为韩绝要骂自己 这个弯转得太快了 韩绝道 你的修为若是最强 那你不就可以创造你想要的天下 楚世人沉默 你明明有绝佳的天赋 是修行容易 还是说服全天下人容易 你就只有不到两百载寿命 活到至今 你劝通了多少人 韩绝的话 犹如一把刀刺入楚世人的心中 他劝了很多修行者 没有一人被他说服 韩绝忽然问道 你信佛 还是信道 这片凡间的修真界 以道门为主 佛门的修行之法罕见 甚至可以说是绝技 但佛在凡人之中 倒是很流行 许多王朝都信佛 楚世人回答道 自然是信道 我信仰的是大善道法 天下皆善 韩绝意味深长道 也不知你能否坚持本心 必不会改 否则错骨扬灰 魂飞魄散 永世不得超生 楚世人保证道 神情坚定 韩绝不知佛门的用意 也不多说 踏不回洞府去 悟道剑紧随其后 杨天东将楚世人拉到一旁 开始教训 楚世人恍惚 还在想韩绝的话 他想要的 真的就是对的吗 若是想要世人放弃修行 就得自己先修行 达到最强再改变世人 这又算什么 又当又立 楚世人彻底迷茫了 接下来十年 两只金屋接连突破至散仙境 韩绝严令他们 不得离开苦修成仙山 否则会被天道驱逐 其他人很好奇 苦修成仙山 为何有抗拒天道的能力 在这十年里 楚世人仍没有修炼 每日枯坐在树下 不知在想什么 韩绝在专心修炼 但距离轮回天仙境中期 还差得远 累积也有二十多年 天仙境的修行 比地仙境难多了 甚至可以说 差距极大 怪不得丈姑兴说 最好达到太乙天仙 再出来闯荡 太乙天仙之下 接蝼蚁 当然 天仙只不过是较大的蝼蚁 韩绝看到仙帝 被大神将诛杀 导致他认为 即便成就仙帝 也不能肆意妄为 再说大神将 虽然牛逼轰轰 可他也会被敌人困住 或许只有达到 虚无缥缈的大罗之境 才能真正超脱 韩绝睁眼 拿出厄运书 开始放松 他这一生一直在修炼 总得需要点娱乐活动 首先诅咒的是 恶来腰胜 得给这丝搞点事 数月后 行红旋回来了 回来的第一件事 便是找韩绝 韩绝很懂事地 将悟道剑赶出洞府 导致草精丫头十分不满 我师姐呢 韩绝问道 要是长院回来了 肯定也会吵着来见他 行红旋回答道 我们回大宴后就分开了 他说 要回老家一趟 他还有老家 谁知道呢 不管他呢 夫君 你看 这是什么宝贝 行红旋右手翻开 一块奇怪的红色石头 出现在手中 韩绝接过一看 这块红石除了颜色 看起来就是一块普通石头 他用自己的神石探查 发现红石内部 有一团古怪的气 即便是轮回天仙境的他 也无法将其洞察 又是宝贝 韩绝暗自心惊 这丫头的运气太好了吧 他谨慎地问道 这块石头 你从哪里捡来的 行红旋回答道 天上掉下来的 差点砸中我 我一瞧 能从天上掉下来的石头 岂会那么简单 又是天上掉下来的 之前的避天石 也是天上掉下来的 韩绝可不幸是巧合 定然有原因 冥冥之中 有一双眼睛在窥探他 别想了 这么久不见 我想死你了 行红旋嬉笑道 开始主动帮韩绝脱衣 韩绝无奈道 这么急 当然急啊 我可是日日想着你 我的天之傀儡还好吗 呸 我只是拿他说说话 又没做什么 我们玩点新花样吧 什么新花样 你听我指挥 一个月后 行红旋心满意足地离去 悟道间望着他离去的背影 不由咬牙 他身上充斥着主人的气味 太浓郁了 悟道间有些怀疑人生 自己天天陪伴着主人 为何都不能跟主人这么亲近 行红旋一回来 就可以 动腐内 韩绝正把玩着红石 左手拿着避天石进行参照 看了半天 他也没有瞧出明白来 他不再继续观察 重新开始修炼 或许等他修为提升到某个阶段 就能看透红石 三年后 韩绝还在修炼 他忽然感受到一股力量 想要将他的意识拽走 虽然不怎么强 但他记得这股力量 赤云仙 韩绝放松 任凭赤云仙 将自己的意识 带到一片浩瀚星空中 赤云仙才太以天仙境初期的修为 韩绝已经追上来 论真实实力 韩绝必然比他强 再次见到赤云仙 韩绝感慨万分 当初 他觉得赤云仙很强 高高在上 如今觉得不过如此 第179章 轮回天仙境中期 大劫将至 赤云仙率先开口道 妖圣背后的势力快要妥协了 一旦天庭将妖圣扶珠 很快就要清理凡间 不少仙神已经注意到你 在系统的隐藏功能帮助下 赤云仙不知韩绝的修为 已经追上自己 韩绝点头道 多谢提醒 之前一大波仙神 对他产生好感 仇恨 说明仙神也同意了 他想证明自己天赋的方案 按照战孤星所说 下凡的天将最强 不超过太乙天仙境 韩绝的压力自然不会大 你似乎得罪了聚灵武神 清理此方凡间的带队天将 便是他 赤云仙继续说道 韩绝并没有稀奇 聚灵武神的修为 在太乙天仙境圆满 并非不可立敌 韩绝皱眉道 我不认识聚灵武神 之前倒是有一位 天将下凡找我麻烦 名为杨散 赤云仙恍然大悟 道 原来如此 杨散乃是聚灵武神的人 职位不高 但深得聚灵武神喜欢 不过话又说回来 杨散私自下凡 有为天规 此事我必然要参他一本 韩绝笑了笑 也没有多说什么 赤云仙目前只是 给他通风报信而已 说到底 他也不怎么硬气 否则怎会允许 自己的凡间被清理 对了 你可听说过世尊佛祖 韩绝忽然问道 世尊佛祖 听说过 佛门有五大佛祖 世尊佛祖的名气极大 主要是因他背弃了佛门 他竟然劝佛门放弃修炼 可笑至极 赤云仙回答道 提起此事 他就想笑 韩绝诧异问道 为何 谁知道呢 我总觉得 佛门有大阴谋 韩绝陷入思索中 倘若赤云仙说的是真的 那处世人 可能并非是佛门安插的手段 真是理念不合 换作他手下有这样的弟子 肯定要将处世人送往敌方势力 或许这就是处世人习道的原因 等妖圣之事结束 我就会被调离 到时候就帮不了你 若是你后悔了 现在还来得及 我能帮你引荐入天庭 赤云仙盯着韩绝认真道 韩绝摇头道 我还未后悔 多谢前辈好意 两人没有聊很久 韩绝的意识到 回到肉身内 他拿出厄运书 开始诅咒聚灵武神 毕竟这丝是太乙天仙圆满 能伤一点是一点 自从苦修成仙山成为道场后 灵气增幅五倍 山上所有人的修行速度 都开始提高 三头焦王服下冤黄龙魂破后 血脉开始朝着真龙蜕变 但还未完全变成真龙 他倒是多长出了两个龙头 变成五头焦王 不仅如此 他的修为 也已经达到大成近八层 其他人的修为 也在稳步提升 最弱的杨天东 也开始角逐容须静 行红玄 西玄仙子回来后 发现山上的灵气增多 也不再出去闯荡 也跟着闭关 当灵气达到一定程度时 再弱的资质也能成仙 当然 苦修成仙山 还未达到那种程度 大概又过去十年 方良回来了 他先拜访韩绝 再回到扶桑树下开始修炼 韩绝注意到他有些落寞 也没有提及那位妖族圣女 看来这次经历了情商 韩绝也不在意 既然方良不愿说 他又何必多问 他点开人际关系 查看邮件 你的好友莫复仇离开人间 你的道理宣秦君 踏入太乙道果 成就太乙帝先 你的徒弟苏奇 传播霉运 你的仇敌黑狐妖帝 气运衰减 减受三千年 你的徒孙慕绒起 遭遇妖兽袭击 X178930 你的好友周凡 遭遇你的徒孙慕绒起袭击 身受重伤 幸得大能相救 你的徒弟寻长安 获得天地负责 气运大涨 莫复仇离开人间 韩绝皱眉 韩绝注意到周凡被慕绒起袭击 这又是怎回事 周凡也太惨了吧 韩绝忽然有些心疼 虽然周凡自大 又苦大仇深 但对他的好感 一直没有降低 死了数次 如今打不过慕绒起也正常 也不知他们二人 是因何事起了冲突 韩绝看了一会儿 便将神识连通莫竹的天之傀儡 莫竹在一处祠堂内打坐修炼 没有其他人陪伴 莫复仇去哪儿了 韩绝的声音响起 莫竹立即睁眼 韩绝也不是第一次通过天之傀儡联系他 所以他也不震惊 只有欢喜 他连忙拿出天之傀儡 回答道 数年前 他说自己感受到了机缘 要单独外出 具体去哪儿了 我们也不知晓 莫复仇 莫幽灵 莫竹三人在数百年里 找到了不少莫家子弟 重新聚集后 远离世俗 莫家子弟已经过千 算是重新崛起 不过全天下都在追杀摩修 所以莫竹也不敢回去找韩绝 最近修行如何 韩绝问道 莫竹回答道 我快要突破荣须禁了 他的语气有些得意 传承莫家魔工后 他的修行速度确实有些快 两人聊了一会儿 韩绝便切断了与天之傀儡的联系 莫竹心情愉悦 这么多年过去 他还在意他 我一定要好好修炼 以后跟着他一起飞升 陪伴他在修行路上 一直走下去 莫竹坚定地想到 这么多年过去 他应该已经达到大成绩 他们的距离还差得远 十二年后 韩绝终于达到 轮回天仙境中期 他终于觉得 修行速度有些慢 毕竟他又不只是 先帝后裔一个气韵 还有六道灵体 见到顶级天赋 顶级物性等 扶桑树 地仙葫芦 彼岸花 天地草 九天银和水都 还在成长过程中 苦修成仙山的仙气 不可能与上界相比 韩绝默默想到 还是得飞升啊 等度过天庭一劫 他就该考虑飞升了 只要天庭肯放过这片凡间 韩绝就算了无牵挂 他不能加入天庭或者神功 这两方大势力肯定是多 当然 若是在飞升前 他还能通过系统 获得一些滋生仙气的天才地宝 也不是非得飞升 韩绝一边想 一边巩固修为 这一日 大雁迎来数百年难见的大雪 比当初点速妖王苏醒时的暴雪还要大 连天上太阳都被飞雪遮蔽 不只是大雁 其他州 王朝也是如此 韩绝莫名不安 恐怕是大劫将至 身为轮回天仙 他的预感自然超凡 命运渐气大轮 天地之子 扶桑树下 方梁抬头望向天穷 白茫茫一片 飞雪漫天 图灵狄咕道 这雪不对劲 因为苦修成仙山已是道场 飞雪无法落入苦修成仙山内 使得苦修成仙山成为附近山川中唯一没有被积雪覆盖的山 三头娇王好奇问道 哪里不对劲 这雪蕴含灵气 阿大接话道 两只金乌也在歪着头望向天穷 杨天东 楚世人 黑玉姬 混沌天狗都在张望 这时 韩绝 悟道剑走出洞府 来到扶桑树下 天亭可能要来 韩绝坐下后 轻声说道 天亭 众人动容 在神话里 天亭就是仙神的代表 方良之前也得知天亭要清理凡间 所以神情复杂 什么意思 托连不解 方良立即为众人解惑 待他说完 所有人脸色大变 仙神要清理凡间 这不是灭顶之灾 又是什么 韩绝平静道 我准备阻拦仙神 此言一出 众人都震惊地看向他 他们都知道 韩绝很强 但已经强到 可以抵挡天亭 天亭不可能清朝而出 只会派遣部分天兵天将 若是我能挡下 让天亭看到我的实力 我再以加入天亭为条件 换取人世间太平 韩绝轻笑道 他说得云淡风轻 但徒子徒孙们 都能感受到那份压力 黑玉姬忍不住道 主人 你已经可以飞升了 要不然带着我们跑吧 他真觉得 韩绝没必要死磕 韩绝笑道 试试吧 若是挡不住 我们只能跑路 徒林促没道 师父能跑 我们怎么办 放心吧 我可以带着此山一起飞升 这句话是真的 苦修成仙山 已经变成道场 可隔绝天道 飞升之后 他们只要不离开 苦修成仙山 就不会被仙界的仙气压死 三头交往不由大骂 这就是仙神 因为猜忌 就要清理整片凡间 为何不直接攻打魔族 我不信 天亭做不到 感觉这就是表面功夫 清理一下凡间的魔道 我们就是牺牲品 这样的把戏 他之前也玩过 与其他妖王争力 对方妥协 将利益让给他 但他必须服众 所以 对方就会推出一些妖怪来背锅 无论怎么想 直接清理凡间 听起来就不对劲 毕竟这片凡间 仍是正道为主 其他人也觉得 天亭太过阴暗 混沌天狗看向楚世人 嘲讽道 要是我们放弃修炼 那就死定了 等着天亭收拾我们 楚世人的眉头皱得很紧 他的心情也很难受 确实如混沌天狗所说 倘若放弃修炼 别说妄想天下太平 整个天下都没了 师祖 那要不要将师父 师兄叫回来 方良问道 韩觉回答道 我已经叫了 他通过六道印记 已经通知寻长安 慕容起 好好修炼吧 争取早日 也能为我分忧 韩觉笑道 众人羞愧 至此 所有人都开始发愤图强 拼命修炼 楚世人仿佛下了决心 也开始修炼 他的天资 令所有人瞠目结舌 就连韩觉也被吓到 短短一年 他便练就金丹 这特么是开挂啊 韩觉不由好奇 世尊佛祖到底有多强 佛门五大佛祖 必然是比大神将 还要厉害的存在 一谎言 又是十四年过去 寻长安 慕容起回来 慕容起仿佛变了一个人 气势十足 已经超越合体近五层 不愧是神功战神转世 寻长安还是那么丧 无药可救 值得一提的是 楚世人对寻长安 莫名的很亲近 总是跟他聊天 寻长安倒是很喜欢楚世人 失职失职地叫 比较自己徒儿还亲近 没办法 这么多年过去 慕容起对他的耐心 早就磨没了 对他一点也不尊重 甚至经常吼他 韩觉看到他们相处 觉得怪怪的 寻长安前世 只是佛门养的天才地宝 而楚世人可是佛祖 如今寻长安变成佛祖的诗书 关系乱了 自从楚世人开始修炼后 杨天东便趾高气昂 楚世人已经达到原音境 十四载便成就原音境 什么方梁 什么慕容起都不如他 方梁 慕容起也被吓到 更加刻苦修炼 洞府内 韩觉一边修炼 一边为悟道剑解惑 悟道剑的资质也很强 毕竟得到过 先神的论道感悟 虽不能跟楚世人比 但比杨天东 黑玉姬之流 还是强得多 天地欲派遣 妻子夏凡对付你 你有以下选择 一 立即飞升 不与天庭死磕 可获得随机天才地宝 二 暂不飞升 等待天庭夏凡 可获得一次神通传承 一块天道灵石 韩觉眼前忽然跳出三行字 他看得愣住 天地之子 那就是杀不得了 杀天兵天将还好 他能代替 可杀天地之子 他还能给天地担 韩觉紧皱眉头 要不然立即飞升算了 不可 飞升后 丹青真人 朱雀 一大堆仙神 说不定在蹲他 况且 苦修这么多年 也该显现威风 在无人问津的地方悄悄修炼 在万众瞩目之时 横空出世 打不过再逃 韩觉有了决断 选择不飞升 恭喜你获得神通 命运渐气大轮 命运渐气大轮 见到神通 因果神通 可以渐气 创造出因果轮盘 万物被吸入其中 将被斩断命数 形神俱灭 恭喜你获得一块天道灵石 一座幽暗的大殿 大门忽然打开 一阵刺目金光 驱逐殿内的黑暗 伪暗的天地飞入大殿 神威浩荡 正殿上正在修炼的 一名银甲男子 睁开眼睛 他立即起身 跪拜天地 在天地面前 他显得那么的渺小 但他眉宇间 透着一股傲气 整个人的气质 充满自信 天地俯视着他 道 善儿 妖圣之士 已经落下帷幕 等天伐结束后 朕要你下凡 清理一方人间 此方人间出了一位天骄 恐怕已达天仙 你需得全力出手 这名银甲男子 名为龙扇 天地之子 母亲来自真龙族 一直在天庭修炼 龙扇诧意问道 这般修为 为何不飞升 曾有先帝朝凡间 丢了一块天道石 被他得到 或许此子与那位先帝有关 你且全力一战 不必留守 可杀 可杀 第181章 四大气韵 天地大劫 龙扇对你产生仇恨 当前仇恨度为一星 刚传承完神通的韩诀 看到眼前跳出这行字 他跟着查看龙扇的信息 龙扇 太义天仙境圆满 天地之子 真龙血脉 得天龙大地传承 万古南出的天骄 具有越境杀敌的强横实力 因天地要求他挑战你 对你产生兴趣 当前仇恨度为一星 天地之子 真龙血脉 天龙大地传承 万古南出的天骄 这算是四个先天气韵吗 韩诀暗骂 这逼开挂 太义天仙圆满 还能越境杀敌 又是一个主角母版 韩诀有了危机感 他继续修炼 命运剑气大轮 将此神通炼成之后 韩诀开始提升其他剑道神通 短时间内 修为无法提升 先把实力提升上去 再次来到剑气长河 撞见战孤星 还未等韩诀打招呼 战孤星率先开口道 大闹天庭的妖圣 已经被抓 即将遭受天罚 很快天庭就要恢复太平 到时候就要继续清理魔族 韩诀点头道 我已经知晓 那位妖圣被抓了 他不是背后有势力吗 战孤星平静道 他只是一枚棋子 一枚佛门与天庭博弈的棋子 天庭将仙界西域之地 全部都划分给佛门 天庭要面子 那妖圣必须死 韩诀越听 越像孙猴子的故事 虽然西游记 没有写得这么的阴暗 但经过现代社会 冲浪者们的各种阴谋论 西游就演变成了佛门的阴谋 那妖圣是猴子吗 韩诀问道 战孤星答道 我怎会知晓 毕竟我一直待在这里 若非为了你 我才懒得打听这些 韩诀一听 顿时上路子 笑道 多谢老哥好意 战孤星哼道 什么老哥 不叫前辈 都这么熟了 叫前辈多生分啊 行吧 你真的考虑好了吗 虽然有大神将的潜力在 但天地老谋深算 喜怒无常 眼光极高 或许你很难入他的法眼 若是不行 那我也只能放弃 我即便打不过 逃还是能行的 我就觉得 你小子不对劲 修的似乎不是太义道过 你的道统更像是阴间六道 我也不清楚 我又不是大能转世 有机缘便抓住 也对 随后 韩诀向战孤星打听世尊佛祖 战孤星确实对世尊佛祖有过了解 五大佛祖中 世尊佛祖最没功力心 但深受开辟六道轮回的那位影响 觉得生死轮回才是至高之道 才是真正的天道 他甚至在与佛门弟子讲道时 屡次劝说放弃修炼 把其他四大佛祖气坏了 其中一佛祖 说你这么信奉生死轮回 为何你不入轮回 于是 世尊佛祖便真的投入轮回之中 乐无音讯 战孤星感慨道 韩诀听后才彻底确信 这并非佛门的阴谋 是世尊佛祖真的有问题 战孤星忽然戏谑笑道 你这么关心世尊佛祖 是不是已经接触到他 他已经转世上千次 佛门也没有接他的意思 你不用担心 佛门巴不得 世尊佛祖勇多轮回 韩诀露出笑容 老哥问啊 这都能算到 他又询问龙善 没听说过 战孤星的回答 让韩诀无奈 也对 天地之子不可能救一位 两人又聊了一会儿 韩诀便继续前进 人世间的暴雪 持续很多年 雪中蕴含灵气 使得修真者都收益 但对于凡人而言 这便是大灾 越来越多的凡灵死 在雪灾之中 大地 山川被飞雪洞 为冰川 再也不见绿色 韩诀莫名想到 冰河世纪 莫非地球之前 也是面临大劫 所以才迎来冰河世纪 是地球在自保 很有可能 不过 那都是前世之事 韩诀首要的目标是 努力变强 天庭随时会来 韩诀开始焦虑了 他每日都在等 导致他修炼时 总是很难静心 苏琪已经回来了 也是韩诀叫回来的 他说黑狐妖帝 修行时走火入魔 所以他离开得很顺利 没有任何阻碍 韩诀听后 不有想效 扫把星 还是扫把星 苏琪回来后 发现灵气被掌 大为惊喜 直接开始闭关 距离与战孤星聊天 大概过去七年 韩诀按捺不住烦躁 便起身走出先天洞府 西玄仙子 长院 行红旋都在洞府内修炼 没有再出去 韩诀找到西玄仙子 西玄仙子 听到他的声音 便让他入府 算起来 韩诀已经很久 没有跟他论道 再次见到西玄仙子 韩诀发现 他与以前一样 依旧有种仙子的 高高在上气质 你怎会舍得出关来看我 西玄仙子笑问道 他看向韩诀的目光 充满深意 他不傻 明白韩诀对自己的心意 整个玉卿圣宗 有几人能入苦修城 仙山修炼 韩诀笑问道 天庭要来之事 你可曾听说过 此事在苦修城仙山 并非秘密 行红旋已经知晓 以他和长院的关系 肯定告诉长院了 长院又是西玄仙子的弟子 必然也已经知晓 西玄仙子道 我已知晓 其实你不用 为了玉卿圣宗 为了天下人 而留下来 你已经可以飞升 早点飞升吧 没必要与仙神死磕 至于我们 还有玉卿圣宗 这都是命 没必要让自己设险 认识你也有千年了 我对你的性格 还是很了解的 你最开始想要的 只是修仙 你要的是长生不死 没必要被感情牵绊脚步 活了这么久 说实话 我已经活够了 纵然明日就得死 我也没有不甘心 唯一觉得愧疚的是你的情 你对我的好 我恐怕是无意回报 他很少这样一次性 说这么多话 韩诀笑道 放心吧 我定然有万全之策 若是打不过 我带着苦修成仙山一起飞升 只是 你愿意跟我走吗 西玄仙子摇头失笑 我若是说不愿 便是不识抬举 虚伪 随后 他岔开话题 开始跟韩诀聊起过往 韩诀焦躁的心 也跟着平静下来 与西玄仙子聊了数日后 他又找到长院 同样聊了数日 心境彻底恢复平静 回忆过去 也是有用的 能记起初心 重新回到仙天洞府内 韩诀正要修炼 眼前忽然浮现出一行字 检测到此方凡间天归被收 天地大劫即将到来 第182章 漫天仙神 清理人间 天归被收 天地大劫将至 韩诀深吸一口气 终于要来了 也不知天庭会派遣多少天兵天将前来 龙扇必然要来 聚灵武神也可能会来 为了谨慎 韩诀拿出厄运书 开始诅咒龙扇 聚灵武神 他可不在乎什么圣之不武 对方还以多七手 势强凌弱 天庭 灵霄宝殿 天地坐在宝座上 威严浩荡 背后神光闪耀 殿上仙神各个英明神武 气势强大 一身赢甲的龙扇 站在天降一众内 面无表情 等待着天地的安排 妖圣已经扶诛 魂魄堕入轮回 接下来该清理凡间的魔族余孽 一共多少方凡间被染指 天地缓缓开口道 一名鹤发童颜的白袍老者抱拳道 回禀陛下 魔族入侵四十三方凡间 其中有十一方凡间 值得清理 这么多 天地皱眉 眼中闪过一丝不悦 仙神们也不禁怯怯思语 白袍老者苦笑道 妖圣耽误 我们太久 给了魔族可乘之计 这场妖圣浩劫 持续了近千载 确实有些长 天地开口道 该清理的清理 朕就不追问 而等自己处理 不过有一处凡间 朕要让你们亲眼看看 他右手一挥 一道神光从袖中飞出 悬浮在殿内的半空中 幻化成一面巨大的镜子 镜中浮现出苦修成仙山的场景 白雪哀哀 漫天飞雪之中 苦修成仙山 仿佛被一层无形的光膜保护 隔绝暴雪 有种高处不胜寒的 飘渺苍茫感 天地开口道 数百年前 而等看过那两位凡人的狂言 朕发现 此界的气韵 远超其他凡界 除了一些大能转世 主要是来自此山 此次清理凡间 此界必须最大力度 善而也得参与 仙神们不由看向龙扇 怪不得此子出现在殿上 一尊魁梧天将开口道 末将院 带领部下清理此剑 他身高十丈 绑大腰圆 脸庞方正 虎目浓眉 散发着极强的霸气 众仙神哗然 没想到聚灵武神 竟然要亲自清理凡间 再加上龙扇 这牌面 已经超越清理凡界的力度 此界的天骄 真有那么厉害 此界之战 届时众仙神 务必于此殿观看 天地继续说道 这番话 令仙神们 不由看向同一个方向 大神将 大神将身形雄伟 面容英俊冷立 身上的铠甲燃烧着烈焰 头关上插着一对凤翅 不断摇动 可谓是风神俊义 霸气非凡 当年大神将在凡间挑战仙神 天地也是让众仙神观看 目睹大神将的风采与天资后 无人敢反对 让大神降入天庭 之后 大神将在天庭的培养下 迅速崛起 成为天庭如今最锋利的一杆枪 大神将神情淡漠 没有吭声 众仙神不由期待 接下来的凡间之战 会如何的精彩 不会有下一位大神将出现 龙扇忽然开口道 吸引了仙神们的注意力 只见他目光灼灼地 看向大神将 道 凡间只有一位大神将 不会再有第二位 但天庭不会只有一位大神将 他的话很冲 但大神将没有生气 反而低头一笑 仙神们皆是露出笑容 只因龙扇是大神将的崇拜者 曾跟随大神将修炼过一段时间 八年后 韩绝年满1100岁 但没有出现奖励选项 看来过了1000岁后 就不会再出现百年一奖励 这让韩绝有些失望 这些年里 凡间的暴雪终于退去 阳光普照 春意盎然 凡人们欢呼 修真戒却是一片惨淡 天仙府已经将天庭 即将清理凡间的消息传开 全天下都陷入惶恐中 魔修们也被吓到 他们虽然我行我素 但也不希望苍生被仙神屠戮 一时间 正魔两道都开始疯狂抓捕魔族余孽 许多像墨家一样的家族被屠杀 至于墨家 早就躲起来 远离世俗 不受影响 这一日 一道红中巨响震撤天地 全天下众生都能听到 紧接着 一道威严声音响起 此人间受魔族同化 恐成万界之灾祸 按照天条 当面 众天兵天将听令 清理凡间 哄 全天下炸锅 聚灵武神的声音来得太突然 让所有人都措手不及 无边无际的雷云 遮蔽凡间天穷 众生抬头望去 层层雷云之上 出现一道道恐怖身影 高高在上 伪暗如山 苦修成仙山 寒诀 悟道剑走出洞府 同样望见天穷上的仙神 漫天仙神 神威压世 虽然数量不算恐怖 但每一尊身影都很巨大 俯瞰人间 给人间带来绝望 恐惧 天威降临 笼罩天下 那就是仙神 三头交亡惊呼道 其他人都紧张地抬头望去 苏奇 西玄仙子 行红玄 长月儿纷纷赶来 同样抬头望去 每一个人都脸上都写满震撼 他们都是凡人 都是第一次目睹仙神之姿 面对雷云上的神影 他们只觉得自己就是蚂蚁 无比渺小 欲卿圣宗也乱了 无数弟子在议论 长老们纷纷开启护宗大阵 但他们都明白 他们的阵法面对仙神 如同虚设 扶桑树下 黑玉姬 混沌天狗 两只金乌 杨天东 寻长安 苏奇 图离儿 三头交亡 方良 慕容启 楚世人等等 所有人齐齐看向韩绝 面对这般恐怖的仙神 韩绝还要战 如何战 虽然韩绝之前表现出来的实力很强 可与天上的仙神相比 气势天差地别 雷云上最矮的神影 少说也有千丈高 黑玉姬颤声道 主人 我们跑路吧 这怎么打 压根没得打 韩绝没有理会他 而是仰着头望向天穷 双目眯起 他看到了一人 那站在最顶端 也是最伟岸的恐怖神影 聚灵武神 聚灵武神站在九天之上 俯视着人间 神情冷漠 犹如在看地上的虫子 韩绝能感觉到 聚灵武神在盯着自己 想要向天庭 证明自己天资的凡人 来吧 一个时辰后 若无人能证明自己的天资 天乏降临 清理人世间 聚灵武神的声音无比洪亮 震撼人心 明明说得很平静 却仿佛在咆哮 在嘶吼 第183章 神仙打架 凡人遭殃 聚灵武神的话令 全天下疯狂 仙神要灭世 绝境之下 没有人敢跳出来 挑战仙神 他们心中都有一丝侥幸 万一仙神是开玩笑的呢 韩爵在犹豫是主动出击 还是在苦修城仙山 等着仙神打上门来 我被修士面对生死 岂能畏惧 一道沧桑声音响起 准确地说响彻十周九朝 韩爵没有听过这声音 但他能感受到 一股气息在远处生腾而起 大城修士 不只是他一人 还有其他大城朝着天穷飞去 隐藏在天地各处的大城修士 纷纷出动 天下新亡 他们不得不出手 几仙神也出手了 携着万军雷霆 纪仙神义无反顾地冲上云霄 身后是天仙府的大能门 仙神又如何 人定胜天 几仙神意气风发地大笑道 豪情万丈 他等今日已经等了很久 远处 阵阵黑色妖物冲向漫天仙神 妖物之中赫然是黑狐妖帝 这是天下苍生的新王之士 而非人族之士 黑狐妖帝自然也得出手 这也是寄仙神不杀黑狐妖帝的原因 黑狐妖帝虽团结妖族 但也承诺过若是仙神袭击人间 他必定出手 数十位人间大能杀上天穷 层层雷云之上 一尊尊神影举起手中的神兵 朝着凡间挥斩而去 毁天灭殿 耀眼光芒充斥天地间 晃得韩爵都不禁眯眼 不行 这些人根本挡不住仙神 还是得他出手 韩爵丢下一句话便离去 你们不要离开此善 当强光散去时 所有人定睛看去 不由睁大眼睛 空中出现一尊万丈巨人 正是韩爵 神通 法天相地 韩爵一步步踏天而去 仿佛空中有一条无形的阶梯 一身金袍四翼鼓动 他抬手 用自身法力 为大雁挡下天兵们麾下的浩瀚法力 避免大雁遭遇摧毁 刹那间 漫天仙神奇奇转身 全都看向韩爵 就是他 好强大的法力 凡间竟有如此修为 莫非他身上有天道石 据说杨散就是死在他手下 仙神的声音很大 响彻整个凡间 天下众生不由愣住 这些话的意思是 凡间有堪比仙神的大能 天的另一边 季仙神稳住半空中 脸色苍白 天兵们的进攻 让他招架不住 不过听到天兵们的话 他不由露出笑容 无论如何 有曹道友顶着 哼 一道冷哼声响起 是聚灵武神的声音 只见站在最顶端的聚灵武神 忽然俯身 苍生大惊 有种天崩的惊悚感 聚灵武神实在是太巨大 太伟岸 韩爵看清了聚灵武神的面容 纵然他已经万丈高 面对聚灵武神的脸 仍显得渺小 太乙天仙 怪不得你敢这般狂妄 聚灵武神哼道 语气充满杀意 灵霄宝殿 殿上仙神皆是哗然 太乙天仙 凡间怎会出现这等妖念 莫非是仙界有人下凡 不清楚 可不管怎样 对于天庭而言 确实是好苗子 毕竟他出现在我们所掌管的凡间 他多少岁 算不到 他身上应该有质宝 可屏蔽因果推算 天地面无表情 无视众仙神的议论 目光紧紧盯着光镜中的韩爵 面对高高在上的聚灵武神 韩爵没有畏惧 神情坦荡 他抬起右手 食指指天 整个大雁 所有人都能看到韩爵的万丈身躯 韩爵面对漫天仙神指天的画面 深深地震撼到他们 接下来一幕 更是令他们终生难忘 哄 天地玄黄 破戒剑指 剑气顺着韩爵的右手 食指射出 扶摇而上 剑光闪耀天地 天兵们来不及反应 巨灵武神下意识台掌抵挡 恐怖剑气爆开 震散天穷雷云 杀 伴随着巨灵武神惊怒的咆哮 数不清的天兵 从云海之上俯冲而下 犹如万千剑与倾下 韩爵手中出现一把剑 鸿蒙判定剑 他单手执剑 继续踏步登天 快速挥剑 剑气横荡 势不可挡 一尊尊天兵 被韩爵诛灭 身死到消 天兵们的实力 都在散仙境 哪里是轮回天仙境的韩爵对手 韩爵也没有留守 倘若他饶这些天兵一命 天庭岂会不知他怕了 苦修成仙山上 寻长安 杨天东等人 目睹韩爵的战斗风姿 无不是兴奋地颤抖 师祖好强 慕容起激动地说道 原来师祖是真的有底气 其他人的眼神中 也写满震撼 崇拜之色 西玄仙子望着韩爵的背影 心中感慨万分 想当初韩爵拜他为师 他何曾想到过 此子会强盗与仙神战斗 韩爵一往无前 沿途轻松诛杀一名名天兵 但他的目光锁定着聚灵武神 太以天仙圆满 不得不说 聚灵武神的气息确实恐怖 即便已经达到轮回天仙境中期 韩爵仍感受到压力 想要秒杀聚灵武神 很难 但韩爵仍充满信心 同境界 他就是无敌的 一道红光从天而降 犹如天外陨石降临 猛地撞上韩爵 正是聚灵武神 聚灵武神同样施展法天向地神通 身高万丈 与韩爵在高空中大战 两尊天仙各师神通 直接震得天穷撕裂 空间扭动 数不清的天雷 交织在天地间 凡间承受不住 天下各地灾祸并起 无论是凡人 还是妖兽 大多都在逃窜 哀鸿遍野 韩爵可顾不得凡间的情况 他全神贯注地战斗 虽然 他一直在苦修 但有模拟失恋在 他的战斗经验 还是很丰富的 玄黄剑气 接连落在聚灵武神身上 并没有造成实质性的伤害 这次的铠甲非同寻常 聚灵武神想要伤到韩爵 更不容易 韩爵不断腾磨 让他的大刀根本劈不到 韩爵猛地挥剑 剑气浩荡 化为一片无边无际的剑气汪洋 数不清的剑影凝聚呈现 密密麻麻 犹如宇宙里的星辰 数不胜数 三清诛事 聚灵武神动容 这是什么神通 刹那间 无数剑影从四面八方杀向他 浩浩荡荡 壮观至极 掀起的狂风呼啸八方 将大地上的山林 吹得摇动不停 甚至连根拔起 神仙打架 烦人造样 第184章 1100岁的天仙 三清诛事一出 强大的聚灵武神 迅速落入下风 即便他法力无穷 身上铠甲防御力强大 仍挡不住源源不断的剑影 他不断挥刀 咬牙坚持 韩爵站在天边 接连挥剑 剑气汪洋 不停地凝聚出剑影 射杀向聚灵武神 其他天兵吓得不敢靠近 只能远远观望 怎么可能 聚神打不过他 聚灵武神 可是他以天仙圆满啊 他不可能是凡人 绝对是仙界之人下凡 糟糕 我们又要当炮灰 怪不得要清理这片凡间 竟然藏着如此强者 天兵们惶恐不安 在天庭 他们地位最低 但他们也惜命 不想死 大多数仙人成为天兵 并非是为了情怀 也都是为了利益 韩爵抬起左手 时不时射出天地玄黄破戒剑指 洞穿聚灵武神的铠甲 聚灵武神恼怒 灵霄宝殿内众仙神都看着 他可不想败下阵来 他忽然化为一条雷电消失 几乎是同时 韩爵挥剑转身 枪 刀剑相击 声音清脆刺耳 让天下凡灵短暂性失聪 韩爵面露轻蔑笑容 道 就这 聚灵武神被激怒 面目扭曲 失去理智 他怒吼一声 凭借着霸道力量将韩爵先飞出去 可他还未继续行动 千万剑影再次席卷而来 剑影化为声势浩大的洪流 撞上聚灵武神的胸膛 聚灵武神被压得坠下 鲜血不断从嘴中溢出 这是仙神之血 飞溅在云海之中 直接让云海消散 可恶 聚灵武神咬牙切齿 拼尽全力 想要停下来 但有源源不断的剑影射来 轰得他下坠之速越来越快 万丈身躯从天而降 何等的恐怖 何等的壮观 犹如巨月 掀起灭世狂风 下方山川被压得炸开 移为平地 大地崩裂 无数裂缝出现 尘土飞扬 一座座城池被强风摧毁 不知有多少凡人 家畜 妖兽 被卷向天边 聚灵武神落地 砸得方圆千里之地崩塌 在仙神面前 凡间的一切都显得脆弱不堪 无数剑影从天而降 疯狂地落在巨灵武神身上 轰的一声 巨灵武神的铠甲被震碎 肉身承受着三清诸事的摧残 让他忍不住咆哮 好似一尊荒谷凶兽在嘶吼 惊天地 气鬼神 韩爵居高临下的俯视 巨灵武神 心中犹豫 要不要杀巨灵武神 巨灵武神可不是天兵 继续呀 先灭其肉身 韩爵眼中闪过一丝狠色 伴随着巨灵武神嘶吼连连 他的肉身很快被三清诸事诛灭 只剩下魂魄 还在承受着三清诸事的压制 无法腾挪 韩爵抬头望天 道 天庭荡真要不顾一切的清理凡间 他的声音响彻整个人间 在灵霄宝殿内回荡 天地面无表情 仙神们窃窃私语 焦头接耳 巨灵武神 或许不是天庭的一流天将 但也是中流砥柱 大多数征战都是他率领 一名魁梧如铁塔的天将站出来 沉声道 陛下 此子太狂妄 我认为 该请动天罚 直接灭了此剑 其他文仙纷纷附和 但也有一部分仙神不以为然 大神将漫不惊心道 陛下之前已经说过 若是他能展现天资 可以放弃清理人间 他估计才千岁 便达到天仙之境 这等天资儿等有吗 此言一出 所有仙神安静下来 大神将的面子 谁敢不给 魁梧天将冷哼一声 也没有继续劝说 天地无视仙神 继续盯着光景看 看到韩觉强势镇压仙神 欲清圣宗的修士们 欢呼连连 九鼎真人 也面露狂热之色 他知道韩觉很强 但没想到 强大到连仙神 都完全不是其对手 他心里满是庆幸 幸好自己听从李清子的意见 没有得罪韩觉 扶桑树下 苏奇望着天边的宏伟场景 神情恍惚 不知为何 他总觉得这一幕很熟悉 似曾相识 仿佛曾经梦见过 慕容起 图黎儿看得热血沸腾 恨不得立即参与其中 其他人也很激动 难以保持平静 哼 当真以为我天庭无人 一道冷哼声响起 犹如闷雷乍响 韩觉扭头看去 只见一阵浩瀚荧光 从天而降 普照天地 耀眼光芒之中有一道身影 正朝着韩觉走来 龙扇 龙扇身上的银甲 迸发着神光 手中提着一把三叉戟 披风四翼鼓动 散发着不可一世的绝强气势 他比聚灵武神强 这是韩觉的第一感受 他转身看向龙扇 镇压着聚灵武神的三清诛事 跟着消散 韩觉变回本尊 法天相帝会持续消耗法力 他打算全力对付龙扇 这可是天地之子 真龙血脉 天龙大地传承 万古天骄 不能大业 龙扇目光灼灼地看向韩觉 问道 你多少岁 韩觉平静道 刚满一千一 闻言 龙扇皱眉 走向韩觉的步伐加快 灵霄宝殿内 一片哗然 一千一百岁的天仙 怎么可能 大神将猜对了 这比龙扇这位天地之子还要夸张 赤云仙立即从仙神中站出来 抱拳道 陛下 死子必须收啊 不然是天庭的一大损失 他激动坏了 没想到韩觉还真能挡住天兵天将 而且强势镇压比他还强得聚灵武神 赤云仙心中骄傲 这可是他管辖的凡剑 其他天将纷纷附和 这等天骄 确实很难遇到 若是培养 必成为下一位大神将 没错 望陛下三思 倘若天庭有两位大神将 那我们岂能被佛门欺压 听着众仙神的话 天地面不改色 开口道 再看看吧 而等觉得善与他 谁能赢 此言一出 所有仙神沉默 这还真不好猜 龙扇的天赋恐怖绝伦 战斗力难以估量 但韩觉对付聚灵武神 也显得无比轻松 他们不敢妄加猜测 无论猜谁 都可能得罪人 看天地这态度 韩觉很大可能会成为 他们中的一份子 一名白发老仙悠悠开口道 龙扇殿下得大地传承 他的优势 从来不是修行速度 而是斗战 有人带头 其他仙神 纷纷跟着支持龙扇 顺便拍天地马屁 第185章 绝对不能败 韩觉不知灵霄宝店内的情况 他现在只有一个目标 击败龙扇 龙扇明显比聚灵武神要强 不过韩觉并没有感到危险 再强也是太义天仙 两人越走越近 气势不断增强 周遭的天空被压得扭曲 秦义诛杀我的决心与我一战 因为我不会手下留情 龙扇盯着韩觉 语气淡漠地说道 韩觉暗骂 你科目背后有天庭 有你天地老子 你当然有恃无恐 可我呢 韩觉对龙扇的印象 增添三星仇恨度 几乎是同时 韩觉与龙扇 同时冲向彼此 哄 强光蹦陷 闪耀天际 韩觉快速挥舞 鸿蒙判定剑 与龙扇对决 龙扇双手挥舞 手中的三叉戟 轻松挡下韩觉的每一剑 两人都在试探彼此 并没有拼尽全力 但试探只持续了数息时间 龙扇的攻势猛地提高 一挤将韩觉击飞出去 他跟着持挤朝前刺去 长枪如龙 法力化为一条五爪金龙 好似山脉 呼啸长空 势不可挡地杀向韩觉 天象快速变化 仿佛天宫在变脸 韩觉摸清楚龙扇的法力强度后 立即施展三清诛事 此神通杀伤范围大 杀伤力更是恐怖 一直是韩觉杀敌的绝学 剑气汪洋一出 数不清的剑影迅速凝聚 再杀向龙扇 龙扇丝毫不慌 先前韩觉与聚灵武神的战斗 他可是亲眼目睹 他挥动三叉戟 法力化为九条金龙 快速盘绕周身 诛灭四面八方 袭来的所有剑影 龙扇一边防御 一边冲向韩觉 他面露眷狂笑容 韩觉确实很强 但是没有他强 韩觉施展天地玄黄 破戒剑指 但被龙扇躲开 眼看着龙扇就要杀到跟前来 韩觉直见化缘 剑气跟着卸出 在面前凝聚出一个巨大的剑气轮盘 高速旋转 剑气在大轮中高速盘旋 掀起恐怖飓风 命运剑气大轮 因果神通 龙扇本能地感受到危险 脸色微变 立即腾挪至韩觉后方 韩觉转身挥剑 无数剑影斩出 声势浩大 撞上龙扇 龙扇靠着周身的九条金龙 挡下剑影洪流 但他仍被压得向后飞去 好强大的剑气 他的法力挥霍不尽 龙扇紧皱眉头 感受到韩觉的难缠 那命运剑气大轮 让他觉得十分危险 不能靠近 可若是保持远距离 他只能被动地承受三清诛事 韩觉眼神一宁 觉得不能再耽误下去 越快击败龙扇 越能证明自己的天赋 他肩膀一抖 猛地长出两颗头颅 四条手臂 神通 三头六臂 麒麟剑跟着 出现在一只手上 双手朝着龙扇挥剑 剑气 剑影不断杀出 剩下四只手伸出十指 跟着朝龙扇指去 天地玄黄破戒剑指 韩觉的攻势暴涨 剑影 剑气之术远超之前 在这般狂暴的攻势下 龙扇的九条金龙 接连被诛散 不好 龙扇脸色大变 连忙躲避 花 林肖宝殿内一片哗然 看到韩觉强势压制龙扇 他们都一副活见鬼的神情 三头六臂 盗门神通 死子是盗门的人 没有 他身上并没有盗门的因果 可能只是机缘吧 不得了 他的体质似乎不简单 竟然可以这般挥霍法力 殿下要败了 先生们惊异连连 天地脸色平静 静静观战 凡间 天兵天将们远远地观战 他们都瞠目结舌 巨灵武神被诛灭肉身 连天地之子也打不过韩觉 现在的凡人都这么凶 同时施展三头六臂 天地玄黄破戒剑指 三清诸士 玄黄剑气 韩觉强势压制龙扇 仿佛有三位韩觉在战龙扇 龙扇不敢靠近 怕被命运剑气大轮 伤到 只能不断躲避 但众仙神都在天上看着 他再躲 也不敢直接逃走 这可是关乎颜面之战 他之前已经夸下海口 龙扇咬牙 眼中充斥着狠色 他的银甲迸发出神光 化为一道银色长红 冲破无数剑影 剑气 势不可挡地杀向韩觉 韩觉眼神一凝 台长拍去 六道绝印 六道法力凝聚成一个 好似蚊子一样的 巨大黑印撞上迎面杀来的龙扇 生生将其挡下来 韩觉跟着腾罗 来到龙扇身后 命运剑气大轮 正好对着龙扇 恐怖的犀利 将龙扇拉入命运剑气大轮中 不好 龙扇脸色巨变 奋力逃脱 但这股犀利实在是恐怖 周遭的空间 都被吸得剧烈扭曲 他周身的金龙跟着嘶吼 仿佛被逼入绝境 龙扇也没有慌乱 双手迅速掐动法掘 刹那间 他的法力凝聚出一尊银色光影 呈现于他头顶 这尊银色光影身形霸气 虽看不清面容 却散发着有我无敌的气势 大跌 杀跌 龙扇怒声喝道 头顶上的银色光影 抬起右手 朝着命运剑气大轮拍去 哄 命运剑气大轮 直接被拍散 含绝皱眉 几乎是同时 他的手臂没有停手 疯狂施法 进攻龙扇 他甚至还张嘴 口吐剑气 龙扇猝不及防 被无数剑气压得坠向大地 千万剑影跟着倾下 犹如天崩 疯狂落在龙扇身上 龙扇落得先前聚灵武神的 被动下场 糟糕 龙扇终于慌了 含绝的神通 施展速度 实在是太快 他根本跟不上 他身上的银色光影 承受上千万剑影 剑气的袭击后 终于破散 这下子 龙扇只能用肉身承受这一切 轰 龙扇坠地 砸穿地表 大地裂开 仍有数不清的剑影 剑气从天而降 乍一看 好似一条黑柱 连接着天与地 含绝面无表情 不停地施展神通 六臂启动 三头皆是神情冷峻 犹如洪荒战神 狂暴霸气 下方 龙扇承受着 含绝的剑气 剑影 肉身如沙包一样 无法躲避 再这样下去 我必败无疑 龙扇愤怒地想到 他闭关之后的第一战 竟然败得一塌糊涂 他甚至没有伤到含绝 灵霄宝殿的先生们 以及他父亲 如何看他 想到这儿 龙扇的双目通红 他不能败 他绝对不能败 第186章 三清诸事 九中天 我乃天地之子 身龙族的天之骄子 更是得到大地传承 我凭什么说 凭什么 龙扇在心中怒吼 血脉深处蕴含的 神秘力量被激发 轰的一声 他爆发出恐怖气势 犹如火山爆发 冲破剑气 剑影 周围的土地 全都碾为灰烬 高空中的韩绝 目睹一股银色光柱冲天起 直接震散三清诸事的 剑气汪洋 韩绝不由挑眉 这丝爆中了 这不是主角母版 是什么 不过 无好镇压主角 韩绝立即催动六道法力 再次挥斩出剑气汪洋 一层叠一层 足足九层剑气汪洋 这是韩绝之前领悟的 无法让三清诸事的强度提升 不如就提升数量 九层剑气汪洋 相当于九个三清诸事 这一招对韩绝的法力 消耗极大 若非六道轮回宫乃 先帝宫法 他不可能这般挥霍法力 三清诸事 九中天 九重剑气汪洋 迅速凝聚出剑影 数不胜数 看得天下凡人 瞠目结舌 大多数凡人看不清 是韩绝在施展神通 还以为是 仙神准备开启天罚 毁天灭地 我的老天 谁来救救我们 为什么 为什么仙神要杀我们 我们做错了什么 天道不公啊 仙神不忍 仙神不忍 天下各地的生灵 都在哀嚎 随着韩绝与龙扇的大战 还在继续 天地很难承受天仙之战 各种天灾不断出现 灵霄宝殿内 仙神们也被这一招惊艳到 慈子的法力 无穷无尽 他对剑道的领悟极深 不对啊 殿下可是得大地传承 莫非慈子也是 他的功法不简单 或许他也有先帝传承 不一定 殿下要真正开始了 龙扇来到高空中 看到九重剑气汪洋 他不由瞪大眼睛 他心里第一次生起无力感 对方到底是何方神圣 真的是天仙 不行 我不可能败给通境界之人 龙扇用愤怒压制内心的不安 他高举右手 三叉戟重新飞回他手中 他摇身一变 变成一条千丈长的白龙 面目猙獰 嘴中獠牙尖锐如刀 他的龙目冲血 好似两颗巨大的血珠 他嘶吼着冲向韩绝 三头六臂的韩绝面无表情 轻轻挥剑 九重剑气汪洋凝聚而出的 亿万剑影 直接落下 这一刻 韩绝仿佛手持天线 操纵天罚的战神 这三青猪是九中天 便是天罚 画龙的龙扇 已经顾不得那么多 失去理智的他 全速冲向韩绝 亿万剑影落下 在众生眼里 天塌了 轰 轰 轰 无数剑影落在白龙身上 白龙 嘶吼着继续前进 他的眼里只有韩绝 当他距离韩绝不到千米时 他还是被三青猪是 压得坠向大地 不计其数的剑影如 暴雨倾盆般落下 而韩绝在这场暴雨中 高高在上 冷漠俯视 白龙哀嚎着 再次被压在大地上 忍受着三青猪是 带来的痛苦 整个人间大地都在摇动 很快 白龙浑身是血 已经能看到森森白骨 韩绝面无表情 心里则有些慌 天帝还不开口 再这样下去 龙扇就真被他杀了 那样的话 他与天庭算是不死不休 他倒是不怕 大不了逃 但这片人间就彻底没了 他再强 也不可能与整个天庭抗衡 与此同时 灵霄宝殿内的仙神们 也急了 陛下 还不结束吗 殿下快撑不住了呀 此子明显是在等天庭的态度 否则殿下已经死了 没错 之前的聚灵武神 也没有彻底陨落 我觉得可以烧 连文仙们也开始倒戈 韩绝展现出来的天赋 实在是太惊艳 这样的天骄杀了可惜 放走更是大患 天帝眼神闪烁 没有回答 大神将气定神闲地站着 也不开口劝说天帝 韩绝目睹着龙扇的肉身被诛灭 只剩下元神 龙扇对他 只有一心仇恨度 到这个地步 仇恨度还未增长 有点骨气 加入天庭吧 一道苍茫而霸道的声音 传入韩绝的耳中 传音术 韩绝顿时懂了 检测到天帝邀请你加入天庭 你有以下选择 一 同意 获得天帝的好感 可获得一块天道灵石 二 拒绝 获得天帝的仇恨 以及天庭无休止的追杀 可获得一次神通传承 一箭至宝 韩绝眼前跳出三行字 看到第二个选项 他不禁无语 韩绝在心中问道 凡间呢 不再清理 天兵天将马上撤退 可以 但能不能再等等 我不想现在飞升 嗯 好 我同意加入天庭 韩绝跟着停手 三清诸室九中天跟着消失 龙扇的魂魄躺在巨坑中 奄奄一息 天兵们皆是松了一口气 倘若龙扇死在他们面前 他们都得陪葬 这时 天帝的声音响彻天帝 此凡间被魔族渗透 本该抹除 然 有人站出来 以自身资质 换取人间太平 望众生 记得他的功谋 天兵天将撤退 重启天规 天帝寂静 所有的天灾全都停下 仿佛有一股神秘力量 在抚平一切 韩绝松了一口气 天帝果然信守承默 天帝对你产生好感 当前好感度为三星 你选择加入天庭 获得一块天道灵石 天兵天将立即带着巨灵武神 与龙扇的魂魄离去 韩绝跟着查看人际关系 天帝的头像一看就很霸气 这丝 长得很符合韩绝心中天帝模样 在韩绝看来 天帝应该是高高在上 霸道绝伦 如同秦始皇那般 而非西游记略显懦弱的玉帝 天帝 修为为之 天庭之主 无量大地 掌控所有仙神 性情难以捉摸 因你的天资 对你产生好感 当前好感度为三星 无量大地是什么 韩绝暗自好奇 他转身 飞回苦修成仙山 玉卿圣宗都在欢呼 因为他们都看到韩绝出山 拯救世人 得到天庭认可的人 是他们的斩神长老 来到扶桑树下 徒子徒孙们都很惊喜 黑玉姬兴奋道 我们不用跑路了 韩绝笑着点头 道 没错 其他人围上来 一个比一个激动 方良兴奋问道 师祖 您会加入天庭吗 韩绝笑道 不急 虽然度过此劫 但他可不想立即加入天庭 以免麻烦是多 这一战 他肯定得罪了不少仙神 第187章 最大的靠山 仙神撤退 凡间太平 一时间 人间充满欢笑 欲卿圣宗更是欢腾不断 热闹非凡 韩绝与徒子徒孙们聊了一会儿 便回到仙天洞府内 此战让他受益匪浅 大神将对你的好感提升 当前好感度为三星 文曲星对你的仇恨降低 当前仇恨度为一星 地太白对你产生好感 当前好感度为二星 雷神对你产生好感 当前好感度为二星 树金星对你产生好感 当前好感度为一星 神鹏元帅对你产生好感 当前好感度为一星 韩绝眼前跳出一行行提示 大多数都是好感 仙神们不傻 韩绝的表现 足以成为下一位大神将 自然都想拉拢 当然 也有一些仙神暗自嫉妒 只是他们想不到 韩绝能接收到他们的好感 仇恨 韩绝稳定心静 今日一战 让他意识到了自己的不足 之前他跨境界都是秒杀 现在还需战斗一段时间 虽然龙扇也很不简单 乃是天庭的天之骄子 但依旧让韩绝感到不安 不行 他得提升自身的实力 境界越往上 同境界的差距必然越小 韩绝可不想 以后连同境界的敌人 都无法击败 想到这里 韩绝抖擞精神 还得再努力 时间仍然 天兵天将撤离后 过去十年 人间恢复太平 魔修近乎绝技 先前魔族引得天庭清理人间 导致正道与妖族 皆痛恨魔道 魔道也怕仙神 魔修接连迷途之反 欲清圣宗之小 对抗仙神的是韩绝 导致此事传遍天下 关于韩绝的画像与神像 遍布全天下 当然 画得并不准 神像跟韩绝的形象 差距也大 十年里 仙神没有在下凡 韩绝也安心修炼了十年 这一日 几仙神前来拜访 两人相约小树林 你要飞升 韩绝诧意道 几仙神点头道 仙神之节已经过去 我没有必要再留在凡间 况且 我跟你不一样 我没有留在凡间的手段 我可不想拜你为师 韩绝沉默 几仙神问道 你何时飞升 韩绝回答道 再看吧 一入天庭 那就是兵 多麻烦 几仙神哼道 那我先去天庭混 以后照着你 说完 他就后悔了 如今的韩绝 已经不知强到哪里去 即便他飞升 也未必能超越韩绝 不行 我不能这么想 我迟早超越他 我生来就是要做最强的存在 几仙神眼神坚定 韩绝笑道 那助你前程似锦 几仙神心情好转 问道 方梁何时飞升 再看吧 嗯 两人陷入沉默 最终 祭仙神离去 韩绝刚准备转身离去 结果迎面撞上一人 天帝 韩绝吓得连忙后退 天帝的头像 他一直记得 毕竟是大佬 天帝看起来 与他一样高 穿着一身白袍 没有头像上那么霸气 更有种儒雅气质 韩绝深吸一口气 要淡定 天帝对他 可是有三星好感度 应该不会害他 天帝微笑道 韩绝正让沙儿对付你时 让他全力以赴 抱着杀你的决心与你斗 韩绝沉默 静静地看着他 朕并非是要他真的杀你 只是想看看你的潜力 你并没有辜负朕的期待 天帝的笑容很和蔼 并没有压迫感 韩绝诧意问道 您期待我 天帝双手赋于背后 笑道 你很不简单 你修得不是太义道 却能吸引不少大气运者 就连我天帝的扫把心都拜你为师 或许你有着阵也看不透的命数 韩绝暗自心惊 转念一想 也正常 天帝是何等存在 怎会看不透苏奇的根脚 你是不是怕麻烦 不想入天庭 所以故意拖延 怎么会 阵观你一生的因果 少之右手 与你有交际的人数 比凡人一生交际的人还少 阵好奇 于是推算你的前半生 没想到你竟是 从小便苦修的怪胎 怪胎 韩绝感觉自己被羞辱了 天帝笑道 你若是不想入天庭 卷入麻烦中 也可以 韩绝愣住 天帝要放过他 朕让你顶替赤云仙 当这片凡间的仙观 如何 至于赤云仙 朕知你们关系不错 他也会升挺级 平时不会有仙神打扰你 待遇上 朕让你享受善儿一般的修行资源 待你强大起来 可成为天庭的第二位大神将 顶替赤云仙 韩绝心动了 天帝继续道 平日里 你不用上灵霄宝殿面圣 朕会找人与你见面 若是有任何需求 可找他相助 毕竟正是天帝 不可能一直围着你转 韩绝听出了弦外之意 小心翼翼地问道 您相当于要将我藏起来 这待遇开得太好 很合韩绝之意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相当于剥夺了韩绝在 全语名上的绝逐希望 天帝平静道 天庭水深 势力错综复杂 朕想要你成为朕的人 而非天庭的人 你答应吗 韩绝不傻 这就是战队问题 他若是拒绝 那就死定了 况且 天帝很有诚意 也不拐弯抹角 狠合韩绝的胃口 跟着天帝混 应该不会差 韩绝道 自然愿意 说实话 我不敢飞升 就是因为在上界没有靠山 我还有不少仇敌 天帝似笑非笑道 你杀了他们留在凡间的后手 对吧 从今以后 朕便是你最大的靠山 朱雀一族 与龙仙岛 都不会再刁难你 当然 你也不能给朕惹是生非 除非别人招惹你 另外 朕与你的对话 不要传扬出去 也不能跟赤云先说 堂堂天庭之主还要保密 这天庭的水是真的深啊 韩绝点头 道 放心吧 我的人品 你应该已经从我的前半生观测到 天帝对你的好感提升 当前好感度为四星 天帝抬起右手 掌心之中 浮现出一个卷轴 此乃天庭的剑道传承 你应该会喜欢 韩绝接住卷轴 刚想说话 抬眼一看 天帝已然不见 不愧是无量大帝 当真是来无影去无踪 韩绝打开卷轴 率先看到四个字 通天剑道 第188章 地太白 轮回天仙境后期 回到先天洞府 韩绝拿出通天剑道 开始参悟 能让天帝拿出来的绝学 定然不是大路货色 悟道剑好奇问道 这是什么 韩绝回答道 一种剑道 文言 悟道剑眼睛一亮 问道 我能学吗 韩绝抬眼看向他 哼道 等我先学会后 再教你吧 悟道剑若是能变强 韩绝自然高兴 总不能一直当花瓶 更何况 韩绝相信自己 还能获得更强的神通 不怕教会徒弟 饿死师父 以悟道剑对自己的感情 不可能叛变 就算叛变 韩绝也早就打下六道印记 有的是办法解决 这样做或许对悟道剑不公平 但防人之心不可无 即便是自己最亲近的女人 韩绝也不能完全信任 长生才是第一目标 不能被感情蒙蔽双眼 韩绝不再多想 专心参悟 他越看越心惊 这通天剑道 有点东西啊 可以 绝对能帮他提升实力 灵霄宝殿 天帝坐在宝座上 再次恢复高高在上 霸气绝伦的冷漠姿态 殿上只有一人 一名白胡子老仙 此仙名为帝太白 在天庭的地位 相当于文仙之首 帝太白好奇问道 陛下 您真的将通天剑道赏赐给了那人 天帝道 嗯 以他的资质 不到千年 应该能完全掌握 帝太白感慨道 天庭获得如此天骄 大兴是迟早的事 朕不打算让他位列先班 至少在他踏入太乙经先前 不会考虑此事 这样也好 以免被神功 佛门 妖庭针对 以后 你全权负责韩觉 韩觉有任何需求 只要不过限 你尽力满足 若是有人危害他 你也得帮忙出头 明白了吗 明白 善儿情况如何 殿下已经恢复肉身 道心也稳固 并没有记恨韩觉 也没有记恨您 反倒觉得是自己不够强 不够努力 嗯 比他的兄弟姐妹们有志气 天帝露出笑容 目光看向灵霄宝殿外 蒂太白由于片刻 道 神功的那位先帝转世 已经觉醒地道 佛门与神功似乎 天帝哼道 似乎勾搭上了 对吧 天庭乃道祖认可的 仙神正统 如今道祖闭关无数载 他们都想推翻天庭的统治 不碍事 天庭也有自己的人脉关系 他不了 蒂太白笑着点头 天帝似乎想到什么 意味深长道 帝府那位 似乎与韩绝也建立了某种约定 倘若妖圣之魂转入韩绝的凡间 你就帮忙隐瞒此事 当然 不能让帝府那位知晓是朕的意思 帝太白愣了愣 连忙硬下 五年后 韩绝将通天剑道完全学会 他不由感叹 这剑道真是高深莫测啊 顶级剑道资质 顶级剑道悟性的他 竟然花了五年时间 才完全学会 换做其他人 恐怕一辈子都学不会 通天剑道 分为四层 第一层 一剑通天 第二层 斩因果 第三层 剑开洪荒 第四层 诸仙剑阵 韩绝初见诸仙剑阵时 不由想起风神演义里的诸仙剑阵 非四圣不可破知 待他学会诸仙剑阵 他才明白 并没有他想象中那么无敌 通天剑道里的诸仙剑阵 能发挥多强的威力 还取决于剑有多强 韩绝立即进行模拟试炼 之前与龙扇 聚灵武神战斗时 他已经让系统拷贝了他们的实力 靠着通天剑道 韩绝直接秒杀龙扇 他只使用了第一层剑道 一剑通天 打聚灵武神 也是秒杀 韩绝开始单挑他们两个 以一对二 仍是秒杀 这通天剑道很强啊 韩绝美滋滋地想到 他抬手一指 将通天剑道第一层 传授给悟道剑 一道光束钻入悟道剑的额头中 他浑身一抖 紧接着便进入一种玄妙的参悟状态 韩绝继续修炼 争取早日达到轮回天先进后期 虽然天帝成为了他的靠山 但他可不会完全寄托于天帝 万事还是得靠自己 时光荏苒 二十年一化过 数十年前的天庭之劫 已经彻底过去 世人已经不再提起 当年之劫 修真戒也恢复往日 有人争斗 有人飞升 亦有人讲道天下 欲清圣宗因韩绝的功劳 受益肥浅 已经成为十周九朝的圣地 有源源不断的散修 凡人前来败宗 韩绝一直没有被打扰 安心修炼 也成功突破 智伦回天先进后期 这一日 苦修成仙山 迎来一名客人 正是帝太白 他直接踏入苦 修成仙山 无视护山大阵 连道场的防御阵法 也如同虚设 杨天东 楚世人 方梁等人被吓到 全都站起来 还以为敌人来袭 帝太白笑道 悟荒悟荒 我乃天庭仙神 此次前来 是为韩绝献上仙位 此言一出 众人面面相去 帝太白瞥了扶桑树一眼 暗自心惊 竟然是扶桑树 怪不得此子 能在凡间修炼 帝太白走向仙天洞府 韩绝将洞口打开 并将悟道剑赶出来 入府后 帝太白和韩绝 客套了一番 韩绝也得知了他的身份 帝太白 太以金仙境圆满 天庭二品文仙 文仙之首 乃天帝左膀右臂之一 深受信赖 因你的资质 以及天帝对你的看重 对你很有好感 当前好感度为三星 之前是二星好感度 如今又长了一颗星 值得一提的是 系统能检测到 太以金仙境圆满 而帝红叶 大神将 天帝的修为 无法检测 这说明这三人 至少也是先帝 帝太白从袖中 掏出一块金色令牌 道 此乃天道令 可让你掌管 此方凡界的天道 也能通过此令 与我联系 以后有任何需求 麻烦 皆可找寻我 在天道 令上打入灵魂印记 便可使用 韩爵笑着接下此令 帝太白也没有立即离开 开始和韩爵客套 拉近关系 陛下赐给你的通天 见到可不简单 你若是能在千年内学会 日后成就先帝 应该不难 帝太白笑道 千年 需要这么久 韩爵一脸狐疑 帝太白感慨道 是不是觉得夸张 天庭有一位剑仙 用了万年 才学会通天见到 曾一剑斩断 命运长河 微震诸天 导致各方大势力 不得不出手 修复命运长河 第189章 天地的感慨 万界排名 斩断命运长河 这么厉害 韩爵虽然掌握通天见到 但还没强到那种地步 这也正常 再强的神通 也得看自身修为 韩爵好奇问道 何谓命运长河 何见到长河一样 并非存在于表象 而是在更深层次的空间 帝太白回答道 没错 命运长河关系 所有人的命运 若是命运长河断了 众生命数 也就断了 所以这是禁忌 各方势力 都得维系 韩爵若有所思 这修行之道 比他想象中 还要复杂 等你袭德通天见到 记得告诉我 我得把此事告诉陛下 让陛下高兴高兴 帝太白抚恤笑道 韩爵犹豫 要不要说呢 他的天赋 若是太夸张 会不会引来天地忌惮 可转念一想 天地是谁 会忌惮一位后辈 真若是如此 他与当年的大神 将岂能活下来 没必要隐藏 韩爵道 实不相瞒 我已经掌握了 通天见到 帝太白笑道 不错不错 学的 什么 掌握了 你别吹牛啊 这位文仙之手 无法保持淡定 怎么可能 那可是通天见到 韩爵无奈道 总不能对您老人家 出手试试吧 况且凡间也难以承受 若您不信 我们可以离开凡间 前往虚空试试 凡间之上是星空 星空之上并非仙界 而是一片虚空 什么都没有的虚空 帝太白立即道 我们走 他右手一挥 韩爵一晃眼 便来到一片昏暗的空间 没有光芒 但两人都是仙人 肉身散发着淡淡的神光 全力对我施展通天见到 帝太白开口道 韩爵也不留守 一炷香时间后 虚空又恢复平静 帝太白神情 复杂地看向韩爵 韩爵同样如此 这思竟然是剑修 等等 莫非帝太白之前 吹的剑仙 就是他自己 糟糕 这样的话 我岂不是打脸了 实非我愿啊 韩爵只想获利变强 不想打脸结仇 好在帝太白 并非小心眼之人 否则之前 也不会从一星仇恨度 转变为三星好感度 帝太白感慨道 我低估了你 陛下也低估了你 帝太白 对你的好感提升 当前好感度为四星 韩爵犹豫道 此事 帝太白笑道 放心吧 天知地知 你知我知 还有陛下知 不会再有第四人知晓 韩爵彻底放心 面露笑容 此事 我会立即前去告诉陛下 天庭之幸 天庭之大幸 帝太白笑道 然后送韩爵回洞府 之后 他立即返回天庭 韩爵也不多想 继续修炼 悟道剑回到洞府内 鼓着脸颊问道 那老头是谁啊 韩爵回答道 关你什么事 我 传你的剑道 学得如何 好难 还得参悟 那还不努力 整日想些有的没的 第一层剑道 我只用了小半年 你呢 这都过去二十年了 我错了 悟道剑惭愧 觉得自己的资质太差 愧对韩爵 韩爵 韩爵亨道 百年之内 你必须掌握 否则以后 我就不传你剑道 好的 悟道剑被激起斗志 眼睛都在放光 虽然通天剑道博大精深 但自从修炼此道后 他的修行速度与实力 都在稳步增长 最关键的是 此剑道 韩爵没有传授给其他人 悟道剑感受到了特别对待 心情自然美妙 灵霄宝殿 天帝动容 道 这才二十五年 他便已经掌握通天剑道 蒂太白强忍着激动 道 没错 我已经试探过 确实是通天剑道 他甚至连诸仙剑阵都能施展出来 天帝恍惚 殿内陷入寂静中 蒂太白不敢打搅天帝思索 保持沉默 殿内只有他们两人 梁九 天帝感慨道 朕真是低估他了 蒂太白跟着笑道 还是陛下慧眼如炬 留了他一命 不然数十年前他便死了 天帝笑了笑 苦修成仙山上有扶桑树 送一些助长扶桑树成长的仙水 至于道法 暂时不用 这小子的功法很不简单 估计是得过某位先帝的传承 天帝开口道 蒂太白诧意道 先帝传承 那我们这样会不会 天帝挥秀道 哼 哪位先帝能比朕 况且 韩爵的因果太少 估计那位先帝 也没把他放在眼里 万载后 纵然韩爵让那位先帝动心 韩爵是听他的 还是听朕的 不要总想着潜在危险 先付出再说 像韩爵 大神将这样的天骄 必定不会干居于人下 待韩爵成就先帝 岂会把先帝放在眼里 蒂太白一脸钦佩 连忙行李硬下 他似乎想到什么 道 有一位叫季仙神的凡人非生 他与韩爵有因果关系 之前还一同约定 对抗天兵天将 天帝道 安排天将职位吧 待遇七平 让他不要透露韩爵的半点消息 明白 一谎言 又是七年过去 地太白期间 来送过一趟鲜水 一共七平 可助扶桑树加速成长 十年一平 韩爵很高兴 对天帝的好感大幅度提升 他亲自为扶桑树浇鲜水 这一日 韩爵想到天道令 他如今也算仙神 还未让天道令认主 有些不称职 用灵魂印记认主的过程 不算繁琐 不到一个时辰 韩爵便掌握天道令 同时 他感受到了凡间的天道 正是天穷之上的宇宙星空 犹如画卷包裹凡间 韩爵通过天道令 能俯瞰整个人间 甚至能看到每一位凡灵 他试着去看周凡 很快就捕捉到周凡 周凡在一处圣地修炼 他又看了看其他好友 都能轻松捕捉到 这就是仙神的感觉 真爽啊 韩爵的神石 在天道令内捕捉到一块石碑 立于黑暗之中 当神石探入石碑后 一大股信息钻入韩爵的意识中 竟然是诸天万计的排名 韩爵的凡界名为赤云界 估计是赤云先取的 排在第4932名 名次不算高 也不算落后 一共有9000多凡界 凡界还有排名 有意思啊 韩爵也没有多想 懒得帮赤云界攀升 就这样挺好 中间阶段 不引人瞩目 也不知这排名是按什么来算的 找机会得问问地太白 平天大圣 菩提佛祖 韩爵将天道令 放入小乾坤腰带中 他拿出厄运书和天道灵石 开始帮助厄运书升级 虽然现在看似太平 又有靠山 但他可不会松懈 强如天庭 先前也被佛门要挟 在仙界 天庭绝非最强的势力 良久 韩爵眼前浮现出一行字 厄运书升级为 极品太义至宝 法宝等级分为法器 灵宝 绝品灵宝 太义灵宝 极品太义灵宝 太义至宝 极品太义至宝 提升之后 韩爵开始尝试 先诅咒单亲真人 诅咒五日便开始减受 韩爵记住了这个时间长度 诅咒同一人 绝不能超过五日 韩爵继续挨个诅咒 包括天庭内 对自己有仇恨的仙神 他一边诅咒 一边查看邮件 上一次看邮件 还是在十年前 你的好友纪仙神 遭遇天兵袭击 X10006 你的好友莫复仇重返人间 你的徒孙放梁修行时 梦入太古 道横大掌 你的道旅行红旋 遭遇妖兽袭击 X124 你的道旅行红旋 偶遇机缘 修为增长 你的好友龙扇 遭遇妖怪袭击 X230584 你的好友周凡德龙骨 肉身蜕变 修真界又开始风起云涌 不过获得机缘的人还是多 韩爵注意到龙扇的消息 这被袭击次数有点夸张 莫非是被天帝丢入腰狱了 龙扇以前 对韩爵有一心仇恨度 后来不知怎跌 变成二心好感度 估计天帝做了不少思想工作 韩爵看了一会儿 便专心诅咒 现在他已然是仙神 自然不能干涉凡间之事 纵然人间沧海桑田 他也得继续修炼 韩爵的下一个目标 是真仙境 早日突破之轮回真仙境 春去秋来 二十五年过去 韩爵还未突破至轮回天仙境圆满 这一日 他走出洞府 来到扶桑树前 扶桑树下 除了黑玉姬 两只金乌 三头娇王 图离儿 楚世人外 其他人又出去历练了 自从成就仙神后 韩爵便不再约束其他人 反正在他的凡间 也不可能给他闯出祸端来 经过天亭鲜水的灌溉 扶桑树已经有三百丈高 极为壮观 已经算是御清圣宗最壮观的场景 帝仙葫芦藤的七个葫芦子 也在不断长大 也不知何时才能孕育出生灵来 师父 最近我修行上有所疑惑 能否指点我一下 图离儿凑过来笑问道 终于让他逮到机会 韩爵道 你说 图离儿确实有修行上的困惑 不过韩爵为他解惑后 他没有就此罢休 而是跟韩爵聊起天 他的那点心思 韩爵还是懂的 不过他没有在意 他看向楚世人 道 你看你失职 修为快追上你了 楚世人的修为 已经达到容须境八层 距离合体境已经接近了 图离儿还在合体境 距离肚结境 还有一段距离 闻言 图离儿顿时尴尬 逃也时地离去 专心修炼 楚世人站起身来 来到韩爵面前 行礼之后 他欲言又止 韩爵笑问道 怎么 还想劝我放弃修炼 楚世人深吸一口气 道 没错 师祖你已经是仙神 完全可以让天下苍生 放弃修行 最近几年 他几乎没有修炼 就是因为心里 怀揣着这样的念头 韩爵笑呵呵道 我的志向 又不是让天下苍生 放弃修行 是人 你活着是为自己而活 还是为别人而活 楚世人愣了愣 道 自然是为自己而活 我只是想让我的人生 有意义 按照你的观点 人族养家畜 是不是也该放弃 家畜也是生灵 没错 众生平等 那人吃什么 吃粮食啊 你认为那些稻草 就不算生灵 这 你信奉生死轮回 可知投胎 为何有三六九等之分 正是因为有等级之分 坏人作孽 下辈子就不会投好胎 好人此生疾苦 来世却能大富大贵 这才是真正的平衡 你走入了误区 楚世人皱眉 欲言又止 他很想反驳 又觉得自己没有底气 韩爵看向楚世人 道 世人 想要让人放弃某种东西 你就得走到这种东西的尽头 看看他到底是什么 倘若真是荒芜一片 你才有坚定的道心去说服他人 倘若你不曾闻过花香 又岂能说花无常处 楚世人被说服了 师祖说得对 楚世人叹气道 楚世人对你的好感提升 当前好感度为四星 这番话 若是其他人跟楚世人说 楚世人必定比宜 但从韩爵嘴里说出来 那就不同 毕竟韩爵可是放弃飞升的机会 宁愿得罪天庭 也要保下天下苍生 这份正气 是楚世人向往的 楚世人也想像韩爵这样 能真正为天下苍生出力 韩爵正要说话 眼前浮现出一行字 检测到先天气韵者 是否查看其来历 韩爵挑眉 立即选择查看 周明月 金丹镜二层 上界妖族平天大圣转世 其师父乃是佛门五大佛祖之一的菩提佛祖 因不服天庭管教 被天庭追杀 后打上天庭 被天地以无上神通镇压 肉身被天罚摧毁 魂魄转入轮回 听闻欲清圣宗有仙神 周明月特意前来拜师 平天大圣 菩提佛祖 还说不是孙悟空 之前大闹天庭的这丝 怎么来到他所在的凡间 韩爵本能地抗拒 得到天道令后 他才知晓 凡间那么多 怎么可能那么多大能 转世到他面前来 不行 得去问问孟婆 毕竟孟婆是掌管奈何桥的 投胎肯定有他处理 韩爵应付了楚世人一句 便回到先天洞府内 他立即原神出鞘 跳入阴间 修为大长后 韩爵迅速捕捉到孟婆的气息 来到奈何桥前 奈何桥前魂魄 排成一条长龙 末端被阴间鬼屋遮蔽 怎么这么多魂魄 韩爵皱眉 上次来奈何桥 可没有这么多魂魄 天庭的天骄 你舍得来看老婆子了 孟婆的声音 传入韩爵的耳中 语气充满调侃意味 这段时间 又有一处凡间 被天庭清理 一整届的苍生都得投胎 老婆子有的忙了 第191章 轮回真仙境 穿越万界 清理人间 韩爵皱眉 除了赤云界 还有其他人间也是如此 她传音问道 这些年清理了多少人间 孟婆回答道 这已经是第十处人间 韩爵沉默 实界生灵啊 天地真够狠的 韩爵惊醒 她差点因天地对她的好 对其充满好感 现在看来 天地只是对她好而已 那实界没有出 韩爵这样的天骄 全都灰飞烟灭 真是可怕 我很好奇 为何一定要清理人间 韩爵传音问道 孟婆也没有犹豫 很快便回答了 倘若人间需要靠魔道 来提升整体气韵 那这样的人间 迟早会成为魔界 魔族虽然早就退出 天地主角的舞台 但一直贼心不死 百万年前 便曾发动过一起大劫 奈何天庭 无法完全诛灭魔族 只能限制魔族发展 你来找我就为此事 韩爵回过神而来 传音道 自然不是 我只是很好奇 为何赤云界 有这么多大能转世 孟婆笑道 你想多了 上界大能多如牛毛 每日不知有多少大能陨落 也不知有多少大能 从轮回杀回去 赤云界吸纳的大气韵者 其实已经算少的了 到目前为止 赤云界只有数位先帝转世 超越先帝的大能只有一位 三百年前 其他凡间还遇到大罗转世 整界气韵飞腾 众生皆享受大罗带来的红韵 超越先帝的大能 估计就是楚世人 韩爵意识到自己的误区 他以凡界的目光 去揣测先界 可能先界比所有凡界 加起来还要大 当真是惊仙多如狗 真仙满地走 韩爵暗自吐槽 涂离儿若是达到大成境 不要让他加入天庭 孟婆传音给韩爵 韩爵问道 不加入天庭 就是不飞升 嗯 以他的资质 必定会被天庭选中 除非资质差 才会被仙界的修仙宗门选走 行 韩爵爽快地答应下来 地府虽然归天庭馆 孟婆明显有私心 只要不让韩爵与天帝为敌就好 韩爵只想好好地修炼 韩爵继续看向奈何桥前的鬼魂队伍 不再打扰孟婆 这场景真是壮观 她的目光忽然落在一名鬼魂身上 轮回天仙之修为 一眼便看穿起前世过往 此人有点眼熟 前辈 这位鬼魂 麻烦让她投个好胎 韩爵传音给孟婆 并将该鬼魂的气息传给孟婆 嗯 孟婆直接应下来 韩爵看了一会儿 摇头一笑 那鬼魂在六世以前名为杨罗 曾是御清圣宗的外门直逝 也是他带韩爵入的内门 千年过去 杨罗早已不是杨罗 韩爵当初忘了帮他要助鸡丹 今日便还他一个人情 助他来是能助鸡 练就金丹 原因 快活一世 回到先天洞府 韩爵检测到周明月的位置 这小子就在山脚下跪着 仙神大劫过去后 山脚下跪拜的队伍比以往更多 周明月穿着御清圣宗内门弟子的衣袍 面容偏女儿像 唇红齿白 容颜好看 很像女扮男装 但他确实是一个男人 要不然收了 韩爵犹豫 仔细一想 平天大圣转世到赤云界 不可能是机缘巧合 得罪过天地的存在 岂能随便投胎 莫非是天地安排的 不管了 收吧 多培养一些高手 若是天地问起来 他就假装不知道 没有人知晓 他有系统 韩爵决定让处世人 去收徒周明月 佛祖抢徒弟 到时候菩提佛祖追究起来 也是找世尊佛祖的麻烦 韩爵想好后 便闭目修炼 先考验周明月几十年 若是拜师之心不够坚定 就算天地转世 老子也不收 二十年后 韩爵终于突破至 轮回天仙境圆满 他不由感慨 天仙境的突破 真够慢的呀 往后的真仙 金仙 地道 又得多漫长 他没有多想 继续巩固修为 大概也过去四年 韩爵开始突破 悟道剑被他逐出洞府 楚人又突破了 黑玉姬瞪大鸡眼问道 若没有人拜访 韩爵是不会赶悟道剑出来的 悟道剑哼道 最近我 修炼了一种剑道 我们来切磋一下吧 来啊 鸡爷我怕你 黑玉姬应战 打不过方良 慕容起 还打不过你一根草 然后 黑玉姬败了 两只金乌不由嘲笑他 三头交往 则感到危机感 连这草精的天赋 都如此厉害 再这样下去 他迟早被超越 楚世人盯着悟道剑 若有所思 不知为何 悟道剑施展的剑道 让他莫名恍惚 半年后 韩爵成功突破至 轮回真仙境初期 法力暴涨 灵魂蜕变 韩爵差点忍不住 要长笑一声 太爽了 他立即查看 自己的属性面板 姓名 韩爵 寿命 11913780 0531 种族 仙人 修为 轮回真仙境初期 三千多万年寿命 接近四千万年 什么叫安全感 这便是安全感 韩爵得意一笑 他的人生才过去 三万分之一的阶段 当真使人生路漫漫 检测到你已经达到 轮回真仙境 你有以下选择 一 立即飞升 闯出一番赫赫威名 可获得一件至宝 一次神通传承 二 赞不飞升 远离争分 可获得一件至宝 韩爵见此 二话不说 选择第二个选项 才真仙 就想名阳仙剑 作死 先帝都会陨落 不 连大罗都会转世 韩爵可不敢去仙剑浪 你选择赞不飞升 获得一件至宝 恭喜你获得极品太乙至宝 重名子弃靴 重名子弃靴 极品太乙至宝 增强身法速度 可轻松穿越诸天万剑 还不错 韩爵也没有太惊喜 他暂时不想穿越诸天万剑 他继续巩固修为 半年后 他拿出厄运书 开始庆祝 把所有敌人诅咒一遍后 他才心满意足地起身走出洞府 周明月还在山脚下跪着 韩爵让处事人去接周明月 其他人一听 韩爵又要收徒 相处这么久 他们都发现 能入韩爵法眼的人 都有了不得的天资 这一次莫非 悟到见激动了 祈祷是女弟子 第192章 强大神功 悟是人非 当处事人将周明月领上山后 悟到见失望了 虽然这丝长得像女子 但气息却是男儿 周明月很激动 终于得到先神的认可 她可是跪了二十多年啊 人生有几个二十多年 黑玉姬 图黎儿 三头娇王等人 纷纷围住周明月 仔细打量 能被韩爵收入门下 绝非凡人 韩爵站在树下 没有关注周明月 处事人带着周明月 前来跪拜韩爵 从今日起 他便是你的徒弟 由你来教 韩爵面无表情地开口道 闻言 处事人愣了愣 周明月也愣住 连忙道 我要拜您老人家为师 不想拜凡夫为师 处事人皱眉 黑玉姬笑道 这位凡夫 已经是荣须静大修士 你确定你不败 周明月瞪大眼睛 难以置信地看向处事人 荣须静对于金丹静而言 可谓是极其遥远 她怎么没想到 白发苍苍 看起来如同山野老翁的处事人 竟是这般强者 等等 处事人都这么强 那么周明月看向韩爵 眼神更加炙热 韩爵开口道 你若不愿 那便下山 周明月被吓到 连忙答应下来 至此 苦修成仙山的第一位 四代弟子出现 韩爵不再搭理周明月 开始观察扶桑术 处事人将周明月拉到远处 开始行拜师礼 对于周明月 处事人还是很期待 毕竟是她的第一位弟子 韩爵为扶桑术 浇完仙水后 便回到仙天洞府内 继续修炼 她先将自己的剑道 神通提升 许久不来见到长河 韩爵还怪想念 丈姑星的 这一次 她没有展现修为 把修为伪装在天仙境 丈姑星 疑似与神功有关系 神功与天庭又不对付 现在韩爵 可不能向她随意展现修为 万一被被刺了呢 再次见到丈姑星 韩爵笑着打招呼 丈姑星问道 你加入天庭了 这么直接 韩爵道 算加入 也不算加入 我还未入天庭 依旧待在凡间 什么意思 你不打算飞升 天帝既然没有清理凡间 那便说明 已经认可你 你为何要错失机会 我只是觉得 天庭水深 尚皆危险 想就待在凡间修炼 远离是非 一味地躲避 你不可能成就先帝 靠苦修 或许能成就金仙 但想要成就先帝 须得历经红尘 争夺器语 方才为先帝 一息尚存 轮回不灭 丈姑星说得很认真 韩爵笑道 那就等我修炼到金仙再说 他的资质可是顶级 又修炼了先帝功法 真没必要到处惹是生非 万一成为某些主角的踏脚石 那不得前功尽弃 图坐他人嫁衣 光是赤云界 都有这么多逆天人物 更别说其他数千凡界 上界更是恐怖到难以想象 强弱天地 在天庭都不敢肆意妄为 韩爵自认为自己聪明 但绝非算无一策 谋略胜过卧龙凤雏 与其去天庭斗志斗勇 不如安心在凡间修炼 不威胁任何人 丈姑星摇头失笑 他忽然想到什么 道 之前妖圣大闹天庭之事 虽已结束 但可能生变 妖圣乃是妖族大圣 带领百万妖兵浴血奋战 结果到头来 得力的是佛门 这让妖族以及妖庭很不满 上界可能要发生大变 这事还没完 韩爵调侃道 莫非佛门计划西行之路 准备让妖庭 天庭的人参与 并在沿途 布下重重难关 通过西行者斩妖除魔 弘扬佛门的伟大 丈姑星惊一道 你真的是凡人出身 没有显赫的前世 韩爵愣住 莫非他猜对了 嗯 西游记并非是杜撰的 很久以前 佛门确实策划过这样的大计 也成功了 所以佛门才有今日之强盛 道门也因此隐退 不过后来 佛门五大佛祖出现分歧 甚至出现争斗 导致佛门一落千丈 也给了神功崛起的机会 神功算是上界大势力中 崛起最快的势力 也是当今上界中 先帝数量最多的势力 丈姑星的话 让韩爵心中一惊 先帝数量最多的势力 糟糕 我是不是站错阵营了 这样看来 神功更有前途啊 奈何慕容起跟神功有仇 而且他就算去了神功 未必能获得天地 对他这样的后代 不能这样想 要珍惜眼前 韩爵调整心态 两人又聊了一会儿 韩爵告辞离去 接下来一年 韩爵数次来到建道长河 就跟回家似的 七年后 九鼎真人前来拜访韩爵 仙神大劫过去数十年 虽然世人不再热议 但人人都还记得这件事 尤其是在修真界 玉清圣宗因韩爵而被神化 这些年 玉清圣宗迅速壮大 九鼎真人柳不灭 黄尊天等宗门高层 忙得焦头烂额 何事 韩爵笑问道 九鼎真人已经是合体精修士 不过面对韩爵 他显得很紧张 眼前这位可是连仙神 都敌不过的恐怖大能 说句不好听的 韩爵如今 就是玉清圣宗的祖宗 让玉清圣宗修士 在他们二人中进行二选一 没人会选他 韩爵在玉清圣宗修士们心中 已经是信仰 还记得周凡 莫复仇吗 九鼎真人问道 韩爵点头 九鼎真人继续道 这两人又碰头了 还跟诸多圣地干起来 得罪的人越来越多 甚至有人邀请玉清圣宗 一同围剿他们二人 您觉得 周凡 莫复仇是韩爵少数好友之一 九鼎真人是知道的 所以特来询问韩爵 韩爵回答道 你看着办吧 这么多年过去 他们已经不算是 玉清圣宗弟子 不要总觉得 他们与我有关系 倘若他们肆意妄为 真是恶人 该除便除 千年过去 早已误是人非 人心隔数年就会变 何况是千年 纵然两人对韩爵的好感度 没有下降 但韩爵并不欠他们什么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路 韩爵不想管太多 除非欠下因果 我明白了 九鼎真人应道 然后跟韩爵说了一下 玉清圣宗的近况 韩爵不想管事 也没有给出意见 待他离去后 韩爵拿出天道令 想看看 最近周凡二人在搞什么鬼 很快 韩爵忽然动容 这两人 第193章 不死大地 轮回神童 黄昏落日 残阳如血 荒原遍布裂缝 峡谷 一处陡峭的悬崖之上 坐着两道身影 赫然是周凡 莫复仇 两人并肩打坐 似乎在修炼某种功法 在两人的头顶上 悬浮着一团黑气 韩爵感知到一股真线的气息 太乙真线 赤云界怎么可能有第二位太乙真线 韩爵顿时意识到 自己被挖了墙角 他二话不说 直接腾挪至周凡 莫复仇二人身后 挥袖一卷 将那团黑气卷走 紧接着 韩爵来到天地另一边 无人之处 他抬起右手 掌心中浮现出先前的黑气 道友 我可没有破坏你的凡剑 黑气之中 传出一道冰冷声音 被韩爵抓住 他丝毫不慌 不死大帝对你产生仇恨 当前仇恨度为三星 不死大帝 听起来很唬人 韩爵立即通过人际关系 查看他的信息 不死大帝 太乙经先进中期 上界先帝 遭遇神功众先帝为功 生死盗销 经过百万年 方才重修至太乙经先 不死大帝 以神通分化万千魂念 在诸天万界 寻找自己的传承者 想要创立神功一样的大势力 因你干扰他的计划 对你产生仇恨 当前仇恨度为三星 先帝 韩爵被吓到 仔细一看 魂念而已 他怕什么 光是魂念 就能有真仙修为 不死大帝有点东西 韩爵哼道 入侵天庭繁界 违反天规 我这就找地太白前辈 不死大帝一听 连忙叫道 道友 有事好商量 怎么商量 你选中的两人 是我的童子 你说你过不过分 不死大帝暗骂 怪不得这两臭小子鸣那么硬 原来有仙人在背后撑腰 不死大帝陷入沉默中 韩爵也在犹豫 要不要跟不死大帝撕破脸皮 不死大帝开口道 道友 此事算我的错 以后再也不来了 放过我这道魂念 韩爵想了想 就算捏散这道魂念 也无法将对方诛杀 何必深化仇恨 那你走吧 韩爵放开黑气 悄悄往里面打入六道印记 黑气迅速逃离赤云界 确定他的气息消失后 韩爵才重新回到苦修城仙山 而这一切 周凡 莫复仇都没有察觉到 许多年后 他们才意识到 当初想要收他们为徒的大能 真的消失了 回到先天洞府后 韩爵拿出厄运书 开始刷日常任务 数月后 他才最后诅咒不死大帝 这样的话 不死大帝应该怀疑不到他头上 毕竟不死大帝的魂念成千上万 仇敌数不胜数 诅咒完之后 韩爵拿出天道令 将不死大帝之事告诉地太白 以免不死大帝贼心不死 不死大帝 这家伙竟然还活着 天道令内传出地太白的声音 韩爵问道 他会不会再来 此事我会禀报陛下 毕竟不死大帝是先帝 你放心吧 他不会再出现 得到地太白的保证 韩爵方才安心 悟道剑好奇问道 不死大帝是谁 韩爵也不隐瞒 将大成镜之上的境界 告诉悟道剑 他已惊鲜下的悟道剑 脸色惨白 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我们人很弱 不能大意 主人我的敌人可不少 需要你努力变强 关键时候 还能救我一命 韩爵严肃道 悟道剑严肃的点头 心中充满危机感 他继续修炼通天剑道 韩爵满意点头 他开始修炼六道轮回弓 突破至轮回真仙境后 六道轮回弓往上的心法 就变得高深莫测 韩爵修炼起来 也无法在短时间内掌握 不过他寿命长 他丝毫不及 17年后 韩爵终于将六道轮回弓的 真仙篇彻底学会 修行速度大涨 同时领悟了新神通 轮回神通 可看透生灵的前世今生 杀敌之后 可吸收敌人前世今生累积的气韵 无比霸道 此神通的用途极大 只是韩爵暂时不想到处去吸收气韵 韩爵继续修炼 增强修为 争取早日达到轮回真仙境中期 达到真仙境后 突破速度明显慢下来 他的那气速度远超从前 只是真仙境突破所需要的仙气 太过庞大 韩爵一边修炼 一边调出邮件查看 你的好友寄仙神在天河旁 感悟天道真意 道横大掌 你的好友大神将离开仙界 你的徒孙慕容起 误入上古秘境 练就万古神通 你的好友黄吉浩遭遇妖兽袭击 X249983 你的好友莫复仇遭遇魔族蛊惑 产生心魔 你的徒孙方良 在梦中得到仙神指点 你的好友龙扇顿悟太乙神通 道横大掌 也没有太大的变故 只是韩爵注意到 方良被仙神指点 怎么回事 天庭也有人想挖他墙角 韩爵皱眉 等方良回来 他得好好问问 韩爵看了一会儿 便专心修炼 半年后 西璇仙子回来 主动找韩爵 韩爵让悟道剑离开洞府 与西璇仙子单独相处 我在一处秘境中获得一封书信 可凭借此信 加入上界的一支修仙宗门 你要去吗 西璇仙子坐下后说道 韩爵与天庭的关系 并没有公开 世人只知 天庭不再针对凡间 韩爵接过书信查看 是一支 名为天罡岛的宗门 成立数十万年 底蕴雄厚 天罡岛之主 便是从赤云界飞升的 一直挂念着故乡 韩爵道 你想去吗 我暂时不想飞升 西璇仙子摇头道 我这修为飞升了 也是送死 那就留着吧 以后若是想飞升 可去找天罡岛 韩爵笑道 将书信还给西璇仙子 随着苦修成 仙山的灵气越发浓郁 西璇仙子 也顺利突破至荣虚境 大县问题 不再是顾虑 长月儿常年闭关 距离容虚境也近了 西璇仙子好奇问道 你打算一直在凡剑 韩爵点头 西璇仙子欲言又止 他本想劝韩爵 但转念一想 韩爵的资质 绝非凡人能想象的 他何必操心 两人聊了一会儿 西璇仙子离去 韩爵正要叫悟道剑进来 一道声音传入韩爵的耳中 韩爵 我已经突破太乙真仙境 可待来虚空与我一战 这声音有些耳熟 嗯 不是天地之子龙扇吗 韩爵皱眉 这小子怎么来了 龙扇的声音再次飘来 放心 只是切磋 无论输赢 我都不会为难你 第194章 苏奇飞升 大帝被杀 韩爵叹了一口气 送走了季先生 又来了龙扇 这就是命吗 韩爵想了想 还是起身前去赴约 修炼数十载 偶尔出去斗斗法也不错 龙扇对他有好感 应该不至于因他 估计是真想斗法 韩爵之前是靠踩着龙扇上位的 这一次自然不能留守 倘若他输给龙扇 就说明他的天赋不如龙扇 天地会怎么看他 韩爵还指望在天地的保护下 安心修炼呢 虚空 虚无缥缈 没有光 韩爵现身在龙扇面前 两人身上都散发出淡淡的光芒 那是先例 能让他们在虚空生存 龙扇依旧身穿一身银甲 意气风发 嘴角都快翘到天上 非常自信 不 自负 这是韩爵看到龙扇第一眼的感受 龙扇目光灼灼地问道 韩爵 你的修为如何 韩爵的修为 在系统的隐藏下 还保持着轮回天仙境中期 韩爵道 我也突破真线了 闻言 龙扇的笑容顿时凝固 他瞪大眼睛 心里掀起惊涛骇浪 怎么可能 他可是吃了多少苦 才突破之真仙境 韩爵躲在凡戒旧 当真 龙扇咬牙问道 韩爵摊手道 我从不说谎 龙扇沉默 韩爵也不急着出手 良久 龙扇深吸一口气 帮我成就金仙再来挑战你 我定然比你先一步 踏入金仙境 说吧 龙扇便消失在原处 韩爵乐了 还挺实时务的 这样也好 不用遭受更严重的打击 他刚才已经用模拟试炼 考备了龙扇的修为 回去以后可以虐一下 青山绿水 蓝天白云 一条瀑布之下 周凡 莫富仇 站在河边 望着河面 如今的他们 早已不是当年的义气少年 都变得很成熟 莫富仇身上 更是有一种沧桑感 周凡则变得邪气 眉宇间有一股杀气 无法隐藏 当真要如此 周凡皱眉问道 莫富仇平静道 季仙神已经飞升 韩兄弟已经成为仙神 这凡间没有谁 再是你我二人的对手 何不闯下天下第一的威名 争夺气韵 再飞升 周凡犹豫 他死了数次 不得不谨慎 以前都是莫富仇跟着他 替他遮风挡雨 他一直觉得 亏欠莫富仇 所以这一世 以莫富仇为主 只是他没想到重逢后 莫富仇变得无比疯狂 野心极大 你要是怕了 那就找个地方躲起来修炼 或许有希望跟韩兄弟一样 莫富仇瞥了周凡一眼 轻声道 这句话顿时刺激到周凡 周凡一直拿韩爵当目标 认为闯荡才是真正的修行 没想到被越甩越远 他不可能效仿韩爵的道 永不可能 你若想闯 那我便陪你闯 周凡亨道 比不过韩爵 还比不过天下人 莫富仇露出笑容 道 很好 先从天仙府开始 他们不是想追杀我们吗 我们直接毁了他们 好 周凡也露出期待之色 这时 树林里走出一道倩影 正是轩情郡的师妹 轩诗师 他常年保护着周凡 轩诗师望着两人的背影 紧促秀美 该死 这两小子又想干什么 轩诗师是真的心累 跟着周凡这么多年 他是真的累了 他突然很想 跟师姐一样飞升 再跟下去 他会死的 周凡招惹的敌人 已经比他强 他甚至还可能成为周凡的脱油瓶 要不然离开吧 轩诗师犹豫 之前轩情郡让他跟着周凡 是为了魔族 如今魔族很难再卷土重来 他再继续跟下去 也没有意义 想到这里 轩诗师又默默退回树林里 周凡似乎感觉到什么 回头看去 眼底闪过一抹失落 他明白了什么 但他有自己的道 不会再为女人奋不顾身 放下一切 一谎言 三十载过去 韩诀距离轮回 真仙境中期已经近了 但他已经花了超过五十年时间 比以往突破的时间都要长 这一日 苏奇前来拜访韩诀 他已经突破至度捷径 修为进展很快 毕竟一直在苦修 师父 我想飞升了 最近总感觉 上界有什么东西在召唤我 苏奇跪拜在韩诀面前 认真说道 韩诀皱眉 他心里却是松了一口气 随着苏奇越来越强 他的眉运也在增强 杨天东之前回来了一趟 还拜访苏奇 结果遭遇心魔 不得不出去散散心 韩诀顾作为难道 上界很危险的 为师可能保护不了你 苏奇笑道 放心吧师父 我又不会惹是生非 韩诀道 既然如此 飞升之后 不如你去加入羽龙仙岛 羽龙仙岛的丹青真人 是大能之辈 手下弟子数不胜数 这是一位仙神告诉我的 当然 你拜丹青真人为师 可不要说来自赤云界 更不要说 你是我的徒弟 苏奇默默记下 道 多谢师父指点 正好 我飞升之后 也得修炼一段时间 韩诀道 去吧 若真是遇到 不可化解的麻烦 可以去找天庭相助 苏奇暗自感动 师父还是担忧我的 他重重地 磕了三个响头 便起身离去 与其他同门道别后 苏奇当日 便离开苦修城仙山 韩诀莫名有种 徒弟出师的感觉 不过苏奇可是 天庭扫把星 命硬 不会那么容易死的 韩诀叹息一声 拿出厄运书 开始诅咒丹青真人 他一边诅咒 一边查看邮件 你的好友 帝红叶进入黑暗禁区 你的好友大神 将诛杀你的仇敌 不死大帝 你的徒孙慕容起 顿悟太以神通 气韵暴涨 你的道理 宣秦君偶得先果 修为大掌 你的仇敌朱雀 以你的诅咒 道横大将 境界跌至散仙境 你的道理 行鸿玄得上古大能传承 灵魂蜕变 你的好友 黄吉浩遭遇 妖兽袭击 X-120083 韩觉注意到 不死大帝 被大神将诛杀 天庭的办事 效率这么高 他立即查看 不死大帝的头像 还在 一息尚存 信息提示 他只剩下残魂 真的惨 韩觉 对此很满意 感受到了天帝的态度 确实袒护他 第195章 观音经 盘桃大会 韩觉注意到 行鸿玄得到上古大能传承 灵魂还得到蜕变 他不由将注意力 转移到行鸿玄身上 行鸿玄还在当初 偶然撞见的道观中 之前有长月陪伴 如今只有他一人 长月没有他那么敢冒险 偶尔出去一次还好 韩觉之前在神像里 发现一道残魂 那道残魂 竟已经苏醒 这是一名穿着道袍的老妇人 与以往的形象 看起来有所不同 他悬浮在行鸿玄的头顶上 念着经文 韩觉悄悄听着 越听越不对劲 怎么是佛经 道观里讲佛 什么路说 韩觉查看人际关系里的 行鸿玄头像 确定行鸿玄没有被夺射 好感度也没有下降 他才放心 他用神识打探这道残魂 太以天仙修为 不过只是境界 实力或许连散仙都不如 已经是风中残竹 韩觉继续观察 许久 行鸿玄睁开眼睛 开口道 师父 这观音经真能成仙 老妇人道 那是自然 佛门讲究众生平等 任何资质 皆可成佛成菩萨 只要有一颗坚定的佛心 这是你唯一的办法 你的资质确实平庸 凡间功法无法助你 为师已经十日不多 连魂魄都给你 别忘了你答应为师的 随着话音落下 老妇人的残魂逐渐消散 如云烟散去 行鸿玄并没有悲伤 反而很平静 韩觉忽然现身在他面前 夫君 行鸿玄惊喜地叫道 连忙起身 如今的赤云界 韩觉想去哪就去哪 因为他是天道仙神 刚才那位是 韩觉问道 行鸿玄回答道 上界佛修 在很久以前下凡 身死到消 只剩下一缕残魂 他将自身功法传承于我 希望我飞升之后 能帮他把仇怨告诉给佛门 让佛祖为他做主 韩觉疑惑问道 何仇怨 行鸿玄也没有隐瞒 如是回答道 很久以前 诸天大劫 波及凡界 他与天庭 仙神结队来到凡界 想要清理魔族 结果遭到仙神背叛 事关天庭 韩觉也没有多想 等行鸿玄赶到佛门 鬼知道是几千年后 说不定是数万年后 你怎么样 韩觉问道 他抓住行鸿玄的手腕 查看他的身体 灵力稳定 体内没有任何潜在危险 行鸿玄笑道 没事 这观音经确实厉害 夫君 您要吗 以后可以给你的女弟子们修炼 韩觉犹豫道 这样不好吧 难道他没有告诉你 不准将功法传出去吗 说了 但他已经没了 况且 我的任何东西 都是夫君的 我也会按照约定 将他的仇恨告诉佛门 那行吧 让我检查一下 这功法有没有危险 韩觉应道 在各种仙侠小说里 佛门是被黑得最惨的 没有之一 仿佛所有佛都是虚伪的 佛祖都会洗脑 行鸿玄立即将观音经 传授给韩觉 此功法没有书籍记载 全凭口传 韩觉听后开始梳理 观音经确实了不得 竟然可以直接修炼到 太乙真仙境界 大成可修炼出观音法相 神通盖世 韩觉反复梳理 也没有发现缺点 你继续修炼吧 韩觉睁眼说道 然后离去 行鸿玄已经习惯 韩觉不拖泥带水的性格 他重新打坐 继续修炼 回到仙天洞府内 韩觉露出笑容 行鸿玄也有了自己的机缘 估计不会老死 这样也好 能让韩觉省心 如今 他身边的人 除非常年在外 只要肯一直待在 苦修城仙山修炼 就不会有大限将至的问题 自从扶桑树浇灌鲜水后 苦修城仙山的灵气 一直在持续暴涨 想罢 韩觉继续修炼 又过去十一年 他终于突破至 轮回真仙境中期 法力再次暴涨 韩觉心情愉悦 他就喜欢这种突破的感觉 他越发庆幸 当初花十几年 摇气运和灵根资质 憋屈十几年 换来一生舒爽 韩觉抖擞谨慎 继续修炼 目标真先进后期 大概又过去三年 蒂太白亲自找来 韩觉邀请他入洞府 不得不说 天庭高官就是了不得 随随便便下凡 换做其他仙神 那可是违反天条 悟到剑被赶出去后 蒂太白坐在桌前 笑道 听说 你已经是真贤 显然 龙扇被吓退的事情 已经传入天地而终 嗯 侥幸 韩觉谦虚道 蒂太白抚须笑道 不愧是陛下亲自看上的天骄 你不用再担心不死大地 大神将已经将其诛杀 虽然没有生死盗销 但至少百万年内 很难在兴风作浪 百万年 足够韩觉崛起 韩觉道 多谢天庭 多谢天地陛下 多谢大神将 万年一次的盘陶大会 即将开启 还有百年 你想去吗 若是想 我给你一张请帖 蒂太白问道 韩觉想了想 哦 还是算了吧 我怕麻烦 蒂太白笑道 天庭的盘陶大会 有什么麻烦的 放心 你的身份不会公开 天地陛下也不会提你 你只是进去享受盘陶 顺便见见天庭的威风 韩觉犹豫片刻 问道 是天地陛下的想法 嗯 一颗盘陶胜过千年苦修 你舍得不去 那好吧 我去 既然是天地的意思 那他不去 就是不给面子 况且 天地让大神 将除掉不死大地 确实是很大的人情 到目前为止 一直是天庭在为他贡献 他还会付出过什么 蒂太白露出笑容 道 神宫有一位先帝转世 觉醒地道 太乙真仙实展太乙精仙 如今已经是太乙精仙 威风凛凛 被神宫封为年轻一代最强天骄 你可得好好修炼 以后你肯定是要面对他 你也会跟他一样 代表着天庭 韩觉一听 不由皱眉 这要牛批 他刚想说什么 地太白便消失在原地 桌上出现一块红令 上面刻着盘桃二字 百年后的盘桃大会吗 韩觉默默想到 也不知盘桃香不香 旋即 韩觉拿出天道令 神识进入令中 查看天道碑 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赤云记的排名 竟然长了数百名 第196章 天下第一 没运至仙剑 这可不是好事啊 韩觉难难自语 他不希望赤云界太强 以免隐神瞩目 最好一直处于中间阶段 没有存在感 目前还好 只是长了几百名 要是持续增长 那就有问题了 韩觉觉得 以后有必要经常 关注一下天道碑 他都没做什么 为何赤云界还在变强 成为仙神后 韩觉的气韵 便不与赤云界挂钩 莫非是苦修成仙山的影响 韩觉想不通 便懒得再想 玉清圣宗 主风 亦是大殿内 九鼎真人坐在宝座上 神情忧愁 殿上的长老们 脸上也同样愁云密布 柳不灭开口道 此事绕不过去 慕容奇乃是 斩神长老的徒孙 虽然这层关系 没有传出去 但若是慕容奇出世 斩神长老必定震怒 其他人长老 跟着出言赞同 九鼎真人头疼 无奈道 现在不是慕容奇出世 是他要挑事 他要灭圣地 你们谁能劝阻 莫非你们要我去找 斩神长老 他可是说过 不插手世俗之事 包括徒子徒孙的恩怨 说是不管 但慕容奇若是死了 必定心里有疙瘩 我叫你们来 就是希望你们能 想出万全之策 沉默 大殿再次安静下来 想要劝慕容奇 太难了 如今的慕容奇 已经算是 玉清圣宗的顶级强者 不再是大弟子 那么简单 对了 慕容奇与方梁关系好 方梁性情温良 不如让方梁去劝 有人提议道 方梁和慕容奇 被玉清圣宗奉为双交 都已经是横行天下的强者 九鼎真人眼睛一亮 方梁不在玉清圣宗 谁去找他 柳不灭应道 我去吧 也能代表玉清圣宗的意思 九鼎真人瞥了他一眼 微微点头 此事便这般定下 一黄眼 又是七年过去 这一日 一位故人前来拜访韩绝 正是真武教的黄吉浩 之前曾是大雁朱雀剑宗的长老 曾挑战过韩绝 差点被秒杀 此人拥有先天气云 天生剑星 也曾去过剑道长河 韩绝对他一直有印象 因为这丝是战斗狂魔 能与季仙神分庭抗礼 常年占据被袭击次数绑前三 韩绝想了想 还是见他 黄吉浩进入苦修成仙山 他顿时震惊了 好浓郁的灵气 即便形变天下 他也未曾感受过如此灵气 等他来到山顶上 看到三头骄王 两只金屋 他更是毛骨悚然 三腰的气息 让他本能地感觉到危险 图黎儿瞥了他一眼 没有理会 继续修炼 黑玉姬则好奇地看向他 似曾相识 处世人还在修炼 周明月则睁眼打亮黄吉浩 进来吧 韩绝的声音从洞府内飘出 洞府大门打开 悟到剑撇着嘴走出来 一脸不爽 黄吉浩看向他 暗自心惊 此女的修为也好高 虽然不如他 但放在修真界 绝对是大能修士 数百年过去 韩绝手底下 怎么涌现出这么多强者 黄吉浩心里莫名有些后悔 他调整心态 走入仙天洞府内 周明月好奇问道 此人是谁 感觉不如你们厉害 为何能入师祖府内 处世人言也不争 道 好好修炼 你连被师祖召见的资格都没有 闻言 周明月尴尬 她的修行速度已经很快 只是在扶桑树下 显得不突出 她经常在想 这些人都是什么怪胎啊 在外界 原因都能算大能 在这里 树上趴着两只太阳 说出去 谁敢信 周明月叹息一声 继续修炼 先天洞府内 再次见到韩觉 黄吉浩一阵恍惚 她还是那么的好看 令人惊艳 纵然是女子 也未曾有人能再容貌让她惊艳 韩觉受不了她的眼神 问道 找我何事 黄吉浩回过神来 道 慕容岂是你徒孙 没错 怎么了 此子太狂了 自称天下第一 还行吧 她若是天下第一 那你呢 她完全没有把你这位师祖放在眼里 我不属于天下 我属于天上 黄吉浩被噎住 韩觉皱眉道 你来找我 就是说这是 闲得淡疼 黄吉浩道 慕容岂惹到我的人 我不能不出头 我得占他 不过他是你的徒孙 我可以不杀他 没问题 韩觉应道 脸上露出诡异的笑容 黄吉浩犹豫 问道 您现在多强 这个您字很从心 韩觉道 说了你也不懂 莫非你想再找我切磋 黄吉浩连忙摇头 开玩笑 韩觉已经是对抗过仙神的存在 他哪里敢打 当年他师父上官求见来挑战韩觉 直接就自闭了 至今境界也没有太大的增长 您何时飞升 黄吉浩小心翼翼地问道 韩觉微笑道 飞升 绝不可能 我就一直待在反见 黄吉浩脸色大变 一炷香时间后 黄吉浩走出先天洞府 他神情恍惚 仿佛失了活一样 黑玉姬调侃道 我想起来了 他以前好像来挑战过主人 还带上他师父来 周明月好奇问道 结果呢 结果呀 当然是秒败 他师父差点吓死 师祖真厉害 一人一击 仿佛在捧根 听得黄吉浩皱眉 黄吉浩虽然心里不舒服 但没有爆发 迅速离去 韩觉则拿出天道令 开始观测黄荣起 这些年 黄荣起在干什么 黄荣起正在一座孤峰顶上修炼 迎风打坐 一跑鼓动 颇有世外高人的风范 韩觉见他在修炼 便没了兴趣 不得不说 黄荣起的修行速度确实快 前不久 刚突破至渡截境 韩觉不由想到 神功的那位 先帝转世 莫非大能转世后 修行速度能超越以前 照这样下去 数百年后 慕容起就能达到人间巅峰 甚至可能更快 方良也不慢 已经是合体进八层修为 就在韩觉思索时 他眼前跳出三行字 你的徒弟苏琪飞升 将霉运带往仙界 引得仙界气韵俱变 你有以下选择 一 立即飞升 阻止苏琪 可获得一箭至宝 二 继续修炼 不干预天庭密谋 可获得随机强大血脉 第197章 星辰鸿蒙体 仙界震动 霉运降至仙界 天庭密谋 韩觉看得愣住 这天庭密谋 指的是他的安排 还是苏琪下凡 本身就是一桩密谋 韩觉默默选择第二个选项 他怎么可能去阻止苏琪 谁敢招惹苏琪 那是自找麻烦 你选择继续修炼 不干预天庭密谋 获得随机强大血脉 恭喜你获得星辰鸿蒙体 星辰鸿蒙体 诞生于鸿蒙出屁的强大血脉 气血强大 可吸收日月精华 可在战斗中 借助星辰之力 嗯 这血脉看起来很牛批啊 韩觉立即接受该血脉 刹那间 他体内涌现出一股奇异的力量 前所未有的痛苦 令他面目扭曲 你先出去 韩觉连忙开口道 悟到剑被惊醒 虽然疑惑 但还是老老实实地走出洞府 没过多久 整座苦修城仙山开始摇动 逐渐波及 欲侵圣踪 不知道的弟子 还以为地震来了 三头交往感慨道 主人又突破了 太夸张了 境界越往上 不是越难突破吗 怎么感觉 对于韩觉而言 突破如河水 周明月好奇问道 师祖现在适合境界 楚世人摇头 他也不清楚 别问 你根本想象不到 黑玉姬恩色道 周明月皱眉道 你这么得意干什么 又不是你突破 我主人突破 就是姬爷突破 撤 你太弱了 要不要多久 我都能击败你 年轻人 你太膨胀了 黑玉姬眯眼说道 心里却是充满危机感 周明月并非吹牛 这小子的天资 确实离谱 有种第二个慕容起的架势 黑玉姬忽然有些怀疑人生 他真的是凤凰转世吗 一座幽暗的洞府内 一名劈头散发的老者 正在打坐修炼 他猛地睁眼 眼中迸发出金光 闪耀洞府 这股气息 有人觉醒了鸿蒙体质 老者喃喃自语 语气凝重 他掐指推算 脸色微变 天庭 好一个天庭 浩天 看来你藏得很深 老者喃喃自语 他立即起身走出洞府 不只是他 仙界各方大势力 都推算到了此事 天庭 一座阁楼内 天地打坐在蒲团上修炼 周围香烟鸟鸟 他忽然感应到什么 睁开眼睛 他皱起眉头 掐指推算 咦 天庭的气韵 为何突然暴涨 天地无法推算到 是韩绝传成了 星辰鸿蒙体 天庭的气韵暴涨 让他很警惕 怕有人搞鬼 天地很快推算到 气韵之所以暴涨 是来自赤云界 准确地说是 来自韩绝 只是他算不得韩绝 为何能让天庭气韵暴涨 这小子 天地有些震惊 当年大神将 都没有引起这般动静 他没有动身前往赤云界 而是将神石笼罩整个天庭 避免有人下凡 天庭内隐藏着不少大能 甚至不逊色于天地 天地怕别人算到 针对韩绝 天庭气韵的暴涨 只有少数大能察觉到 大部分仙神都没有感觉到异常 还在个性骑士 足足过去一个月后 韩绝终于成就星辰鸿蒙体 他感觉整个世界都变了 他能感受到星辰之力 能感受到万物的勃勃生机 这种感觉 太爽了 韩绝赞叹到 他的六道法力 直接暴涨数倍 灵魂神石更是飞跃 用脱胎换骨来形容 丝毫不为过 他之前的天资已经够强 还能蜕变 他都有些期待 自己接下来的修行速度 血脉蜕变后 他浑身都是汗泥 不得不施法 清洗身子 清洗干净后 他开始那气修行 很快 他发现自己的修行速度 增强一倍不止 星辰鸿蒙体最霸道的是 可以借助星辰之力 若是在无边星海中战斗 他近乎无敌 除非对方境界远超他 韩爵以后 可以用通天剑到第四层 剑开洪荒 先开辟洪荒星辰 再聚集星辰之力战斗 那样的话 他的战斗力 连他自己都无法想象 我真是天才 韩爵暗自得意地想到 夜幕降临 天上挂满星辰 韩爵发现自己的修行速度更快了 这让他产生 想要前往宇宙星海修炼的冲动 可转念一想 若是前去宇宙星海 那就没有苦修成仙山的仙气支持 修行速度还会反降 韩爵将悟道剑叫进来 然后他开始进行模拟试炼 打龙扇 秒杀 打地太白 无法秒杀 模拟试炼里的对手 都没有思维和情感 都是凭借本能战斗 韩爵还未来得及开辟洪荒 直接被杀了 地太白还是很强的 他已经先进圆满 只差一步就能成就先帝 悟道剑坐在自己的蒲团上 打量韩爵 不知为何 他觉得韩爵仿佛变了一个人 具体哪里变了 他也说不上来 三年后 一道声音传入韩爵的耳中 出来聊聊 天帝 韩爵愣了愣 天帝为何找他 他立即动身前去 来到数十里外的树林里 天帝转身看向韩爵 眉头紧皱 韩爵心里一凸 这是怎么了 莫非他派苏琪去仙界 得罪了天帝 正当韩爵忐忑不安时 天帝眼睛一亮 道 你是什么血脉 为何气血强大这么多 韩爵道 我也不知道 最近确实感觉 气血变强了不少 星辰鸿蒙体之事 可不能说 不好解释 天帝仔细打量韩爵 看了好一会儿 道 盘桃大会 你想去吗 韩爵犹豫片刻 道 其实我不想去 怕麻烦 不过陛下若是想我去 我自然不能拒绝 天帝对你的好感提升 当前好感度为四星 韩爵眼前 跳出这一行提示 他不由暗自感叹 天帝也喜欢听马屁 天帝笑道 既然你不想去 那便不去 到时候 正让帝太白 亲自给你送盘头 韩爵惊喜 连忙败谢 随后 天帝开始跟韩爵闲聊 说起天庭的一些趣事 韩爵大部分时候都是听着 偶尔附和一句 天帝忽然感慨一声 倘若大神将如你一般 懂得知恩图报就好了 韩爵疑惑问道 大神将不是天庭功勋 最大的天将吗 天帝是什么意思 与大神将有矛盾 还是故意敲打他 第198章 轮回真先进后期 天骄乱斗 他的功勋确实大 但正是因功勋太大 所以膨胀 先前正让他去杀不死大帝 可是费了很大劲 天帝摇头笑道 他的神情有些苦涩 韩爵也不知该不该信 大神将对他 也是有好感的呀 而且是三星好感 在今日之前 与天帝对他的好感度一样 韩爵道 至少他是陛下培养的 陛下宽心 他日我若成长起来 也不会忘记 陛下对的恩情 天帝笑道 朕相信你 你且好生修炼吧 有朕在 不会有人打扰你修炼 说吧 天帝便消失在原处 韩爵迅速回到先天洞府内 他开始琢磨天帝的用意 莫非天帝与大神将要决裂 他之前还以为 大神将是天帝的亲信 现在看来并非如此 天帝的亲信 目前只有地太白 韩爵暂时不认识其他人 真要是有叛徒 我也能通过系统查看 韩爵默默想到 玄机不再多想 开始专心修炼 等他强大起来 无论天庭多内乱 他都不怕 韩爵也从未想过 要为天庭卖命 可以还恩 但没必要拼命 活着才是最重要的 五年后 韩爵睁眼 拿出厄运书 开始诅咒 这是他定下的规矩 每隔十年 必须诅咒一遍敌人 以免有人脑子发热 找他算账 他一边诅咒 一边查看邮件 你的徒孙慕容起 遭遇你的好友黄机号袭击 两败俱伤 你的徒孙方良 遭遇你的好友莫妇仇 周凡袭击 身受重伤 危难关头 顿悟神通 成功逃脱 你的好友几仙神 遭遇妖怪袭击 X160105 你的好友宣誓师飞升 你的好友神鹏元帅 遭遇天庭仙神袭击 你的徒孙楚世人 感悟天地真意 道行大掌 你的神宠混沌天狗 遭遇妖兽袭击 X310229 你的徒孙方良 顿悟天地神格 立地成神 韩爵看下来 不由感叹 真是精彩啊 先天气运者 也开始大战 他们互相逼彼此变强 莫非这便是赤云界 气运大涨的原因 对于莫复仇 周凡 慕容起 方良的混战 韩爵不想插手 即便有人死了 凭借其气运 转世再来 或许更强 数月之后 韩爵放下厄运书 拿出天道令 查看天道碑的排名 这一看 他发现赤云界的排名 又暴涨了 已经杀到3012名 离谱 韩爵连忙观测赤云界 不看不知道 一看下一大跳 这天下竟然涌现了许多强者 慕容起 方良 莫复仇 周凡 黄极浩虽强 但距离天下第一还差得远 五人之中 只有慕容起 莫复仇 黄极浩入了天下百大修士 名次都是90名开万 网上的修士 大多来自各大圣地 天仙府更是有近20人在绑 季仙神走后 天仙府并没有衰落 反而更加昌盛 韩爵观测数日 确定没有魔族 妖族搞鬼后 他才放下心来 罢了 韩爵心中叹气 他又不能去阻止那些天骄修行 那样的话太失职了 他只能祈祷 赤云界的气运增长速度再慢点 20年后 韩爵终于突破至 轮回真仙境后期 距离玄仙境 已经近了 韩爵查看了一下龙扇 才太以真仙境中期 喳喳 想必我先跨入金仙境 你怎么敢想啊 韩爵心中吐槽 继续巩固修为 两个月后 他走出洞府 将所有人召集在扶桑树下 长院 西玄仙子 行红玄也被他叫来 他准备为众人讲道 提升他们的道行 仙人讲道 对于凡人而言 那便是天大的机缘 韩爵利用自己的道音 让众人迅速进入顿悟状态 在这个过程中 众人以前觉得难懂的修行困惑 直接迎刃而解 十分神奇 足足过去一年 韩爵结束讲道 开始让他们提问 一一解惑 短短一年 所有人的修为都得到提升 即便是已经跨入 散仙境的两只金屋 最明显的是周明月 主要是他境界低 经过韩爵的讲道后 他的天赋彻底打开 又过去半年 韩爵方才起身 傅隽 我想跟你说话话 我们进去吧 行红玄忽然跟上 展颜孝道 长叶儿醋眉 西玄仙子离去 悟道剑也有些不爽 但不敢吭声 图灵儿羡慕地 看着行红玄 其他人假装没有听到 各自修炼 韩爵拗不过行红玄 便带着他入洞府 让悟道剑在外等着 我是不是应该更主动 长叶儿默默想到 他眼神坚定 决定过段时间再找韩爵 来一个霸王硬上弓 刚入洞府 行红玄便朝着韩爵贴上来 跟蛇一样 傅隽 最近你怎么又变好看了 我真是太喜欢你了 行红玄用一种 极其甜腻的声音称道 听得韩爵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这婆娘越来越做作了 韩爵心中吐槽 但还是老老实实地宽衣 偶尔释放一下也好 免得心境出现问题 天庭 北天门 几仙神穿着天将赢甲战利 周围有十数名天兵 身为低品天将 几仙神每隔一段时间 都会被安排来镇守四大天门 几仙神面无表情 心思早就飞到天庭之外 上次的战斗 让我感悟颇深 果然 还是得战斗 不能一直闭关修炼 季仙神默默想到 决定下次找几位天将 再去扫荡妖狱 就在这时 前方飞来几位仙神 季仙神与天兵们 纷纷弯腰行礼 听说了吗 此次盘陶大会 陛下邀请了神功 佛门与妖廷联手 天庭自然得拉拢神功 据说神功的那位天骄要来 哪位 先帝转世那位 怎么可能 是另一位天骄 见神帝 看来盘陶大会没那么简单 听着仙神们的议论 几仙神眯眼 来到天庭已经有一段时间 对于神功 他也了解过 神功的修饰 未必有天庭多 但神功的天骄 先帝 大帝 是最多的 两大势力聚集 不可能只是聊天 必然会切磋 明争暗斗 若是我能祭拜剑神帝 岂不是能一飞冲天 几仙神默默想到 眼睛越发明亮 他只是低品天将 对于仙界的修行境界 了解得不深 不知剑神帝有多强 但既然是天骄 那就说明 还会成长起来 第199章 天帝神体 狗洞 跟行红旋折腾一个月后 韩爵终于肯放悟到剑进来 他没有理会他的小情绪 拿出厄运书 日常任务不能丢 他习惯性地开始查看邮件 有种批阅奏折的感觉 天帝在灵霄宝殿上 或许也有这种感受 只是韩爵不用处理 只需看 你的好友莫复仇 遭遇你的徒孙芳梁袭击 身受重伤 你的好友周梵 遭遇你的徒孙芳梁袭击 身受重伤 你的好友黄吉浩 遭遇你的徒孙慕容器袭击 身受重伤 你的徒弟寻长安 遭遇妖王袭击 身受重伤 信得你的徒孙慕容器所救 你的徒弟苏奇传播霉运 与龙仙岛气韵下降 你的好友地太白 遭遇鬼神袭击 X14 你的好友龙善德大帝指点 神通大成 方梁这么凶 一个人单挑莫复仇 周梵 韩爵看得愣了愣 立即查看方梁 方梁 杜劫近二层 因天地气韵贯注 练就天地神体 超越凡人 天地神体 有点东西 韩爵还注意到 苏奇已经赶到羽龙仙岛 乖徒儿 希望在丹青真人 找为是麻烦前 你能将他没死 韩爵喃自语 脸上露出诡异的笑容 悟道剑好奇问道 您在说谁呢 韩爵道 没什么 主人 通天剑道的第一层 我快要练成了 悟道剑笑嘻嘻地说道 韩爵没好气到 练成再说 这都多少年了 好吧 悟道剑无奈 只能继续修炼 韩爵不再理会他 继续看邮件 冲浪的爽感 只有他能明白 数月之后 任务打卡完成 韩爵先用天道令 观测寻长安 对于寻长安 他还是很担忧的 这次经常陷入情节 出去这么久 也不知情况如何 若非苦修成仙山的灵气 已经不需要寻长安来增强 韩爵非得将他按在山上 此刻 寻长安正在一座城中的客栈里买醉 嘴里一直嘟囔着一个名字 切儿 韩爵是真的服了 神佛下的诅咒这么恐怖 人都死了几百年 竟然还忘不了 韩爵突然觉得 让寻长安死掉或许更好 再来一事 韩爵直接将他困在山上 不见一个女子 不行 这样也不妥 万一他盯上山上的女子 那就变成狗血剧情了 韩爵想了想 要不然去找倩儿的转世 不过寻长安那么丑 无论倩儿转世多少次 估计都不会喜欢上 唉 罢了 还是抓紧时间修炼 争取早日达到神佛的境界 解救寻长安 韩爵这般想到 虽然慕容奇总是嫌弃寻长安 可每当寻长安有危险 他总会第一时间赶上 有时候 韩爵挺心疼慕容奇的 不过也没办法 谁让他是韩爵门下 三代弟子中的大师兄呢 得起表率作用 有一说一 韩爵觉得 三代弟子比二代弟子强得多 二代弟子中 也就苏奇 图离儿让他省心 最强的是苏奇 寻长安和杨天东太废了 也是时候 该为他这一门想个名字 苦修门 苦修教 苦修山 苦修洞 狗洞 岁月如梭 十年一光景 百年一朝代 在韩爵的修炼过程中 时间又往前走了三十年 三十年过去 韩爵暂时还没有突破至 轮回真仙境圆满 但已经不算很远 获得星辰鸿蒙体后 还需要这么长时间 可见 真仙境是真的不好突破 再看看龙扇 还在中期 这一日 方良回来了 他的回来 尹德福桑树下所有人都起身 只因他断了一臂 怎么回事 谁干的 黑玉姬问道 方良的头发有些花白 看起来颇为沧桑 不再是当初的清秀少年 方良苦笑道 我自己断的 处世人 周明月 也看向方良 尤其是周明月 对方良充满好奇 上山这么久 他经常听其他人 提起方良和慕容奇 据说师祖最疼爱他们 没什么 我先去拜见师祖 方良笑道 说完 他便走向先天洞府 韩觉注意到 他的状态不对劲 便将悟到剑赶出来 祖孙俩单独相处 师祖 我总算是明白 您为何不出事 还有您 为何不成亲 方良跪在韩觉面前 叹气道 他的脸上挂满悲伤 韩觉问道 怎么了 方良开始讲述他的经历 原来他娶的妖族圣女 便是黑狐妖帝的女儿 黑狐妖帝起初很器重他 但他发现 黑狐妖帝想统一人妖两族 所以才同意这门亲事 不仅如此 妖族圣女也开始劝说方良 只因黑狐妖帝承诺 日后会把位子缠让给方良 方良哪里肯背弃人族 几经波折 争吵与理念不同 消磨了爱意 这对异族夫妻还是决裂了 方良斩断自己的手臂 表明决心 再不会回头 妖族圣女伤心欲绝 性情大变 对他充满恨意 韩觉听后安慰道 没事 人生在世 这样的情节缺不了 以后好好修炼便是 天上多的是仙女 没必要一直牵挂他 记住 修行才是最重要的 方良苦笑 韩觉道 留在苦修城仙山吧 不要再出去了 免得又帮赤云界提升排名 方良点头 啊 师祖 我现在好像不是凡人了 这种感觉难以名状 虽然我才渡劫境 但大成静修事 已然不是我的对手 真是奇怪 对于自己的气韵 天资 他一直认为是 韩觉当年 为他逆天改命的结果 所以 每次听到别人夸奖他 他都会想到韩觉 心里暖暖的 韩觉道 这没什么 凡间跨一个大境界杀敌而已 你苏琪师伯已经飞升 你的目标应该向他看齐 不要再以凡间大成为标准 你在凡间或许很强 但跟上界的天交相比 不值得一提 方良仔细一想 觉得有道理 随后 韩觉开始传授他神通 将万剑神宗传授于方良 等他彻底掌握 再传三清诸事 他的目标 是让自己的徒子徒孙们 分别继承他的各项本领 这样 才显得他高深莫测 无所不能 三个月后 方良走出先天洞府 整个人一扫颓废 再次变得意气风发 焦王 来练练 方良朝着三头焦王笑道 三头焦王暗自想到 这小子想欺负我 不对 他才渡结境 我有什么好怕的 我说 你 看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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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